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纳明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275章 杨绍峰用关爱智障的眼神瞧着朱战机 老朱家的皇帝多奇葩呀 喜欢嗑药的 喜欢修仙的 喜欢当木匠的 喜欢打仗的 什么样的都有 什么样的都有 如今又多出来一个想养蝗虫的 快得这傻孩子敢想啊 养殖蝗虫得有养殖环境吧 得有资料吧 得做好管理吧 养这玩意儿可跟养鸡鸭鱼之类的玩意儿不一样啊 鸡鸭鱼之类的再多 吃了也就是了 大不了埋掉 可这蝗虫这玩意儿会飞呀 一旦大量飞出去之后 绝对就是一场灾难 你说到时候这朝廷和地方官府 是忙着扑灭蝗灾呢 还是把这祖宗给抓起来送回家 被杨绍峰这么一问 猪瞻鸡顿时傻眼了 不会吧 用细网罩着 喂些树叶砸草之类的不就行了 杨绍峰转头瞧了猪瞻鸡一眼 走到一堆杂草前弯腰抓了一把 摊开手道 你说这么小的蝗虫 你得多密的网才能照得住啊 该用青纱吗 赚回来的钱够不够成本呢 就这么两句话的功夫 杨绍峰手中的一堆小蝗虫已经各自跳开了 转眼间就消失不见了 养蝗虫这事儿跟我说说也就算了 可千万不敢让黄爷爷他老人家知道 小爷那臭鸟 猪瞻鸡半信半疑地问道 臭啊 不能吧 杨绍峰呵呵笑了一声 扭头是一猪瞻鸡瞧瞧他家的四脚吞筋兽 然后问道 你觉得现在是你受宠 还是你家四脚吞筋兽更受宠 猪瞻鸡顿是压火了 毫无疑问呢 以前没有这个四脚吞筋兽的时候 自己就是最受宠的那个仔啊 但是有了四脚吞筋兽之后 自己在黄爷爷的心中已经降到了第二位 扭头瞧了瞧笑得没心没肺 正在和母妃一起哭蝗虫的父亲 这朱瞻鸡忍不住长说了一口气 幸好自己后面还有几个垫底儿了 心里正在胡思乱想呢 前面杨绍峰已经哼着一手极为怪异的小调走远了 为啥不抓他呀 一抓一蹦他 朱瞻鸡此时也吸了一样蝗虫的想法了 干脆笑着摇了摇头 跟着杨绍峰一起向着远处的人群走了过去 待到他走到人群近前 却见杨绍峰已经跟那些庄稼汉一样 盘腿坐在地上 几个轻壮正聚精会神的 听着一个老农在那砍大山呢 那时候 哪有现在的好日子又 还长平仓 预备仓 还有咱们闲淡之险 带着咱们发家致富 哎呦 换成那时候啊 想都别想 嗯 官府啊 官府那就是要人命的 老老实实的 给地主家做店户 行许吧 这还有一丝的活路 要是不老实 被地主买通的官府 就会把人给捉了去 打板子 这几板子下来哟 哎呦 这人也差不多了 哎 你们有的可能听说过啊 有的可能是不知道 以前咱们这些人啊 被人打死了吧 人家那些个大老爷们 只要赔上一头驴子就行了 哎呀 再多就不值了 老农的话音刚刚落下 旁边一个汉子就呸了一声 骂道 呸 如他娘的歪皮 这不是作件人吗 老农的脸上堆满了苦涩 嗯 作件人 告诉你吧 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 虽说这是打死人 只是赔投驴子吧 可是也没多少人真的见着过这 这驴子 这打都都是被官老爷们给拿走了 还有啊 那官爷 像那些人 像那些被人偷了钱的吧 像那些被人偷了钱的吧 不报官也就罢了 往往报了官 那你那孝敬给官爷拆也的 往往比你丢的还多哟 你说 这上哪儿去说理去 一个汉子叫道 入他娘驴球子的 干死他们算了 老农一拍大腿 挨了一声道 哎 对了 干死他们 当年太祖爷返元吧 咱山东可是没拉稀的软蛋 跟着太祖爷干 说完之后 老农干脆撩起身上短筋 指着后背上的一道伤疤道 瞧见没 这就是老子当年替太祖爷运粮的时候 被那些狗日的援兵给砍的 当时老子机灵了 把人堆里装死 可是不曾想那些个狗日的 也是吹不上的东西 吹吹吹 还在死人堆里捕刀子呢 亏得老子命大 似乎是觉得提起当年不光彩的事 老农又岔开了话题 接着说道 想想那时候啊 吃上 喝啥呀 也就是把脑袋挤在裤腰带上 跟他们干 还记得 当时没吃的 我家老六当时还小啊 夜里饿得直哭 就想着能有点吃屎 看着 有干屁 别说没有了吧 就算是有 也得省着点吃吧 老子还得把粮食给太祖爷用过去 当军粮吧 你们想啊 当时太祖爷的大军要是吃不饱 这拿什么跟元兵拼命啊 有哪有你们现在这好日子过 杨少风向着老农笔画一个大拇指的手势 这黄神咋了 黄神再牛补一碗 他还能有当年的元兵 牛补一碗 当年没吃的没喝的 眼看着都活不下去了吧 咱山东人的都没怕着那元兵 现在咱有太祖爷立下的预备仓和长民仓呢 怎么着都不怕饿死 怎么就怕了什么 什么什么黄神 老子还不信这个 邪了我 杨少风的脸色有些难看 当着我的面还敢喊咸淡直线 这不是当着和尚骂突驴吗 信了一不高兴 杨少风直接对老农的 大爷 您瞧我眼说不 老农来回打量杨少风几眼 咋把这快要没牙的嘴摇头倒 不说 不过呢 看你这细皮嫩肉的打扮 倒像是个读书的 听说那咸淡直线 带了好几十个学生来咱寂寞了 莫非 你就是那个咸淡直线的学生啊 不对 现在不能叫他老人家咸淡直线 他老人家咸子喜欢抓蝗虫 听说抓来是吃的 那就该叫他蝗虫直线才是啊 朱瞻基终于忍不住了 哈哈狂笑了好几声之后 才指着杨少风道 他就是您说的蝗虫直线 朱瞻基的话音刚落下 围在老农身边的一众轻壮 顿时面面相觑了 过了好半场之后才反应过来 一个个慌忙站起身来 打算给杨少风行礼 倒是把刚刚吹牛皮的老汉给扔在那了 老汉也傻眼了 编排直线大人不算啥事 整个寂寞的百姓都好这口 也没听说之前大人怎么样啊 可是现在撞到正处了 心中一慌 老汉倒是把北原定下的那套规矩 给想起来了 当下便翻身跪倒在地 不住地向着杨少风抠头 这么一来倒是把杨少风和朱瞻基给唬住了 两人慌忙地扶住老汉 忙不爹地安慰着受了惊吓的老汉 好半场之后才让老汉坐了回去 摆了摆手 时宜其他人都跟着坐下之后 杨少风才笑眯眯地对老汉说道 要不您还是叫我咸蛋吃先算了 您这是知道我让你们抓蝗虫是为了吃 换个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来寂寞 就跟那蝗虫过境似的苏光无度呢 真到那个时候啊 我这官声可就臭了 那些御史阎官们少不得要谈吼了 老汉顿时一瞪眼怒道 嗯 谁敢 他们这些个小毛头 不知道红武大够 可是小老儿当年那是被过红武大告的 知道太祖爷定下的规矩 您老人家在咱吉莫干了些什么 咱吉莫人不瞎呀 谁要是敢借着这事来弹劾您老人家 小老儿就带人去京城搞狱状 替您老人家 谁问 杨少风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您老知道京城在哪儿吗 你才不知道呢 老汉抬手直直北边 北开嘴道 黄爷把京城搬到顺天府了 咱大明这还有人不知道咋的 就算不知道吧 小老儿就带人 绑了那谈和宁的狗官 让他们带路进境 杨少风见老农越说越没溜了 干脆起身拍拍屁股上的灰尘 笑道 行了 我听您老在这吹牛皮了 我得去其他地方瞧瞧去 您再歇会儿 说完之后杨少风没再理会老汉 各种吹牛皮之类的喊声 慢慢地又躲着步子往其他地方而去了 朱镇基跟在杨少风身侧 时不时扭头打量杨少风一眼 嘴里嘖嘖有声地赞到 行啊 这吉莫的民心 你算是糊弄住了 杨少风撇撇嘴说道 我糊弄 根本就是百姓念着太祖爷老人家的好啊 人家泥腿子们不傻 谁对他们好 他们心里头门清 有数着呢 说完之后杨少风又一次 哼起那怪异的小调 什么六条腿呀 一抓一蹦打 只不过还没等杨少风哼了两句呢 却见北宫云匆匆忙忙地跑了过来 也顾不得向朱瞻鸡行礼 便直接说道 哎呀 皇爷忽感不适 命天下和庄员工速归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二百七十六章 北宫云的话音刚落下 朱瞻鸡便急了 一边向着寂寞县衙跑去 一边急道 皇爷爷怎么会忽感不适 北宫云却是一边小跑着跟上 一边打道 奴婢也不清楚啊 皇爷刚才还好玩的 忽然就觉得腹部疼痛 疼得几乎走不了路 太子殿下已经拍照鱼前来了 听北宫云这么一说 杨绍峰顿时有些着急了 原本的历史上 朱老四确实是在永乐二十二年挂掉的 可现在不过是永乐二十年 明明还有两年多的时间呢 而且朱老四也没去墨北砸人家厂子 怎么忽感不适了 一路紧赶慢赶的 到了寂寞县阳后院里的朱老四的房间 却见一大群人都围在朱老四的床边 朱老四的额头上也满是冷汗 似乎在墙忍着疼痛一般 御医寒离正在给朱老四把着脉 朱瞻基和杨绍峰两人紧张地瞧着朱老四 又紧张地瞧着御医 却是连大群都不敢出 生怕影响了御医枕脉 在寒离拔完脉 同为御医的圣隐 又过去替朱老四把脉 然后和寒离对视一眼 又互相点点头 两人眼中都有着说不出的尴尬之色 朱高赤和朱瞻基 还有杨绍峰顿时觉得其中有蹊跷 最后还是朱高赤开口问道 父皇所患何几啊 寒离没有开口 而圣隐的脸色有些不好看了 以这陛下的脉象 本明是正假之急 陛下最近可是又吃生情呢 朱高赤疑神疑鬼地瞧了朱老四一眼 问道 不说不让吃 父皇还是偷着吃了 朱老四强忍着疼痛哼了一声 却是根本没有回答朱高赤的问题 神情像极了耍无赖的乡间老农 一见朱老四这般做派 朱高赤顿时也明白过来了 记得 哎呀爹 人御医都说了不让吃生津 您怎么就忍不住呢 抱怨完朱老四 朱高赤才转过身来 向着寒离和圣隐施了一个衣礼 烦请二位施展妙手 解了父皇的痛处 圣隐点点头 却是有些疑惑地问道 皇上最近 可是吃了什么补药 皇上喜时生情 腹中多有虫 龙体虚弱 便是应有之意 可是方才把脉 陛下脉象强健 分明不像是体虚之人呢 韩离也是点点头说道 这骑啊便骑在这儿了 正假之急呢必然体虚 若是服了虎狼之药 或是人参之类吧 这脉象必然不会这般平稳呢 太医院中也应该是有所记载才是 朱高赤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忍不住将目光投向了朱老四的随从太监 吴欣 父皇最近可吃了什么东西啊 无心的神色有些不自然 从袖子里掏出一个口袋 递给圣隐之后才到 啊 皇爷 最近所食之物与原本并无不同 唯一所多了的便是此物 圣隐打开口袋 从中取出一物 瞧了半晌之后又递给了韩离 一道 蝗虫 说完之后 圣隐呢 干脆将油炸的蝗虫扔进嘴里 嚼了几下 咽下去之后又接着说道 味道上加 药性平和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用处 韩离干脆抓了两只蝗虫扔进嘴里 嚼了几下之后才一道 往常都说这蝗虫乃是黄神降灾 谁曾想此物 竟然如此未美 哎呀 这还偏又能滋补身子 与其说是蝗灾呀 若此物当真是能滋补身子 又能入药 倒不如说呀 是老天爷赏下的好食药 回来 该当是好生研究一番才是 不过呢 陛下最近还是不要吃这油炸蝗虫啊 此物虽然滋补 却是含了许多油腻之物 还是不利身体的恢复啊 瞧着两个御医在这里研究起了药性 朱高赤顿时急了 又向着两人施了一礼之后道 还请二位施展妙手 结了父皇痛楚 稍后本宫自会命人将蝗虫给二位送去 汉黎这才点点头走到桌子旁坐下 挥笔写好了药方之后 交给一旁等候的吴欣 吩咐道 那便照着方子去抓药煎药吧 待服下一时三刻之后 陛下之急定可结也 躺在床上眯着眼睛的朱老四哼了一声 却是知道汉黎和圣隐 是在故意跟自己为难 旁边跟朱瞻鸡一起冲进来 刚才还担心不已的杨绍峰 却是激动地想唱歌了 皇帝吃药 原本就和常人吃药不同 从抓药开始就有多人陪同 待药物煎好之后 又得让两名御医先行喝下 再过上半个时辰之后 确认御医没有出现问题 这药才能喂到皇帝嘴里 这就意味着朱老四再腾上一个多 甚至两个时辰 然而朱老四偏偏又无可奈何 红武十九年的时候 朱老四就已经得过一次这样的病 当时为朱老四诊治的就是汉黎堂兄 只不过汉黎的堂兄怎么这都治不了 无奈之下只得派人向朱虫八报信 朱虫八便派了御医 代思维去顺天府替朱老四看病去 代思维先询问了所用药方 又问燕王有什么饮食示好 知道朱老四喜欢吃生芹菜之后 代思维便开了打虫的药方 之后呢 朱老四的这个病就好了 只不过朱老四就是那种典型的既吃不既打 病好了就是医朱如无物的神仙呢 永乐初年的时候 朱老四又因为吃生芹菜而得了这病 也就是说 加上前面红武十九年和永乐初年的两次 现在已经第三次了 像朱老四这种病人 要是放在后世 估计要被医生给骂死 完全属于那种咎由自取 死了活该的病号 当然了朱老四是大明皇帝 他不遵守一嘱 脾气再大的御医 也只能捏着鼻子扔下了 但是像现在一样 趁机给朱老四穿一穿小鞋 却是完全没问题的 想必朱老四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 偏偏的寒离和圣影还替他着想 根本没办法怪罪 更重要的是 现在把两人都给治了罪 以后还找谁来替他看兵呢 皇帝就得有皇帝的气度 不能一生气就砍了御医脑袋 那么做的后果 只能是让太医院里的御医 都变成废物 小半个时辰过去了 给朱老四的药终于煎好了 又有两位御医试药之后 才给朱老四灌下去 又等了足足有大半个时辰 朱老四的肚子里 才轰隆隆地响了起来 立着朱老四最近的朱高赤 忽然松松鼻子 然后示意除了无心之外 所有人都退出去 等包括杨少峰和朱瞻鸡内在的 所有人都出去之后 朱高赤才和无心一起伺候着朱老四出了宫 又是一副让人腹泻顺便打虫的猛料 等着服侍着朱老四排完虫之后 朱高赤一边洗手一边抱怨他 您就吃吧 这次治好了 下次还得治 现在老二老三他们 一个在西域 一个在海上飘着呢 您就不能替我们三个考虑考虑啊 就算您不考虑我们兄弟三个尽孝之心 您想想詹鸡家的虫孙行不行 眼看着再过个十几年 您就能当高祖爷爷了 怎么就不能让人省点心呢 朱老四瞧了朱高赤一眼 忍不住哼了一声道 怎么 此后你爹我捡个手 就这么多屁话 早知道这样事 朕当初就该打死你个多小子 我滚出去 朱高赤一见朱老四有力气骂人了 当下气呼呼地洗完手 又等无心收拾好之后 才推开门走出去 对候在门外的众人吩咐道 父皇已经安好 不过如今正是需要静养的时候 诸位还都是散了吧 郑姬 少风 你们两个人去熬碗粥过来 放下心来的杨少风蹲在厨房里 时不时打量一下锅里熬的米粥 等到觉得火候差不多了 便满脸坏笑地 抓了一把蝗虫粉撒进去搅了搅 然后才将粥盛了出来 和猪粘鸡一起端着周晚走向猪老四的卧房 对于杨少风的这波操作 同样不再担心的猪粘鸡 却是深感怀疑 你确定能行 这蝗虫粉的味道可不如油炸的蝗虫香啊 杨少风嘿嘿笑着道 刚才人家御医不是说过了吗 这蝗虫药性温和 有滋补之功 只不过是因为油炸的含油太多不能吃 现在咱们给黄爷爷准备的是蝗虫粉 我又在周里夹了许多这个这个瘦肉 还有那个圆碎末 保证黄爷也喜欢吃 哎对了 那批煮过的蝗虫都冻好没 别到了冬天 想吃却没这玩意儿了 左右猪老四已经没什么事了 放下心来的猪粘鸡 也有心情跟杨少风讨论蝗虫的事了 幸好有用消食制出来的冰 要不然这大时候 你让我上哪儿去给你弄个冰库出来啊 对了除了已经放进冰库的那些 剩下的是不是都碾成粉 然后往军中卖 杨少风摇了摇头说道 不成 现在光咱们两个说这玩意儿 是个好东西没用啊 还得找个分量足的才行 找谁 猪粘鸡一道 我是大明的黄太孙 你是大明唯一的一个六手壮业 民间都当你是文曲星下凡 咱们两个的分量要是还不够 那就只能是父亲或者黄爷爷了 随手从包里抓出几只油炸好的蝗虫 分给猪粘鸡两只之后 杨少风才见戏戏戏的道 刚才韩离和尚隐这两个大御医 可是亲口说了 蝗虫是好东西这句话呀 尽管它们还要研究 但是就当它们已经确认不就行了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贤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277章 在大名 想要求人办事就得有个求人办事的态度 比如拎上两斤油炸蝗虫和几瓶神仙醉在登门拜访 这就是求人办事的态度 两盘油炸蝗虫和一瓶神仙醉下肚之后 杨绍峰也就开门简山地亮明了自己的来意 汉大夫 盛大夫 我这次来的目的呢 想必二位已经猜到了 不错 就是关于这蝗虫的 向着桌上所省无几的油炸蝗虫示意了一下 杨绍峰又接着说道 这次来呢 就是想请二位在白忙当中 抽出一点时间来 好好研究研究这东西的药性如何 盛眼呢 捋着胡子道 就目前来看 蝗虫的药性 肿正平和 又能滋补身体 当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啊 只不过 庄员工所关心的其他药性 却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研究出来的 快则两三个月 慢则一两年呢 寒离却开口道 嗯 能止咳 老夫往年落下个病根 一到快入秋之时便咳嗽不止 可是自打吃了这蝗虫之后 竟有些不要玩玉的意思呀 当真是神奇 盛眼祈祷 药性如此平稳 偏生又能止咳 那当真是好东西了 不错 寒离也点点头 说道 能滋补身体的药物不少啊 只能止咳的药物也有许多 可是两者兼而有之的药物 却是少之又少 这说起来啊 陛下这次的正假之证 若非是陛下先吃了许多蝗虫啊 起到了一定的滋补作用 这只怕枕制起来啊 要麻烦许多 毕竟 盛眼没有再接着往下说 但是后面没有说出来的话 在场的人却是心知肚明的 若是换了个昏庸一些的皇帝 或者是一个换那么不勤政的皇帝 倒也罢了 片省朱老四是个勤政的皇帝 还喜欢带兵砸人场子 风里来雨里去的 这身体可就慢慢开始亏空了 尤其是朱老四还特别喜欢吃生擒菜 结果呢 就是肚子里有了许多的寄生虫 而想要打掉寄生虫 就得用一些虎狼之药了 然而能让人腹泻打虫的虎狼之药 却又没有人轻易地敢开给朱老四服用 毕竟一个不慎把皇帝给炙死了 面临的可就是灭门之祸了 现在好了 有了黄虫这个好东西之后 朱老四往年亏空下的身体 总算是补了一些回来了 尽管不多 却也足以扛得下 催泻打虫药的虎狼之力了 如果朱老四以后不吃 或者把生擒菜生得干净彻底一些 只怕朱老四的身体素质比现在还要好上一些 从人比不过当年在马背上征战的时候 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虚弱了 想了想圣隐又接着说道 张元公既然能够将此物碾成了粉末 味道也还算不错 倒是可以趁着现在蝗灾的时候多抓一些 否则等蝗灾过去了 这东西可就不好找了 杨少峰点点头 应道 原本抓蝗虫不过是为了让百姓能保下一些收成 顺便再满足一些口舌之欲 现在看来啊 那是误导误撞 捡了许多好处 圣隐是个真正的实诚君子 对于杨少峰这番胡说八道的说法 没有怀疑 当下只是赞道 往常啊 曾听人说过 无心作恶 随恶不乏 有心行善 随善不赏 如今 岂不是正应了这句话吗 庄元公一心只为百姓 却不想抓来的蝗虫 居然还有这等妙用 倒真是该着了 被圣隐这样的正人君子一夸 即便是脸皮厚如杨少峰 也难得有几分不好意思 尚大夫谬咱了 在下亏不敢当 韩离笑着道 这往常啊 听人说状元公如何如何的 老朽还对状元公是多有误会 直到亲眼见到状元公 亲往举州振寄疫情 又在寂寞扑杀蝗虫 方知这耳听为虚之类的 圣隐也点了点头 端起酒杯向着杨少峰敬了一杯 说道 老夫往常也是对状元公有所误解 还望状元公大人有大量 不要与我等老朽之辈一般见识啊 杨少峰更是连连谦虚 一个劲地夸赞韩离和圣银两位 国一圣手 如何一束超群 大有塞过扁鹊画图 死在是神仙一般的肉白骨 以死人之能 如果不是你们两个就在京城的话 拍卖会的时候 也曾各自排下一出院子 本公子还以为你们是真心夸赞呢 任凭杨少峰使尽了浑身解数 搞出来油炸蝗虫 红烧蝗虫 烧烤蝗虫 任凭杨少峰和朱瞻季兄弟两个怎么劝 林赏和胡闪祥的态度都很坚决 绝对不吃蝗虫 蝗虫这么丑 怎么吓得去口呢 但是 有了大明两大著名御医 韩离和盛眼的背书之后 林赏和胡闪祥 就开始慢慢尝试着 接受蝗虫粉了 毕竟 那可是御医 认证推荐的 能滋补身体 能让孩子更健康 好处夺到数不胜数的蝗虫粉 寂寞县的蝗虫 也真是倒了血霉了 没招谁惹谁 充其量不过啃点树叶 还有庄稼 结果硬生生的遭了灭顶之灾 整个族群愣是没能飞出寂寞 全被寂寞的百姓给抓了 这问题就在于 蝗虫们觉得自己倒霉 杨绍峰觉得自己也挺倒霉的 御医认证被说的消息 传出去之后 许多百姓就不怎么愿意 把蝗虫卖给杨绍峰了 有着蝗虫太费油 碾成粉再放到粥里 它不香吗 还有鸡肉味呢 正是因为如此 一连好几天 杨绍峰都是骂骂咧咧的 尤其是当地看到百姓 抓了蝗虫就往家里弄的时候 心里怒火就怎么都忍不住了 凭什么呀 杨绍峰又一次开启了 骂街模式 蝗虫的好处 是我最先发现的 也是我最先收购的 现在他们不把蝗虫卖给我 听杨绍峰骂街听得多了 朱展基都有些烦了 不知道第几个掏耳朵之后 朱展基干脆开启了嘲讽模式 还不是你抄抄着去找韩怡和盛银的 若不是他们两个替你吹嘘 又何至于出现眼前这段局面 若是你觉得自己亏了 那你大可以把那些不卖蝗虫 给你的百姓抓起来打 打到他们把蝗虫卖给你 如何 被朱展基这么一说 杨绍峰也是难得的红了脸 只不过红的不太明显而已 而且转瞬即逝了 就像脸色没有任何变化一般 气横横的一屁股坐回了椅子上 抓起茶水灌了几口之后 杨绍峰才气呼呼的吐了一口浊气 说道 现在算是完了 按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被他们两个这么一吹嘘 百姓们大多都是把蝗虫晒干了 收起来放着 再不会有人想着拿来卖钱了 而且他们两个的名声太大了 这破事又封锁不住了 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 整个大明百姓就要知道这个消息了 以后咱们也不会再有收购蝗虫发财的机会了 朱瞻基道 那你说的一层肝骨 现在还能值多少银子 杨绍峰喝得笑了一声 说道 原本能值千两万两的肝骨 现在充气量不够百十两 若是你想要 我可以把我的饭子也卖给你 如何 朱瞻基撇嘴道 不如何 我发现你坑我坑习惯了 就连这时候都不忘了坑我 杨绍峰满脸的不爽 我不也被自己给坑了 比起娘去的 一家存那么多蝗虫 也不过撑死他们 反正一成的分子已经不值钱了 朱瞻基倒是也看开了一些 反而转过头来劝气杨绍峰了 这不也是好事吗 百姓们现在知道蝗虫是好东西 以后大明就再也不用担心蝗灾了 估计百姓们还会担心没有蝗灾 到时候没地方抓蝗虫呢 杨绍峰哼了一声 骂道 关我屁事 既然蝗虫靠不上 那我也不指望这玩意了 干脆 还是接着干我的老本行算了 什么老本行 一听杨绍峰提到老本行两个字 朱瞻基顿时好奇起来了 读书还是写文章 写文章 满肚子起火无处发泄的杨绍峰 不能把怨气发泄到百姓身上 自然而然的就将目标对准那些俘虏和世线 上次忙着去旅洲赈灾 有几个月没在报纸上写文章骂人了 正好 现在有时间了 回头写篇文章发到报纸上对人去 我倒是想要看看 那些俘虏们还有什么话好说 朱展基摁了一声道 嗯 最开始的那篇 有横禅者有横心 也就算了 这些人找不出来什么可以公解的地方 上次那篇有备无患更是实际证明了的 这些人现在都挺老实的 居然没有人往报纸投稿骂你了 杨绍峰不懈地撇了撇嘴道 说道 哼 骂我 想骂我 就得先证明孟子是错的 就得证明左传也是错的 你觉得他们有那个本事 不过 这些人现在没什么动静 我宁肯相信 这些人在憋什么大招 也绝不愿意相信 这些人就此屈服了 朱展基点点头 我觉得也是 听编程说 南北两座国子舰最近来往频繁 似乎想给你来一个狠的 你最好还是当心一些 杨绍峰喝了一声 说道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弦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二百七十八章 顺天府国子监 拿着大名月报 十月刊 翻来覆去 瞧了一遍又一遍 直到手指 都是因为太过于用力 而有些发白之后 恶狠狠地传了口粗气的 记久思长青 才啪的一声 用力将报纸拍了一声 摆在桌子上 思长青 已经连续十几天 没有露出过一丝笑容了 整个国子监 几乎被笼罩在一片乌云当中 就连各科教授 都贬得尽笑甚微了 生怕触怒了思长青 这个古板的老儒 对于清凭了一辈子的思长青来说 像陈后兴这样 贪腐汉民的门生子弟 死了也就死了 别说牵连三族 就算是牵连了 陈后兴的九族十族 死长青都悠闲不足 但是千不该万不该 陈后兴不该死在杨颠峰的手上 而杨颠峰更不该写一篇狗皮倒灶的文章出来骂人 人死伟大的道理 那姓杨的都不懂吗 还隐晦地骂起了 教出陈后兴的先生 同样该死 布唐先生曾经说过 忍一时越想越气 退步越想越亏 当四长青看到桌上那许多篇自己呕心沥血才写好的 想必能让那羊耻小孩羞焚欲死的文章 却因为家无余才而不能发表于报纸 四长青心中的怒火就怎么样也忍不下来了 再想想自己原本不多的俸禄 除去养家糊口之外 还要还着二十年后才能还清的房贷 四长青更是气得大骂了一声 个无耻小儿 杨颠峰 站在四长青身后的小丽 就这么眼睁睁地 看着突然站起来的四长青 喷出了一口鲜血 然后缓缓地栽倒在地上 甚至还没等惊慌失措的小丽 跑出去搅人 四长青的脸色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挥摆下来 两个瞳孔当中也失去了光彩 就这么活活地被气死了 四长青的死无疑于一场地震 从官位上来说 四长青不过是个从四品的国子间祭酒 比之被杨绍峰一箭宰了的陈后星 也没高上几计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 担任国子间祭酒的四长青 却是个实打实的大德文宗 一辈子兢兢业业不贪不脸的名声 比之正二品的下缘级 还要高出许多 更不要说国子间的特殊地位 与遍布天下的门声孤立了 尤其是四长青 临死之前喊出来的那句 无耻小儿杨颠峰 还有那些染了丝长青鲜血的文章 更是在群情汹涌之下 成为了指向杨绍峰的矛头 恨杨绍峰不死的人实在太多了 正七品的限量 擅自带着上方剑和亡命棋牌 跑到吕州去处治疫情也就算了 可是 闪杀了从四品的吕州之州 却让太多人 有了吐死湖北的感觉 很多人的屁股底下都不干净 也正是因为如此 闪杀陈后心 气死四长青的事情 最终在有心人的推动下 愈演愈烈 以至于原本打算留在寂寞养病的朱老四 都不得不紧急地回到了京城 四长青居然不贪 杨绍峰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 居然还真有人能够做到海瑞那般程度 连智利丧氏的钱财都要靠结贷啊 这下子麻烦大了 朱瞻基的脸色也很不好看 若是四长青贪财倒也罢了 可是现在看来 四长青却是个真正的大德君子啊 他骂了个八字的 想来闻闻尔雅的朱瞻基 也难得地抱了一句粗口 也不知道是在骂谁了 这算什么破事 四长青没错你也没错 错的是陈后心那些王八蛋 可是现在倒好 该死的陈后心死了 不该死的四长青也死了 杨绍峰顿时也沉默了下来 自打穿越以来 一直顺风顺水的杨绍峰 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自己居然会探上这种破事 四长青死前的叫喊 还有那些血染的文章 几乎就成了一道催命符 无论如何 朱老四都要给天下人一个交代 高高举起 在轻轻落下的处罚 是没办法向天下人交代的 问题是这个天下人到底是谁 老百姓还是那些俘虏世身呢 四长青固然不该死 可是吕州那些百姓就该死吗 凭什么呀 同样的问题 朱老四也在问眼前一众大佬 杨绍峰身上有上方剑和王命棋牌 在朝堂之上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而杨绍峰之前去辽州赈灾也好 去林青赈灾也罢 包括去边世城和窝国 都是有着朱老四的旨意的 所以也不会有人跳出来说什么 问题在于杨绍峰跑去吕州 根本就没有朱老四的旨意 反而是在朱老四 已经严禁杨绍峰去吕州的情况下 偷跑去的 这些破事只要想追查 起居珠里面就有黑纸文字的证据 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 甚至等朱老四龙玉上宾之后 要是被寄入石鹿里面的 也就是说杨绍峰这个寂末县令 抗制不尊在前 扇子跑到吕州处置疫情在后 紧接着又以不该使用的 商方剑和王命棋牌 以正七品的县令之职 闪杀了从四品的池州和从七品的判官 甚至还自作主张 掀起了千连三族的大狱 当然了 如果没有四长青忽然吐血而亡这事儿 那么朱老四不追究 朝堂之上的顶尖大佬们也就装聋作哑了 剩下的那些小杂鱼就掀不起多大风浪 可是四长青这么一死 这事儿就再也盖不住了 朱老四无论如何都要给天下人一个交代才行 夏园级皱着眉头和杨士奇 等四大天王对视了一眼之后 就互相移开目光了 各自都盯着自己的靴子上的花纹 打算研究一下靴子上的花纹到底是用什么针法绣出来的 朱老四见四大天王和六部尚书 还有督察院佐渡御史 大理寺郑青等一种大佬们都不开口说话了 当下便对着督察院佐渡御史刘官问道 刘爱卿怎么看 刘官其实并不想说话 这种破事儿问大理寺郑青或者是刑部尚书都行 可是你放着那两个主管刑罚的部门都不问 后来问我一个督察院负责喷人的干什么呀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跟那杨天坟有过节啊 沉默一会之后刘官才共申道 启奏陛下 臣以为杨之县虽有大功 然则亦有小过 理应 应什么 不等刘官的话说完 下元旗顿时就怒了 虽有大功亦有小过 这种狗屁倒造的文字 这游戏一旦玩起来了 后果就是越搞越大 杨绍峰就算不死也得脱藏皮啊 是举州城的百姓该死 还是他陈后兴不该死 下元旗身手指了指刘官问道 亦或是为了给那些俘虏是身一个交代 就委屈了为国为民的壮元公 本官问你 听什么 李贺中等人顿时看些热闹了 正常来说像这种情况 本就应该交由三法司来处置的 毕竟杨绍峰抗制在前 闪杀从此品质周载后 这事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 但是吧 问题往往就出在 但是上面 向朱老四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不先问六部 也不问主管刑狱的大理寺和刑部 反而最先问了杨绍峰有过节的 督察院佐渡御史刘官 这本身就是不按套路出牌啊 而刘官发表了意见之后 夏元吉这个原本应该等大理寺和刑部发言的互部上述 急吼吼地挑了出来 这也是违反了正常流程 带头不按套路出牌的朱老四 自然不会追究夏元吉违反流程的事 反而直接把皮球踢给了夏元吉 那一下爱亲之见 又当如何呢 夏元吉恨恨地瞪了一眼刘官 然后供神道 启奏陛下 臣以为 状元宫虽有小过 然有大功于仇 虽不当讲 亦不当法 那四季九 虽是吐血而亡 但是当时 状元宫远在即末 而且状元宫 与四季九 素不相识 若说四季九因 状元宫而亡 这未免太过于牵强 想了想 夏元吉又忍着心痛许诺道 古人有云哪 人死为大 四季九生前一直在国子剑交书于人 纵然没有功务 也有些许苦劳吧 所以微臣万代 银行许诺 免了四季九所欠的 五万五千三百二十七罐贷款 此次四季九之子 所贷三百罐 也一兵免了 至于状元宫嘛 当念其有大功于朝廷 先是平定草原 又收石建国矿山 如今更是在吉末和举州 活人无数 陛下下诏 训斥他一番 也就是了 刘官顿时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这和自己想说的小城大戒有什么区别 都知道本官和他洋颠粉有过激 现在本官还能往死里挣他 本官也不过是想借这个机会 收了他的上方剑和亡命棋牌呀 混蛋 心中同样按骂杨绍峰不止的朱老四 却是屈指敲了敲桌子 沉上倒 我只是如此 又如何堵得住 天下悠悠众口啊 下元集顿时有些犯愁了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一点 四长青和杨绍峰属于八杆子打不着的两个人 若不是突然吐血而亡 只怕杨绍峰闪杀陈后兴的事情 根本就没人追究 最多呢 也就是吏不上书 需要头疼吕舟的官场人选了 现在问题的关键 就在于四长青吐血而亡之前 喊了杨绍峰的名字 如何堵住天下人的嘴 就成了最令人头疼的问题了 比起那些掌握了相见舆论的世身 现在的报纸还是有些不够看的 眼看着朱老四眉头紧锁 夏元吉也是一脸愁容 杨士奇却道 正所谓解灵还须寄灵人啊 若操作得当 此事却也不难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昼 领衔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杨士奇的话音刚落下 有心扭转自己 在朱老四心中的形象的流关 就皱着眉头问道 这寄灵人乃是已然顽固的 四季酒 除非四季酒能够负齐于地下 又愿替杨之县来洗清 否则又有何人可解呢 简朱老四和夏元纪等人都望着自己 杨士奇便说道 啊 若是单独看四季酒 顽固一世呢 自然是个四季 确实是无人可解 但是再往前面看 此事的起因 却是状元宫心有举州一情 以心要替陛下焚忧啊 乌尔才有了后面这许多的事情 刑部尚书精纯 却是摇了摇头 无论如何 抗制不尊 闪杀陈后兴的事情 都是说不过去的 如今群情汹涌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杨士奇道 状元宫身为陛下之孙 以心要为陛下分忧 此为大笑 陛下不许状元宫去举州 乃是出于士独之情 且此事 仅为起居住所在 未见诏书啊 这何来 抗制不遵之说呢 瞧了瞧朱老四 杨士奇也有些吃不准 到底有没有诏书 远将目光 投降了 站在朱老四身后的无心 敢问公公 死里间中 可有诏书存当 事里在朱老四身后的无心 瞧了瞧朱老四 低声大道 回阳哥老 陛下 彼时并无明指 故而 私里间中 并无陛下诏书存当 杨士奇也捋着胡须笑道 这就对了 私里间中 没有诏书存当 而中书刻中 也没有 抗制不遵的事情 自然 也就无法成立 这归根结底啊 所有的事情 都不过是所谓的 壮元公 善杀之舟而起 但是 陈后兴 于举州之所作所为 无异于国贼 自尤其 取死之道 壮元公 手握上方剑 和亡命棋牌 相当于陛下 清临举州 壮元公 也并非是滥杀无辜 这如何说得上 是善 善 这最关键的是呢 此事 起于举州 受益者乃是举州的百姓 所谓的寄邻人 自然是举州百姓了 而非 司祭九 说完之后 杨士奇便又站了回去 杨士奇的话 已经说得很透了 在场的都是些人劲 自然不需要杨士奇 再多多解释了 朱老四也是轻轻地 摁了一声 屈指敲了敲桌子 又将目光投向刘官了 嗯 诶 朕记得 现在山东道监察御史 应该是邓真吧 刘官公申道 祈祷陛下 正是邓真 朱老四道 朕记得举州之事后 邓爱卿并未弹劾 那个混账东西 如此见识不明 又如何当得起 检查御史之职 朱 发疯半年 以敬孝悠 就在刘官吃不准 朱老四 到底是个什么意思的时候 朱老四 却又将目光投向了 吏部尚书 嗯 朕记得 举州 支州之职 尚且空悬吧 简易公申道 笔下恕罪 举州疫情 事发突然 吏部尚在 临选支州人选 朱老四 摁了一声道 嗯 知州之位 孔玄至今 已尽两月 诸多同之判官 又与陈贼 皆是一以求之和 卓 大离四与刑部 共同处置 立不 还是早做准备吧 明日大朝会后 季刚亲自率人 前往吉墨 捉拿杨绍峰下诏狱 由三法司会审 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金色的油纸 滴入火堆 捧起了一股股青烟 整个羊羔的表皮 已经变得酥脆 略微撒上一些自然 杨绍峰便 智慧着狗子等人 将靠全羊取了下来 又用刀子切开分了 自己拎着一只羊腿 打嚼起来 朱斩基 瞧了瞧旁边众人 都是一副 没什么胃口的样子 再瞧瞧依旧 埋头大尺的杨绍峰 心里却忍不住地 扛起一股怒火 你还有心情吃 杨绍峰抬头 一脸地愕然 为什么不吃 好好地烤全羊 还不趁热吃 朱斩基顿时气节了 指着杨绍峰道 现在有多少人 在弹劾你 据说还有人 要联名尚书 这摆明了 就是要置你于死地 你还有心情吃 杨绍峰满不在乎地道 要死鸟朝天 不死万万年 爱咋咋地吧 反正总不至于宰漏吧 周斩基 指着院子外面 怒道 那吉莫呢 吉莫的这一摊子 该怎么办 吉莫的百姓心里 又该怎么想 该咋办就咋办 杨绍峰摊了摊手 脸上满是无奈之色 谁知道 司长青 死得这么突然呢 谁知道这货 居然一文钱不贪 贪上这种破事 黄爷也肯定要是 给天下人一个交代的 不过我估计最多啊 也就是丢官去职的 让我滚回家 做个富家翁 周斩基顿时被气笑了 这还不够吗 你要知道 如果因为这事被罢官 你以后也就没了 做官的机会啊 杨绍峰嘿嘿笑道 嘿嘿嘿 那就不做官呗 回了杨家庄子学堂 去教那些学生 顺便再折腾折腾 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不挺好吗 那不一样 朱斩基怒道 你做官受益的是天下百姓 你在杨家庄子折腾 受益的只有一个杨家庄子 我陪你折腾了这许多年 眼看着大明越来越好 你现在跟我说不做官 离着两人远一些的位置 胡善祥也皱着眉头 叔叔好大的心 如今这般局面 叔叔不想想该如何处置 反而折腾着吃 你就不能好好劝劝 林上抬起头 望了杨绍峰一眼 目光中满是艰巨 我家相公 又没有做错什么 我为什么要劝 真要有什么不公的事 我陪着他便是了 林若冰低声道 姐 要不咱们带着姐夫洛草吧 想想就好玩 胡善祥敲了敲林若冰一下 呸了一声道 亏得你敢想 洛草说得容易 敌得过朝廷大军吗 再说了 叔叔又罪不至死 倒是消职罢官的可能性更大些 只是到时候 寂寞的一番心血可就白费了 殿下心里头肯定也不好受 林上低声道 相公心里肯定也不好受 可是事已至此 总该给天下人一个交代才是 躲不过去的 胡善祥还想再说些什么的 却听到远处 传来一阵马蹄声 一身锦衣卫打扮的骑士 骚马而来 直到杨绍峰和朱瞻鸡进前 才勒住了麻将 林上的脸色 终于不负刚才的平静了 锁在袖子里的手 握紧了拳头 迈步向着杨绍峰锁在的方向走去 随同季刚一起前来的北宫云 脸色不是很好 只是将一道圣旨递给杨绍峰了 等杨绍峰看完之后 才向季刚点点头 然后季刚就直接一摆手 事已随行地锦衣卫将杨绍峰装进囚车了 刚刚走过来的林上翘脸寒霜 并双手伸出 沉声道 我家散过犯事 我这个罪负自当一面拿下 鸡刚身后闪过一人 呵斥道 胡闹 还不退下 林上却没有退开 反而讥讽道 岳父来拿自家女婿 当真是大义灭亲 林安齐急了 除了心里暗骂女生 外相之余 却又毫无他法 瞧想杨绍峰的脸色 也就更加难看了 朱瞻基同样闪身 站在杨绍峰的身前 双手并在一起 伸向极刚 冷冰冰地倒 来 其指挥使将本宫 也一起拿了如何 极刚的脸上闪过一丝无奈 向着朱瞻基攻身道 殿下 这是陛下的旨意 否则臣又怎么会来 锁拿壮元公啊 北宫云也低声道 殿下息怒 这事儿 确实是陛下的旨意 既指挥使 也是奉命办差呀 再说了 就算壮元公被下了诏狱 难道诏狱里 还有哪个不开眼的 敢围呢他 左右瞧了一眼 见了一众锦衣卫 除了姬刚和林安之外 都离得比较远 北宫云又低声道 黄爷说了 锁拿壮元公 从季墨县穿城而过 另外 黄爷命壮元公的学生白庚 先来暂待季墨县令一职 同时 要让百姓们书都吼武大告 听北宫云这么一说吧 朱瞻基的心里 顿时闪过了一丝了然 当下便闪开身子 任由靠上来的锦衣卫 校尉将杨绍峰装进秋车了 瞧了瞧装在秋车里的杨绍峰 朱瞻基忽然一拍脑袋 叫道 把他的衣服给扒了 换一套囚服上去 你们谁见过犯人 还穿着官服的 就在众多锦衣卫手忙脚乱的 给杨绍峰 换上囚服的时候 北宫云又低声道 记着回事 吉刚点点头 应道 北宫公放心 消息早就传出去了 等咱们出发的时候 估计整个吉末城里的百姓 全部都会得到了消息 最多明天这个时候 举州城的百姓 也会知道消息 北宫云这才点点头 尖着嗓子喊道 侵犯已经拿下 启程 不过 捉拿杨绍峰很容易 想离开吉末县城 却变得很困难 吉末县城的百姓 几乎都堵在大陆上了 根本就没有让锦衣卫 带着杨绍峰离开的意思 骑在马上的北宫云和吉刚 也是暗骂倒霉 也不知道是哪个 混蛋玩意儿起的头 臭鸭蛋和烂菜叶子横飞 砸的目标却不是 装在囚车里的杨绍峰 反而是以吉刚为首的锦衣卫 就连北宫云的脸上 也挂着一摊子鸭蛋青呢 至于那些普通的锦衣卫 身上早已不知道挨了多少黑拳黑脚倒也罢了 偏生又得了吉刚的吩咐 不敢对普通百姓还手 无奈之下 吉刚只得掏出随身携带的短冲 装好火药之后 又点燃火神 向天明了一枪之后脚倒 请依未办案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280章 既刚敢对天发誓 自打当了这个锦衣卫指挥时 自己还从来没这么憋屈 甚至被人逼到了明冲示警的地步 若是换了往常 一句锦衣卫办案 不知道能把多少人吓尿了 偏偏在这寂寞县城里 即便自己喊了一声锦衣卫办案 也不过是让漫天横飞的臭鸭蛋和烂菜叶子停了下来 而那些百姓却丝毫没有让开的意思 既刚甚至不敢下令 让锦衣卫对普通百姓出手 其他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被朱老师授意 让锦衣卫去旅舟散步杨绍峰被抓的消息的既刚 难道不明白 如果现在命令锦衣卫对普通百姓出手 那后果就是杨绍峰屁事没有 自己这个锦衣卫指挥时 倒是很可能会有事的 无可奈何之下 既刚只得勒了勒马尖 然后让后面囚车里的杨绍峰出现在人前 杨绍峰瞧着眼前这一幕 倒是好奇又好笑 那个趴在死人队里装死逃生的老农 就堵在锦衣卫的嘴前方 现在怎么不怕死了 那个满嘴驴球子 吵吵着要弄死员兵的壮汉 站在老农的旁边 手里握着锄头 似乎想要招呼到鸡刚脸上去 咳了一声之后 杨绍峰才朗声道 该干什么都干什么去 围这儿干什么呀 陛下圣明 定人不会冤屈于我 人群没有散开 装死逃生的老农 颤颤巍巍地向前走了一步 叫道 几刚的嘴角微微动了动 忽然想到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 便强忍着笑意 努力摆出一副凶恶的样子道 都给本官退去 尔灯所言 本官自会代为转臣陛下 都散了吧 老农根本不买账 老汉今年七十有二了 当年往太祖爷军中送粮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干什么呢 有种 你杀了老头子我 眼见着季刚开始傻眼了 杨绍峰只得把话茬给接了过来 都散了 你们越拦着 本官罪过越大 老农却反驳道 太祖爷说了 像你这般情况 我们可以拦下这些狗官 护着您去京城深渊的 杨绍峰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子 什么乱七八糟的 太祖爷在红武大告里 说的是你们能进京 替本官深渊 不是你们能拦了官差 赶紧的 都散了 别耽误时间 老农这才恨恨地 向一边退去了 转而又向杨绍峰喊道 你等着啊 老汉这就去京城 我就不信了 还没个说礼的地方了 跟其他的监狱不同 其实和赵狱里的 其他牢房都不同 杨绍峰所住的单家 堪称豪奢呀 盖的是杨绍峰 杨家庄子送来的锦备 吃的是最先楼送来的韭菜 什么手脚镣铐之类的白人 更是一样没有 而且杨绍峰可以随意地去其他牢房穿门子 里面个个都是人才 说话又好听 比外面可有意思多了 直到大半月时间过去了 天上都开始飘起雪花了 杨绍峰再迎来过堂的日子 顺天府大堂被临时征用了 都查院左都御室留官 刑部尚书精准 刚刚被朱老四从诏狱里放出去不久的大理寺清汤宗 共同组出了三思会审的豪华阵容 另外宗人妇也派出了宗人妇经历作为旁听 四里间则是派出了北宫云祖旁听 再加上神色鹦鹉的纪刚 这三人基本上代表了朱老四的态度 过堂听审的程度很简单 先是被指定为主审官的汤宗宣布升堂 紧接着便是带了杨绍峰前来问话了 接着又传了同样被关在赵狱里的旅程 同知和判官 然后分别问话 问完之后 杨绍峰继续回到赵狱去潇洒 而汤宗等人则是带着审问结果回到朝堂之上 向朱老四汇报 等着朱老四做出最终的审判 而朱老四为了体现大明朝堂的公正公开 干脆又将皮球踢了回去 要求汤宗等人 把所有的审问结果都在朝堂上说出来 然后由朝堂上的一众大老门进行讨论 首先站出来的就是督察院左都御史刘官 歇造陛下 臣以为这其中事情多有蹊跷 其意 据杨绍峰所言 他前往举州之时 虽然是违背陛下的意思 但是陛下并没有明发诏书禁止他前往 臣查阅中书科档案 发现确实没有记录 其二 据杨绍峰所言 他到举州之时 前前举州之州陈后行正与同志周一 判官万中杰等人隐验 没有对举州灾情做出任何的处置 更没有上报朝廷 这一点在审问周一等人之时啊 也得到了证实 其三 臣查阅了有关四季九仪式的所有转纵 发现四季九与杨绍峰素不相识 若是单凭四季九生前所留的文章 便强行牵扯四季九之事 与杨绍峰有关 只怕 偶事偏颇呀 唐宗也出版奏道 起奏陛下 臣特意派人请了四季九之子过谈问话 世经确实如刘佐渡御史所言 四季九与杨绍峰两人素不相识 更无过节 而根据当日伺候四季九的小吏所言 四季九是看过大明月报之后 才吐血而亡的 四季九之死只怕另有其因 望陛下明断 朱老四摁了一声 又望着刑部尚书金纯道 以金爱卿之见如何 金纯攻身道 启奏陛下 臣以为 金纯话也未落 宫外却是远远传来了臣们的鼓声 将金纯刚想要说的话全给掖回去了 殿中群臣也是脸色大变 宫外的鼓声能够传到宫内大殿 唯一的可能就是 登文谷被人敲响了 跟剑奴规定 闭关军国大物 大贪大物 其冤亦惨 这种百姓只能仰官的规则不同 大明子立国之初起 朱崇八就允许百姓敲登文谷名冤 而登文谷一旦被敲响了 皇帝就必须亲自受理 官员如有从中阻拦一律重判 当然朱崇八当皇帝 早些年间 登文谷还时不时地有人敲 后来朱老四静难登基 登文谷基本上就没人敲了 待到朱老四前都顺天府之后 登文谷更是从来都没有想过 如今登文谷忽然被人敲响了 朱老四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 扭头对吴欣吩咐道 去看看怎么回事 好好的怎么会有人敲了登文谷 若是有百姓喊怨 便将人带进宫来 吴欣硬了 匆匆忙忙地向着宫外跑去 朱老四又将目光投向金唇了 啊 敬爱卿 继续说 新纯再次供慎道 契奏陛下 臣以为杨绍峰擅自前往吕州 既是为了替陛下分忧 也是为了治理疫情 大笑的同时又顾全大意 实属难得呀 至于四季九之事 以小力与季九之正言 可知四季九多半是气恼 门声陈后兴贪腐害民 一致落得这个尸首两处的下场 气急之下怒气上涌 激活攻心 故而吐血而亡 是与杨绍峰无关呢 尽管刘官汤宗精纯 这三大主审都先后替杨绍做了说明 朱老四依既不打算这么轻易接过 那四爱清临终之前 怒骂那杨绍峰 无耻小儿 却又如何解释呢 金纯还没有开口呢 礼部尚书吕震却站了出来 供声道 启奏陛下 臣有本奏 朱老四摁了一声道 恩 爱卿 警官说来 吕震公声道 启奏陛下 臣要弹劾杨绍峰无礼之罪 习报社出力 杨绍峰便定下了规矩 若欲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每须向报社支付版面费 每一签字便是五文钱 杨绍峰于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文章 其中多有京士害俗之言 四季九纵然有心辩驳 可是苦于家中无有余才 又上欠银行五万余贯贷款 故而文章不得发表 四季九心中也是激了一股愤气 故而依臣之推断 四季九之事 与此事也脱不开干系 故而 臣要弹劾杨绍峰失礼之责 同时 请陛下更改报社之志 朱老四沉声道 准 杨绍峰律师不全 拙 罚奉三年 报社自此后 不许再收版面费 若有人投稿 一经采用 便需向投稿人支付 每一签字十文的 准笔费 有内堂之处 话音刚落 还未等群臣大呼陛下圣名 出去半天的吴欣便小跑着回到殿中了 到了御节之前攻身道 啊 启奏陛下 荒城外 有山东百姓敲响了灯文谷 称有破天一般的冤情 要向陛下面臣 人 人 人 已在殿外 等候了 朱老四的脸上不见喜怒 只是淡淡地摁了一声 吩咐道 嗯 宣 吴欣再次向朱老四攻身行礼 然后倒退着 走到大殿门口 转身道 陛下有旨 宣 四个低着头的百姓 随着吴欣进了大殿 拜倒在地之后喊道 草民拜见陛下 朱老四的脸上堆满了笑容 说了一声平身之后 干脆自己也从龙椅上走了下来 一直到四个百姓的身前才说道 嘿嘿 四位老哥哥 有什么冤情 可以跟朕说说吗 赫颜月色是什么样的 平易近人是什么样的 就是朱老四这样的 四个百姓听到朱老四这般说法 连路上无心交代过的礼节都忘了 其中一人 刚是抬起头来打量朱老四一眼 疑了一声道 你不就是那个 抓蝗虫的 那个贤胆之县的爷爷啊 朱老四哈哈笑了一声 实意无心去搬几个凳子过来 自己却对那说话的百姓道 哈哈哈哈 哎呀对对对 咱们还一起抓过蝗虫来着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单纯的就演技来说 大名永乐皇帝朱老四 既能跑到朱圈里装风卖傻 也能站在朝堂上指点江山 更能跟一群老农坐在一起吹牛逼 当之无愧地做到了千人千面 演谁是谁 所以令某些又唱又跳的姑娘们 羞愤欲死了 一句咱们 直接就将朱老四这个皇帝和老农之间距离 拉到了无限小的程度了 原本紧张的双腿都在发颤的老农 也放松了一些 最起码敢坐在无心搬来的凳子上说话了 朱老四悄然打量了大殿中的群臣一眼 又笑着对老农问道 哎 几位老哥哥怎么就来京城了呀 可是那寂寞之县坑了你们 你们尽管说 朕替你们做主 老农哀了一声 语气中竟是不满 哎哟 俺是来韩官的 这凭啥抓了俺们的仙台 俺们的仙台爷呀 毕竟是和朱老四一起抓过蝗虫的 老农说起话来 也就带了一份随性 可是坐在老农旁边的 另外一个世人模样的可就慌了 当即从凳子上滚身跪在地上 向着朱老四拜倒 哎 皇上开恩 朱老四顿时被这尸身给弄得有些懵了 一边将这些尸身扶起 一边满脸茫然地问道 哎 这是怎么了 朕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有什么事 朕替你们做主 尸身起身 半个屁股挨着凳子坐了 又向朱老四拱手一拜 才开口道 皇上 旁边这位郭老哥和李老哥是寂寞的 草民旅有才和旁边的陈晓已是旅程的 草民这次进京 敲了灯文骨 惊扰了陛下 死罪 死罪 朱老四摆了摆手 笑呵呵地说道 哎呦 有什么罪呀 这灯文骨啊 便是给百姓们敲的 皇帝啊 也要为百姓主持公道啊 不能替百姓主持公道的皇帝 那还能是个好皇帝啊 吕又才善善地笑了笑 又接着说道 皇上荣禀 草民和郭老哥他们是在路上遇见的 一番攀谈 却发现都是进京来替杨状元申冤的 朱老四拍了拍大腿 杨怒道 哎 那个混子 有什么冤的 朕这个当爷爷的 简直就没有一天不替他操心头疼 没被他气死啊 已经算是好的了 吕又才心中紧张又去了一分 转而说起了许多不为人知的隐秘 皇上啊 若不是杨状元去了吕州 只怕吕州合成上下 都要死尽死绝呀 草民等 怕是也没机会前来京城了 朱老四的脸上立即显出了一股子震惊之色 嗯 这话是怎么说的 不是说那混子跑到举州城 杀人放火来着吗 那狗官该杀呀 一句话脱口而出之后 吕又才才反应过来 当这皇帝说狗官该杀 这 左右这话已经说出口了 也没有再收回去的道理了 吕又才当下把心一横 又接着说道 呃 杨状元去吕州之前 草民曾经家中铺子 存下的药都捐了出去 可是那些药 哎 朱老四疑道 药 什么药 吕又才一脸的心痛 猛的一拍大腿哭嗽道 千语金的药材呀 草民原是想把药材捐出去 好歹也能多活几个人呢 可是没成想 那惠民药局 他们把药材 给了那陈狗官等人一部分 剩下的全都被他们给变卖了呀 要是早知道 草民自己拿着这些药材去卖 就凭着那疫情 草民的身价 好歹翻了几番了呀 朱老四这回真的是懵了 转头瞧向刘官和汤宗等人 问道 卷宗里面 为何没有此事 这三四会审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公正公开的 因为当时的大唐 是借用顺天府大唐的 允许顺天府的百姓去旁听 但是三四会审 又不是公正公开的 许许多多的问题 根本就没有主审官问起 反而要在私下里 由锦衣卫进行审问 毕竟有许多问题 可以事后处置 但是当着顺天府百姓的面 却不能拿出来审问 比如吕州上上下下 全都烂透的情况 这要是当堂审问 大明的脸面还要不要了 而这里面的许多破事 唐宗等人 又不太好意思 当着吕友才等人的面说明了 无奈之下只得功身领罪 臣该死 或许尚有疏漏之处 朱老四冷冰冰地哼了一声 转而又将目光 转回了吕友才等人的身上 哎呀 除了这个事 还有其他的吗 啊 有 吕友才到 当时 遇灾过后 草民家中的药铺里的 座堂先生 就曾经说过 可能会有疫情 可是 他被那陈狗官拿了去 问了个谣言 获重的罪名 给关进了大牢里 后来 吕州城近三千人家 又净半都染了一病了 可是那陈狗官他们有药 有吃有喝的 对于染了病的百姓 却根本不闻不闻呢 任由百姓自生自灭 皇上啊 您可知道 草民那时候有多绝望 只能严正正地等死啊 抹了一把泪 吕友才又接着说道 后来 杨状元来了 替先生洗了身上的冤屈 又派给大夫 给染病的百姓看病 又从别处弄来了药材 开了仓放了凉 吕州城 这才没有死绝啊 皇上 官场上那些事草民不懂 可是草民就想不明白了呀 怎么就把杨状元给抓起来了 还有那什么官老爷 说是陈狗官的恩师 被杨状元给气死了 草民都胆说一句 他教出来的什么狗东西啊 死得好 死得活该呀 吕友才说一句 朱老师脸色便阴沉一分 等到吕友才说完了 朱老师的脸色就已经黑得不成样子了 他们好大的狗胆 曾经跟着朱老师一起抓过蝗虫的老农 又把画给接过来了 这还有吉末举州的事啊 安不清楚 可是吉末的事 皇上您是知道的 要是没有贤 贤太爷吧 咱吉末县今年呢 还能有什么收成 这早就被蝗虫给吃干净了 还有那咸鸭蛋 还有那些生蚝扇贝之类的玩意儿 草民家里考着这些呀 如今也算是博有积蓄 再不像前几年一样了 哎哟 皇上 咱山东以前为啥穷啊 不就是那陈狗官给害的吗 不瞒您说呀 草民这次来 不是空着手来的 咱吉末百姓寻思 太爷就好这一口 所以让草民带来了咸鸭蛋 保证是个个都冒油呢 现在就等着 您把太爷给放出来了 说完之后 老农编着戏法一样的 从袖子里掏出两个咸鸭蛋 递给朱老四了 神情中颇有几分不好意思 你也尝尝 朱老四搓了搓手 又在龙袍上蹭了蹭 这才双手从老农手里 接过一个咸鸭蛋 屈指敲了个缝 慢慢地将咸鸭蛋包皮之后 一口咬下半个 然后慢慢嚼着 雪白的蛋黄 透着一丝韧劲 糯糯的蛋黄看起来像细沙似的 金黄色的油纸一出 很快便流过了剩下的半个鸭蛋 急而又流到朱老四的手上了 朱老四却恍若未绝 只是慢慢拒绝着口中的半个鸭蛋 慢慢地就湿了眼眶 带着三分慌乱 将剩下的鸭蛋塞进嘴里 大口嚼了两下 咽进肚子 这才向着老农竖起大拇指 好 阿农黑黑笑着眼角同样流泪了 这也是太爷教的法子 没有太爷呀 咱其末的百姓还在光着定 大鱼中立呢 哪有现在的日子 皇上啊 您什么时候才能把太爷给放来 咱其末的百姓都在等着呢 朱老四满是油脂的手 在龙袍上擦了擦 起身后嗨嗨笑着道 放 朕现在就把他给放了 让他滚回去啊 给你们当太爷 你照 杨绍峰处置举州灾情有功 治理吉墨有功 当即无罪开示 官赴原职 念其所受冤屈 似顺天服爱 黄庄一坐 说完之后 朱老四才将目光 转向吕有才等人 脸上又浮现出一丝笑意 问道 嘿嘿 哎呀 朕这么处置 几位老哥哥还满意不 吕有才等四人当即归在地上 向着朱老四摆道 皇上圣明 带到吕有才四人在无心的引领之下出了大殿 朱老四脸上的笑意才隐而不见了 冷着脸哼了一声道 你都听见了 陈后兴在百姓的嘴里是什么 狗官 被你们喊成阳巅峰的 他在百姓的嘴里又是什么 是恩人 是太爷 陈狗官 死得好 这一字一句的 删的不是你们 更是镇这个皇帝的脸面 不疼吗 当官当官 不替百姓做主 不能带天子牧民 你们当的是什么官 给谁当的官 那老龙说了 山东为什么穷 是因为陈狗官那样的人 可是在朕看来 他说的不是为什么穷 而是为什么会有唐塞而造反 为什么太祖爷会骑兵反了援 因为活不下去了 百姓们的道理很简单啊 谁对他们好 他们就对谁好 谁让他们活不下去了 他们就让谁活不下去 当年圣级一时的大渊 是怎么亡的 不就是亡在这些人的手上吗 正在寂寞的时候 那老农曾经说过 当年王太祖爷军中运粮的事 现在离大渊灭亡 才过了几年呢 都忘了 都看看吧 都想想 那一个混子 能让吉墨和举州两地的百姓 不惜千里之遥 也要跑来京城 敲响登文谷 替他申冤啊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他给了百姓活路 因为他让百姓的日子好过了 完成你们 能吗 都给朕好好想想 以后这官 到底该怎么当 是随上喊着 爱民如子 还是跟那个混子一样 弯下腰去 做事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二百八十二章 锦衣卫的刑罚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扛得下来的 最起码周一等人是扛不住的 三目之下 这些人便如竹筒倒豆子一般 将过往所有事情都招了一遍 最终的审讯结果已经不能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了 就连朱老四和朝堂上一众大佬们都没有想到 区区一个下等州的支州 同支判官居然那么能贪 朱老四忍不住案子庆幸 当时若非是杨绍峰去旅渔州 直接杀了陈后兴 又止住了疫情 只怕整个旅渔州 甚至周边的州县都有可能倒霉了 最后的结果 很可能就是扩散到整个山东了 越想越恨 朱老四甚至连刚刚死了的司长青都给恨上了 若不是司长青这辈子为官清廉 而且和吕州案并没什么关系 朱老四甚至恨不得把司长青给错骨扬灰了 如此一来 司长青案基本上就以杨绍峰无罪开示 周一等人足诛而结案 如果不是周一等人在后来整治疫情的时候 出了力 估计也是个朱三族的下场 杨绍峰刚刚出了赵裕门口 却根本没看着朱瞻基和林赏等人的身影 只有那个好吹牛逼的老农 和其他几个寂寞旅舟的老乡时 一起站在高子身旁等着自己 吕又才一见到杨绍峰的身影 就赶忙迎了上来 也不顾旁边几位校尉在侧 直接扑倒在地上 向着杨绍峰摆倒 恩人哪 您可算出来了 好吹牛的老农 倒是没有像吕又才一样 扑上来拜倒 不过依然快步跟了上来 流着泪道 太爷 太爷 杨绍峰一把福气旅游才笑着道 哈哈哈哈 你们怎么来京城了 不是早跟你们说过啊 我没事吗 几乎有些气不成声的老农 似乎刚刚响起来 赶忙又折回了刚才站着的地方 随后又拎了一个袋子回来 逼向杨绍峰 太爷呀 这是咱吉莫县的百姓 为您准备的咸鸭蛋 保证个个都流油呢 上午呢 俺们瞧灯温谷的时候啊 俺特意还带了两个给皇上 皇上都说好吃呢 杨绍峰顿时眼睛一亮 低声对老农道 记着 等回了季末 就在装咸鸭蛋的箱子上印字 就印皇上吃了都说好这几个字 老农忽然就被杨绍峰给逗笑了 用力地点点头 嘿嘿笑道 嘿嘿嘿 哎呀 对对对 还是太爷精明 抬起袖子 磨了磨了眼上的鼻涕和泪水 老农又接着说道 太爷啊 赶紧回家吧 这锦衣卫的诏狱 就是个吃人的地儿 不宜久留啊 杨绍峰也不想再进诏狱了 虽然进去了住得挺舒坦的 可是这从诏狱里面出来回家 却是一条艰难无比的道路 首先呢 要跨火盆 这玩意成婚的时候 临上跨过一次 如今该轮到自己了 其次要洗澡 洗澡水里加了什么玩意儿 程序员出身的杨绍峰并不认识 但是灵儿和袁儿却恨不得把自己搓掉一层皮的力度 却是让杨绍峰有一些受不住了 跨过火盆洗了澡 接下来还得面对着娘亲的眼泪 紧接着又是灵赏的眼泪 就连顾美波和灵儿袁儿 都跟着来了一波眼泪攻势 这不是要命吗 更要命的是 借着庆祝杨绍峰出狱而举行了酒宴 陪着父亲喝 陪着朱瞻鸡喝 陪着谁谁谁喝来着 反正杨绍峰是直接喝到断片了 第二天除了嗓子干疼之外 基本上已经没有那场酒宴的什么印象 直到日上三干了 又在灵儿和袁儿的服饰之下 换了衣服 洗了脸 刷了牙 杨绍峰这才觉得自己又活了过来 等杨绍峰从灵赏口中得知 已经有太监过来宣旨了 此家又得了一处黄妆后 杨绍峰顿时变得精神起来 至于发讽三年 那玩意都没见着 无所谓了 朱瞻鸡对此 嗤之以鼻 有好处你就高兴 沾不到便宜就骂街 哪次都是这样 我看你也就是这么点出息了 杨绍峰拿牙签剃了牙 斜着眼睛道 怎么 难道你不是这样的 上次是谁要跟着我折腾咸牙蛋来着 还有上上次 是谁替我出了银子 占肝骨来着 你要觉得 你跟我不是一类人 倒也好办 反正现在已经入洞了 这次大鹏种菜的事 你就别掺过了 行吗 一听到大鹏种菜呀 刚刚还想翻脸的朱瞻鸡 顿时换了笑脸 甚至主动端去茶壶 给杨绍峰倒了杯茶 瞧你说的 一世人两兄弟 咱们两个谁跟谁呀 不远处的胡善祥 原本正和林赏说着瞧瞧话呢 一见朱瞻鸡这般做态 顿时就忍不住了 眼嘴笑道 殿下当真是能屈能伸 在叔叔面前 魂门有个兄长的样子 朱瞻鸡不以为意地道 正所谓尽朱者赤 尽末者黑 跟他这种魂子在一起 相处得时间长了 好人都能学坏 胡善祥笑着道 殿下还是和叔叔慢慢聊吧 我和林家妹子出去走走 好久没来庄子上了 倒是想念得紧 林赏也笑着点点头 正欲起身呢 却莫名感觉 一阵压抑不住的恶心 干呕两声 却是除了一些酸水之外 剩下的东西都没有呕出来 杨少峰顿时急了 连忙起身过去扶住林赏 想让林儿和袁儿去喊大夫 却见林赏白了白手说道 相公勿慌 卸身刚才就是有些不舒服 这会儿倒是没有什么了 杨少峰有些吃不准 还是打发林儿和袁儿去喊大夫 然后呢 自己伸手去抓住林赏的手腕 半眯着眼睛道 为夫 先替你爸爸麦 林赏扑持一声笑出来了 伸手打了杨少峰的肩膀一下 红着脸道 相公少在这里装模作样了 您向来就不会瞧病 就算是想宽慰切身 也用不着这般作态吧 胡善祥瞧了瞧林赏 忽然开口对杨少峰道 叔叔暂且回避 我有几句话要问问林家妹子 杨少峰呼吁地道 未曾听闻嫂嫂会看病啊 胡善祥意味深长地笑着道 看病嘛 确实不会 可若是林家妹子有了身孕 那我倒也能看一看 林赏挨压一声 红着脸扑向胡善祥 一边又伸手去捂胡善祥嘴巴 一边低声道 想来应该是了 等林儿和袁儿请了大夫 便知道了 杨少峰顿时一脸懵逼地望着林赏 又举起手指指向自己傻傻地问道 我 要当爹了 林赏低下头 红着脸摁了一声 却又有些迟疑了 切身也拿不准 还是等大夫来了之后再说吧 杨少峰傻傻地在屋子里 转了两个圈子 忽然一把抓住 猪栈记的肩膀 狂笑道 嘿嘿嘿 丑姐妹 我要当爹了 朱瞻基道 我儿子都好几岁了 没关系 杨少峰大手一挥 似乎开启胡言乱语的模式 若是我家娘子生个儿子 那便让他和你儿子结拜成兄弟 就像咱俩个一般 若是我家娘子生个女儿 那就让你家儿子 离我女儿远一点 就这么说定了 朱瞻基顿时大怒了 叫道 若弟妹生了女儿 我便去求黄爷爷止婚 总是要让你女儿 嫁给我儿子 杨少峰满脸嫌弃 你儿子太胖了 生得又笨 还比我女儿大那么许多岁 岂不是有老牛吃嫩草的嫌野 除非你现在 再生个儿子出来 朱瞻基更怒了 指着杨少峰道 你懂什么 胖了喜庆 再说了 现在胖 又不是说以后一直胖 大不了让他少吃一些 慢慢地将这身肉捡下去也就是了 还有 你女儿嫁不嫁我儿子 你说了不算 我去求黄爷爷止婚 想了想 朱瞻基又打算把儿子也卖掉了 你想想啊 你女儿嫁了我儿子 还能亏了你这个当国账的 你不亏啊 胡善祥咳了一声 望着越来越没溜的两个人道 是能是你还不知道 殿下和叔叔便在这里吵了起来 传出去 岂不让人笑话 说完之后 胡善祥又转身 对林赏道 咱们走 让他们两个在这里疯吧 一个当朝皇太孙 一个六手状元 却同乡间农夫一样骂架 传出去且有的好听 杨绍峰望着林赏的背影儿 忽然摸着下巴道 回季末 赶紧回季末去 大鹏种菜的事 一天都不能耽搁 朱瞻基一道 你抽什么疯啊 若是弟妹有了身孕 又怎么能长途颠簸 好生留在杨家庄子上养胎 才是正办 杨绍峰摁了一声道 咱们回去 让你媳妇留下来陪我媳妇 咱回去种菜去 多种一些 各式青菜都种上 到时候再派人快马送回来 朱瞻基捂着额头道 你别发电病了 有这个功夫 你还不如现在就进宫去求皇爷爷 让他老人家 把你留在顺天府 岂不是更好啊 杨绍峰忽然沉默了下来 留在顺天府 当然是最好的选择 这里是自己的家 这里有自己的父母和妻妻 有杨家庄子 有自己熟悉的一切 可是这季末怎么办呢 原来就计划在季末开始大棚种菜的计划 如今忽然改变 季末的百姓怎么办 是季末的百姓敲了灯纹鼓 也是他们给自己送来了咸鸭蛋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之后 杨绍峰才斩钉截铁的道 去季末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弦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杨绍峰都快被自己给感动哭了 瞧了瞧那些穿越就想着往家里捞钱的 还有那些动不动就逆天而行的 还有那些拿着古人当傻子耍的 自己这个穿越者跟他们一对比 那简直就是一股清流啊 然而来到杨家庄子蹭饭的朱老四 却给了杨绍峰沉重的一击 两个蠢货 朱战机到目前为止就当了一次爹 而杨绍峰上一次当爹 还是在没穿越之前 这辈子的经验指日为零 兄弟两个根本就没想到 女人有了身孕 最容易动了胎气的 是前两个月和后两个月 而临赏的身孕 到现在正好两个月多一点 就算跟着杨绍峰一起去寂寞 只要路上多加小心 其实是没什么问题的 一顿考全阳把朱老四给安排得 拖拖当当之后 心满意足的朱老四 喝着茶水扯起咸篇了 哎呀 你说这怎么就止不住呢 有督察院 有大理寺 有刑部 还有锦衣卫 这怎么就止不住这些人的贪欲呢 嗯 朕现在恨不得 把他们一个个全都抱了皮 喂狗 趴在朱老四脚下的大狗子和二狗子 抬起头瞧了朱老四一眼 忽然起身跑了出去 杨绍峰瞧着两只狗子越跑越远 只得贪贪手 无奈地道 自古来清官难做啊 除了像孙儿这般自己家里就有钱的 剩下的 哪个不想着往自己家捞钱呢 你是在夸你自己吗 朱老四道 你在举州做得不错 在吉木做得也不错 总算是没辜负朕对你的期望 不过 这以后还是要注意一些 像这次的情况出现一次 也就够了 总出现 那会对你的影响很不好的 杨绍峰满脸无所谓的道 孙儿才不在乎那些突鸡挖狗呢 一群艳艳狂飞的穷酸俘罢了 没什么好在意的 胡说八道 朱老四训斥道 这次有举州和吉木的百姓 替你敲灯文骨 是因为你把事情啊做到了实处 让百姓实打实地看见了 可是等以后你的光位高了些 实情一时半会儿也见不到成效 你还指望着谁来替你敲灯文骨啊 软了不说吧 便是这边士臣和顺天赋 又有谁替你喊一声冤来 哪个不是在等着看你的笑话 你 个没脑子的东西 训斥完了 朱老四才又气哼哼地倒 下次长点脑子 凡事别这么冲动 你如今又不是一个人 也是要当爹的人了 该长大些了 杨绍峰嬉皮笑脸的道 虽然再这么大 在跟您之前还不是个孩子吗 谁还不是个宝宝咋的呀 哭了一下 一口刚刚喝的茶水喷了个干净 朱老四指着杨绍峰 骂道 混账东西 狗肚子存不下二两香油 朕护得你一时 便能护得你一时啊 现在又如此无赖 简直就是个混账 朱瞻基都有些嫉妒了 自打家里有了那个四脚吞金兽 自己在朱老四心中的地位 明显是直线下降的趋势啊 可是现在 这杨绍峰还是如此无赖 朱老四瞧了朱瞻基一眼 又哼了一声之后 又对杨绍峰道 哼 你个混账东西 不是总嫌官职太小了吗 真打算 真打算给你加加担子 如何呀 不要 杨绍峰难得地表示反对了 孙儿打算 孙儿打算研究一下大棚种菜的事 等这事事先完了再说呗 嗯 大棚种菜 朱老四一道 这菜不种在地里 要种在什么大棚里 莫非是有什么说到 朱瞻基道 回黄爷爷 往常这菜种在地里 须得春种秋收 冬天的时候便只能吃下秋之旧存下的 否则难以见到青菜 按照异地的说法 便是可将这菜种到大棚里面 秋天的时候种下 冬天便可收获 以后在熟久寒冬也能吃上青菜 倒是和温汤建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外 去年的时候 他就已经试过一次了 当时种的少了些 总共也没接触多少 还全被他给吃了 眼看着朱瞻基毫不犹豫地就把自己给卖了 杨绍峰顿时大怒 指着朱瞻基道 你还有脸说 去年我一共得了不到一半 剩下的都全部被你弄走了 朱瞻基正想反驳呢 却见朱老四阴沉的目光扫了过来 所以呢 你们两个混账 都只顾着自己吃了 根本就没人记得这 两个混账 骂完杨绍峰和朱瞻基 却见大狗子和二狗子 各自叼着一只野兔跑了进来 又将已经咽气的野兔扔在朱老四的跟前 朱老四心中怒气就更甚了 还比不过他们两个呢 气羞羞地站起来 朱老四干脆抬腿向着门外走去了 都给朕滚 滚回吉末去 别让朕再看见你们两个混账 贤淡太爷杨绍峰能平安无事地回到季末 对于整个季末的百姓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百姓的要求很简单 甚至可以说是很卑微 能替百姓多多考虑 能让百姓有个安稳日子过 那就是妥妥的好官啊 如果能带着百姓发家致富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立个长生牌位都有人愿意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自杨绍峰回来之后就连着想了好几天 鞭炮的碎屑和硝烟 使整个寂寞城里都变得无烟胀气的 气得杨绍峰连着骂了好几天的劫 当然 骂街归骂街 百姓的心意该领还是得领的 该折腾百姓去弄大棚的还是得折腾 要不然再让他们这么闲下去 估计这些人该琢磨腰花了 城外又一次变成了巨大的工地 远处往顺天府的路还在修呢 近处的大棚工地又开始折腾了 竹斩机瞧着一天一个样的工地 忍不住摸着下巴道 现在众还来得及吗 我总觉得咱们下手有些晚了 杨绍峰无奈地道 那有什么办法啊 原本夏天的时候就该动工的 可是吕州的疫情 还有那场蝗灾彻底打乱咱们的计划 只能偷到现在咯 还有那四长青 北明死得太不是时候了 哪怕是他晚死几个月 或者早死上几个月都比现在强 人死为大 竹斩机揉着额头道 你就不能给他留几分面子吗 杨绍峰呸了一声道 我给他留个锤子 自己倒是一辈子清廉如水了 可是看看他交出来那成后星 一个人贪不够 还带着整个吕州上下一起贪 整个吕州成什么样了 还有啊 就因为他这一折腾 咱那大棚计划就耽搁到现在了 眼看着再有个三五天就彻底入冬了 到时候那大棚怎么呢 我媳妇现在害喜没青菜怎么能行啊 说完之后杨绍峰忽然从凳子上站了起来 对竹斩机道 你先在这盯着 我回家一趟 竹斩机恶然 你干什么去啊 直炕 杨绍峰道 我媳妇怀孕了 大冬天这么老 没个火炕怎么行 竹斩机顿是无奈的 先坐下 咱们慢慢商量商量再说 杨绍峰道 商量什么呀 没炕肯定不行 这事没得商量 你会织炕吗 竹斩机问道 除了知道织火炕要用砖之外 剩下的你怎么弄 可不是拿青砖砌个炕就行了 里面是不是得考虑烟火通道什么的 杨绍峰这才坐了下来 一边吩咐狗子去准备青砖 一边皱着眉头道 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啊 火炕这玩意弄起来挺麻烦的 可是 你弄好了吧 可不止让人能睡觉那么简单了 这轰一轰一鱼干什么的 倒也能用得上啊 而且 咱对大棚里也用得上啊 说完之后 杨绍峰又沾着茶水 在桌上笔划几下 自顾自的说道 暖气也可以弄 烧炕的同时还能把暖气给烧热了 这样啊 就更暖和了 还有 杨绍峰还没说完呢 竹瞻鸡就喝了一声嘲讽道 哼 还有什么 你这些乱七八糟的计划 听起来倒是挺好 可是需要的人力物力呢 当然 你家大业大 物力方面自然不需要担心 可是人力呢 你那五十个亲兵都是些杀人的好手 让他们干这种活计 你确定能行 杨绍峰顿是傻言了 瞧了瞧朱瞻鸡 又瞧了瞧远处忙碌的工地 便有些头疼的问道 那你说该怎么办 朱瞻鸡道 派人去顺天府要人 让内官监和御用监派人过来 那么多人手你不用 偏身要自己折腾 累不死你 哼 有道理 杨绍峰顿时眉开眼笑的攒斗 不愧是大明的黄太孙啊 就是聪明 为了表示感谢 这次大鹏的生意 就不用你真金白银的往外拿了 我提你出一城的份子去 等于是让你占了一城干股 当然了 内官监和御用监的大将 你得替我借 借来试试 让他们帮忙培养一些人手出来 到时候咱们组建个工程队 让他们替百姓家里也去上火炕 赚了钱咱平分 如何 靠谱 朱瞻鸡一想也不想的就硬下了 不过时间不能太长 毕竟他们还要回宫里听差 估计能在咱们这里待一个月 也就差不多了 杨绍峰黑黑笑了一下道 一个月的时间已经差不多够了 现在唯一可惜的就是墨家的传人 不知道躲哪儿去了 要不然把这些人找出来替咱干活 岂不是没自自的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纳明优秀青年》 改编自奇典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 汉乐 欢迎定阅专辑 第284章 朱瞻基喝得笑了一声 自顾自地拿起桌上报纸 嘲讽道 莫家传人 先不提他们当时的手段 到了现在是否还好用 但是汉武之后 又哪儿还有莫家的踪影 杨绍峰正美道 总不至于一个都没剩下吧 朱瞻基道 就算他们也在传承以前的学识 并且加以推陈出新 可是自汉武之后 便销声匿迹的莫家又能有几个人 你把他们给找了出来 然后呢 或许他们早就已经融入了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 你又如何保证 现在的降座间 内官间和御用间这些家门里面 就没有莫家的传人 杨绍峰难得的没有反驳朱瞻基 反而极为认同的点点头 指望莫家传承到大明 并且还要将原本的学识推陈出新 基本上不太可能 如果莫家传人真有这本事 也不至于在汉武之后 就销声匿迹了 更不至于后来连个浪花都没翻起来 最大的可能 大概就像朱瞻基说的那样 莫家的传人 其实已经融入了普通百姓当中 再不会有那个讲究 尖爱飞宫的莫门组织了 皱着眉头琢磨一翻之后 杨绍峰忽然一拍大腿说道 哎 没了张屠夫 咱照样不吃带毛的猪啊 朱瞻基却忽然扑了一声 将嘴里的茶水 喷了个干干净净 猛得咳了半天之后 才恢复了一些 指着被水打湿的报纸叫道 果真是你的好学生 杨绍峰一脸懵逼地 瞧着朱瞻基 一道 什么我的好学生 朱瞻基正想将手里的报纸 递给杨绍峰呢 却发现手中报纸 已经试得不成样了 当下便指了指杨绍峰 身边一发新的报纸说道 你自己看吧 现在你没有发表文章去骂人 但是你的好学生 就要开始骂人了 而且是指名道姓的 骂了举州上下 杨绍峰疑神疑鬼地 展开报纸 扫了几眼 却发现 近是写朝廷 关于稿费的规定 诸如稿费的发放 需要留地址 发放到对应的周县银行 三个月预期不领 则冲入国库等等的规定 倒是翻到第二页之后 杨绍峰才发现 沈浩这个好学生 不愧是由法家倾向的狠人呢 直接从吕州官场 开始喷 后面呢 又延伸到了督察院 把早就已经开始改制的督察院 又拉出来 编了一回事 而喷得有理有据呀 以至于杨绍峰都感觉 这个货可以出事了 应该给他发键盘了呀 瞧着杨绍峰一副老怀大胃的恶心模样 朱镇基忍不住地摁了一声 指着报纸说道 往后翻 前面是沈浩骂举州官场 后面就是他的好师兄 一霄 在骂警察制度 顺便也骂了督察院 再往后翻 白庚倒是没骂举州官场 也没骂督察制度 可是他把锦衣卫给骂了 顺带着又是督察院 依我看啊 刘官当初招惹你啊 这次司长青一案 又没说出来什么好话 却是被你这几个学生给恨上了 杨绍峰顿时向旁边侧侧身子 摆着手中的报纸说道 你别胡说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结党营私呢 朱镇基喝了一声笑道 说你结党 拉倒吧 整个朝堂上面 除了你这几个学生 剩下的也就夏步堂和刘航 能看你顺眼 剩下的文官 哪个不恨你恨的牙痒痒 谁会跟你结党 倒是这督察院 前番说是改制 可是改来改去 终究还是原来的那些人 除了邓真能下到地方上探访民情 剩下的那些人 还是以前那些路数 早就该整治了 杨绍峰将脑袋 向着竹瞻机的方向探了探 问道 怎么整治啊 我怎么知道 朱瞻机忍不住翻个白眼子 报纸上又没说要怎么整治 底报还没有发过来 我怎么可能未卜先知 倒是在后面的这个消息 还算有些意思 再一次直指手中报纸 朱瞻机又接着说道 以后要由报纸承担起一部分底报的职能 像天下明发可以公开发行的内容 而底报则是负责一些不适合公开的事情 仅在朝堂上流通 随着社学越来越多 以后识字的百姓也会越来越多 他们也可以通过底报 来了解到朝廷的动向 宗族的事也算是多了一条解决的路子 你觉得怎么样 杨绍峰喝了一声道 底报这个玩意儿是个好东西 可是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尤其是不管什么内容都网上面发 万一有人发了军事机密呢 这年头傻缺太多了 坏人都不够用了 朱瞻机忍不住周梅道 不能吧 谁会傻到将军事机密发到底报上面 杨绍峰呢却冷笑着没有回答 还有谁啊 老朱家的皇帝和那些文官大臣们 不就这么干过吗 萨尔胡战役 老奴为什么每次都能正常堵在 明军的进军路线上面呢 底报上面早就将杨绕的 这进兵计划给泄露得一干二净了 老奴又舍得花钱 剑奴的探子和那些奸细 最后的精锐家底被败了一干二净 后面大明朝的日子 基本上也就是王小二过年 一年不如一年了 直到袁都都要五年平辽 然后剑奴兵为精师 再然后剑奴入关 神州就此沉沦三百年 还他妈没有人傻到会把军事机密 发到底报上面 呸 朱瞻机瞧着杨绍峰一副气炸干肺的模样 心中有些吃不准了 那你说该怎么办 杨绕峰贪了贪手道 关我屁事 这种事不应该是英国公他们 这些军府大佬考虑的 你问我 我问谁呀 朱瞻机道 现在就咱们兄弟两个 你跟我说说又能怎么样 杨绕峰喝了一声道 那你说 军府是管什么的 朝堂和地方官府又是管什么的 底报是给谁看的 朱瞻机真主着道 军府自然是管军的 朝堂和地方官府更多的还是管民 底报也是给朝堂诸公和地方大吏们看的 忽然一拍脑袋 朱瞻机恍然道 分开 军府的事情以后不走底报 自然也就不担心军事机密会被泄露出来了 杨绍峰这才点点头说道 嗯 行啊 该说的我也说了 咱们呢 还是说一说墨家的事 墨家早就没了 朱瞻机显然更关心底报的问题 而不是讨论什么墨家不墨家的问题 毕竟 儒家提倡的是 君君臣臣 富富子子那一套 而墨家 而墨家 提倡的则是 兼爱 非公 杰用 名鬼 天智那一套 对于任何 对于任何一个统治阶级来说 选择 我没有办法找到足够的资料 只能用二十四个字就草草地交代了墨子传奇的一生 杨绍峰 却喝了一声道 金爱 非公什么的 我不在乎 杰用 就更跟我没关系了 毕竟咱们一车酒 就是一百两银子 让墨子他老人家瞧见 非得打死咱们不可 我就是对墨家将数 感兴趣 朱瞻机忍不住 又一次翻起了白眼 说道 那你还说个什么劲儿 直接说你喜欢那些奇迹银巧不就行了 在这说了 墨家早就没了 你怎么办 墨家是没了 可是 不是还有我吗 杨绍峰举起手指指向自己 满脸的得意之色 我把自己所会的学问都写出来 然后 教授一批学生出来 再挂上墨家将数的名头不就成了 真不要脸 朱瞻机忍不住嘲讽道 说来说去 你不过就是想扯着墨家学说的虎皮来做大题 实际上还是你自己的那些东西 杨绍峰来了兴致 当下也没理会朱瞻机的嘲讽 反而黑黑笑着问道 你说 我们看海面上出现的船 为什么总是出现翻呢 为什么整艘船不是直接出现 而是一点点的出现 还有 咱们在路上看到的山峰或者车子 不都是一点一点出现的 朱瞻机迟疑道 你是想说地是圆的 张衡浑天夷途柱倒是说过 浑天如鸡子 王帆 浑天象说中也说天地之体壮如鸟卵 天包于地外 由卵之果黄周旋无端 其行浑浑然 故曰浑天 其树已为天半覆地上 半在地下 其南北极持其两端 其天与日月星宿 斜而回转 如果用地缘来解释 先出现船翻倒也解释得通 可是如此一来 南辕北辙岂不成了一个笑话 车夫一直向北走 确实能到楚国 而劝说车夫的伎俩 反而成了错的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们这些人岂不是 都在一个会旋转的大球之上 为什么我们没有掉下去 当我们转到下面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没有倒过来 杨绍峰没有回答 反而拿起一个茶杯 松手后 任由茶杯落在地上 然后问道 那你说这物体 为什么总是向下落呢 而烟之类的东西 却是往上升 太阳为何总是东升西落 为什么就不能牺牲东落 这轮子为什么滚动 一段距离之后就会停下 为什么不能一直向前滚呢 朱瞻基一脸懵地问道 为什么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285章 这杨绍峰依旧没有回答出张机的问题 反而一脸高深的道 假设我站在最先楼的二楼 左手拿着十斤重的铁球 右手呢 拿着一斤重的铁球 等我同时松开手的时候 你猜哪个相落地啊 被杨绍峰坑了数次多了 朱瞻基早就学会了三思而后达 像这种问题 明显就是有坑啊 两只手来回比划了半声 又在脑子里反复实验好几次之后 朱瞻基在试探着温度 同时松手 你怎么保证你的手能同时松开 你这是杠子成了胶 杨绍峰反问道 我用木板拖着两个球行不行 到时候只要我剪断绳子 铁球是不是就一起落下来了 只要认真去想 法子还不多得是 朱瞻基依旧是有些拿不准 那应该是十斤的铁球先落地啊 杨绍峰依旧不打 反而接着问道 那再把条件换一下 如果我左手拿着一斤中的铁球 右手拿着一斤中的棉花 同时松手 你猜哪个先落地啊 同时落地 朱瞻基顿时满脸自信地打道 你以为我会因为棉花比较轻 就猜铁球先落地啊 可惜了 刚才你自己都说了 一斤中的棉花和一斤中的铁球 两者既然同种 自然便该同时落地才是 杨绍峰嘿嘿笑着点点头说道 这么着啊 一会儿呢 我让人去准备高台 分别准备三张高和十张 三十张的高台 等搭好之后 咱们就直接实验一番 如何 朱瞻基顿时陷入了深深的疑惑 瞧着杨绍峰道 莫非铁球和棉花 不会同时落地 难道十斤中的铁球 和一斤中的铁球 会同时落地 杨绍峰嘿嘿笑着道 毕竟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嘛 现在我都跟你说了 你就算相信 心中始终还会有几分怀疑的 倒不如你自己亲眼目睹 实验的结果为上 十斤的铁球 要比一斤的铁球更重 落地的速度应该更快 而一斤棉花和一斤铁 应该同时落地 这不是常识吗 贤旦太爷这是吃了多少 咸鸭蛋和蝗虫 结果脑子被蝗虫 给砍了 自打杨绍峰要求的高台 开始建造之后 整个寂寞的百姓 就陷入了吃瓜的狂欢当中 毕竟贤旦太爷 是闻取星儿下凡 本事又大 能看到他老人家 被打脸的机会 估计这辈子也就这么一次了 杨绍峰站在三丈高的台子下方 不远处 拗头对朱瞻击倒 怎么样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毕竟一百贯 说都不多 说少也不少了 不后悔 朱瞻击倒 众所周知的事情 难道还会因为你一个实验而改变 简直荒谬 杨绍峰叹了一声道 既然有人上赶着送钱 会只好勉为其难地收下了 胡善祥胡怡地打量一番杨绍峰 又瞧了瞧 心心满满的朱瞻鸡 悄然地拽地拽朱瞻鸡的袖子 低声道 殿下当心 叔叔这般说法 想来是有他的道理 说不定已经自己实验过了 您和他赌 岂不是 不可能 朱瞻击倒 不过是移兵之计罢了 他就是想让我这么认为 然后好改掉赌性 这种事情 他又不是干过一次两次了 可这万一呢 胡善祥依旧不想让朱瞻击输掉 万一是真的 那殿下可就输了 朱瞻击无所谓地道 输就输呗 倘若输给了别人 这钱便是实打实地输了出去 可是输给他却是无妨 把嘴巴凑到胡善祥的耳朵边上 朱瞻鸡低声道 咱们不可能就只生一个儿子吧 倘若他家生了儿子 咱们就将女儿嫁给他儿子 彩礼要多收 倘若他家生了女儿 正好就能嫁给咱儿子 到时候让他多给嫁妆 反正不管怎么算 咱们都亏不了 杨绍峰与朱瞻击离的本来就近的 尽管朱瞻击有意压低了声音 杨绍峰却依旧听了个差不多 当下只是撇了撇嘴 对朱瞻击道 瞧好了啊 花音落下 杨绍峰便挥了挥手中棋子 高台上的沈浩早就注意到杨绍峰的动作了 如今见到杨绍峰挥动手中棋子 当即便伸手剪断绳子了 三丈高的高度说高不高 大抵相当于后市三层楼房的高度 或许还要比楼房再高点 然后朱瞻击就眼睁睁地瞧着 一个十斤重的铁球 和一个一斤重的铁球 同时砸到地面上 唯一不同的 不过是十斤重的铁球 比一斤重的铁球砸出来的坑要大上一些 紧接着 更让朱瞻击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 同等重量的铁球和棉花 结果是铁球先行落地 而棉花落地的时间要晚于铁球 为了确认是不是自己看错了 朱瞻击索性又将目光投向了胡善祥 刚才你看清楚了没有 还是我眼花了 胡善祥迟疑道 兴许是妾身和殿下都看得眼花了 杨绍峰道 你们两口子打算干什么呀 想来让啊 一百关又不多 赶紧把钱给了 蹲下身子摸摸铁球 又摸摸棉花球 朱瞻鸡哼了一声道 鸡什么 不是还有十丈的和三十丈的实验没做吗 再说了刚才我看着铁球和棉球就是差不多时间落地了 别慌 马上要做十丈和三十丈的实验 眼看朱瞻击打算耍赖了 杨绍峰干脆就示意审号往十丈的台子上爬去 冷笑道 毕竟我可是个证人君子 就算是赢你 也得赢得光明正大才行 朱瞻鸡冷哼了一声 干脆不再理会杨绍峰了 而是盯着爬向十丈高台的沈浩 待沈浩爬上十丈高台 杨绍峰撇了朱瞻鸡一眼 又一次用力地回下手中棋子 结果呢 依然没有任何变化 到了这时候 实验已经没有继续做下去的意义了 所谓三十丈的高台 沈浩自然也不用再去爬了 骂骂咧咧地从袖子里 掏出十丈十罐面積的宝钞 递到杨绍峰手里 朱瞻鸡又问道 现在该说说怎么回事了吧 杨绍峰没有直接回答 只是等沈浩从高台上 安全爬下来之后 才又命人点燃了孔明灯 望着越升越高的孔明灯道 为什么孔明灯 能够越飞越高啊 为什么不会掉下来 被杨绍峰接连不断的问题 还有卖关子的行为搞得头大了 朱瞻鸡忍不住有些抓狂的叫道 你到底想要证明些什么呀 还有孔明灯不是不会掉下来 而是等燃料燃尽了之后 才会掉下来 杨绍峰摁了一声 点头道 对啊 燃料燃尽了就会掉下来 那么燃料烧着的时候 和燃料烧尽的时候 到底有哪是不一样的呀 朱瞻鸡总感觉自己已经抓到什么东西了 只不过 这种感觉刚刚在脑子里出现 便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想了半晌之后才试探着温豆 跟火有关系 还是跟空气有关系啊 杨绍峰道 我怀疑是我们脚下的大地有引力 而正是因为引力的存在 所以才让我们能够站在地面上 才会让铁球从高台落到地面上 而孔明灯里的燃料在燃烧的时候 会使得空气加热 产生了推力 当推力大于引力的时候 孔明灯自然就会上升了 当孔明灯的燃料烧进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 这股向上的推力已经没了 这时候孔明灯也就会跌落到地面上 随手从旁边抓起两根木头 杨绍峰双手交错摩擦着木头 看 两根木头在互相摩擦的时候 我们可以感觉到阻力 而当我们用木头和地面摩擦的时候 这股阻力的大小却是不一样的 如果将摩擦之间的阻力称为摩擦力 如果将大地吸引住我们的力量称之为引力 那么引力和摩擦力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朱湛基已经完全傻眼了 盯着杨绍峰道 有什么关系啊 杨绍峰看守道 我也不知道啊 所以我打算培养一批学生来研究这个玩意儿 总有一天能研究明白 朱湛基依旧没有想明白 研究明白了又能怎么样 火冲你玩过吧 杨绍峰道 火冲的原理是怎么样的 直射出去的弹丸有多远 如果在火冲里刻上螺旋的弹线 又会怎么样 是能够增加射程还是能够增加稳定性 从而提高射击精度 还有啊 咱们在杨家庄子搞出来的那个机床 那边现在是靠水力来推动的 如果换成另外的东西呢 如果用火来驱动呢 一连串的问题彻底让朱湛基呆住了 琢磨了半晌 也没琢磨出个所以然来 只是傻愣愣地问道 你的脑袋到底是怎么长的 正常长的 杨绍峰没好气地瞪了朱湛基一眼 接着又说道 现在呢 咱们再说个大鹏种菜的事 菜也好凉也罢 基本上都是春种夏长秋树 而冬天除了种一下小麦之外 基本上就种不了什么东西了 但是我们已经用大鹏种出来一次青菜了 你猜这是为什么 已经被彻底带沟里的朱湛基傻傻地问道 为什么 温度 杨绍峰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手中只是缺了一把雨扇 否则倒像是诸葛亮了 冬天太冷 所以种不出来菜 而咱们用大鹏种植 可以用各种方法来取暖 所以才能在冬天 长出青菜来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286章 自从穿越以后 杨绍峰已经不止一次地 怀疑自己可能是个假的穿越者 为什么其他穿越者 能够上知天文下小地理啊 甚至连科举的考题都能记住 能拿着剑奴的试铁 去考大名的科技 还能考个很好的名词 为什么自己 连牛顿三大定律都没记住啊 除了个万有引力 剩下的是什么 怎么解释怎么应用呢 这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 这些该死的物理学知识 到底该怎么写 杨绍峰干脆将手中的笔 扔到了一边了 一旁正在写字的林上 瞧着杨绍峰这般模样 顿时扑齿一声笑了出来 起身来到杨绍峰身后 捏着杨绍峰肩膀道 相公可是写得烦了 要不然咱们一起去大棚里面翘翘 杨绍峰哼几两声才道 凭什么让我写出来 明明这许多东西 都是他们自己观察总结的 我写出来了 还能算他们的吗 不一样呀 林上的眼睛都笑得眉起来了 相公写出来了 那便是相公最先写出来的 以后人们要是学了 那便是学相公的学问 或许要遵相公一声杨绍 杨绍空调吗 我隔离给双倍 莫名其妙地想到后世那些傻屌 网友们的恶搞 杨绍峰忽然就放松下来了 不再想着什么乱七八糟的空调 起身后说道 慢慢来吧 取得东西乱七八糟的没个头绪 倒不如一起去大棚里面瞧瞧呢 好呀 林上应道 要不然喊上胡家姐姐吧 杨绍峰道 这次不喊 你喊了他就得带上猪战机 那也就属于个强盗 去年那点青菜被他抢多少啊 这次带上他 只怕咱家又要吃亏了 林上轻轻地推了杨绍峰一下 轻笑道 就相公你会编派人 相公这一次折腾了百十亩大棚 就算是让殿下去抢 他又能抢了多少 不过 相公既然不愿意带上殿下 那咱们就自己去 不带胡家姐姐了 杨绍峰这才黑黑地嚣张 就是就是 让狗子带起个篮子嘛 咱瞧瞧现在大棚里 有什么能摘的 你要去干什么 杨绍峰的话音刚落下 便听到屋子外面 传来猪战机的声音 瞧这意思 你还不打算带上我一起啊 杨绍峰狐疑地瞧着猪战机道 你属曹操的 还是说你这腿就那么长 猪战机没打 走进屋子之后 便直接对杨绍峰道 我来是有事跟你说啊 林少向着猪战机行了一里 吩咐远儿和伶儿 去准备茶水之后 便开口道 相公和殿下先说话 我去寻胡家姐姐 杨绍峰点点头 待林少离去之后 才望着猪战机道 你说你招人恨不 什么事这么重要啊 非得让你亲自跑过来 知道自己耽误了杨绍峰 和他媳妇腻歪的时间 猪战机的脸上 倒也出现几分不好意思 当下只是自己 寻个灯子坐下 正色道 朝鲜前国主 李方远足了 一听 前朝鲜国主挂掉了 刚刚还暗子不爽的杨绍峰 顿时来了精神 漫面红光地闻到 李方远挂了 怎么挂的 这货 不是刚刚五六十来岁吗 他死了 那对马岛怎么办呢 被杨绍峰连珠炮似的发问 给弄懵了 朱瞻基琢磨半晌 才反应过来 大道 我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没的 只是听说 黄爷爷打算 四世号公定 至于对马岛 现在朝堂上 还没有个定论 左右都扯了两年的皮 再多扯几年 倒也无妨 不用急在这一时 杨绍峰顿时不爽了 皱着眉头道 惯他的毛病 照我意思啊 他李棠 要么把对马岛交出来 要么就让朝鲜 跟交纸一样 彻底成为 党明的一部分 要不然 让尹销出使朝鲜 朱瞻基自问 做人不能太杨绍峰了 对马岛是人家朝鲜 打下来的 对马岛的大明 也是朝鲜活捉的 总不能因为 大明看到了对马岛 就得让人家朝鲜 把对马岛割让给大明吧 想了想 朱瞻基还是决定 跟杨绍峰讲讲道理 你看啊 对马岛是朝鲜 在永乐十六年的时候 打下来的 窝国的大明 也被朝鲜活捉了 对马岛本就应该 归朝鲜所有 对不对 杨绍峰道 扯蛋 要不是尹销 宰了窝国那矮挫子 他朝鲜有胆子 去攻打对马岛 就算他有胆子 也绝不可能那么轻松啊 说白了 他朝鲜就是占大明的便宜 那你也不能因为这个 就要对马岛吧 朱瞻基道 是啊 他朝鲜确实占了便宜 要不然伤亡肯定要大得多 可是不管怎么说 这对马岛 都是人家占了 对不对 还有 你让一销出使朝鲜干什么 一销出使窝国 结果他刚到窝国 就宰了人家窝国天王的脑袋 现在你让他出使朝鲜 人家李陶就不知道害怕 杨少峰哼了一声道 哼 我就是想让尹销 去把对马岛要回来 他李陶要是敢耍赖不给的话 那就让尹销宰了他 你可稳当点吧 朱瞻基瞧着杨少峰 脸上满是淡疼之色 胶纸那破地方 到现在都没有彻底平定下来 熬死了封城猴 李立也没抓到 荣昌伯陈志已经被骂了一通了 现在你要是再把朝鲜变成第二个胶纸 那么大明也不用再干别的了 天天就琢磨着怎么往这两个地方派兵运粮算了 如果派兵运粮能解决也算了 怕就怕一时半会儿的解决不了啊 天天打仗天天拖 拖到最后再把国库给拖垮 到时候下老扣 非得找咱们拼命不可 杨少峰心中顿时警觉起来了 狐疑地瞧着朱瞻基道 话说 你该不会因为这个就有放弃胶纸的打算吧 朱瞻基却呵斥了一声道 你当我是傻是不是啊 胶纸那里一年能中三级粮食 乃是我大明一等一的粮仓直选 拱手让人 怕不是要被子孙后代戳破我的几粮骨 你也没少被子孙后代戳几粮骨啊 历史上就是你朱瞻基这个傻缺放弃了胶纸和缅甸 把这两个原本已经收归大明的天然粮仓 又拱手让了出去 换个角度想 如果胶纸和缅甸能够早早地平定下来 大明的土地兼并 矛盾是不是能够缓上一缓呢 如果这两个粮仓在手 面对小冰河的时候 大明是不是能多几分敌气 个百家玩意儿 心中越想越不爽 杨绍峰干脆瞪瞻瞻心一眼 狼横道 缺取一个李李 能有多大本事 竟然到现在还没抓到 我看陈志挨骂也是活该 朱瞻击倒 上次卖夺的教训还不够吗 当初若不是你小瞧了达达和瓦勒诸步 就该早早地抽掉万全右卫 以拱卫边市城 结果被卖夺围了 自己也险些被人一箭射死 现在又小瞧李李 那李李能在封城猴的手下支撑到现在 又能躲过陈志一次次的劲角 足以证明李李是个难缠的 你偏有小瞧于他 杨绍峰呸了一声道 英国公在交纸时 可是有李氏敢判 总之就是杀得轻了 人也抓少了 李李之所以能成事 便是因为遍地都有交纸的野猴子 若是把交纸猴子抓来做苦力 哪还有什么反叛呢 如果交纸那片土地没有了猴子野人 你再把大明百姓迁移过去 大明百姓不会感激你啊 大明百姓会造你反 扯淡吗不是 越想越觉得是这么个道理 杨绍峰顿时又激动起来了 你给我弄十万精兵 我去把交纸猴子野人都处理掉 然后迁移大明百姓过去 主战机却反问道 十万精兵 你知不知道十万精兵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十万精兵经火药便需要三万余金 大小千弹铁弹千万余 亏三十余万 甲二十余万 刀三十余万 剑织三百余万 而且这还是往少了算的 其他战马火炮火冲枪棒等物 还有粮草这都没计算进去 你张口就是十万精兵 就算黄爷爷敢给你 下老扣也能把你生吞活剥了 你信不信 杨少峰顿时有些傻眼了 看历史上动不动就是几十万精兵 就连上百万的都听说过 而且席卷了世界那场大战 牵扯进去的部队多大赏亿 杨少峰自然而然的就小瞧了十万精兵了 可是真正的历史上 农耕民族打一仗的消耗简直是打得无法想象 往往需要十个人才能推动一个兵 十万精兵就意味着要一百万人为之服务啊 这也是为什么萨尔湖时明军号称四十九万 而实际上的兵力只有十几万的原因 反观这贱奴 半渔猎 半农牧民族 基本上可以实现全民皆兵 而且当时贱奴是借居大明的 往死里祸害都不心疼 所以贱奴的兵力才能达到六万余人 再加上那些崽子 麦爷田不心疼的奸细和某些皇商 包括杨少峰参与的几次调兵行动 包括辽州赈灾 窝国用兵 吕州制义 这几次调兵都是英国公张府在背后操持了后勤支援 夏老抠强忍着心疼从国库里拿出银子 实际上又有哪次像是杨少峰以为的 哐一下再A过去的那么简单呢 案子琢磨半天之后 杨少峰才开口道 要不然五万 一万都没有 朱湛基想也不想的就拒绝了 我这次来不是跟你讨论交纸的事的 而是要跟你讨论朝鲜的事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弦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287章 眼看着十万精兵的事情没了指望 杨少峰顿时也没兴趣 再扯什么朝鲜的破事了 相比之下 杨少峰更想和林赏去大棚里摘菜去 朱湛基见杨少峰一副兴致缺缺的样子 眼珠子一转 便笑咪咪的道 现在朝鲜国主是李陶 咱们的好处自然少不了 而且定国公和李陶有什么勾当 你还记得吗 杨少峰打了个哈去 显得有些兴致缺缺 还能有什么勾当啊 我记得老徐说要买朝鲜的女子发给庄户 后来李陶担心过不去他爹那一关 结果没能成 怎么 现在要成了 没错 朱湛基见兮兮的道 李陶现在缺银子都快缺风了 这事自然也就成了 不过你倒是可以猜一猜 李陶现在为什么缺银子 杨少峰喝得一声笑道 修路修学堂 欠着银行贷款呢 他不缺钱谁缺钱 朝鲜国小民寡 玩这种要想富先修路的法子 玩不死他们才怪呢 朱湛基一道 你都知道了 还是你早就知道 他们会有这么一天 知道什么呀 杨少峰反问道 朝鲜那边的事啊 都是老徐他们在折腾 我又没跟着掺和 我能知道什么呀 不过当初跟李陶说 先修路盖学堂的时候 我就已经料到了这一天了 伸手指了指窗外 杨少峰道 大明有多大呀 朝鲜有多大 大明修路是因为国土面积大 东西南北各地物资 需要良好的道路交通 来加速流通 可朝鲜呢 屁大点地方 说好听了叫三千里江山 说不好听点 还不够流放个犯人的 修的路再好 又有多少物资需要转运呢 还有学堂 大明建学堂广开民智 是因为人多 需要更多的读书人 来支撑大明的发展 朝鲜才多少人呢 全国都是读书人 谁还去中敌啊 扯淡嘛 我这当初之所以忽悠着 李陶修路盖学堂 就是打的这个主意 再往深了想 朝鲜的修路 它越好 阿军进军朝鲜的时候 就越省事 朝鲜的读书人越多 心向大明的人也就越多 这些人就是朝鲜带路党 他们卖起朝鲜来 肯定比任何人都积极 你这也太坏了 夸了杨少峰一举 朱瞻基又有些担心 那大明呢 修路的事儿好说 可是这遍天下都是读书人 不是一样没有人种地吗 杨少峰瞧了朱瞻基一眼 问道 你居然不担心 有人会卖掉大明 朱瞻基道 那有什么好担心呢 除了我大明 举目望去 进阶蛮夷 难道还有人 放着好好的大明百姓不做 非要跑去跟蛮子们 混在一块 杨少峰道 你倒是想得开 不过读书人多了 没人种地的理论 适合朝鲜 却不适合大明 毕竟种了几千年的地 你不让他们种地 他们才会不高兴 行了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 你所谓的正事 到底是什么呀 如果没什么正事 少在这扯淡 我还等着去大棚里摘菜呢 朱瞻基撇了杨少峰一眼 说道 正事就是李陶缺钱 现在缺钱缺疯了的李陶 不仅打算跟定国公 一起做生意 还想着再向银行 贷一笔款 早说 你要早这么说 我早精神了 忽然来了精神的杨少峰 坐着了身体 黑黑地笑着问道 带多少啊 拿什么玩意儿提啊 朱瞻基摇头道 具体的不太清楚 只知道李陶打算 再借贷两百万贯 剩下的就不知道了 杨少峰摁了一声道 嗯 那就矿山呗 不行 直接让他把矿山开采权交出来 咱大明替他勘探开采 还有向他交水 这么好的事 他上哪找下 你是不是又把李陶当成傻子了 朱瞻基反问一句 又接着说道 让他直接把矿山交出来 这种事你连想都别想 朝鲜既然号称小中华 国中也不全是傻子 就算李陶愿意 朝鲜的臣子们也未必愿意 杨少峰诡异的一笑 脸上满是高深莫测的神情 建州那边不是有许多野人吗 让他们呢 去找朝鲜的麻烦 等李陶撑不住了 咱们再出手收拾烂摊子 既能出了野人 又能把朝鲜收入囊中 关键是谁都说不出什么来 简直就是一箭三雕 怎么样 朱瞻基配了一声道 屁 不怎么样 建州卫那边有野人不假 可是他们根本就不是朝鲜的对手 指望不上 再者说了 就算他们能打得过朝鲜 又能如何 难道他们还敢违背大明的意思啊 如果让他们出手对付朝鲜 而大明又选择做闭上官 你倒那些藩鼠们都全是傻子 全都看不出来这是怎么回事 看出来又怎么样 杨少峰反问道 大明需要的仅仅是一块 能说得过去的遮羞布 就算是偶尔遮不住 把屁股露出来了 难道还有人敢指着说什么 眼看这话题越聊越偏 朱瞻基无奈之下 这得强行地把话题给拉了回来 现在咱们要说的是 李陶要追加贷款的事 而不是怎么坑朝鲜 还是那句话 拿矿山来 杨少峰道 还想多贷款 还想不给利息 还想不拿出任何的好处给大明 怎么就他朝鲜聪明啊 合着我大明的官员就全傻子 管他成毛病 杨少峰也没想到 朝鲜这个要大米还不给钱 吃完还有可能骂娘的毛病 居然是祖传的 朱瞻基道 要不然咱们回顺天府啊 跟黄爷爷说说 到时候你负责跟朝鲜使臣的谈判 如何 杨少峰这才明白过来 盯着朱瞻基道 我去 你自己想回顺天府啊 就自己回去 少扯上我啊 我媳妇现在怀着孩子呢 经不起天府 说完之后 杨少峰更是直接从椅子上起身 一边抬腿向外边走去 一边说道 我去大棚里摘些青菜 你去不去啊 去啊 一听到摘大棚里的青菜 朱瞻基顿时把朝鲜的事给扔到一边了 快步跟上杨少峰 然后接着问道 大棚能种菜是不是也能种粮食啊 杨少峰没有直接回答 反问道 地里支撑得起吗 种了地再种菜 收了菜你还想种地 等地里枯竭的那天 又该怎么办呢 明摆着跟你说 现在我都头疼 寂寞的肥料不够用 你还指望大棚种粮食 想的怪好呢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朱瞻基的脸色 变得有些难看了 强忍着恶心的感觉 道 要不然把大棚种菜的事 也安排到朝鲜 耗了他们的地方 那不行 杨少峰想也不想地 就否决了朱瞻基的提议 这种能让百姓生活变好的事情 除非是像修路之类 否则 断然不能往外传 就算是往外传 也得是我大明 有更先进的手段之后才行 朱瞻基好奇地问道 更先进的手段 杨少峰道 比如肥料 当咱们能够解决肥料的问题 不用再担心地力被过度损耗之后 自然就可以把现在的技术 扔给朝鲜了 到时候 让棒子们在冬天种菜 把他们地力给消耗掉 过度地消耗地力 后果自然是像关中一样 变得土地贫瘠了 到时候棒子的百姓 没有粮食可以吃 自然而然地就会生乱 朝鲜跟你有仇啊 朱瞻基忍不住好奇 疑惑地道 你似乎总在算计朝鲜 没仇 杨少峰这一次倒是回答得痛快 只不过杨少峰没有明说 这辈子朝鲜和自己当然没仇啊 可是剑奴唱了梁梁之后 同样被倭寇 摁在地上摩擦的棒子们 摇身一变 变成二鬼子 转过头来欺负天朝的时候 可是比真正的倭奴更狠 在中华家成立之后 又甘当鹰匠的走狗 这个仇可就结大了 而且你没发现吗 我算计的不光是朝鲜 杨少峰一边向大鹏的方向走着 一边说道 今天教你个乖 老祖宗说过 非我族类起心避意 朝鲜也好 窝国也罢 他们现在之所以老老实实地 给他们当狗 是因为他们打不过大名 一旦给他们反扑的机会 只怕他们比谁咬的都狠 我不认识你 我大队没有一个 沈书记官也不行啊 每当想起这些狗屁稻躁的事 杨少峰的心里就窝了一肚子的邪火 某些人惹不起 难道还惹不起棒子和窝奴吗 瞧着杨少峰的神情不太正常 朱瞻基便没有再追问下去了 只是换了个话题 灯州府沿巴县连年水汉 田谷不登 打算开仓阵界 正说话间呢 两人已经来到了大棚的入口 杨少峰当先掀开门帘走了进去 随手折下一根黄瓜之后 针住着说道 灯州府 田谷不登 回头呢 咱们把大棚里的菜送一部分过去 想了想杨少峰又摇头道 算了 本身就没多少 送过去的话也没办法分 倒不如支援他们一些粮食 朱瞻基确摇了摇头说道 受人以鱼 不如受人以鱼 灯州府的情况跟咱们这里的情况很像 我想着是不是能让他们向吉莫学一学啊 杨少峰无所谓的道 吉莫原本就是个倘禄的试点 愿意学 难道我还能拦着他们不成 朱瞻基点点头 正想再说些什么呢 却被匆忙而来的边城打断了 殿下 经历出大事了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288章 在原本的历史上 如果朱老四手里有钱 如果下元级执掌的大名国库里有钱 一心想要超越朱崇八的朱老四 绝对不会同意把紫禁城修得那么小 然而当时的大名国库 最真实的情况就是没钱 连带着朱老四的内堂里也没多少钱 就算偶尔富裕一些 基本上也都是被朱老四拿去摇人砸场子的 根本不可能用在紫禁城的修建上 但是在杨绍峰接受皇城修建的时候 工部派出了最好的工匠 拿出了最好的材料 规划出了最能够显示大名气派的图纸 只想出人不想出钱的户部 替杨绍峰争调了大量的民夫 再加上一心折腾搞事情的杨绍峰 这才最终营建出了远远超出金灵规模的顺天府皇城 而且质量上极其有保证 杨绍峰当然不可能砸了自己的招牌 毕竟是六手状元嘛 全天下人都盯着呢 以后妥妥的要被写进史书里 这是要修出个豆腐渣工程 那不是打自己的脸吗 工人是全世界最顶尖的那一批 材料是当时最好的那些 自从永乐十八年的时候 正式启用的那一天开始 紫禁城就享受了最多的赞美之词 然后在永乐二十年十二月的时候 钱青宫烧了 问题是怎么烧才是问题的关键 如果是因为某些死太监管理不到位 导致走水被烧了 那倒也算了 可是钱青宫被烧的原因 居然是冬天里打雷而导致的 连杨绍峰特意要求公布增加的避雷针 都没起到作用 这才是真正令人头疼的地方 钱青宫被烧说明什么呀 在盐关喷子们看来 往常一旦有什么天灾 别管是皇宫被雷劈被火烧 或者是地方上哪里有了洪水地震之类的天灾 基本上都可以归咎为盐皇帝师德 然后大家就可以喷皇帝 在限制皇权的同时 还能替自己捞上一大波名声 可是自他永乐十三年起 一旦有什么天灾了 就会有某些不知廉耻的小人跳出来说 这是上天在警示天子 偏偏好几次的天灾 都出现了官员贪腐的情况 以至于所有人都不得不捏着鼻子扔下了 现在好了 大冬天的打雷 没打在地方上 也没在地方上搞得地龙翻身之类的天灾 而是直接一道雷 把钱青宫给劈着火了 那这是老天爷在警示谁呢 或者说这是老天爷在警告谁 更不要说 那个不知廉耻的小人还远在寂寞 事情到了这一地步 基本上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朱老司对着生源的优待下手 对着田赋伤税下手 对着原有的各种制度下手 原本就已经引起了许多人不满了 现在不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盼待朱老司 难道还留着过年呢 大量弹劾的奏章 如同雪花一样 飞进宫中了 有弹劾朱老司不遵祖制的 有弹劾太子因怀不轨的 有弹劾汉王赵王想谋反的 有弹劾朱瞻基和杨绍峰兄弟两个 胡作非为的 也有弹劾夏元吉等大佬 十位素参的 基本上就这一个意思 朱老司这个皇帝不遵祖制 教子无方 识人不明 简直就是孤王金来 所有皇帝中的耻辱 现在就应该趁着 刚刚过火的乾清宫 还热乎着 赶紧下个醉起照 痛改前非 一切都回到原本的轨道上去 这样才能够 你好我好大家好 而且更坑人的是 朱老司改了杨绍峰 当初定下的规矩 由收取版面费 改成了给投稿人润笔费 又让这些注重名声的 御事严官们 找了一条好路子 光是在奏书里喷人 又有什么意思呢 在报纸上喷人 不光能喷人 还能挣大光明地 换一笔润笔费 连带着还能让自己的名声 传得更广 简直就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喷他 甚至于那些声援 都以此绕过了声援 不许议政的组织 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不算议政 反复确认了朱老四妹 在前情供大火中 受到什么伤害或者惊吓之后 杨绍峰才指着自己的鼻子 向朱瞻基确认 所以说 我又被弹劾了 朱瞻基随手将边城递过来的情报 又递给杨绍峰 确切地说 不只是你被弹劾了 事实上 是咱们两个一起被弹劾的 就连罪名都大致相同 无非就是一时百姓搜刮民间钱财 享乐无度 还有欺凌藩国君臣 对了 定国公徐景昌 永顺博 薛斌 还有吴克勤 和吴克忠他们 都一起跟着被弹劾了 罪名跟咱们大致相同 我这是刨了他们家祖坟呢 杨绍峰一脸不爽的道 当真是老虎不发威 他们就拿我当病猫了这事 一时百姓 我倒是没少让百姓干活 可是咱们哪一次没给钱呢 又有哪一次给少了 还有搜刮民间钱财 关我屁事 我家又不缺钱 明明就是夏老扣的 户部银行在搜刮好吗 享乐无度 我花我自己的钱 关他们屁事 我吃他们家大米了 还抢他们家 女儿做小切了 我看他们是犯了红眼病了 还有什么七零番薯 这就更扯淡了 我他娘七零谁了 朝鲜还是窝果 有苦主来官府告我吗 倒真是逼其娘制 朱战吉摇头道 没有 窝果使臣赤松妹子 已经第一时间上书分辨了 声称窝果之事 难与你我无关 希望御事严官们 不要过分牵扯上窝果 回京城 恶狠狠地咬了一口 刚刚摘下的黄瓜 杨绍峰的脸色 丝毫没有因为黄瓜的甘甜脆爽 而变得好看 反而妈妈咧咧地道 我倒想回去看看 看看他们怎么有脸 弹劾咱的 早就习惯了这种破事的 朱战吉脸色未变 似乎已经彻底麻木了 这不是很正常吗 纠察百官 封门奏事 原本就是御事严官的职责 你回到京城又能怎么样 套麻袋 杨绍峰恶狠狠地道 打断他们狗腿 带上狗子和污名 保证身上不见伤 周围不见人 让他们想告 都没地儿告去 朱战吉摇里摇头 否认了杨绍峰的提议 没用 你打断徐钦的腿没事 因为徐钦是薰贵 他翻不起什么风浪 但是这些御事严官们不同 他们原本便是清流 一旦被人套了麻袋 这事就不仅仅是一场案子 那么简单 不仅朝堂上要给个交代 而且会变成一场 流传千古的笑话 更重要的是 一旦他们被你套了麻袋 就等于你认下了这些罪名 而且他们又会得到 不畏强权敢于仗义直言的名声 杨绍峰冷哼了一声 沉默下来 确实 大明朝对待阎官喷子们实在太好了 不仅没什么阴言罪人的说法 反而给了这些混账 风文奏事的特权 上到天子 下到百官 没有谁是他们不敢喷的 喷自己一个区区的正气品之险 已经是这些人高看自己一眼的结果了 没看朱老司都挨攀了吗 跟朱瞻基大眼瞪小眼的沉默伴上之后 杨绍峰猜道 打又打不得 宰又宰不得 那你说咋办 朱瞻基弹开了双手 满脸的无可奈何 还能怎么办 没看黄爷爷都直接把奏书留中了吗 现在咱们能做的就是等 等着这些人骂够了 骂累了 他们也是自然而然的消停了 要不然你越理他们 他们就跳得越欢式 最后还是咱们难受 那不行 难道就任由他们这么跳 又一次犯了头铁症的杨绍峰 显然不想这么认栽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我做不到 既然不能直接宰了他们 也不能打断他们狗腿 那么咱们就同样在报纸上想办法 朱瞻基一道 怎么想 是不许报纸上发表言官的文章 还是你打算跟他们在报纸上对骂 他们不是众名声吗 就从他们名声下手 别说他们本身就未必干净 就算他们干净 难道还不能泼脏水了 凭什么只有他们能风吻走势了 杨绍峰眼珠子一转 黑黑笑了一声道 嘿 你没发现报纸现在有不够用的趋势吗 咱把报纸从原来的月刊 变成半月刊或者周刊 然后跟他们对骂 就凭他们 又怎可能是我的对手啊 那印制成本呢 朱瞻基道 你要多印报纸就要增加成本 夏老 那夏不堂他能愿意吗 必须的呀 杨绍峰道 报纸这玩意儿又不可能会赔本 夏老口怎么都赚钱 那些言官喷子也巴不得能多骂人 估计这两边啊都会用脚投票 闻得很 朱瞻基依旧有些怀疑 你写的文章再多又能多到什么地步啊 你终究只是一个人 就算再加上沈浩和一霄白庚他们 也不过是四个 那对比起督察院一百一十人 你怎么可能骂得过那许多人 虽千万人 五王矣 杨绍峰大意凛然地挺着胸膛 会有一副慷慨负义的壮烈之气 就因为他们人多 所以我就害怕 这世上端没有这般道理 嗯 若不是你在报纸的生意里 占了一成份子 我都快要相信你了 很显然杨绍峰 就是浸墨着黑的那个墨 朱瞻基现在 已经越来越不好忽悠了 他们骂得越狠 报纸卖得越好 你赚的钱就越多 你当我不知道啊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纳明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二百八十九章 平头哥从来不会关心对方有多少人 只会关心时间和地点 杨绍峰喷人也从来不会挑什么黄道吉日 更不会关心对方有多少人 杨绍峰只是想怎么才能彻底地喷死对方 朱老司被阎官喷子们气得够呛 同样被阎官喷子们弹劾的杨绍峰自然也就跳了出来 一篇篇的文章如流水般发向了报纸 比如根本就记不住内容 但是大概知道那么几句的资本论 杨绍峰就将只改头换面一番 变成了土地论 不就是对人吗 喷就晚了呗 而且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阎官之中的超级大喷子邓真叛变了 不仅没有和他的御史阎官们一起狂喷朱老司和杨绍峰 反而旗帜鲜明地站在杨绍峰一边 邓真的理论很简单 皇帝未必是个好皇帝 但是六手状元绝对是个好状元 季末翻天覆地的变化 还有季末吕州的百姓 能够进京替杨绍喊冤就是最好的证明了 邓真本身就是一个超级大喷子 再加上杨绍峰这个键盘侠 两个人甚至能在报纸上 按着整个督察院的一百多个御史阎官们狂欧 双方不停地对喷 让朱老司心中满是不爽 眼看着都到了永乐二十年的年底了 这个货色孩子喷 直到朝堂上一阵呼吓声响起 才将坐在龙椅上神游天外的朱老司惊醒了过来 满面红光的饮箫 微微气喘 身边聚集了许多汉林院的同僚 离着不远处是一个披头散发的监察浴室 身上几个大脚印子明显不是自己印到身上的 身边同样聚集了许多督察院的阎官 两伙人虎视眈眈地盯着对方 朋友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地去世 朱老司忍不住揉了揉额头 神色不善地盯着尹萧道 说吧 这次又是因为什么呀 尹萧恶狠狠地 瞪了归在地上的监察浴室一眼 向着朱老司躬身奏道 启奏陛下 寻暗河南监察御史许言 诬陷微臣师尊 一时百姓无度 西陵藩属君臣 微臣一时气不过 这才动了手 归在地上的许言 适时地向朱老司哭诉道 请陛下 为臣做主 尹萧又扭头瞪了许言一眼 转而向朱老司拜道 起座陛下 臣要弹劾督察御史许言 诬陷同僚 欺瞒君上之罪 朱老司却没理会尹萧 反而一步一步地 从御史台阶上走了下来 到了尹萧生前之后才问道 你习闻练武 呃 便是让你在朝堂之上 供然欧斗的 尹萧一脸的坦然之色 向着朱老司功身一拜之后 达到 起座陛下 微臣习闻 一是为了上报君王下安黎明 二是为了能让微臣 和这些坚定小人讲道理 微臣习武 一是为了替陛下开疆拓图 保护安民 二是为了让这些坚定小人 坐下来听微臣讲道理 朱老司的嘴角抽了抽 强行将大笑一番之后的冲动 给忍了回去 冷着脸道 你口口声声的坚定小人 不知指的是谁呀 尹萧伸手一直跪在地上的许言 答道 启奏陛下 微臣所说坚定小人 便是这个诬陷同僚 欺瞒君上的河南道 监察玉石许言 伸手从怀里掏出一本奏章 公身将奏章递向朱老司之后 尹萧又接着道 臣要弹劾河南道监察玉石许言 十位素参 诬陷同僚 欺瞒君上之罪 其一 许言身为河南道监察玉石 一年之中有三百余天 乃是居于京城 弹劾朝中百官与地方官员之事 多无实证 而三法司与锦衣卫等衙门 却要为此浪费大量人力物力 其二 吉墨之县为官向来清廉 凡征发摇曳 则必派发工钱与百姓 所致辽州 边市城 吉墨 举州等地 百姓进阶感念其恩 何来一时百姓无度的说法 其三 朝鲜国主李陶 与沃国国王袁艺池 皆由使臣来贺 微臣向来不曾听说 两国使臣有弹劾吉墨之县之事 反倒是赞誉有加 又何来欺凌三国君臣之说 说完之后 尹销悄然回头 打量了沃国使臣 赤松妹子一眼 见赤松妹子脸上尽是赞同 这才扭头过来 接着向朱老四揍道 微臣实不知这个不理河南百姓之事 反倒长驱京城 攀污同僚 欺瞒军上的奸命小人 到底有何面目 立于朝堂之上 朱老四的嘴角一出 刚想往上翘起呢 竟然又想起这是在朝堂上 当下便冷着脸道 朕且问你 这是你第几次 在朝堂之上殴斗了 眼下悄然地伸出一根手指 眼见着朱老四的神色不太对劲 这才将五根手指全部斩出来 启奏陛下 这是第五次 你还知道这是第五次啊 朱老四反问一句 又接着问道 朕罚了你几年的俸禄了 一提到俸禄 隐潇顿时有些丧气了 回陛下 微臣被罚了三年的俸禄 朱老四伸手指向大殿门外 骂道 竟跟着那个混子学些不着调的 便在罚你两年的俸禄 滚出去吧 跪在地上的许颜 瞧着隐潇慢慢地 回向殿外的身影 忍不住 向着朱老四一拜 又接着哭诉道 求陛下 替微臣主持公道 朱老四扭头 瞧了隐潇一眼 但然无比的语气 比这刚才骂贺隐潇的时候 更加让人害怕 隐潇 可冤枉了你 许颜愕然抬头 却见朱老四的脸上古井无波 也看不出是喜是怒 当下也想不出什么辩驳的言辞 只得结结巴巴地道 臣 臣 臣什么呀 朱老四脸上的神色更冷了 若说旁的事情 倒也罢了 可是一时百姓无度 欺凌方国君臣的罪名 我说 你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 贬世成也好 皇城也罢 包括吉墨正在修的那些路 百姓可有怨言 朝鲜使臣夸赞 国国使臣夸赞 何来得欺凌之说 巨爱卿啊 朕还没糊涂到 忍忍糊弄的地步 朕还没老眼昏花到 什么都看不见 也不曾耳聋到 什么都听不到 训斥完了许言 朱老四却没说如何处置 只是转身回到了玉尖上之后 才从牙缝里挤出来两个字 退朝 朝堂上没有人再去理会许言 就连督察院 左都御史刘官 都只是摇头叹息了一声 然后带着督察院的人 离得许言远远的 朱老四没有说如何处置许言 甚至连罚凤的惩罚都没有 相比之下 尹销挨了骂 又被罚了凤 看起来确实是尹销更为凄惨一些 然而 所有人都知道 两人之间最倒霉的 一定是许言 而尹销才是屁事没有的那一个 哎呀妈 不一定代表朱老四生气 罚放也不过是表面工作 反倒是许言 估计连辞官回乡的机会都没了 不牵连到家人就已经算好的了 想要吃带血的馒头 就得有自己成为流血人的思想觉悟 朱老四伸手揉着两边太阳穴 长叹一声之后 才放下手来 用了二十年 都快过完了呀 时间倒也真快呀 可是 有些人还是长不大呀 有些人呢 还是不长进 长不大的倒还好说 这不长进 这不长进的 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了 夏元吉瞧着满脸疲惫的朱老四 忍不住摇了摇头 这长不大的 这长不大的让吉末今年伤税长到两万关 这不长进的 这两相对比之下倒是长不大的 更好一些呀 朱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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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又将目光投向了简易 南京都市 南京都查院 左都御史告老了 让刘冠冠军 让刘冠去吧 还有 引销 这个混账东西 也不适合再留在汉林院了 让他去菊州吧 陛下 夏元吉和简易一口同声地喊了一声 对视一眼之后 才由夏元吉开口道 这是不是有些操之过急了 朱老四摇了摇头 语其中满是无奈 前头万须呀 自大永乐是三年起 朕就一直想改变这些情况 可是至今为止 却是见效甚微呀 夏元吉真着道 倒也不完全是这样 譬如伤闻优待之事 不是已经落到实处了吗 还有银行和宝钞 这两件事情也已经见了成效 就连伤税也是一年比一年多 如今这国库中 好歹是有些盈余啊 华音刚刚落下 夏元吉便按道一声不好 紧接着又说了一句 只不过这 这盈余甚少啊 再加上各地用钱之处破多 交纸那边又不能管了军费 这国库啊 依旧是有些紧迫呀 朱老四不满地 瞥了夏元吉一眼 冷哼一声道 慌什么 难道你以为朕 还会亲征漠北 还是怎么的呀 见夏元吉善孝一声 朱老四又接着道 说起来也是朕有些心急了 总想着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 好留给子孙一个万事永昌的大名 却忘了这人力啊 有时而穷的道理啊 不过呢 这督察院啊 也确实是该好好整治整治了 再这么下去 估计依旧会是老样子 朕倒是主义邓贞 金爱琴啊 不妨好好地考虑考虑 捡一点点头 应道 许邓贞是个能安下心来的 用了二十年一整年的时间里 有大半的时间都在山东 光是弹劾山东官员的公文 力部已经收到了近百份 若督察院一百一十位监察一室都如邓贞一般 倒真是督察院之姓 也是大名之姓 朱老四点点头 却又将目光转向了下园集 国库之中 到底还有多少钱 下园集心中一紧 达到 没钱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昼 领贤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下园集最怕的就是 朱老四问国库里还有多少钱 而朱老四最怕的就是 下园集说没钱 哪怕朱老四明知 国库里面到底有多少钱 自从永乐十六年开始 国库里面的钱财 就日渐充盈了 到如今 已经兴建了十几座银库 用来存放真金白银 粮仓更是修了一座又一座 原本是一个县城有四大仓 现在户部正琢磨着 是不是在村子里 再增添一座设仓 也不用多大 只要能够保证村子里的百姓 吃上一年就行了 问题在于大明光市县 这个行政单位都有近两千个 每个县有四个大仓 全满的情况下是足以保证 整个大明的百姓 在颗粒无收的情况下挺三年 现在户部居然折腾着玩设仓 从县这个单位下探到村这个单位 到时候需要多少做粮仓 朱老四连想都不敢想 然而县市的情况就是这么凑蛋 用了二十年一整年的时间里 遭了水灾雨灾的地方挺多 但是没遭灾的地方更多 结果就是各地仓里储备的粮食越来越多 渐渐的就有存不下的苗头开始出现了 哪怕把往年的陈粮都平价卖出去 也是一个样的 粮食太多怎么办呢 再多建粮仓不就解决了 而夏元吉这个户部天字号老扣 不仅敢想还敢干 如今已经在顺天府开始折腾着 推行设仓了 一折腾就得花钱 一花钱朱老四想用钱的时候 就国库空虚 陛下 如今国朝用钱之处颇多呀 国库之中虽有些盈余吧 那也是微臣拼了老命 才省出来的 夏元吉直接开始哭穷了 这内堂之中 倒还是有许多富裕呀 反正夏元吉心里也清楚 就算内堂里的钱财比不上国库 也未必就少到哪儿去了 有能耐 你花内堂的钱呢 你盯着国库算什么本事啊 朱老四脸色也忍不住难看了起来 你不能光盯着内堂吧 如今内堂的支出也很多呀 许多地方都支应不过来了 哎呀 那您也不能光盯着国库吧 夏元吉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硬生生地将朱老四还没说出来的话给掖回去了 这旁的赞且不说了 不算每个村子一所设学的工程 也不算这各地方备灾物资储备需要多少钱 光是这无恒无数的主干道路 就是十倍于秦之道的工程啊 陛下怎么一点数都没有呢 朕怎么就没数了 朱老四指着夏元吉道 你连朕要钱干什么都不知道吧 你就直接说没钱 简直是奇心可诛啊 反正内堂有钱 夏元吉依旧翻着白眼 国朝用钱支出太多了 国库没钱 朱老四顿时奇迹败坏地道 行 内堂出钱 不过 内堂出了钱 这吉莫学院就要归私立监管下 不能归到礼部 到时候有什么成果了 也要归内堂所有 你互补 不能伸手 一听到寂寞这两个字啊 夏元吉的态度顿时就来了精神 什么吉莫学院呢 可是状元宫心境折腾出来的 朱老四喝得冷笑了一声 打道 哼 那混子说了 要把研究水泥 钢铁等技术的大将 都集中到一个学院里面 再由这些大将 培养出更多的大将出来 顺便还能研究 怎么改进 现有的技术 按照那个混子的规划 以后吉莫学院研究出来的新手段 只允许吉莫学院 或者购买了授权的人使用 禁止他人防茂使用 嗯 朕 已经同意了 夏元吉的态度 顿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若是为了文教之事 这国库之中 倒还有些余钱 这回轮到朱老四翻白眼了 嗯 这国库没钱哪 支撑不起一个吉莫学院 依朕看哪 还是由那堂拨款 贵入私立间更好 嘿嘿嘿 国库怎么可能没钱哪 夏元吉善笑着 否认了自己刚刚的说法 这区区一个学院而已 国库啊 还支撑得起 这国库啊 只怕都快饿死老鼠了吧 哎 这国库又不是粮仓 里面存放的都是钱和贵重物品 没有吃的 这周围又看得严 这老鼠饿死也是正常的 丝毫没有自伤耳光之后的不好意思 夏元吉更关心的是 寂寞学院 不如将吉莫学院签到顺天府 由户部出钱迎见 礼部和司礼间双方共同管辖 夏元吉心里很清楚 这次被朱老师给坑了呀 至于学院所产生的各种收益呢 由国库和那堂平 七三分成吧 国库七 那堂三 不用了 眼看着夏元吉浮了软 朱老四却拿捏起来了 那堂有钱呢 区区一个吉莫学院而已啊 那堂还能支撑得起 国库里面的钱 还是用在其他地方更好 四六吧 夏元吉知道 这次肯定是要大出血了 那堂分四成 国库分六成 毕竟国库投钱迎建 以后还要不断地拨款 这那一堂什么都不用管 坐等分成就行 否则的话 微臣就篡夺金纯 自己迎建一所这样事的学院 回头啊 去阳巅峰那儿 挖人 所有成本 有国库承担 收益 五五分成 朱老四嘲讽道 刚才朕给了你机会 是你自己放弃的 成交 夏元吉咬牙切齿地道 微臣 回头就安排银行拨款准备 不过 这学院呢 最好还是放在京城 而不是放在寂寞 杨绍峰没想到 朱老四的动作 居然会如此之快 更没想到 朱老四会如此地 大动干戈 为了解决掉 督察院的监察御史 好喷人的毛病 朱老四直接就把 左都御史刘官 给发配到 南京督察院去养老去了 至于接替刘官的邓真 虽然在朱老四和夏元吉等人看来 同样是个超级大喷子 但是人家喷起来 有理有据啊 而且是实大实地走到了民间 把民间的真实情况 反馈到了朝堂上 不像许颜和正颜等 监察御史一样单纯地 为了喷而喷 还有杨绍峰 虽然平时懒散了一些 也混账了一些 可是好歹 人家能提出来 有用的意见和建议 光是生源 优待方面 还有边士城 和顺天府皇城 就不知道替国库 节约下了多少银两 更别说抢回了 窝国实践银山 这个源源不断的宝库 就像是迅行公 曾经说过的那样 钱是英雄胆 大明的国库里有钱 很多以前不敢想 不敢办的事情 就可以提上日常了 这种对大明 有着明显好处的事情 自然是越多越好 为此而产生的一些小问题 比如杨绍峰 总喜欢瞎折腾之类的 自然可以忽略不计 能替国库省下银子 能让国库日渐充盈 那杨绍峰 自然就是天底下 最完美的六手状元 相比之下 像许颜之类的喷子 自然就成了害群之马了 替许颜和刘冠他们求情 不存在的 以前替他们求情 是因为他们没影响到国库 现在这些混账不干人事 直接影响到了国库 谁管他们去死啊 至于杨绍峰在报纸上骂人 而且还带着自己的两个学生 一起开骂 朱老四和夏元吉 自然是选择了无视 甚至还想看热闹 然而杨绍峰的注意力 已经不在喷人上面了 相比于在报纸上面喷人 杨绍峰现在更关心 大棚种植蔬菜和寂寞学院的事 前者关系到自己能不能在冬天里吃到新鲜蔬菜 后者关系到自己 有生之年能不能用大口径的火炮去和别人讲道理去 两者都重要 所以两手都得抓 两手都要硬 杨氏三大定律 满脸狐愚的杨绍峰 左手拿着一本小册子 右手拿着刚刚摘下来的黄瓜 正啃得带劲呢 我怎么感觉有人想坑我呀 朱瞻基摊开手反问道 怎么坑你啊 不过是叫杨氏三大定律罢了 换成姓李的就叫李氏三大定律 换成姓张的就叫张氏三大定律 区区一个名字而已啊 杨绍峰拿着小册子向北方指了指 一道 为什么不叫永乐三大定律啊 毕竟是载入史书的呀 叫永乐三大定律更好听一些 对于什么杨氏三大定律之类的名头 杨绍峰的内心是拒绝的 谁知道小心眼的朱老四 会不会因为不叫永乐三大定律而生气呢 朱瞻基把手一瘫 却是满脸的无所谓 你愿意叫永乐三大定律也行啊 随你啊 对了 黄爷爷的意思是 等你媳妇生了娃子啊 寂寞学院再稳定一些 就把寂寞学院签到顺天府去 你也要跟着回去 回去干什么呀 杨绍峰随手将黄瓜尾巴扔到一边 一道 我弄回顺天府啊 寂寞的这一大摊子事怎么办呢 还真当寂寞离了你就不行啊 朱瞻基反问道 吉儿嘲讽道 别傻了 黄爷爷就是想我儿子 顺便还惦记着你那个没生了的儿子 至于咱们两个 现在在黄爷爷的眼中 大概就跟天头差不多 不值钱的 你还真当你自己是盘菜了 你说你自己是天头也就算了 少带上我 杨绍峰的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回顺天府倒也不错 现在一天天的都快成区了 总该找点事情做才是 朱瞻基的眼珠子转了转 黑黑笑着道 嘿嘿 要不然咱们两个去西域啊 二叔现在在吐鲁番整军备战 估计下一步就要对麦多下手了 你想不想报仇啊 报个锤子报 杨绍峰劈劈嘴说道 我现在不关心麦多的死活 反正他死定了 谁也留不住他 相比之下 我现在更关心专利法的事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291章 乱世有乱世的玩法 盛世有盛世的规矩 倘若穿越到乱世 面对着必死的结局 最好的选择就是直接掀了桌子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剩下的什么全谋公斗之类的玩意儿 那就是催命的 至于杨绍峰这种穿越到盛水的 让这身份背景够强够硬 所以嚣张跋扈是没问题的 在大明之外的地方 肆意妄为是没有问题的 反正大明律从来都不会保护 大明之外的蛮夷 但是像修改大明律 尤其是涉及到录影 和专利注册管理之类的事情 那就必须得一步一步来 比如专利的侵犯 应该适用哪条法律 盗抢的罪名在大明律里面 并不算清 严重的已经够得上流放甚至死刑了 可是侵犯专利这种事 基本上都是商业行为 离盗抢的罪名还差得很远 如果再往深了想上一想 万一有些人感觉自己投铁 侵犯了某些不能触碰的东西呢 就像八大皇上一样 像剑奴走私物资的罪名 可以判成是走私 也能判成是谋反 谋判 像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判呢 判决是否公平 有没有人为放水的可能性存在 怎么杜绝这种可能 修改大明律不像玩电脑游戏一样 可以随时存荡重来 一个不慎就可能造成无法承受的后果 所以哪怕是强横如朱老四这样的 也一样要拉着六部堂官 三四首脑 等一众大佬们共同商议 而且异了一回又一回 从永乐十三年开始折腾 直到永乐二十年都要过完了 才算是刚刚出现一丝曙光 拿着手中定稿版本的专利法 还有大明律里面 一些单独摘出来修改后的部分 朱老四也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哎 七年的时间啊 就总结出这么些东西 也不知道能用多久 神色同样疲惫不堪的 一众大佬们都没说话 宗人府 东宫 内阁 六部大理寺 红卢寺督察院 等等等等 从朝堂到地方前前后后 折腾了七年 才算是最终定稿的改版大明律 和原本的大明律 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了 原本的大明律 共分三十卷 而修改后的大明律 隔出了兼党这一条 利律 户律 礼律 兵律 行律 公律 皆有所增减 其中户律这种 单独将关于商业相关的事情 单独摘出来组成商律 又将专利法 归入到了商律里面 兵律更是大改特改 凡射军府的 卫所等架势之事 皆用兵律 而不用户律 比如犯监这一条 原本的大明律规定是 凡和尖 杖八十 有 夫 杖九十 雕尖 杖一百 强行犯监者 角 如遇未成年者 杖一百 留三千里 兼父 从夫嫁迈 其夫 愿留者听 若嫁迈 与兼夫者 兼夫本夫 各账八十 那意思就是 那些强行发生某些关系的 直接绞刑 而试涉 十二岁以下的幼女的 更是没有任何理由 是为强行发生某关系 直接判处绞刑 而修改后的大明律 又将未成年的标准上限 提高到了十四岁 而且规定 凡是涉及到 为所适足的 无论是普通百姓 和为所适足之妻犯间 或者是为所适足 和普通百姓之妻有染 哪怕是双方愿意 也一概按照 强行发生关系的 罪名处理 判较刑 这还不仅仅是 其中的一部分 其他地方的改动 更是复杂到了 让人头疼 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声 杨氏齐攻神道 其他的倒也罢了 可是这伤率 如今也只能先发到 地方实行 后面还少不得要有改动啊 夏元吉的脸上 也满是纠结 这护律之中的仕缠 原本倒也够用 可是自打永乐十四年以后 就越发有些捉襟见肘啊 如今新增银行一卷 仕缠改为商绿 好歹也能撑上几年吧 被杨氏齐和夏元吉 这么一说 朱老四的脸色 越发难看了起来 咱们在这里辛辛苦苦地羞虑 这最早折腾出许多事的混子 却远在寂寞 可恨 刚刚过完年没多长时间 朱老四就下旨 把杨绍峰调回京城了 寂寞的事情 由永了十三年的电视榜眼 陈寻接受 消息一传出 还没等杨绍峰和陈寻 做完交接呢 整个寂寞的百姓就炸了 强拦着杨绍峰 留下是不可能的 无论如何 也不能耽误太爷的前程不是 但是太爷在寂寞的这几年里 寂寞的百姓 又有哪个不念着他老人家的好呢 咱寂寞的百姓 不能不讲良心呢 既然现在太爷要高升了 那咱就把太爷的靴子留下 让他穿着咱寂寞百姓 准备好的新靴子去上任 好让他老人家平步青云 还有 太爷不是喜欢吃咸鸭蛋和蝗虫吗 咱寂寞特产 就是这香糯流油的咸鸭蛋 还有去年抓的那些蝗虫 都给太爷戴上一些 让他老人家慢慢吃 要不然 咱们从后面走吧 杨绍峰瞧着屋子里 满满当当的靴子 有些发愁 天可怜见哪 这屋子里现在堆了 足有百姓双靴子 这是打算让自己 这辈子都不用买靴子 如果再加上 那十几筐的咸鸭蛋 和好几筐的油炸蝗虫 这是打算让自己 吃到天荒地老啊 幸好早早地安排了 牙役和亲兵们堵在门口 要不然 这屋子里 就不光是百姓双靴子 那么简单的事了 早知道就不该把 消失之兵的法子传出去啊 就更不该窜断那些傻蛋们 搞什么兵库 以至于这些家伙 现在从兵库里 拿出来这么多蝗虫 就算自己天天吃 吃到明年也未必能吃得完呢 坐在桌子 另外一边的竹栈机 瞧着这些东西 同样也是颇为头疼 怎么跑 你这边有一大家子人 我那边同样有一大家子人 还有那些堵着门口的百姓 他们能让你跑了 北宫云手里 拿着一个咸牙蛋 嘴角还挂着 金黄色的蛋黄油纸 咱家来寂寞这两天 就被堵在这县衙两天 硬是一步都没能出去 你想从后面走 估计没戏呀 陪同北宫云从京城 跑来寂寞宣旨的淋雨 也点点头 殿下和公公说的没错 现在除了这之外 几个城门也都有百姓在盯着 就防着姐夫和殿下 悄悄离开呢 朱瞻基又接着道 说起来这又是靴子 又是咸牙蛋和蝗虫 这官坐在你这份上 也真是够可以的了 倒是前来接任的陈寻 不知这时候又该做何感想啊 杨绍峰挟了朱瞻基一眼 哼击着道 你是看着百姓没给你送东西 你心里不痛快吧 朱瞻基连忙否认道 怎么可能 我堂堂的皇太孙 怎么可能在乎这么点东西啊 杨绍峰用力闪闪眼前的空气 问道 嗯 管长官 哪来的酸味啊 被杨绍峰这么一嘲讽 朱瞻基的脸上顿时有些挂不住了 气急败坏地指着杨绍峰道 随便你怎么说 反正现在你走不了 百姓堵着关崖和城门 我看你怎么走 哎呀 脑袋疼啊 杨绍峰揉着额头道 怎么这好好的就跟做贼似的呢 朱瞻基忽然黑黑地笑着道 嘿嘿 要不然就像你之前说的那样 以非法聚众集会的名义 把他们都给抓起来 扔进大牢里关上两天 等咱们走了再放出来 杨绍峰直接瞪了朱瞻基一眼 嘲讽道 你去抓呀 百十个锦衣卫 几十个牙医 抓两万多的百姓 也不看看寂寞的牢房才多大 朱瞻基道 这不是你以前说过的吗 如今怎么又不行了 杨绍峰哼了一声道 此一时彼一时也 走 这次咱们就光明正大地走 我还就不信了 他们还能堵着我不着走 朱瞻基顿时来了兴致 先是吩咐狗子等人去做了准备 然后对杨绍峰道 走 现在就走 正好看看门外有多少百姓 在堵你的门 杨绍峰哼了一声 到了院子里 自顾自地骑上了踏雪 然后扭头对朱瞻基道 今天谁来堵门也不成 你媳妇还有我媳妇 他们现在估计快到停口了 咱们再拖下去 什么时候才能撵得上他们呢 说完之后 杨绍峰又大声地吩咐亲兵 将后院的脚门打开 轻轻地一颗马腹 便静止向着门外而去了 朱瞻基喝得笑了一声 跟在杨绍峰后面 出了脚门之后 却见杨绍峰 勒着缰绳停在那 杨绍峰指着乌鸦鸦的人群 扭过头来对朱瞻基道 袁绍峰 像不像那些扑街作者 在抄写前面写过的剧情啊 诶 你在说什么 杨绍峰深吸一口气答道 像不像辽州内幕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292章 朱瞻基觉得杨绍峰可能又犯癫病了 要不然也不至于从寂寞回来之后 就有些不正常 不仅对皇家学院的事不太上心了 反而总喜欢去找御医喝酒聊天 难道是太过于担心的媳妇要生孩子的事 仔细打量了杨绍峰好几回之后 朱瞻基才试探着问道 你是不是又犯了癫病 自打从寂寞回来之后 你就有些不正常 杨绍峰道 什么癫病啊 怎么不正常了 怎么正常了 怎么就不正常了 那你说说 你哪正常 眼看着朱瞻基 这么不着思慮地反复扯皮 杨绍峰也怒了 那你说啊 我哪儿不正常 朱瞻基迟疑道 自打从寂寞回来 你就对皇家学院的事不闻不问 夏老 夏布堂说 让你做的预算你也没做 反倒是天天去找圣银他们饮酒 那预算不是你在做 杨绍峰反问了一句 然后又接着说道 反正套路你熟悉 还有庄子学堂的学生 能给你帮忙呢 你尽管放手去做就是了 至于我找圣银他们喝酒 乃是另有打算 是不是担心弟妹啊 朱瞻基道 御医不管生孩子这事 接生得找稳婆 找御医能用处不大 杨绍峰直接呸了一声 你知道个屁呀你 难道我要跟你说 现在已经是永了二十一年 明年八月的时候 朱老四就要龙玉上边了 那不是找死吗 想了想 杨绍峰才真拙着说道 我找圣银他们喝酒 其实也是为了皇家学院的事 你想想啊 这学院前面都挂了皇家两个字了 若是不把它弄成一所综合性学院 岂不是愧对皇家这两个字 然后呢 朱瞻基问道 你是想在里面设立医学 杨绍峰点点头答道 当然了 不仅要设立医学院 还要将医学院细分 比如内科外科副科儿科 最终呢 让医学院成为大明所有医者的圣地 不仅医学 像墨者学院 也要细分 像 冶金呢 矿产呢 农业 鱼业 物理化学 数算 这些学科也都是要细分出来的 你现在做的仅仅是规划皇家学院的用地 而我考虑的 则是整个学院的具体划分 还有分院设置和学科构成 甚至还要考虑到教材和教员 比你负责的事情要麻烦得多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谁让我比你聪明呢 能者多劳吗 朱瞻基狐疑地瞧着杨绍峰道 真的 总感觉你又在骗我 杨绍峰正色大道 自然是真的呀 我还能在这种事上骗你吗 朱瞻基瞧着杨绍峰的神色不似作伪 便点点头硬道 若是这么说起来 这皇家学院的规模 要比我原本预想中的更大一些才行啊 说完之后 朱瞻基又从袖子里取出了一份图纸 递给了杨绍峰 我原本想着在城南靠西边的位置建立学院 现在看来 原本的规划还是小了些啊 杨绍峰展开图纸瞧了几眼 然后嘲讽道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啊 你这是把国子监的规划图给复制了一份 朱瞻基脸色一红 否认道 学院与国子监有所不同 这点我还是知道的 怎么可能照搬国子监的规划图啊 那你来给我解释一下 这份图纸是怎么回事 杨绍峰将图纸铺平在桌上 伸手指着看上去和国子监平面图相差不大的图纸问道 这些乱七八糟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 试验用地呢 农学试验田呢 养殖用地呢 朱瞻基满脸懵逼地问道 这些都是什么呀 杨绍峰无奈地道 你想做各种各样的试验 总不能在脑子里做吧 比如 野精科 是不是需要 实验各种金属配比啊 是不是需要实验各种燃料 对于各种金属冶炼带来的不同影响 所需要的材料 实验后的产物 都要存放在哪儿 包括野精科在内 各个学科每次进行的实验 是不是要做好记录啊 存档放在哪里 是不是要有专人管理 并且做好分类 以方便查阅啊 朱瞻基更懵了 寂寞学院当初在规划的时候 可没有这么大吧 你傻了吧你 杨绍峰反问道 寂寞财多大呀 京城又多大 寂寞财才能拿出多少钱来 夏老口执掌的是国库 就算把银行排除在外 国库里面也有的是银子 这时候不下狠手 以后你还弄得出来 弄不出来 朱瞻基摇了摇头 打道 现在也未必能弄得出来 按照你说的这些来规划 那起码也得上千万贯 让国库拿出这么多的钱 你这不是在夏不唐身上割肉吗 杨绍峰乔朱瞻基的目光 就像乔二傻子一样 当初那个故事是怎么说来着 天堂和地狱之间的电梯坏了 从招标到控制定价 到拖延工期到重建 再到双向收费 办法不还有的是吗 难道说 从他夏老口手里拿钱 从比上帝和阎王手中拿钱更困难 简直就是扯淡嘛 像现在这种情况 直接先画出个大途来 该站的地方一定要站 站完了之后就开始迎接 等到差不多了 再告诉夏老口要追加投资 要不然先期投入全部白费了 到时候夏老口能怎么办呢 除了一边心痛得无法呼吸 一边继续拿钱之外 他还有第二条路好走吗 坏 朱瞻基向着杨绍峰竖起大拇指 夸赞道 简直就是坏到家了 也只有你这么坏的才能从夏老 夏步堂手里抠出钱来 想了想 朱瞻基又接着问道 那这所学院的先生呢 都说万事开头难 可是像这般的学院 历朝历代都没有什么可供参考的 一切都得咱们从头开始 这也太难了些 杨绍峰道 之前咱们在寄墨的时候 是怎么说来着 内管间 御用间 降座间工部 兵器局 这些衙门里面 最不缺的就是大将 随便抓几个过来不就有了 朱瞻基用瞧傻子的眼光 瞧着杨绍峰 讥笑道 你去这些衙门里面瞧瞧 这些大将有几个识字的 连字都不认识 你还指望他们来教书 他们不识字 难道就没其他人识字了 杨绍峰反问道 国子间 顺天府府学 还有那么多的社学 再加上杨家庄子学堂 想要抓一些识字的苦力 还不简单 还有历年来落榜的那些生员 尤其是考不上举人的穷秀才 给他们关身 给他们俸禄 这些不就是上好的苦力 朱瞻基有些傻眼了 愣了半晌之后才到 这也能行 杨绍峰反问道 为啥不行啊 那些大将懂技术 但是不识字 这些生员识字 但是不懂技术 现在让这些生员 把这些大将的经验和技术 都用文字记录下来 等后面识字的人越来越多了 这些经验 就是千金不换的财富 想了想 杨绍峰又接着道 对了 回头还得去找金布堂 他们商量商量 弄些那些死刑犯过来 充当大体先生 朱瞻基好奇地道 什么是大体先生 杨绍峰露出满口白牙 阴侧侧地笑道 就是让医学院的学生 能够练习练习开炉和解剖 之类的手术的标本 尤其是那些贪腐饭间之辈 那一个个都是死不足惜的人渣子 用来做标本 简直再好不过了 也算是为大明做些贡献 多少呢 洗掉一些身上的罪孽 朱瞻基忍不住打了个含着 似乎被杨绍峰所形容的画面 给吓到了 忍不住岔开了话题 那学院的声援呢 原本我以为你是打算 从国子剑和辅学献学里面 挑一些声援过来 现在看来 这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啊 杨绍峰点点头答道 当然不是这么回事啊 国子间的声援也好 辅学献学的声援也罢 这些人都是读书读傻了的 满脑子里尽是些读书做官 光宗耀祖的狗屁想法 指望他们能够到学院里面低下头弯下腰 向着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大将们学习 做梦去吧 尽管不想承认 朱瞻基却不得不承认杨绍峰的说法 朝为田首郎 目登天子堂 十年寒窗无人问 一朝成名天下之 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 根本就不是一天两天能扭转过来的 除了个别可能会对学院感兴趣的之外 剩下那些还没有彻底对科学绝望的声援 肯定看不上学院 至于那些已经彻底对科学绝望的 童声秀才之流 他们看不上学院 早就意识到学院 到底有多大好处的朱瞻基 也看不上这些连举人都考不上的蠢才 这么一想 朱瞻基忍不住 就有些担心起来了 那这声援的问题 岂不是无解了 杨绍峰却是摇了摇头 愣笑着道 哼 你首先得知道一个问题 这人呢 尽是些贱痞子 越是得不到的 便是越好 功名如此 女人如此 世事皆如此 在学院建好了 咱们呢 便去找黄爷爷求个恩典 让黄爷爷他老人家 或者是义父担任这个学院院长 以后学院院长 必须是皇帝或者太子亲自担任 你说那些读书人会怎么想啊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弦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293章 夏元吉拿着所谓的皇家学院规划图 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回 然后才盯着杨绍峰道 庄元公啊 你瞧老夫像不像个老糊涂 杨绍峰心中一凸 强笑道 夏不堂何出此言呢 夏元吉随手将规划图递给旁边看热闹的吴忠 冷笑道 老夫好歹是虚活五十有八呀 再有两年便活够一甲子之数了 指了这吴忠手中的规划图 夏元吉又接着道 虽不敢说吃过的盐比状元公吃过的米都多 可是老夫还没彻底的老糊涂 依着状元公和殿下做的规划图来看 光是建好图纸的这些工程 便需要三百万罐才能建成 可是后面写的却只有一百万 状元公啊 一百万真的够吗 还没等杨绍峰开口否认呢 旁边正看着图纸的吴忠 就直接开口说道 三百万罐 光是建筑用料便已经不止三百万了吧 夏老寇 你这是打算蒸发摇曳还不给钱呢 还有 这上面的费用仅仅是营建所需 可是这房子盖好了 你里面什么东西都不添了吗 桌椅板凳 生源食宿 这些个乱七八糟的 哪个不需要钱呢 瞧了杨绍峰和朱瞻基一眼 吴忠忍不住嘲讽道 别这么大惊小怪的 夏老寇为了卡住公布的预算 早就学会了看这些图纸了 就算不如老夫吧 那也是大差不离 杨绍峰一脸懵逼的望向株战机 下缘急倒 像这种拖着工程 再追加拨款的手段 无老匹夫已经用过无数次了 状元公和殿下 拿着这份图来给老夫 莫不是怕老夫 我肯拨款呢 杨绍峰一脸懵逼的望向株战机 却发现株战机同样是一脸懵逼的瞧着自己啊 心里边清楚的知道 这次又玩脱了 任谁也没想到 一个管钱袋子的户部上述 居然会看建筑图纸 而且能大概的估算建筑成本 他娘的 没事你算算利息利率那些东西多好啊 你学这玩意儿干什么 心中这么一想 杨绍峰瞧着下缘急的目光就变了 吃的盐比我吃的米还多 咋不厚死你个老匹夫呢 在一瞧朱老四一副看热闹的神态 旁边的屋中也笑眯眯地瞧着自己 杨绍峰的心中就更不是个滋味了 当下把心一横瞪着下缘急倒 谁不知道你下不堂是有名的铁工机呢 上次迎建皇城 你下不堂满打满算 才披了多少银子 如果不是早早地就准备好了食材木料 就凭你下不堂给的那些钱 谁能把皇城建起来啊 现在好了 那些食料木材都用在皇城上了 皇家学院就得从零开始准备材料 然后再一步一步地迎建 钱少了怎么能行啊 下缘急倒也不恼 只是笑呵呵地打量杨绍峰道 状元公放心 老夫不会卡你一文钱的预算 莫说三百万 便是三千万 老夫也给你想办法凑齐了 绝不会耽误着学院的工程 见杨绍峰和朱战基都是一脸懵逼地望着自己 下缘急忍不住有些自得 律着胡须笑道 哎呀 状元公是想不明白 老夫为什么会这么大方 杨绍峰狐疑地点点头 答道 确实 这不像你瞎不疼的作风啊 下缘急呵呵一笑 伸手直指杨绍峰笑着问道 那状元公可知道 老夫为什么会在迎见黄城的时候只给你二十万贯吗 见杨绍峰摇头 原本就没指望杨绍峰能够想明白的下缘急便自顾自地解释了起来 黄城迎建所需的石材木料是早就准备好的 二十万贯虽然不多 可是省着点花也差不多能将黄城给盖起来 实在不行了 黄城的规模可以小一些 该缩减的地方便缩减一些 一些不太重要的地方可以留着以后再慢慢的迎建 再加上原本就没想着能一次完工 所以这二十万是足够了 或者老夫跟你说的再直白些吧 顺天府黄城的规模小一些 无所谓 左右还有硬天府黄城呢 丢不了大明的面子 最重要的是啊 当时国库里面确实是没多少余钱 许许多多的地方要用钱 银行还要防着有可能发生挤兑的情况 老夫也不敢往宽了给你批款呢 嗯 但是你问问吴老匹夫 他从老夫执掌国库开始 何曾耽误过他公布的一文钱 他要疏通河道 他要修桥铺路 他要打造器具 老夫哪次没给他钱 卡得紧 那是因为国库里真没钱了 老夫舍不得多花一文钱呢 可是老夫可以摸着自己良心说 老夫没耽误他公布的正事 瞧了朱老师一眼 夏园级最终还是没当着朱瞻基和杨绍峰的面 指责朱老师败家 他只是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这皇家学院的好处 不只是能让国库更加充盈 而且能让子松万代都受益啊 这些个好处 老夫瞧得见 所以老夫现在就把话给你撂着 陛下想要国库出钱去打仗 那国库是没钱的 可是你状元宫要建这么一座学堂 那国库就有的是钱 你不用想着用这种方法来让老夫批款 该花的钱你不用省 也不能省 差多少 老夫从别的地方 一个铜板 一个铜板的给你省 也得给你省出来 一直看热闹的朱老师一副袖子 愤然起身 瞪了夏园级一眼 然后气羞羞的走了 这不就是想要钱去砸人场子吗 找你要钱 跟那些要小钱的叫花子一样 你现在到大方了 简直比其娘知啊 修红脸的朱瞻基和杨绍峰 却一起起身 各自正了正衣冠 向着夏园级攻身拜道 夏不堂高义 侧身避开两人行礼 又示意两人坐下之后 夏园级对杨绍峰道 回头让人先拨付十万贯吧 够不够 夏园级的话音刚落下 杨绍峰的脸色就变了 而且杨绍峰特别想伸手 拽一拽夏园级的脸皮子 看看他脸上到底戴了多少层面具 顺便问问他夏老口 到底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变脸 说好的不用省呢 说好的要多少给多少呢 十万贯 开玩笑呢 夏园级见杨绍峰的脸色 有些难看便开口道 老夫说的是先期拨付 就算老夫给你拨付一千万贯 你总不可能一次就化了吧 这学院建起来 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吗 杨绍峰的脸色这才好看了一些 差不多吧 怎么着也够用一段时间了 不过后面要用钱的地方还多的是 夏不堂当真舍得 吴忠笑着道 哎呀 壮员工放心便是 夏老口虽然不舍得拿钱出来打仗 也不舍得乱花钱 可是该花钱的时候 倒也舍得花 不会不给你拨款的 夏园级点点头说道 老夫还是那句话 该花的就花 不用想着省 老夫会如数地拨付 绝不会误了正事 得到了夏园级的承诺之后 杨绍峰才将目光 又投向了公布尚书吴忠 呃 吴不堂 夏不堂都表示支持了 您是不是也表个态啊 吴忠哈哈一笑 指着杨绍峰道 哎呀 老夫就知道你不会放过公布的 放心吧 除去在外修整河道桥梁的那些人之外呢 剩下的大将 随你挑 一句话 要钱 你找夏老扣 老夫公布管不了钱袋子 但是要人呢 公布绝对会尽全力的支持 这叛逆学院建成之后呢 能把交出来的那些学生 若分给公布一些 老夫也就知足了 一只笑眯眯的看戏 白减了天大便宜的礼部尚书 吕震捋着胡须道 这事儿 该找吏部天官才是 我吏部说了可不算呢 吏部尚书简易 瞧了瞧吕震 忽然开口道 今天你吏部堂 做东最先楼的锅子 明天吴部堂 做东最先楼的全阳夜 后天下老扣 也做东最先楼 清淡一些便好 刚刚还笑着的吕震 忽然就笑不起来了 凭什么 谁不知道最先楼 就是个销金窟 老夫一个穷鬼 如何花销得起啊 夏元吉也道 老夫家贫呢 现在还欠着银行 四万余贯的贷款 没还清呢 你居然让老夫 请最先楼 你怎么不去抢银行呢 简易哼了一声道 你礼部白捡了 一个天大的便宜 难道不该请客吗 还有吴部堂 你公部以后 还要不要人了 还有你夏老扣 户部以后 会得多少好处啊 你才是最应该 请客的那个 老夫看你家贫 所以才让你 请清淡一些的 你别不知足 夏元吉呸了一声道 老夫没钱 以后会得多少好处 那是以后的事情 反正老夫现在 就没见着好处 光见着 国库往外出钱了 现在 你就让老夫出钱 你的良心 就不会疼吗 离开了文华店 杨绍峰忽然扭过头 对朱瞻基道 咱们是不是忘什么事了 朱瞻基真着着说道 没有吧 咱们原本不就是打算 找夏老 找夏部堂要钱来着 难得夏部堂 大放这么一回 吴部堂又愿意 给咱们人手 现在赶紧回去 喊人开工才是正事 杨绍峰想了想 觉得朱瞻基说的也对 便点点头道 那就赶紧回去喊人准备 下午先把地给圈起来 明天呢 就开始打地基 皇家学院呢 这么 一句话还没说完 杨绍峰便猛的一拍脑袋 叫道 皇家学院哪 院长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天皇贵咒 领贤演播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294章 自打从文华殿离开之后 朱老四的脸色就没有好过 古往今来的皇帝里面 自己就算不是最节俭的那个 估计也能排名靠前一些吧 怎么就在下元吉的嘴里 变成了一个好打仗的败家子呢 当真是鄙亲娘知啊 朱老四不开心 被朱老四从季末抓回来 替自己处理奏书的苦力 朱高志自然也开心不起来 除了老老实实地翻阅着 下面送上来的奏章之外 便是连大气也不敢出 就连从文华殿 一路追到前清宫的朱瞻基 和杨绍峰也发现了不对劲 只是快速地将来一说了一遍 朱老四倒是没为难 朱瞻基和杨绍峰 斟酌一番之后 便同意了两个人的请求 挂了一个皇家学院院长的头衔 对于朱老四本人 或者对于整个大明来说 都有着极大好处的 朱老四自然不可能拒绝的 只不过眼看着杨绍峰和朱瞻基 这两个混账东西转身就想跑 朱老四的脸色就更加阴沉了 好神吗 朕还能吃了你们不成啊 杨绍峰和朱瞻基不约而同地 停下了后退的脚步 向着朱老四攻身行了一里之后 杨绍峰便找了个理由 回皇爷爷 虽然是好不容易 才从夏老扣那扣出钱来的 现在自然要趁热打铁 早些开工 也省得夏老扣反悔 眼看杨绍峰毫不犹豫的 就把夏元基拉出来当了挡箭牌了 朱瞻基忍不住鄙夷地瞧了杨绍峰一眼 然后躬身道 孙儿也是这般想的 朱老四没理会杨绍峰和朱瞻基 反而自顾自地说了一句 一所学院 当真需要一千万贯吗 若是有这一千万贯 交纸 朱老四还是忍不住有些心疼 建一所学院花费一千万贯 虽说是功在当代立在千秋的好事 可是这一千万贯要是用在开疆拓土上 朱老四更想去交纸那边溜达一圈 杨绍峰却共申道 回黄爷爷 一千万贯只是目前预估的建设费用 并不包括以后为了各项研究所投入的人力和物力 如果真的把所有的投入全部算进去的话 每年一千万贯可能未必够用 一万万贯可能也不嫌多 对杨绍峰这么一说 朱老四就不只是心疼了 就连牙都开始疼了 一万万贯 杨绍峰硬道 一万万贯每年针对学院所有的教授和声援的支出 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但是对于消耗掉的材料来说 却根本没办法计算 比如冶金科 他们需要试验不同的燃料 需要试验不同的金属 每做一次试验 哪怕只花费一贯钱 可能一天也要花费个百十贯才行 更别说其他学科同样要用钱了 用钱 朱老四反问了一句 现在已经感觉到连肝和肺都扯着一起疼了 这哪是用钱呢 这根本就是烧钱 烧的还是国库的钱 杨绍峰却不认同朱老四的观点 树孙儿不能认同黄爷爷的说法 比如说上次的水利基床 虽然只能够做简单的钻末 可是慢慢改进下去 肯定能够变得越来越好 以此而省下的人力物力又该有多少啊 提高的效率和便利又该怎么计算呢 又比如农科 孙儿前番在季末折腾了大棚种菜 虽说前期花费了许多银钱 可是现在随着大棚慢慢铺开 百姓可以在冬天吃上新鲜的青菜 孙儿呢 也能赚到钱 这又该怎么算呢 朱老四依旧有些不开心呢 朱看你在寂寞是没干什么呀 无非就是准备了炉子和大棚 抓着那些工匠给你烧玻璃 剩下的还有什么呀 杨少峰顿时气劫了 反问道 孙儿翻遍古籍 又仔细琢磨了好久 才根据温汤尖的法子做了改进 要不然光是试验大棚的种植 又得花费多少钱 那你能翻遍古籍 你能琢磨 其他人就不能了 朱老四依旧有些心疼 一万万关哪 有这些钱 拿来干什么不好啊 杨少峰想骂人 可是瞧了瞧朱老四 心疼到扭曲的脸色 再想想夏元吉 已经允诺了如数拨款 朱老四也不过是嘴上抱怨 心里骂人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琢磨了一阵之后 杨少峰才开口道 这也不止如此 比如在折腾大棚的时候 顺便折腾出来的温度计 现在可以记录每一天的温度高低 连年累月的测量记录 对于后市来说肯定也有参考价值 这是多少钱也换不来的吧 朱老四气呼呼地摆了摆手 不再跟杨少峰争论下去 朱老四的心里也清楚 皇家学院就是个永远都填不满的 无底洞 每年需要往里面投入无数的钱财 还很可能连个响都听不到 可是皇家学院同样是个能下金淡的机 光是大棚种植和水利车床 所产生的收益就不知道有多少 更何况以后呢 然而明白归明白 心疼归心疼 这是两回事 反正往皇家学院里面砸钱就对了 离开了前清宫 杨少峰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扭头对朱瞻基道 接下来去哪儿啊 要不然咱们现在就去公布 趁着现在吴忠还没反悔 赶紧把公布大将弄几个到学院去 朱瞻基摇了摇头道 公布的事儿不用咱们亲自去啊 让边城和吴明他们去就行了 现在咱们去城南 赶紧把地给占了 有一次听到朱瞻基提起占地这两个字 杨少峰顿时有些怀疑 你不会是打着我家的主意吧 撇了杨少峰一眼 朱瞻基忍不住呸了一声道 嘿 打你家的主意 你就算把整个杨家庄子都圈进去 也未必有这学院的十分之一 我打你家的主意干什么 我说的是黄爷爷赐给我家的庄子 杨少峰抿了抿嘴唇 眼中满是怀疑之色 你不会是想把那个黄庄再站回去吧 朱瞻基神色变了变 善笑道 那庄子里又没有人 左右也是闲着 不如拿来给学院用 想了想 朱瞻基又强忍着心疼 放心 不白占你家的地 肯定要按照市价给你补偿 保证不让你亏了便是 杨少峰的脸色顿时变得阴沉起来 指着朱瞻基道 好啊 你果然是打那庄子的主意 朱瞻基无奈地摊了摊手 反问道 那你说 整个顺天府 有哪里能放得下这么大一座学院 就算是城外 除了那个庄子 还有附近的地方能放得下 还有哪里能放得下 被朱瞻基这么一问 杨少峰顿时也傻眼了 大概好像 确实没有哪放得下皇家学院啊 可是一想到好好的皇庄 刚到自己手里 还没误热乎呢 转眼 要被朱瞻基找个理由给收回去 杨少峰是止不住地心疼 今儿有些恼羞成怒了 望着朱瞻基道 你是不是早就算起好了 朱瞻基无奈地道 学院是你提出来的 占地面积也是你要求的 怎么就能怪到我身上来啊 要是不信 你就把整个顺天府的地图 全都翻出来 看一看 就知道我有没有骗你了 杨少峰干巴巴地道 兴许顺天府的地图出问题了呢 呸 朱瞻基直接反驳道 若说应天府的地图出了错误 还有可能 可是这顺天府的地图 可是永乐十九年的时候刚刚量下的 还特意按照你说的写实比例所绘制 怎么可能出错 瞧着杨少峰有些垂头丧气的样子 朱瞻基只得无奈地道 一座庄子而已啊 如果你实在舍不得 回头让黄爷爷再给你一座不就行了 真的 杨少峰狐疑地瞧着朱瞻基道 这可是顺天府的黄庄啊 你别给我弄个保定府的 这可是大大的不一样啊 放心好了 朱瞻基信誓旦旦地保证道 就是顺天府的 如果黄爷爷他老人家使不得给你啊 回头就找父亲要 父亲还不给 我给 这总成了吧 听完了朱瞻基的保证 杨少峰这下子更不放心了 若是义父做了这个承诺 我倒是相信 可是你的承诺 你觉得我会信 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我自己还不清楚 你跟我能混在一块儿 又能是什么好东西了 朱瞻基顿时大怒了 伸手指着西南方向 叫道 你记得我说过什么 我说过 只要你儿子长大了 而且我也有女儿 就把女儿嫁给你儿子 缅甸往西那里 不管你儿子占下多少土地 全都给你儿子 这总行了吧 杨少峰呸了一声道 还不是替你开疆吐吐去了 朱瞻基顿时哑然了 心中的一股怒气 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善笑一声道 咱们兄弟两个谁跟谁啊 明明是让你儿子 有个当土皇帝的好机会 你还在这里叽叽歪歪的 杨少峰道 好机会吗 那你说阿鲁台和马哈木三兄弟 怎么就赖在顺天府不走呢 朱瞻基顿时无言以对了 转而又岔开了话题 不是 咱们能先别说这个事了吗 咱换个话题 比如现在咱们想想 该怎么坑一下朝鲜 杨少峰有些懵 怎么又扯到朝鲜了啊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 汉乐 欢迎定阅专辑 第295章 直到回了杨家庄子 朱瞻基依旧在好奇地追问着杨少峰 朝鲜也算不错了 怎么你就这么敲朝鲜不顺眼呢 被朱瞻基给问得不耐烦了 杨少峰是得否认 不是你说要坑朝鲜的 朱瞻基喝的一声笑道 你也不用否认 刚才我说坑朝鲜的时候 你虽然装出了一副好奇的样子 可是你眼中却满是高兴 连那座庄子的事情都不问了 这摆明了就是你更想坑朝鲜 哪怕是不要庄子也要坑 对不对 杨少峰这才回过神来 怒道 你炸我 朱瞻基黑黑笑了一声 低声道 以后坑啊 随便你坑 先把你那个庄子给交出来 怎么样 敢叫 杨少峰毫不犹豫地 舍弃了还没有去过一次的黄庄 庄子我不要了 以后要坑谁了 记得提前通知我 还有啊 这皇家学院就对得起皇家这俩字 要是弄成国子监那样 那可就丢人了 朱瞻基一道 怎么 国子监给大明丢人了 杨少峰道 国子监有什么牌面啊 连个站岗的都没有 什么乱七八糟的翻国学生都有 还不过丢人的呢 以后这皇家学院建好了 门口先安排上两个金五位的士族站岗 除了学院里的教授和声援 其余闲杂人党一概不许进 尤其是那些翻国的蛮子 有一个算一个 凡是胆敢靠近百步之内的 直接堕了胃口 省得被他们偷学了 这就是你说的牌面 朱瞻基忍不住有些头疼 你这是弄了个特大号的诏欲吧 还有 当初坑里头说 让朝鲜修学堂的是你 说要派人去朝鲜宣扬 圣人教化的还是你 就连窝果等番薯也都是如此 现在你又玩这一手 杨绍峰喝的一声道 如果朝鲜受灾了 你让我捐十万万两白银 我捐 可是你要让我捐一万两白银 我却不愿意 你说这为什么呀 朱瞻基好奇地问道 为什么 杨绍峰道 因为我真的有一万两白银呢 呼的一下 朱瞻基嘴里的茶水 喷了一个干干净净 咳了半晌之后 才指着杨绍峰道 当初举州大义 你也没少花钱吧 杨绍峰哼了一声道 哼 我这就是个比喻 比喻 懂 吕州大义花钱我愿意 捐给朝鲜算怎么回事啊 我说让朝鲜修学堂 是打算多消耗消耗朝鲜国力 不是真的打算 让朝鲜广开民智 我说啊 要让人去朝鲜授课 让人去宣扬圣人教化 是打算培养一些 憎恨朝鲜的带路精英 不是真的打算去宣扬君子六义的 想了想 杨绍峰又接着说道 对了 一说起这个 我倒是想起个事来 朱瞻基好奇地问道 什么事儿 杨绍峰一边斟酌着 一边开口说道 咱大明的秃鲜和牛鼻子挺多的 不如弄一些去朝鲜 刚刚说完 杨绍峰又改变主意了 算了 还是弄些秃鲜过去吧 牛鼻子就算了 朱瞻基这下子更好奇了 怎么说 杨绍峰道 佛们讲究的是轮回 秃鲜们讲究的是 这辈子吃苦受罪 是赎上辈子的孽 也是在积下辈子的福 用来忽悠忽悠朝鲜那些棒子 倒是再合适不过了 跟佛们一比 报价就不行了 尤其是盛世的时候 那些牛鼻子们 一个个都跑到深山老林 去修仙去了 一副爱信心 不信滚的样子 怎么能指望他们去朝鲜呢 刚刚平静下来 喝了一口水的猪瞻鸡 又呛着了 这佛门怎么得罪你了 你就这么编排 杨绍峰撇撇嘴说道 佛祖不度穷鬼 那唐三藏去西天取经 还有佛祖要钱呢 不得已拿唐王给的紫禁波鱼 才换回了 五千零八十四卷 有字的经书 可是 使得原本说好的法轮经 三藏共有三十五部 继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 到最后 三藏成一藏 剩下的没给 说是因为东土大唐之人 愚蠢村强 然后毁谤真言 不识沙门之傲之人 对了 那如来还说 中比丘圣僧下山 曾将无子真经 在舍卫国赵家送念了一遍 要了人家三斗三生米粒黄金去后 如来还说他们卖得贱了 叫后代儿孙没钱使用 朱瞻鸡的脸色有些难看了 好胆 若东土大唐之人愚蠢 我大明百姓如何 三斗三生米粒黄金 却不知有几斤几两 当得多少宝钞 还叫后世儿孙没钱使用 杨绍峰道 若是不信呢 你尽管去寺庙里去瞧瞧去 佛祖菩萨有几个不是金身的 倒是那道观里的神仙 又有几个不是木雕的呀 还有啊 永乐十三年会世之时 我家娘子曾经花了六百两银子 从一个女泥手中 购得土地神神位 这你总还记得吧 明明说着很严肃的事情呢 但是一提起这个事儿 朱瞻基就忍不住笑道 若是依着那些话本之中所说 如来佛祖不过是西方佛老 不只要受天地旨意 便是对老君的青牛 也是无可忌惮三分 这女泥倒是大胆 居然敢卖了道门的土地神神位 杨绍峰也是满脸的无奈 自家媳妇傻得可爱怎么办呢 当然是继续宠她呀 回头把那女泥 扔进官府大牢里 顺便呢 再把那个尼姑庵 好好查一查就是了 顺便还可以给那些秃驴 再添点料子 正所谓 圣世天下佛门昌 道家神山独自藏 乱世菩萨不救世 老君悲见酒沧桑啊 圣世了就广开山门 乱世了紧逼山门不问世事 这天下间 岂有这般好事啊 朱瞻基的脸色 愈发阴沉了 转而又岔开话题了 佛门道门如何 回头让己刚去查一查便是了 朝鲜那边该如何安排 也是以后的事 现在的重点 还是在学院身上 泼了水 挖了坑 心满意足的杨绍峰 自然也就不在乎 区区一个黄庄了 那庄子归你了 你怎么归话的 便怎么营建 回头呢 杨家庄子 那些工匠和工人 也都有你调钱 对了 顺天府的百姓 也可以再招一批 愿意去工地上工的 工钱呢 还是跟那个 营建皇城时候的 一样的标准 朱瞻基有些迟疑了 上次是为了银行 这次 这次是为了地 杨绍峰道 不让他习惯上工 他们还会琢磨着 种地生亡 到时候再多的地 也不够他们分的 倒是让他们 去工地上做工 谁要累不死 就往死里累 累到他们 没心情生亡 钱给足了 让他们不想着种地 这问题 自然也就解决了 朱瞻基摁了一声 正想开口说话呢 北宫云 却匆匆忙忙地 找了过来 对朱瞻基道 殿下 皇爷吩咐 让殿下和庄员工 一起入宫觐见 朱瞻基被朱老四 这步操作 给弄得有些懵了 刚刚从宫里出来 回到杨家庄子 没大一会儿的功夫 再把自己和杨绍峰 一起给叫回宫里去 杨绍峰不像朱瞻基 一般顾及形象 当即便问道 你说什么事了吗 若是不急 老北 你就先坐下来歇歇 等回头吃完午饭 咱再一起过去 北宫云却是摇了摇头 答道 耽误不得 今儿传来的消息 有点多 麻烦事也挺多的 想了想 北宫云发现 没什么需要 跟朱瞻基和杨绍峰保密的 当下便直接 把自己知道的情况 说了出来 一是 满同伟治平都将军 习镇海等 三千一百八十人 已经被卸送到京城了 再就是河南登峰民机 预备舱中粮食不足 如今这灾民过万 又成留民之事啊 一听到刘民这俩字 杨绍峰和朱瞻基顿时就坐不住了 匆匆忙忙的 随着北宫云又一路快马的跑回了紫禁城 坐不住的也不光是杨绍峰和朱瞻基两个人 就连朱老四和夏元吉等人也都坐不住了 对夏元吉来说 登峰民机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 尤其是过万的灾民 本来就因为杨绍峰 狮子大开口而闹心 现在登峰民机 受灾百姓过万 预备舱里的粮食还不足 这就更闹心了 朱老四的脸色同样是阴沉至极 朱老四不怕打仗 也不怕天灾 但是朱老四害怕人为的灾祸啊 尤其是这种粮食不足的情况 是朱老四最为担心的 自己家是怎么起来的 心里能没点逼输吗 瞧了气喘叙叙叙的朱瞻基和杨绍峰一眼 朱老四沉声道 北宫军有没有告诉你们 登峰民机的事情 朱瞻基攻身道 回皇爷爷 孙儿和异地都已经知道了 朱老四摁了一声 随手将一封奏章甩给朱瞻基 又接着道 朕要你们两个去登峰一趟 朱瞻基和杨绍峰攻身道 是 请皇爷爷吩咐 朱老四道 朕要知道 预备舱的粮食都到哪儿去了 还有 刘明的事情一定要妥善解决 粮食不够 从周边的位所储备粮里掉 从其他的州县调用 总之 朕的要求只有一个 那就是安置好百姓 不能让百姓饿着肚子 更不能让百姓 成为师弟的流民 二进宫又出宫 马上还要准备去登峰的杨绍峰 脸色很难看 四大舱里 只有长平舱空了之后 才会动用预备舱 而且 属预备舱和长平舱的粮食最多 现在看来 这些粮食可能已经不翼而飞了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弦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296章 洪武三年 因为恶怕了才造反 当了皇帝的朱崇八 很担心大名会重蹈盟员的覆辙 所以命周县结于四厢各制预备仓 除官超抵粮储之以备阵计 黄年借贷于民 秋成偿还 以保证百姓在今年的时候也能够活得下去 等到朱老四当了皇帝 心心念念的就想着超越朱崇八的朱老四 担心预备仓的粮食不够 又重新折腾出了长平仓 与预备仓不同的是 长平仓是放置在城中的 而预备仓则是在城外的乡里 由当地的老人 也就是德高望重的士绅负责管理 然而大明这个朝代吧 他就跟别的朝代有些不太一样了 黄年借贷给百姓倒是借了 可是秋收偿还 却是基本上不存在的 要借无还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因为这些粮食 都是官府在丰年收购的 灾年带出去再收回来 也是归官府所有 很多负责管理长平仓和预备仓的人 并不积极催收 反正收回来 也是到不了自己的手里的 另一个原因 则是所有人都没办法解决的 连年的灾荒 并不是明末才出现的 而是在朱老四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到了明末时期才达到最顶峰的 这种情况下 就算是想要催收 基本上也收不上来什么了 所以翻遍朱老四的太宗石鹿 一直到由朱友简 那个倒霉孩子的崇祯石鹿 基本上每卷里 都有大量的灾荒阵之类的字眼 但是朱老四时期的大明 还没有滥成崇祯时期那个熊样 最起码也能保证 长平仓和预备仓里面的粮食 保持一个相对充足的状态 然而当杨绍峰和朱瞻鸡 仗着马快一路狂奔到登峰县的时候 却发现登峰的长平仓和预备仓 都成了摆设 根本就没有人开仓放粮 入目之处尽是些或躺或坐的灾民 不时响起婴儿啼哭声 让杨绍峰和朱瞻鸡的脸色 都变得极其难看 只不过提前饿了两天 没吃一口东西的杨绍峰 还有朱瞻鸡两人 都各自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 脸上还特意抹了一些灰土 所以倒也看不出来 两人的脸色有多难看 反而和那些灾民没什么区别 凉凉呛呛地向前走了几步 做出一副虚弱无理的样子 杨绍峰干脆一屁股 坐倒在一个怀抱着婴儿的老农跟前 老农瞧了杨绍峰一眼 脸上的神色没有任何变化 连一丝搀扶 或者是挪动地方的意思都没有 就好像杨绍峰这个人 根本不存在似的 或者下一秒就饿死也无所谓 望着神情麻木的老农 杨绍峰深深地吸了口气 有些无话找话的道 哎呀 那个这官府到底啥时候才能分粮啊 老农瞧杨绍峰一眼 嘴角撇了撇 打道 后生 少说话 省点力气吧 杨绍峰摁了一声 却根本没有住嘴的意思 那你也不能这么干等着吧 两天没吃一口东西了 满肚子里全是水 再这么拖下去 就真得饿死了 老农没再搭理杨绍峰 杨绍峰挪挪身子 又接着问道 您老高寿啊 老农没理会杨绍峰 倒是怀里抱着的婴儿 哇了一声哭了出来 杨绍峰撑直身子 瞧了一眼老农怀中的婴儿 却发现这孩子 跟朱瞻鸡家 那个四角吞筋兽 完全不一样 四角吞筋兽 向来是脸色红润的 露出来的胳膊和腿上面 是一圈一圈的褶汁 而眼前这个婴儿呢 脸色跟红润这个字 大概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就连满脸菜色来形容 都算是往好了说了 至于伸出墙宝外的 这颗胳膊上面 根本就看不到什么肉 更看不到婴儿 应该有的红润 老农轻轻晃了晃婴儿 却止不住婴儿 不住的啼哭声 直到老农 拿起旁边一个破碗里 一点米汤喂下去之后 婴儿的哭啼声才停了下来 杨绍峰瞧瞧老农 又瞧瞧婴儿 忍不住有些好奇的闻道 这孩子娘亲呢 杨绍峰抿嘴唇的动作 引起老农的警惕 稍微向后退了一些 老农才放下手里的破碗 盯着杨绍峰道 嗯 已经没有了 杨绍峰顿时有些哭笑不得的答道 我还能撑得住 再不计我还能喝口水顶上一顶 您那点米汤 喂这娃子也就算了 给我喝 只怕连牙缝都不够塞的 老农挨得叹了一声 总算是放下了一些戒备 事实上也没什么好戒备了 最后一滴米汤 都已经进了娃子的嘴里 一粒米都没了 还有什么好戒备的呀 见杨绍峰依旧满脸好奇地盯着自己 老农又一次无奈地叹了一声 脸上满是说不尽的苦涩 儿子死了 强粮食 被神打死了 我的娘 撑不住了 又怕孩子饿死 就把自己给卖了 换了点小米 只望着这点小米 撑到官府放凉 买了好啊 哪怕是卖到青楼 好歹还能活下去 不买了自己 就只能眼睁睁地饿死 还要瞧着娃子们 一起饿死 杨绍峰好奇地道 这都多长时间了 就算派人进京去求皇上放凉 这时间也够了 这时间也够了吧 怎么就成这个样子了 老农的 谁知道呢 一开始还有人去问 可是官府每次都说 已经派人进京了 让大家老老实实地在这里等着 别到处走 躲动 省得放凉的时候 不知道 慢慢地 也就没人问了 也没力气问了 杨绍峰的脸色愈发阴沉 登峰饥荒的奏书 根本就不是登峰县上报的 而是登峰的锦衣卫上报的 想了想 杨绍峰又接着问道 就没有人开赃放凉 老农黑黑笑了一声 打倒 怎么没有啊 登峰城外 有名周大善人 头一天 刚开了自家的粮仓 十周 第二天 就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说是走水了 后来 王家也开了仓 可是王家才多大呀 这登峰又有多少人呢 上万的百姓 上万的百姓 一拥而上 这粮食都给抢光了 王家 也完了 就剩下我这么个老不死的 还有这么一根 毒苗苗苗 啥都没了 老汉我信了一辈子的菩萨 可是这泥菩萨 他不开眼啊 要不是还有这娃子 老汉也死了 酸臭了 生得在这人间 走这份火醉油 老农身后 另一个坐着的老头 呸了一声道 信他娘的腿 你去山上的时候 那些秃驴是怎么说的来着 山上也没有存粮 你王有才给菩萨修金身 菩萨没保佑你啊 王有才的老农 顿时沉默下来了 杨绍峰不太关心 菩萨不菩萨的 反正那些 突如一自古来 就那德行 相比之下 杨绍峰更关心的是 这些百姓 怎么还没有成为流民呢 怎么就没跑呢 登峰饥荒了 旁边也饥荒了 王有才反问道 往哪里跑 官府能让你跑啊 录影呢 杨绍峰道 太祖爷不是定下规矩 说这官员不行了 咱可以把这狗官 谢送至惊师问罪啊 王有才喝得笑了一声 说道 要说是洪武爷年间吧 咱们自然是能把这狗官 谢送京城 可是现在的皇帝啊 不是洪武爷了 谁知道是个什么样的 要是现在的皇帝 是个能为民做主的 倒也罢了 可万一 要不是呢 这自古来啊 这样的事儿多了 前一个皇帝爱民如子 后面的皇帝 后面的皇帝 那就不好说了呀 咱们现在 这位皇帝听说是个爱民的 哎呀 可是传闻 有几分可信呢 好大张的皇帝 能对老百姓 好到哪儿去哦 杨少峰顿时沉默下来了 但一个百姓 敢随随便便说出这种 足够算得上大不敬的话来 已经足以说明许多问题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拒之啊 想了想 杨少峰最终还是有些不死心 那报纸呢 这可是整个大明各地都有的东西啊 咱登峰不可能没有吧 网友踩了也开嘴 笑得分外诡异 胡生啊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杨少峰一脸懵逼地问 您老在说什么 我就是一个遭了灾的 寻思着能不能来碰碰运气 要是官府能开仓放粮 也能领些吃的吗 网友才却摇了摇头说道 不是 你不是咱登峰的 你也不是走了载的 虽说吧 你装得倒挺像的 但是假的 那就是假的 永远也成不了真的 见杨少峰一脸懵逼的表情 网友才笑着道 报纸这个东西啊 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厚生 就能知道的 而且 咱登峰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啊 别的地方的报纸 能让人随意地买 可咱登峰的报纸不行 可咱登峰的报纸不行 既不能随意买 还不能不买 杨少峰顿时好奇起来了 这怎么说啊 网友才呵呵笑了笑 反问道 咱登峰啊 是啥地方 咱登峰 有什么 想了想 网友才最终还是没把剩下的话再说出来 反而对杨少峰道 后生啊 你要是京城来的 就赶紧的 把该做的事情做了 给咱们调活路 剩下的事情 也不是你能掺和的 你要不是京城来的吧 那就走走的 哪儿来的 回哪儿去吧 别烫这趟浑水了 你呀 烫不起 杨少峰耿着脖子倒 咋 难不成这登峰还吃人呢 这浑水嘛 我烫得多了 我还真没遇到什么浑水 是我烫不起的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纳明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无论杨少峰再怎么追问 王有才都没有再说一个字 后来被问得烦了 王有才干脆闭上眼睛假妹 彻底不搭理杨少峰了 杨少峰见王有才不愿意再多说 便挪挪身子 绕过王有才 对着王有才身后的老农笑道 嘿嘿 大爷 您给俺再说说呗 哼 说什么 又有什么好说的 虽然嘴里一直在说着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王有才身后的老汉 却慢慢打开了话匣子 他王家 当初在登峰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家 戴戴戴耕毒传家 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才会把女儿许了他家 女儿 杨少峰忽然想到了 王有才刚才说过的 那岂不是 老汉 老汉勉强笑了笑 只是笑容之中却是说不尽的凄苦 就是我女儿 我周家唯一的女儿 杨少峰没有做声 只是静静地听着老汉继续说了下去 当初我周家也是耕毒传家的良善人家 不过老天爷不开眼 到了我这一代 没能生出个儿子 只生出来一个女儿 摸了一把老泪 老汉又接着说道 若单只是这样 那倒也罢了 原想着 女儿女婿小两口好好的 以后多生几个娃子 好过寄一个娃子来寄成了家业 我周家也不算彻底绝了后 可谁能料到 竟然出了这档子事 如今 我周家算是彻底绝了 他王家 也就剩下这么一根毒苗苗 我周兴旺 愧对祖宗啊 沉吸了一口气 周兴旺又接着说了起来 第一个 开仓放粮的 就是我家 原也是想着能多活几个人 也好给娃子们积点阴德 求菩萨保佑 我那女儿女婿能多死多福 可怜祝容之相 周家所有的粮食都灰飞烟灭 不得已 只能脱皮到老庆家王家 王家不嫌弃周家败落 只见周家凄惨 一时动了侧隐之心 竟也拿出来粮食放粥 一开始放粥的时候 还好好的 可是还没等到第二天 就有人挑唆着来领周的百姓 说王家家大业大 家里存的粮食堆积如山 是因为吃不了了 才拿出来放的粥 不如抢了 不如抢了干脆 哼哼 泥塑的菩萨不睁眼 塑了今生的同样不睁眼啊 王家和我们周家 虽然有几个家丁 可是要护着两家的老老小小 又怎么可能敌得了上万的灾民呢 全完了呀 全完了呀 周家是粮食被人烧了 可怜王家粮食被抢光 就连院子都被人烧得一干二净 王家一败 周家和王家的家丁们也就散了 杨绍峰一道 那地呢 就算粮食没了 院子烧了 这地气总是在的吧 总该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啊 怎么会沦落到这半天地啊 周行望道 原来十两银子 一亩的商毫水田 如今 连一两银子都不给 换做是后生泥 你愿意卖吗 可是啊 这一两银子的价格 还是原先的 现在他们连一两银子都不给了 他们在等着我们饿死 等我们都饿死了 他们不用花一文钱 就能把这些地都拿走 指了指网友才怀里的孩子 周行望又接着说道 你知道 这孩子为什么还能活着吗 不但杨少峰回答 周行望又指了指周围的一些灾民 冷笑着道 不是没有人打这孩子的主意 毕竟是块嫩肉 煮来吃 好歹也能活几个人 只不过 周围这些王家的街坊 都念着王家的好 暗中都护着这个娃子 要不然 这娃子也不过是别人碗里的一块肉罢了 杨少峰抬头打量了一眼 发现确实如同周行望所说 许多百姓都有意无意地围在网友才周围 许多人还在打量着自己 周行望叹了一声 说道 饿吧 饿死了也就好了 就像亲家说的那样 饿死了 就不再受这份活罪了 沉默了半晌之后 杨少峰才发现 自己根本就找不到 合适的话来劝说 网友才和周行望 往往是对天对地 对空气的喷人尽头 竟是在这一刻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过了好晚上之后 杨少峰才勉强开口道 好人终于好报 苍天毕竟不瞎眼呢 周行望摇了摇头 说道 老天爷不瞎眼 这世上可还有瞎了眼的 就像亲家说的那样 你若是京城来的 就给俺们一条活路 若不是 就趁早离开 省得趟这个浑水 瞧着周行望眼中的棋盘 杨少峰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说道 俺家原是山东的 老一辈躲冰灾的时候才牵过来 倒是还带些山东口音 并不是经常来的 周行望眼中的期盼之色 最终化成了一声 长长长的叹息 走吧 要是俺家在山东还有亲 就想办法跑吧 跑过去 兴许还能活 跑不过去 你也就认了命吧 杨少峰点点头 爱的叹了一声道 实在是活不下去 再说吧 俺还有个兄弟 俺去他那边看看去 周行望正想点头答应呢 却见杨少峰身后出现两个身影 当下便闭上了嘴巴 和周围一众灾民 将抱着婴儿的王有才 护在的中间 杨少峰心之有意 转过身子一瞧 却见身后站着两个牙翼 正皱着眉头望向自己 杨少峰上下打量了一番 觉得自己身上 并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便直接开口问道 有事 一个牙翼 猛然一耳光抽向了杨少峰 嘴里骂骂咧咧地倒 有事 这就是你跟老子说话的态度吧 连声差也都不会喊嘛 杨少峰本能地就想躲开 只不过杨少峰却忘了 自己为了装灾民 装得能像一些 已经提前饿两天了 身上没有多少力气不说 就连反应能力也差了许多 竟是没能躲开这一耳光 反而结结实实地挨到脸上了 杨少峰心中顿时大怒 猛地抬腿就踹向动手的牙翼 老子在京城的时候 连皇太孙都敢打 来的登峰却被人扇了一耳光 杨少峰 杨少峰高估了自己 也低估了眼前的牙翼 牙翼不禁躲开了这一脚 反而一脚踹到杨少峰的肚子上 将杨少峰踹倒在地之后 两个牙翼更是一踢猛踹 哼 还敢还手 老子今天就打死你个B3 做得没有反抗的力气 杨少峰只得死死地护住头脸 咬紧了牙关一声不吭了 心中暗自记下了 这两个牙翼的模样 许是打累了 两个牙翼最终没有直接打死杨少峰 反而将目光投向了周星浪等人 这小子是哪里来的 谁家的 周星望瞧了瞧杨少峰 最终还是咬牙道 差眼 这是俺家一个远方外甥 不懂事 您大人大量 饶过他这一回吧 最先动手的牙翼 又踹了杨少峰一脚 冷笑着道 看好他 不要让他乱跑 小心惹出了麻烦 到时候可就不是挨顿打的事了 走 带到两个牙翼趾高气昂的走了 周星望才过来掺起杨少峰 说道 忍忍吧 忍忍就好了 有命在 就比什么都强 好不容易缓过劲来 杨少峰伸手擦擦嘴角的血 强忍着身上的疼痛起身 对周星望道 多谢您老了 俺还是得去找俺那个兄弟 谁打的 朱战机一见杨少峰嘴角上的血 还有衣服上的脚印子 顿时就炸毛了 他们这是想要造反啊 指住了暴怒的朱战机 杨少峰将自己打听来的消息说了一遍 又接着说道 登峰的牙翼打的 估计是看我脸生吧 没事 倒是你啊 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朱战机阴沉着脸道 基本上和你打听来的差不多 没什么特别有用的消息 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登峰县根本就没有把闹饥荒的消息上报 长平仓也丝毫没有放粮的意思 还有 我听人说 登峰四个预备仓的粮食 全都不翼而飞了 里面只留下了烧给死人的几张纸钱 说是被阴兵给借走了 杨少峰哈的笑了一声 说道 少林寺便在登峰 阴兵是吃了雄心豹子的吗 居然敢打到禅宗祖庭来接粮 莫不是假酒喝多了 朱战机沉声道 这并不好笑 杨少峰却反问道 难道这不好笑吗 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 朱战机没理会忽然犯了颠病的杨少峰 反而一脸的纠结之色 说吧 现在你有什么打算 是直接调兵过来 还是慢慢查下去 杨少峰道 怎么查 再查下去 又能查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无非就是些阴兵借粮之类的说法爆了 还有什么呀 要是再没粮食啊 登峰的百姓就只能眼睁睁地等着饿死 或者是成为流民 或者 或者造反 朱战机直接把杨少峰没说完的话给接了过去 等不到粮食是个死 造反了还倒有可能多活几天 所以还不如造反更何算 对不对 杨少峰摁了一声道 嗯 换你 你会怎么做 等死还是造反 造反 朱战机毫不犹豫地道 太祖爷当年就是活不下去 才造的烦 所以啊 还差个什么劲 杨少峰从怀里掏出火折子 又从袖子里 取出一枚像是窜天猴一样的东西 宁笑道 刚才我挨揍的时候 周兴旺还劝我忍 忍 我忍那个锤子 三目之下 何求不得 既然想找粮食的去处 问郑主就是了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贤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298章 杨绍峰和朱专机 皆是一言不发地 坐在登峰县的大堂上 登峰之县屈可进 和一众登峰县衙役 还有负责管理长平舱的粮官 和负责管理预备舱的老人 则是老老实实地站在堂下了 屈可进的双腿有些打颤 屈可进并不认识杨绍峰 但是永乐十年才进入官场的屈可进 认识朱专机 最主要的是 不知道哪儿来的卫所士族 将登峰所有的村庄和道路 全部封闭了 宣武卫呢 更是明火执障地 封锁了整个登峰县城 就连县衙 也被秦一卫给围了起来 真正是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了 时间呢 就这么一点一点地流逝 杨绍峰和朱专机两个人的沉默 使得登峰县大堂上的气氛 也越来越压抑 直到吴明从外面回来之后 才算是打破沉闷的气氛 杨绍峰见吴明的脸色 同样不好看 心中忍不住咯噔了一声 问道 事情都办妥了 吴明供审道 回撞员工 卑职该死 不待杨绍峰发问 吴明就接着说道 卑职赶到怡红院的时候 周侍女确实在 但是当卑职告诉她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准备带她走的时候 她却自尽了 杨绍峰叹了一声 一脸阴沉地 盯着登峰之线 屈可进道 这笔账 待会儿再给你算 现在来告诉本官 粮食呢 屈可进产生道 回天使 粮食 都被阴兵戒走 下官实在是不知道啊 杨绍峰喝得轻笑了一声 转头对吴明吩咐道 砸他十个手指头 吴明攻身硬了 带着两个锦衣卫 笑卫一拥而上 显示将还没有反应过来的 屈可进捆了个结实 又在屈可进的嘴里塞了麻布 然后呢 抓起屈可进的手掌 护在地上 用刀臂狠狠地砸了下去 直到十根手指全部砸完了 吴明才拽出了 塞在屈可进嘴里的麻布 向杨绍峰攻身道 禀报状员工 登峰之线 屈可进 十根手指已经全部砸碎 杨绍峰这才点点头 又对屈可进到 现在告诉本官 梁氏呢 早已疼得满头大汗的屈可进 强忍着痛意叫道 口官 你滥用私刑 本官要残你 杨绍峰喝得笑了一声 没有理会咆哮布置的屈可进 反而又接着对吴明道 再砸碎他十根脚趾 杨绍峰一脸平静 还有慢跳思理的话音 让屈可进终于害怕起来了 妈 我说 杨绍峰依旧没理会屈可进 反而对一旁停下了手的吴明说道 这些命令 即便自认为是个狠人的吴明 也被杨绍峰的模样给吓住了 弓身硬了之后 便如法炮制 又将屈可进的十个脚趾 全部砸碎 才弓身脚令 丙状员工 行刑已毙 杨绍峰摁了一声 端起桌上茶水喝了一口 对屈可进道 梁氏呢 屈可进颤声道 梁氏都被阴兵戒熟了 下官实在是不知道啊 杨绍峰终于笑了起来 指着屈可进道 哎呀 是条汉子们 可惜啊 本官最喜欢的就是 豪智女这样的汉子 摇了摇头 杨绍峰又对吴明吩咐道 找个锤子过来 把他左边胳膊的骨头 一寸寸砸碎 屈可进叫道 下官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吴明见杨绍峰轻轻摇头 便真的寻了把锤子过来 将屈可进的左臂 全部寸寸砸碎 供神道 丙状员工 行刑已毙 若是他还不愿意招 为止 倒还有些法子 可以炮制他 杨绍峰摁了一声 又对屈可进道 梁氏呢 屈可进惨叫道 您就算杀了下官 下官也是不知道 梁氏到底去哪儿了 杨绍峰对着屈可进 竖起大拇指 笑道 本官都是要敬你三分了 不过你不怕死 你家人怕不怕 因为你一个人 最后牵连九族 你觉得如何 轻轻笑了一声 杨绍峰又接着说道 对了 我是族猪 而是遗族 无论男女老幼 全部陪你一起上路 你已经死去的仙人 也要破坑开关 然后挫骨扬灰 最后把你家所有存在的痕迹 彻彻底底地抹去 包括所有的史书限制 都不会再有任何的痕迹 就连你们族谱 也得全部昏飞 所有跟你家有关系的人 他们的族谱 也得抹去跟你们相关的记录 自此之后 你的九族就算是彻底消失了 你以后享受不到血实 你的祖先 也享受不到 你这个不孝子孙的血实 从此你家所有人 都成了孤魂野鬼 谁也不会相信你们 平静到极点的声音 毫无起伏 就像普通百姓 互相问候 有没有吃饭一样 许可敬终于怕了 叫道 我说 我说 我是奉了上官的命令 将看守长平仓的人 调离一晚 至于粮食到底去了哪 下官确实不知道 扭头和朱专机对视一言 杨绍峰又接着闻到 那玉北苍呢 下官实在是不知道 玉北苍的事情 玉北苍向来都是由 当地乡里的老人看管 下官也没有过问过呀 许可敬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哀嚎道 下官所言句句属实 但凡有一句假话 便叫下官坠入十八层地狱 有事不得超生 杨绍峰点点头 又将目光投向了 负责管理长平仓的仓官 现在你来告诉本官 粮食呢 负负长平仓的仓官和四个负责管理预备仓的老人 早就已经撑不住了 听到杨绍峰的问话呢 仓官当即便向着爬了阳步 叫道 小人说 小人什么都说 当初 曲县令把小人调离一天 小人就知道 这里面肯定会有什么猫腻 所以 第二天就去仓里查验 事情 也确实如曲之县所说的那样 舱里 只剩下了几张纸钱 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剩下 后来 曲之县派人给小的 送来了一百两银子 说让小人 闭上嘴巴 省得给一家老小 招惹灾祸 所以 小人也没敢声张 只想着 等着封年的时候 再购入一批粮食 填补亏空 不过 后来在城里的 洲际粮铺里面 发现了一些蹊跷 他所卖的粮食 跟长坪仓里面 所丢失的粮食 很像 杨绍峰摁了一声 向着吴明示意了一声 等吴明转身出去之后 又将目光投向了 一个负责管理 预备仓的老人 把你所知道的一切 都牢牢实实说出来 本官不想与你为难 早就瘫倒在地上的老人 强撑着贵好 白道 小人也不知道 粮食 到底去哪儿了 往年没遇到过灾荒啊 小人也不怎么 去预备仓里查看 知道 知道这次饥荒 开始了 才发现 藏里的粮食 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 杨绍峰摁了一声 又接着说道 预备仓的钥匙 都谁手里有啊 老人拜道 我回天使 预备仓的钥匙 一共有两把 一把掌管在咸牙 另一把则是由小人 亲自掌管的 这平日里吧 基本上也不会离身的 杨绍峰 杨绍峰点点头 又将目光投向了 曲可敬 钥匙呢 曲可敬打了个寒战 叫道 小人也不知道 小人向来不管钥匙的事情 都是县城在管 杨绍峰又将目光投向了 同样贪软在地的县城 钥匙呢 钥匙不见了 明知无幸 县城也不敢再有所隐瞒 预备仓的钥匙很少动用 小人平日里 也不会去预备仓 也就没太把这钥匙当回事 平时都是锁在工坊里面 这次也是打算去开了 预备仓的时候才发现 钥匙找不到了 杨绍峰瞧了瞧竹斩机一眼 却发现竹斩机的脸色 也愈发阴沉起来 事情到了这个时候 基本上已经陷入一个死循环 长平仓的粮食被人倒卖了出去 而预备仓的粮食 则是根本就不知道哪去了 就连掌管预备仓的人 都没有发现端倪 如果这些老人和县城说的都是真的 那么想悄无声息地转移 四座预备仓的粮食 而不惊动任何人 那需要的时候 可就不是一天两天的 如果这些老人和县城都在说谎 那到底是因为什么 能让他们冒着被遗族的风险 替人遮掩懒醉呢 杨绍峰没有再开口说话 就这么扔着气氛沉闷了下去 直到过了好半赏 吴明才和几个锦衣卫校尉 捆着一个人来到了县衙大堂 直接掠过所有的繁文如节 杨绍峰直接对着被扔在地上的那人道 周济凉铺的东家 被扔在地上的那人叫道 是是是 小人周兴 是周济凉铺的东家 不过小人一直奉公守法 向来不做亏心的生意啊 不知道是哪里得罪了大老爷 还望大老爷开恩呢 杨绍峰确实没有理会周兴 反而轻笑一声 对吴明道 所有的帐簿之类的东西 都带过来了 吴明点点头 向着身后挥手道 带上来 杨绍峰点点头 直接对站在堂下旁观的沈浩 吩咐道 立即带人去核队 一笔一笔的差 看下里面到底有没有问题 在沈浩攻身硬了 杨绍峰才又将目光投向了周兴 现在老老实实交代 还是带本官的学生找出问题之后再交代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二百九十九章 见周兴沉默 杨绍峰笑了笑 又开口说道 你不妨先看看 屈登峰的模样 他那十根手指 十根脚指 还有左臂 都是本官让人一寸一寸砸碎的 老老实实交代 你可以免受这些皮肉之苦 如果不愿意交代 那你面临的就是他一样的下场 比如 一寸寸把你砸碎 然后 你再老老实实交代 周兴扭头 瞧了曲可禁一眼 却见曲可禁的额头上 满是痘大的汗珠 脸上是一把鼻涕一把泪混杂在一起 整个人看上去 凄惨至极了 周兴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却又强撑着刀 上官若是想给草民定罪 那便直接安排个罪名好了 只是上官并无实证 恐怕 读不住天下悠悠众口吧 杨绍峰喝得轻小了一声 瞧过无名递过来的粮食之后 将是不再理会周兴了 他是自顾自地 眯着眼睛 仰起了神 大堂中 只剩下沈浩等人 噼里啪啦 我懂算盘的声音 周兴的额头上 开始渗出密密麻麻的汗水 直到过了大半天的时间 太阳都渐渐地往西去了 噼里啪啦的算珠声 才算是停了下来 沈浩呢 躬身对杨绍奉道 秉师尊 周济良铺这五年间的账目 都已经核对完毕 沈浩的声音 对于周兴来说 无异于天籁之音 许可敬的模样 多实凄惨啊 而沈浩 等人拨弄算盘的声音 就好像是催命的 魔音一般害人 之所以一直强撑着 便是想着 没人能够发现 这些账目之中的问题 现在这些毛头小子 这么快就核对完了账目 想来也是发现不了 里面的问题 杨绍峰瞧了瞧神情 有些放松的周兴 冷笑一声之后 对沈浩说 账目可都对上了 沈浩宫申道 回师尊 大致都能对得上 可是永乐十八年 可是永乐十八年 冬月的 有一笔出账对不上 永乐十九年三月 也有一笔入账对不上 永乐二十一年 则有十七笔账目对不上 如果把这四笔账目 都单独捡出来 那么周济粮铺的账目 大概是平的 那么周济粮铺 应该亏损三万九千贯 而不是现在看上去的 屏账 更为奇怪的是 像周济这般的 粮食铺子 原本大大小小的收支 应该十分繁琐才对 可是周济粮铺 除去永乐十八年 以前的账务 还算正常之外 永乐十八年后的 收支都很奇怪 生好的话音刚落下 杨绍峰忽然 朝起桌上的宴台 砸下了周星 甩开了想要 拉住自己的株栈机 起身指着周星骂道 三万九千贯 就为了区区三万九千贯 现在整个登峰 无粮可用 你们良心让狗吃了 哇 瓦蛋 气羞羞地坐下之后 杨绍峰又到 还不义无意识地招来 纵人被杨绍峰 扔过来的宴台 砸得头破血流 周星依旧强撑着道 草民不知道上官 要草民招什么 五年的账铺 何其繁杂 短短半天的时间 就想捋清楚 并找出其中的问题 便是干了多年的老账房 也做不到的 现在上官的学生 却说已经查清楚了 只怕多半是 无中生有吧 看来 你倒是不到黄河 心不死啊 叹了一声 杨绍峰干脆吩咐审后 将有问题的账目 拿给周星过目 嘲讽道 多年的老账如何 本官不是很清楚 可是本官这几个学生 却是在 护部清理寺和 公布营 单清理寺里面 私混过的 每天过手的账目 不知反几 你这点账目 未免有些不够看的 瞧着周星额头上的汗水 越来越密 杨绍峰又接着道 想好了吗 是准备先受刑 再刑招任 还是现在直接招任 也好免了皮肉之苦啊 周星呢 瞧了瞧杨绍峰 又瞧了瞧 一旁强忍着 不出生日的趋可进 然后呢 竟是哼了一声道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杨绍峰鼓掌笑道 希望你待会儿 还能这么硬起啊 先砸碎他失职 慢着 周星叫道 五年的账目之中 有几笔错漏 原本也是正常 上官竟然打算 凭着这一点 便要屈打成招吗 草民不服啊 杨绍峰摇了摇头 笑着道 本官何曾要过你 先服口服啊 本官要的是这账目 为什么会对不上 三万九千块的粮食 又到哪儿去了 至于什么屈打成招 大名律 没规定不能用刑 打 吴明宁笑了一声 抓起周星的手掌 平坡在地上 竟是直接复制成了 刚才砸碎 驱可禁手指的过程 直接用绣唇刀的刀柄 将周星的十根手指 挨根砸碎了 待到行刑完毕 吴明刚刚将周星嘴里 塞着的破物抽出来 周星就直接痛得惨叫道 狗官 狗官 你屈打成招 你诬陷好人哪 杨绍锋冷笑了一声 抓起面前案级上的米粒 一把洒向周星之后 怒喝道 我污宁老母 谁家粮铺里面 会有这等沉迷 来人 再砸他十根脚指 然而出乎于杨绍锋 和朱瞻基等人的预料 直到十根脚指 都被吴明一根根砸碎 周星依旧是狂叫道 狗官 老子就算是死 也不服 你等着 你等着 到了这般地步 还没有审出什么结果 杨绍锋也失去耐心了 忽然冷笑了一声 对吴明吩咐道 把你们锦衣喂那道本事 在他身上随便 如果还不着的话 就流他一口气 等着凌迟之后遗族 周星叫道 狗官 你少在这里吓我 遗族 是何等的大事 岂是说遗族便能遗族的 杨绍锋笑眯眯的指了指身后的王命棋牌 说道 本官身后的 是王命棋牌 又指了指狗子捧着的上方剑道 这便是上方剑 就王命棋牌和上方剑 便等同于天子亲临 以你九族又何妨 放心 本官读圣贤书多年 想来以信自立身 江湖人送绰号 城市小郎君 既然说要杀你全家 就绝对不会放过你家 哪怕是一条狗 神色一冷 杨绍锋又沉上道 本官 乃是大明永乐一十三年的状元 家住顺天府城南 杨家庄子 江湖人送外号杨巅峰 你若要报仇 千万别找错了人 周星的脸色一变再变 最终还是哀求道 以人做事 以人当 上官开恩哪 只杀小人一个便是 要杀要剐 都是小人一个 杨绍锋却是摇了摇头 西风道 你傻了吧你 当着登峰县衙什么地方啊 这不是江湖 本官信奉的事 也不是什么一人做事 一人当的狗屁说法 而是九族不够 十族来凑 周星教道 你做事如此狠辣 就不怕遭了天前吗 杨绍锋道 你们如此害民都不怕 本官有什么好怕的 如果真有天前 那本官就是你们的天情 至于本官也不劳你华心 死后便是下了十八层地狱 本官也能笑着看你们在十九层里争吵 面对杨绍锋这种狠茬子 周星终于绝望了 我说 我前说 杨绍锋 白手 李无名将周星放下 笑道 早说就不用受理会儿苦了 已经彻底死心的周星 再也不想那些有的没的 强忍着手脚的疼痛 传声道 好 我说 我前说 这登峰长平仓 和预备仓里的粮食 确实是经过我的手 才出去的 是我 安排人给曲县令送了信 让他把看管长平仓的馆仓给吊开 也是我安排了人手 将长平仓的粮食运走 因为怕事情败露 我便想了法子 将长平仓的粮食运走之后 又打扫干净 留下了几张纸钱 以做出应兵借粮的家乡 至于预备仓 自然也是如此 小人使足了钱 这四个看守预备仓的老东西 人人有份 就连那些看管预备仓的仆役 也得了大笔的银子 杨绍峰瞧了四个老人一眼 浑然不管这些人 已经被吓得屎尿气流了 而是盯着周行道 粮食的去向呢 还有 后面的事情 又是怎么安排的 周行道 粮食自然是被小人 运到别处发卖了 至于后面的事情 小人原本想着 活动曲线里把事情压下去 若是有浴室来查 便从粮铺里 哪些粮食出来放粥 若是没有 这事 自然也就这么过去了 杨绍峰呵呵冷笑了一声 又接着问道 那周行望和王有才的事情 也是你做的了 周行点点头答道 不错 周行望是周 这登峰县的人 又有谁 愿意来买周记的粮食呢 既然挡了小人的财路 那小人 也说不得要使些手段 烧了他的粮食和院子 后来 王有才又开始放粥 小人自然也不可能做事不理 干脆一狠心 也烧了他的粮食和院子 杨绍峰道 所是王有才之子去抢粮的 也是你 这周行呢 早就新存的死质 自然没什么不敢承认的 都是小人 烧了周行望和王有才的粮食和院子 这两个老东西 求到了小人的头上 想要把他们手里的水田 卖给小人 小人一开始 还想着压架 又见那两个老东西不识去 不愿意贱卖了 所以 小人干脆不收了 想着这两家 若是死绝了 小人自然也就不用花钱 便可白得了这两家的土地 于是 我便暗中派人 唆使王有才之子去抢粮 将之活活打死之后 又派人暗中唆使周秀莲 自卖自身 都是小人所为 杨绍峰忍不住伸手 指着周星道 周星望 周星 你们两人名字只差一字 乡事却是如此天差地别 大臣该死了 继续说 周星咬了咬牙说道 这便是所有事情的经过 所有罪名 小人都已认下了 只求上官开云 放过小人家中的妻儿呀 杨绍峰忽然伸手 指着自己鼻子道 你看本官像傻子吗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三百账 周兴摇头道 上官是天下文明的六手状元 就连交出来的学生 都能在短短大半天的时间 就履清周济五年的账簿 若上官是傻子 这天下间 又哪儿还有聪明人呢 杨绍峰赞同地点点头 然后又反问道 那你怎么敢就将本官当作傻子呢 是本官用行得轻了 还是本官说得不够明白啊 周兴答道 小人已经一五一十的全说了 实在不知道上官还想让小人说些什么呀 杨绍峰道 不是本官想让你说什么 而是你想要交代什么 方才曲可敬已经说过了 是奉了上官的命令 才调开了长平仓的管仓 你一个粮铺的东家 又凭什么被称为上官 这个上官到底是什么人 跟你有什么关系 朱兴摇了摇头说道 有了小人的口供 再抄了小人的家产 便足够上官交差了 也足够阵际登峰的灾民 上官功劳在手 升官发财 那是指日可待呀 又何必要继续躺这趟浑水呢 杨绍峰冷笑道 哼 老子不在乎功劳 也不在乎什么升官发财 你只管把你知道的全都说出来 周兴道 就算我都说出来 上官又能如何呢 只怕那人的背景通天 你也无可奈何呀 杨绍峰却笑了 背景通天 你再怎么通天的背景 能有朱瞻基的背景 朱老四更为通天 这次惹出来这么大乱子 就算是背景通着神佛也不行 见杨绍峰依旧一副 要追究到底的架势 周兴也不再劝了 说道 我说 是汝南王 周兴的话音刚刚落下 杨绍峰就蹭的一声站了起来 谁 周兴脸上的神色 说不出的诡异 狂笑着道 哈哈哈哈 汝南王 周王之子 也是当今天子的嫡情侄子 太子的叔伯兄弟 你这个名领 还要喊一声王叔 哈哈哈哈 告诉你吧 银子 大多去了汝南王的府上 去抓他呀 去宰了他呀 哈哈哈哈 杨绍峰阴沉着脸道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周兴怪叫一声 大道 我当然知道 汝南王喜欢的 就是银子 而我周兴 不过是汝南王府的一条狗 自然是要替主人分忧的 这些银子 虽然经了我的手 可是 也没有多少 是真的落在我的手里的 这次 你能把我挖出来 是你的本事 可是 这又怎么样呢 去抓汝南王啊 去宰了他呀 哈哈哈哈 殿下是不会看着我出事的 你死定了 明灵 终究不必血清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杨绍峰阴沉着脸道 带下去 严家看管 寻个大夫替他诊治 千万别让他死哦 回到后堂之后 杨绍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揉着额头道 这回 乐子大了 竹志恩基 摁了一声 没有理会杨绍峰 反而在屋子里 转起圈子了 现在的事情 正如杨绍峰 所说的那样 乐子大了 原本以为 只是一件 简单的贪腐案 可是查到现在 谁没想到 居然会牵扯到郡王 甚至还有可能 牵扯到亲王 对于朱瞻基 和杨绍峰来说 现在最好的选择 就是把案子 就此终结在 已经查出来 这些人的身上 振绎完受灾的百姓 就算结束了 剩下的事情 就要由朱老四来决定 转了半场之后 朱瞻基 才对边城吩咐道 拿本宫的腰牌 去一趟开封 调集开封府的锦衣卫 把本宫的那个 好王叔给抓来 杨绍峰伸手拦住边城 又让所有人 都退出去之后才到 你想干什么 自然是宰了他 朱瞻基咬牙切齿道 他不干人事 就别怪我这个当侄子的不讲情面 杨绍峰道 你想好了 眼看着其他人都退了出去 朱瞻基也就不再隐瞒了 想好了 大王都被暴毙了 自然也不差一个汝南王 杨绍峰顿时被吓了一跳 一道 大王被暴毙 不是说忽然染了急症吗 大王朱桂是真正的人渣 身为朱崇峰的第十三子 朱桂娶娶了徐达的次女 徐妙青 跟朱老四既是兄弟 又是连金 关系之亲密 更甚至于其他的兄弟 就翻大同以后 朱桂丝毫没有一个亲王该有的样子 反而骄横跋扈 纵路取材 以至于在建文元年 曾因罪被废为庶人 朱老四继位之后 恢复王爵 然而朱桂从来没有想过悔改 不仅余智修了九龙臂 袖子里还总揣着一柄小锤 在街上瞧着谁不顺眼 就直接垂杀了 更过分的是 一时百姓欺男霸女的事情 不光朱桂自己干 他还带着两个儿子一起干 说是大同一害 也都不为过 朱瞻几道 事到如今 我也不瞒你了 袋王暴毙的事情 是黄爷爷亲口吩咐 吴欣亲自安排的 袋王染疾暴毙 袋王非寻葬 不过是为了添加颜面 才这么说的 实际上 袋王染的是贺顶红 袋王非寻的是三尺白铃 而且 承袭袋王爵位的 不是立世子 朱迅团之子 朱世禅 而是广宁郡王 朱迅民 杨少风 瞇着眼睛道 那也不能直接去抓人呢 这事儿 一旦捅到明面上 哪怕是看在 周王的面子上 咱们也未必 能把它怎么样 更何况 大明律中 还有一亲之志 朱瞻几咬牙发喊道 一亲之志 什么志也不行 总之 他汝南王朱友勋 都死定了 杨少风 周眉道 那也不能直接抓来宰掉啊 善杀郡王的罪名 你提不起 我也担不起 最好的法子 就是让他暴毙 朱瞻几咬了一声 问道 那你说怎么办 杨少风真拙着道 让吴明去查一查 顺便将朱王世子 请来登峰 既然试涉周王府 咱们最后 还是先看看 周王府那边怎么说 朱瞻几点点头 又接着说道 粮食的事 算是解决了 可是这事 不是一天两天 能过去的 百姓还需要安抚 登峰的官场 也该好好整顿整顿了 杨少风也要投道 百姓自然是需要安抚的 可是 单凭汝南郡王 和登峰县一个支险 怕是闹不起这么大动静 你的意思是 朱瞻几迟疑道 登峰县的后面还有人 杨少风摁了一声 点头道 这是必然的事情 想压下万语百姓 受了饥荒的消息 单凭一个登峰支县 办不到 哪怕是加上河南府 也未必能做到 听杨少风这么一说 朱瞻几顿时反应过来了 进而杀起疼疼的道 既然汝南郡王都要暴毙了 那也不在乎多上几个 查到底 宣武卫的忽然调动 而是莫名其妙的 从开封 调往河南的登峰 这种事情瞒得过其他人 去瞒不过开封府 河南府的地头蛇 包括 但不限于开封府之府 河南府之府 还有周王府的周王 就在杨少风大张旗鼓的 封锁登峰的第三天 河南府之府张珍 和周王世子朱友顿 就一前一后的来到了登峰县城 张珍和朱友顿都不认识杨少风 但是和登峰县之县 屈可进一样 两人都认识朱瞻几 先是向朱瞻几 行了君臣之礼之后 朱友顿才开口道 殿下忽然来河南 怎么不来开封的家里啊 反而是来了登峰 可是来少林寺锦香的嘛 朱瞻基不音不扬地顶了一句 王叔的好意指而心领 来登峰也是另有要事 谈不上什么锦香不锦香的 朱友顿后面的话顿是被噎了回去 这不是明摆着的废话吗 宣武卫忽然跨地区调动 还包围了整个登峰县 就连自己这个周王世子都是反复盘查之后才能进城的 要说没别的事 这他妈也说不过去呀 眼看着朱友顿吃了憋 河南府之府张珍攻身道 不知殿下有何要事 朝堂之上并无行文 可是如今宣无畏 却围了登峰 只怕 只怕什么 朱瞻基反问一句 冷笑着道 哼 本宫还没有去找你 你倒是自己来了 如此 倒也省了一番功夫 向着吴明使了个眼色 朱瞻基喝道 拿下 一类懵逼的张珍 只被吴明 带人五花大绑地捆起来之后才反应过来 殿下 微臣好歹是河南府之府 如今没有陛下旨意 也没有大理寺和刑部的公文 陛下为何要拿臣 朱瞻基 指了指杨少峰说道 非是本宫要拿你 而是咱们这位钦差大臣 杨巅峰 要拿你问罪 眼看着朱瞻基这么痛快地把自己给卖了 杨少峰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子 冷哼一声道 张之府 吴慌 本官奉陛下诏令 巡抚登峰 手持上方剑和亡命棋牌 三拼以下 可以先斩后奏 拿了你 不算余制 张珍叫道 纵人要拿我 也该叫我知道我所犯何罪 随口对吴明吩咐一句 声唐之后 杨少峰才扭过头来 对张珍道 张之府放心 本官是个讲究人 江湖上 人送外号铁面判官 断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若张之府是冤枉的 本官自会向你赔礼道歉 且任由张之府弹劾 无论陛下如何处置 本官都不会有半句怨言 若张之府不是被冤枉的 那倒也好办 先灵池 再足诸 再不计 就彻底遗族 总之 黄泉路上 不会让张之府感觉到寂寞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弦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三百零一章 以我九族 莫非你真得了个疯病 你知道什么是以九族吗 张臻瞧着杨绍峰 纵然被五花大绑着 张臻的脸上依旧满是不服 本官前来觐见皇太孙殿下 你却将本官当成罪员一般对待 当本官不会参你一本吗 本官清楚得很 先吓唬叫你 别当真 杨绍峰翻着白眼答了一句 稽儿有些不耐烦的道 为什么抓你 你心里没点说吗 许可进已经老老实实地交代了 若无实证 我吃饱了撑的 张臻怒道 言之不是驱打成招 本官自入了官场 一路勤勤恳恳 庆得天子青睐 这才做到了河南之府 如今却被你如此对待 杨绍峰从面前的案集上 翻出一本小册子 确认没有拿错之后 才一把甩向了吴明 拿给他看 吴明攻身硬了 从地上捡起册子之后 一页一页地在张臻面前翻过 杨绍峰喝了一声道 现在你来告诉本官 用了十九年 那三千两白银是怎么回事 用了二十年 那五十两白银是怎么回事 还有你也不用想着狡辩了 锦衣卫已经去了河南府 还有你老家 也已经有人去了 只怕到时候就算你想说 本官也未必想听了 张臻喝了一声 嘲讽道 那又如何 本官好歹也是正思品的知州 依大名律 就算本官当不得一跪一功 可也当得起一能一勤 而且要经三思会审才能定罪 杨绍峰却忍不住笑了 哟 还是个熟知大名律的 向前探探身子 杨绍峰擂开嘴 露出一口白森森的牙 宁笑道 那大名律里还规定了 凡贪腐六十两以上者 便要剥皮石草 张臻辅没忘吧 有些不耐烦的掏掏耳朵 杨绍峰干脆扭头 对吴明吩咐道 先砸碎他一个手指 张臻顿时又惊又怒 一边努力地往回缩着身子 试图躲开吴明 一边对着杨绍峰叫道 你这是草菅人命 本官又惨你 杨绍峰没有理会 直到吴明将张臻的手指 砸碎一根之后 才对着惨叫不止的张臻说道 说起草菅人命 本官都是想问问你张之府 登峰县长平仓 玉背仓 济农仓 一仓 四大仓 共计三十二座库房 里面粮食却不翼而飞的时候 你这个河南之府在干什么 登峰万语百姓流离失所 饿瓢遍地的时候 你这个河南之府在干什么 你没管百姓的死活 反而拿着登峰县 孝敬你的银子花天酒地 高高在上地做你的官老爷 跟你们的所作所为比起来 到底是本官在草菅人命 还是你们在草菅人命啊 张臻早已痛得满头大汗 文言顿时叫道 本官乃是河南之府 非是登峰之县 登峰之势 屈可尽未曾上报 本官毫不知情 至于你说的什么兵炭孝敬 更是此须乌有之势 杨绍峰脸上笑得分外怪异 原来这孝敬是换作兵炭孝敬啊 本官倒是咕噜寡闻了啊 今日还是头一次听说啊 不带张臻开口 杨绍峰又扭头对吴明吩咐道 再碎他一个手指 等到吴明行完行之后 杨绍峰又宁笑着对张臻道 你有十根手指 还有十根脚趾 现在不过是区区两根 还有十八根呢 你可以选择不说 本官也可以选择慢慢砸 一根根的砸 砸完手指脚趾 还有四肢 可以慢慢的 一寸一寸的砸 本官有的是耐心 你疯了 张臻惨叫道 你滥用思想 取打成招 我不服 杨绍峰脸色一沉 又对吴明道 再碎他一指 吴明攻身硬了 碎了张臻一指之后 又拎了一桶冷水 将痛昏过去的张臻颇醒了 这才对杨绍峰攻身道 秉状员弓 行刑已毙 杨绍峰摁了一声 又将目光投向了 悠悠转醒的张臻 你不是什么硬汉 这才区区三根手指 你就昏过去了 人家屈可敬 碎了二十指 外加一只胳膊 依旧私挺着不着 还是本官要移他 九足了才老实实招 你张臻辅是正四品的大员 本官移不了你九足 但是能诛你九足啊 是不是 而且本官还能把能杀的都杀了 杀不掉的 统统发配到工地上做苦力 欲赦不赦的那种 一直干到死 让你张臻辅同样段子绝孙 你要不要试试啊 对了 像你这种情况呢 应该是先诛你九足 让你眼睁睁地 看着九足的亲眷 一个个走在你前面 你就瞧瞧吧 他们有多恨你 然后把你给凌迟了 兴许你就不觉得痛了 张臻顿是疯狂挣扎起来 叫道 杀了我杀了我 杨绍峰却摇头道 多大点事啊 敢做就敢当 像我写文章 骂了天下是灵 在寂寞为官之时 赚了一百多万罐宝钞 我就敢认嘛 你有啥不敢的 眼见旁边无名忍得辛苦啊 就连肩膀都一抽一抽的 杨绍峰顿时拉下脸 对张臻道 考虑好了没有 似乎真的被杨绍峰的 癫狂给吓怕了 又或者是再也忍不住 手指被人一根一根 砸碎的酷刑 张臻最终还是点点头 说道 我说 我确实收了 屈可禁的孝敬 调开长兵舱 管舱 也是我指使屈可禁坐的 坐等登峰百姓流离失所 也有我的示意在里面 不过 我同样是受了别人的指使 杨绍峰道 汝南王 张臻意外地瞧了杨绍峰一眼 却又摇了摇头 果然是盛名之下 无虚实 你能查到汝南王的身上 确实是我小看了你 不过 指使我的既是汝南王 也不仅仅只是汝南王 自嘲地笑了一声 张臻又面对嘲讽地 对杨绍峰道 你确实还要听下去 我知道 你和皇太孙是结义兄弟 你的身份背景也是通了天的 再怎么折腾也不怕 不过 我要说的这人 身份背景也未必就比你差了 大明律也未必能把它怎么样 杨绍峰点点头 正色道 你尽管说 张臻点点头 接着说道 指使屈可敬和周济良铺东家周兴一起倒卖苍凉的 是汝南王没错 可是汝南王只求财 他也没有那个胆子 放任万语百姓成为流民 真正指使得屈可敬 做事百姓成为流民的 是新安王 新安王 朱游喜 杨绍峰一道 他又想干什么 他也想捞一笔 张臻摇了摇头 答道 寻常百姓家中失了人口 必然要上报官府 而流民中消失了几个人 又有谁在乎 杨绍峰这一下子更懵了 忽然 这货莫不是想要逼着百姓造反 还是想要收拢流民 然后带着流民一起造反 张臻强忍着手指传来的疼痛 勉强笑了笑说道 杨绍峰不愧是六手状元 若有朝一日 你起了反心 只怕是要江山动荡 生灵涂炭 杨绍峰脸色一黑 喝道 如今到了这般天地 依旧不忘坑海本官 可见人心到底有多很多 以今日所言 自会一五一十地 到了陛下面前 天地昭昭 杨某一片 担心可见 张臻眼看 坑不到杨绍峰了 倒也吸了继续给杨绍峰挖坑的心思 只是接着说道 新安王若是个有脑子的 又怎么会敢在背后推动此事 新安王好信佛道 不知道从哪听了个邪方 说是生时活人肝脑 可得长生 自死后便迷上了这个 这次登峰流民之事 也正是因为流民之中 少了几个人 也不显眼 官府也不会追查 所以新安王才借着汝南王想要捞银子的机会 推动此事 便是想着要多让一些百姓成了流民 至于那些莫名消失的流民 下场不用我再多说了 你应该也猜到了吧 杨绍峰点点头 阴沉着脸道 这种狗屁倒灶的长生之法 新安王又是从哪儿得来的 张真摇了摇头 答道 便是生时活人肝脑 可得长生的法子 还是新安王不经意间透露出来的 至于从何处得了这方子 新安王不可能告诉旁人 本官自然也无从得知 朱友顿在朱真心难看无比的脸色前 同样选择了卖掉朱友喜和朱友勋 老二娶了河南府张真的妹子为妃 而娶可敬的姐姐又是张真的宠妾 这几个人自然就勾结在一起了 至于老二嘛 则是因为建文年间诈告父王谋反 无二为父王所悟 如今落得是改封大礼的下场 便想着多捞些银子去大礼 至于百姓的死活嘛 自然也不怎么在乎 还有老五吧 这个混账啊 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方子 说是生时活人干脑可得长生 这次的事情啊 便是他和老二两个人一起做下的好事 在朱友顿说完之后 朱瞻几脸色更加阴沉了 做下这般好事情 王叔也知道 却为什么一直瞒着不报 若不是这些登风民机 王叔是不是打算一直替他们隐瞒下去 朱友顿善善地道 这凶为敌隐 原本也是人之常情嘛 何况我也没想到 他们两个居然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朱瞻几冷哼一声 又接着问道 五叔爷是否知情 朱友顿急道 父王身体近来愈发的差了 若是知道此事 只怕非得弃死不可 殿下念在宗亲的份上 千万不能让父王知晓此事 若要罚 只罚我便是了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天皇贵昼 领贤演播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三百零二让 凭什么 王叔有何过错 朱瞻基神色转冷 反问道 新安王和汝南王的过错 便该由他们两个来承担 与王叔何干 王叔致孝 不愿武术宫听到这般的消息 本宫也是可以理解 然而新安王和汝南王 行此大逆不道之举的时候 可曾想过武术宫 事已至此 王叔休要再替他们求情 朱友顿起身 向着朱瞻基 一了一礼 拜道 那新安王和汝南王 有罪 罪在我这兄长 管教不严 殿下若是要罚 便只罚臣一个 且无因新安王和汝南王之事 再惊动父王啊 殿下 千万看在宗亲的份上 替家父想想 可好 朱瞻基豁然起身 猛地将茶杯摔碎在地上 怒道 本宫视他们为宗亲 他们的行为 可是宗亲该做的事 本宫不求他们为国为民 可是他们干出来的 又是什么破事 霸占民田 欺压百姓 倒卖苍凉 食人干脑 他们这是在挖大明的根 气呼呼地转两个圈子 朱瞻基又手指着朱友顿道 王叔年长于本宫 想来应该曾见识过民间疾苦 可是王叔见识过的 可有比登峰百姓更苦的 即便王叔不曾见识过民间疾苦 可是王叔自幼也读过书 难道没听说过四海困顿 天路永中这句话吗 梦缘之事 因见不远 王叔全然看不到 是不是非得逼得百姓 揭竿而起了 王叔才会认为 本宫顾全了宗室情谊 朱友顿身子一颤 答道 不敢 不敢 以本宫看来 王叔倒是感到狠 朱瞻基冷笑道 王叔说 让本宫只罚你一人 放过新安王和汝南王 难道王叔以为 万方有罪 罪在一人吗 万方有罪 罪在一人 这八个字 从朱瞻基的嘴里说出来 刚刚还老老实实 听着朱瞻基发火的朱友顿 顿时慌了 归在地上颤声败道 臣 官司 朱瞻基没有理会 不停请罪的朱友顿 又接着道 新安王和汝南王有罪 王叔要我放过他们两个 本宫倒是想要问一问 本宫放过他们 谁来放过那些百姓 朱友顿顿时无言以对了 过了好半赏之后 才真主着道 臣愿意 拿出家产 赞于受灾百姓 也会让汝南王和新安王 拿出家产 算是对百姓 做些补偿吧 朱瞻基更怒了 向前一步 然后猛地一脚 踹在朱友顿肩上 反问道 那些因他们而死的无辜百姓 又该如何补偿 心中越想越气 朱瞻基干脆咬牙道 新安王和汝南王 我杀定了 如来佛祖也留不住 本宫说的 天下 朱友顿抬起头 望着壮如风虎的朱瞻基 哀求道 天下 可怜家父六十有二 竟来身体多有不适 若是知道了这个消息 只怕家父实在是撑不过去呀 朱瞻基怒急反笑 指着朱友顿道 周王撑不住 百姓便撑得住 说完之后 朱瞻基也不再理会朱友顿 反而直接对边城吩咐道 去找异地 请了王命棋牌和上方剑 捉拿罪臣朱友心和朱友西 前来听神 边城刚刚应下 归在地上的朱友顿 就像疯了一样 西行几步 死死地抱住边城的腿 对着朱瞻基叫道 殿下开恩 殿下开恩啊 纵然他们有罪 也该经过宗人府吧 朱瞻基冷笑道 宗人府 宗人府至多把他们废为庶人 或者圈禁 在宗室看来已经残酷无比的惩罚 可是对于百姓来说 公平吗 深吸了一口气 朱瞻基又接着说道 自永乐十三年的辽州水灾和林青水灾 到永乐十八年的唐塞尔叛乱 再到永乐十九年的举州大义和寂寞皇灾 本宗亲眼看着百姓的日子到底有多难 也亲眼看着活不下去的百姓是如何造反 更亲眼看着百姓心里如何感念着对他们好的人 百姓活不下去了 自然就只能选择饿死 或者选择 太祖高皇帝当初反员 同样也是因为活不下去了 王叔不记得了吗 再放任新安王和汝南王 等着天下各个亲王郡王都学他们两个的样子 我大明又能比孟元坚持多长时间 朱友顿叫道 那个方子 对 就是那个方子 殿下纵然要杀了他们 也该先从老五嘴里打听出那个方子 到底从何而来 否则 遗害无穷啊 朱瞻击倒 王叔放心 本宫既然派人前去捉拿他们 自然也会好生搜查 回来之后也会好生审问 绝不会让这方子再流传出去 好不容易冷静下来的朱瞻击和杨少峰相对而坐 互相对视一眼 却发现对方脸上也满是蛋疼之色 登峰之线趋可尽比较好办 左右不过是个剥皮石草 由吴明带来的锦衣卫动手 将之做成稻草人 然后挂在登峰的城门篓子上风干就可以了 张真也比较好办 虽然灵持师门手一伙 但是呢 在杨少峰和朱瞻击不要求具体的刀数 只要求效率的情况之下 一千来到的酷刑也足够张真慢慢享用了 比较难办的就是新安王和汝南王 周王朱素和代王朱桂不一样 朱桂和朱老四是同一个爹 但是娘却不同是一个娘 而周王朱素和朱老四既是同一个爹 又是同一个娘 属于狄亲的兄弟 这也就意味着 汝南王朱友勋和新安王朱友喜 这两个混账东西 都是朱瞻击的狄亲堂叔 当然 朱瞻击并不在乎什么狄不狄亲的堂叔了 现在朱瞻击一门心思的 就是要弄死这两个混账 然而就像周王世子朱友顿说的那样 朱瞻击可以不在乎新安王和汝南王 却不能不在乎周王啊 现在直接宰了新安王和汝南王 很可能直接把身体不太好的周王给气死 而一旦气死了周王 就意味着朱瞻击很可能背上不孝的骂名 沉默扮赏之后 朱瞻击才开口道 身为郡王却危害一方 史为不忠 诬告身负周王谋反 史为不孝 罔顾百姓死活 史为不仁 做事兄弟生食活人干脑 史为不义 杨绍击全声道 你想好了 朱瞻击摁了一声 脸上浮现出一股狠辣之色 汝南王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 该是 为了周王他老人家的身体考虑 汝南王府法的消息 就不要再传给周王府了 尸首也不必再往回印了 随便找个地方埋了也就是了 只是外面野狗比较多 要埋得深一些才是 杨绍凤摁了一声道 那鲜恩王呢 朱瞻击倒 宋他和汝南王一起上路 省得再祸害人 倒是这个食人干脑 可得长生的方子 我是无论如何 也想不出来 到底什么人才能 编出这么离谱的说法 杨绍凤同样反仇 关键是这么离谱的事情 还有人相信 不光相信 还真就 生死活人干脑了 朱瞻几一脸愁容地道 这还真就像你说的那样 傻子太多 骗子都快不够用了 更让人头疼的是 若是我大明的宗室里 竟出些 鲜恩王和汝南王 这般的祸色 那又该如何是好啊 杨绍凤顿时也愣住了 大明的宗室 就像被朱元璋厌恶地 评价为 自古至今 愚蠢无有如此者的 周王朱素 这货一辈子两次被流放 三次 一次谋反 组织人手编撰了四本一书 宝生鱼鲁 修真方 虎记方 和旧荒本草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旧荒本草 这本开拓性的记录 和研究了可以食用的野生植物 把食用植物从药用植物中分离出来 大大拓宽了 我国食用食用植物的范围 特别重要的是 此书绘制了植物图片 以及以前的药用植物书里 都要准确真实 也就是说 假如有人穿越到永乐四年之后 又赶上饿得不行了 恰好手里有这么一本书 那就可以按图所记 找到各种野菜 还能知道怎么吃 好不好吃 可以说是一本能怎好的 野外蔬菜指导大全了 还有朱重八的九世孙 被尊为律圣的正宫王世子 朱仔玉万历十九年 郑公王去世之后 朱仔玉在随后的十五年里 七次上书辞诀 最终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一个树人 然后又摇身一变成了 大明朝著名的绿学家 力学家 音乐家 还有再加上为了躲避杀头 而努力修仙琢磨戏曲 最终成了戏曲理论家 和剧作家的第一代宁王朱全 朱老四造反时 扔下军权跑回京城当咸鱼 在朱老四造反成功之后 又五次上书朝廷 要求提高自己待遇的辽王朱职 因为从小听人夸赞张居正 而心生度意 关罪张居正的爷爷 使其醉死之后 又作死地在王府里 竖白旗 被误认为造反的辽王朱县 朱老四活着的时候 喊着要造反 等朱老四死了又消停了 待朱瞻鸡上围之后 又开始吓嗶嗶 最终变成烤肉的汉王朱高旭 还有现在就在登峰的朱耀顿 这是个一生写了三十一本杂句 其中有三分之一 都在描写景儿 凄惨生活的王爷 似乎老朱家的王爷 还真是净出些奇葩呀 朱瞻鸡瞧着杨绍峰傻愣愣的 端着酒杯不说话 忍不住伸手 在杨绍峰眼前晃了晃 问道 想什么呢 杨绍峰道 在想那个方子啊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纳明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303章 朱瞻基拿着那张所谓能让人长生的方子瞧了半赏 然后在朱游喜一遇责人而逝的目光中将方子扔进火盆 啊不 即便被捆在座子上 朱游喜依旧疯狂地挣扎起来 怒视着朱瞻基叫道 那是我承仙的方子 朱瞻基道 方子是哪儿来的 朱游喜叫道 你毁了我的承仙路 还想我告诉你方子是哪儿来的 别做梦了 本王成不了仙 你也休想 朱瞻基上前一步 梦得一耳光抽向朱游喜喝道 成什么仙 识人干脑 不躲地狱 便是老天爷瞎了眼 你敢打我 朱游喜满脸的难以置信 竟又重复了一次 你敢打我 我好歹也是你王叔 你敢打我 朱瞻基冷哼一声道 说 这东西到底是哪儿来的 朱游喜叫道 做梦 给我方子的人已经被我给杀了 本王吃的第一个活人干脑 便是给我方子那人的 本王马上要成仙了 哈哈哈哈哈哈 朱游喜彻底疯了 或者说 朱游喜在他生时活人干脑的那一刻 就已经疯了 现在不过是疯得更加彻底了一些 朱瞻基神色阴沉的 瞧了瞧 开始狗叫的朱游喜 又瞧了旁边无名一眼 到底能不能让他开口 号称能让死人开口 说话的无名也没办法呀 无奈之下只得躬身打倒 回殿下 新安王已经疯了 卑职也没有把握 见朱瞻基 将目光投向自己 杨绍峰便面无表情地说 你瞧我干什么呀 新安王疯了 看汝南王又没疯 他们两个狼狈为奸 说不定会知道些什么 我说 杨绍峰的话音刚刚落下 同样被捆在柱子上的 汝南王朱友勋 就竹筒稻豆子一般 开始招供了 老五是庶处 向来不得父王疼爱 因此少了些管教 整日里最新佛道长生之法 臣曾经听老五说过 他是从一个有道高僧那里得来的 平日里宝贝的锦 向来不轻易试人 那高僧是谁 朱瞻基紧接着问道 哪座山头的和尚 朱友勋摇头道 这个就不清楚了 老五平日里交往的佛道之人极广 臣也不清楚他到底是从何处所得 吴明忽然开口道 殿下 似新安王这般的郡王府上 都有锦衣卫的作探 可从门房与锦衣卫处着手探查 朱瞻基点点头 正想开口说话呢 杨绍峰却直接开口说道 把该办的事情办了 省得一场梦多 朱瞻基摁了一声 没再提起方子的事情 反而将目光投向了朱友勋 汝南王叔 可有什么遗言要留下的 使尔定当尽力 朱友勋顿时惨叫起来 你不能杀我 我是你王叔 咱们是一家人 我刚刚还把老五的事情 都告诉你了 朱瞻基却是摇了摇头说道 我不杀你 无以面对登峰万鱼 因你而受灾的百姓 无以面对天下万万百姓 王叔还是留下一言吧 也好走得体面一些 放心 王叔路上不会寂寞 该有的风光 也一样都不会少 你好狠毒的心 朱勋叫道 王妃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你居然还要杀他 朱瞻基道 王妃殉情此乃大义 侄儿绝不会阻拦 相反 侄儿还要上表皇爷爷 要求皇爷爷赐下牌坊 王叔 留下一言吧 朱友勋疯狂地喊道 若要我死 谁要经过宗人府 我是宗室君王 我要见陛下 朱瞻基 怜悯地瞧了朱友勋一眼 说道 宗人府远在京城 皇爷爷同样远在京城 王叔不用再想这些有的没的了 杨烧风忍不住抬起头望了望天 风和日丽是个杀人的好天气啊 猛地一排京堂木端坐在太师椅上的杨绍峰高声喝道 带人犯 河南府知府张珍 登峰县知县 屈可敬 最先被带到了刑台上 而紧随在两人后面的 则是周济良破的东甲周星 还有一大堆河南府和登峰县 大的小小的官员 最后面的则是汝南王朱友勋和新安王朱友喜 一众脖子上插着贩子的人犯 被锦衣卫押解着 跪在刑台上面 咚咚咚 三声追魂炮响 杨绍峰又一次抬头 瞧了瞧天上太阳 先是带头向着身后的亡命棋牌 和上方剑行了礼 然后在令筒之中抽出一枚令签 朗声道 周济良破东甲周星 犯勾解他人倒卖粮仓 得利过八十罐 以大名律 角 朱祁足 令签置于地 杨绍峰又接着抽出第二根令签 长平仓管仓 犯 泄其本职 得利百贯 角 朱祁足 第三根令签 登峰老人王某 范某 张某 李某 此人犯勾结他人倒卖粮酷 并角 朱祁足 第二十七根令签 登峰县支县区可禁 犯 独其本职 勾结他人倒卖酷粮 残害百姓 以大名律 并洪武大告 处剥皮尸草 朱三足 第二十八根令签 河南府知府张珍 犯 独其本职 残害百姓 以大名律 并洪武大告 处灵池 朱三猪 数百颗人头落地 甚至有刚刚斩下的头颅 还会眨眼睛 鲜血浸满了整个形台 又顺着形台流向地面 而形台下的百姓 只在杀周星等人的时候叫了好 等到杀区可禁等人的时候 却是没有一个人叫好 只是冷着 瞧着满地翻滚的人头 朱瞻基忍不住 出了戳杨绍 低声道 难道百姓还不解气吗 刚刚杀周星的时候 还有人叫好呢 现在怎么轮到这些贪官了 反而没人叫好 杨绍峰呸了一声道 叫你个锤子的好 你不知道啊 这刑场上自古来 有三种人是不能叫好的 一是犯官 二是犯妇 三是说书先生 朱志恩基一道 为何这三种人不能叫好 杨绍峰瞧了瞧 依旧还在行刑的柜子手 低声道 若是杀犯官的时候叫好 朝廷的脸面往哪放 杀犯妇的时候叫好 犹如礼节风化 所以也不能叫好 原来如此啊 朱志恩基点点头说道 如此这般倒也说得过去 可是那说书先生呢 杨绍峰道 若是说 杀了说书先生的时候叫好 万一他再爬起来 这反掌说上一段 就该如何是好 朱志恩基刚刚喝了一口茶 尽数喷出去了 连续好几天的阴雾一扫而空 夫儿又咳嗽好几声之后 指着杨绍峰道 你 你倒是真会编排 杨绍峰喝了一声 瞧着刑场上已经差不多了 便是一无名等人将刑台上收拾一番 夫又向着王命棋牌行了一力 这才朗声道 顺命与约 有罪不敢设 地臣不必 减在地心 汝南王朱友勋 犯勾结他人倒卖官粮 残害百姓无数 虽太祖高皇帝之孙 亦不可设 斩 新安王朱友喜 犯偏信方氏 生使活人干脑 残害百姓无数 虽太祖高皇帝之孙 亦不可设 斩 即便被压到刑台上 汝南王朱友勋 依旧在疯狂争扎 正开按着自己的差异之后 扭头对杨绍峰叫道 杨天峰 我乃太祖高皇帝嫡孙 你敢杀我 可是要造反吗 朱瞻基 我是你叔叔 你敢杀我 便是不孝 跪在朱友勋旁边的朱友喜 嬉嬉笑着道 好玩好玩 杀头 可长生 杨绍峰脸色阴沉 喝道 我大明自有律法 遂王子犯法 亦与庶民同罪 跪自首 还不行行 慢着 朱瞻基叫了一声 起身之后 走向朱友勋和朱友喜 浑然不顾刑台上面 泥泞的鲜血 反而向着两人 一了一礼 高声道 已知杀叔 确实不孝 然登峰百姓 何其无辜 不杀二位 斩基无言面对登峰百姓 今日 以大明律 杀了二位王叔 斩基自会 如素三日 向二位王叔赔罪 朱友喜依旧一副笑嘻嘻的模样 瞧着朱瞻基道 嘿 快上快上 我马上要长生不老了 这些身来 朱瞻基这才慢慢走回到杨绍峰所在的暗几处 又从杨绍峰手里夺过令前 喝道 行刑 又是咚咚咚 三声追魂炮响起 锦衣卫接替了刑台上的牙翼 按住了物资挣扎不休的朱友勋 可依旧有着傻笑的朱友喜 充当了刽子手的锦衣卫 也高高举起手中头刀 只等着被杨绍峰重新夺过去的令前落地 并要收起刀落 送朱友勋和朱友喜两人上路 杨绍峰正打算扔下手中令前 却听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和一阵阵刀下流人 以及尖锐的朱王殿下道的声音 远远传来 想学影视剧里玩刀下流人那套 在左右打量 发现原本应该不在远处的朱友顿 也将不见了踪影 杨绍峰心中顿时便明白怎么回事了 将手中令前狠狠地置于地上 喝道 行行 令前落 朱友勋的人头也跟着落在地上 朱友喜的眼睛还眨了眨 眼神当中似乎有无尽的茫然 周王殿下道 太监尖锐的嗓音离得更近了 行台下 原本拥挤不堪的百姓 也硬生生地 挤开了一条直通行台的小路 朱友顿一马当先 奔到台下之后 却只见到朱友勋 和朱友喜的尸体和人头 吴明凑到杨绍峰身边 低声道 要不要卑职 先行驱散人群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304章 杨绍峰瞧了瞧台上的尸首 又瞧了瞧台下的人群 低声道 没有 犯人该死的已经死了 剩下的尽管让百姓们看 朱瞻基瞧了瞧杨绍一眼 点点头之后 便和杨绍峰一同起身 影响了朱友顿 朱友顿将朱友勋 和朱友喜的尸首 凑在了一处 流着眼泪 目视着杨绍峰叫道 阳绍峰一翻白眼 哼了一声道 哼 有什么好交代的 难道 他们不该死啊 朱友顿大怒 指着杨绍峰道 那我来问你 他们是不是大明的宗士 以大明律 以亲之治 他们 该不该死 怎么着 武叔公来了 王叔你这是觉得有靠山了 不音不扬地讽刺朱友顿一句 杨绍峰又接着道 不过 若是按一清之指 他们确实不用死 但是 他们依旧该死 眼看着两人越吵越僵 朱瞻基忍不住 咳了一声道 哼 武叔公前来 本宫自当迎接 若有什么事情 便让武叔公 责罚于本宫也就是了 朱瞻基的声音刚刚落下 刑台下的一顶软轿上面 虚发近白的朱素 已经挣扎着坐了起来 哭道 我的儿啊 哭了一声 朱素又一步一步地上了刑台 挨个儿将朱友须和朱友须的人头 抱在怀里 然后对朱瞻基行礼道 陈朱素 见过皇太孙殿下 朱瞻基赶忙向前一步 扶起朱素 紧接着又向朱素败道 朱基见过武叔公 武叔公身体愈发地清减了 朱素流着眼泪 瞧了朱瞻基一眼 又将目光投向了杨少风 你 你便是文明天下的六手状元 杨少风宫申道 是 少风见过武叔公 愿武叔公身体安康 我带朱素说话 朱瞻基就直接把话茬揽了过去 武叔公恕罪 此事皆是孙儿一人所为 武叔公若要怪罪 便只怪孙儿一人 朱素流着泪叹息了一声 看了看怀里的两个人头 摇头道 有什么好怪罪的 臣也是见过民生疾苦的 这两个逆子自寻死路 死得好 又一次摇了摇头 朱素又接着对朱瞻基道 殿下趁此来登峰 便是想带着两个逆子的人头 回开封 往殿下恩转 朱素的行为很反常 直到朱素带着两个人头离开 而杨少风和朱瞻基两个人 也开始踏上回京的路程 杨少风依然有些吃不准 你说朱王是真的生命大义 还是另有打算呢 不太好说 朱展基摇了摇头 答道 朱王一生三次 疑似谋反 最近的一次就在永乐十八年 若说他真的生命大义 只怕未必 可是从法场上的情况来看 朱王似乎又没有其他的打算 倒是朱友顿 既然他敢偷偷摸摸地请了朱王来 只怕不是什么好相遇的 回头少不得要告我们一状 杨少风道 要是单纯地告我们一状 那倒没什么 怕就怕他真个举气造反 那才是真正的麻烦事 朱展基顿时就愣住了 叹了一声道 确实 逼反反亡的罪过 可要比善杀宗室的罪过大了许多 朱老四脸色阴沉地将手里的奏书扔到桌面上 叹了一声之后才开口道 简易心中微颤 向着朱老四行了一礼之后才小声问道 陛下 朱老四伸手支支桌上的奏书 拿去看 看看朕的封江大利和秦明官是怎么待朕牧民的 再瞧瞧朕的百姓是怎么过活的 朕恨不得一刀一刀地亲手零碎了他们 带到朱博大佬和内阁几位大佬都看过之后 兼任着宗人府宗令的吕镇攻身道 陛下 那周王世子弹劾太孙殿下和杨绍峰的奏书 拿去烧了 朱老四脸色满是弦物 还有脸上奏书弹劾 他很庆幸是这两个孩子去了 而不是朕亲自去了登峰 传指周王宿 教子无方 搁起一营护卫 罚奉三年 周王世子见识不明 罚起闭门读书三年 无诏 不得处 想了想朱老四又接着道 那两个混账东西 闪杀方王 也确实太过胆大了些 我给他们些惩罚 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乱子来 你指罚他们两个在杨家庄读书三个月 无诏不许出杨家庄 啊 还有 告诉御用监 杨李氏 李静公婆 与父有道 此 公用胭脂水粉 各十相 紧断白皮 象牙快一副 若是杨林氏产子 此 长命所一副 今晚一个 象牙快一副 闻房四宝一副 坏家千里居一匹 护卫十人 照看侍女两个 嗯 若是杨林氏产女呢 此次长命所 今晚象牙快 坏家象牙床一座 为平两扇 公用胭脂水粉十相 并赐罗电珠邦王物 还有照看侍女两个 朱老四的话音刚刚落下 下缘吉就慌忙败道 陛下不可 见朱老四目光投向自己 下缘吉攻身道 陛下将一印奏书 留中不发也就是了 万不可再下这样的旨意啊 否则周王府 尽管恨杨绍峰恨得牙根痒痒 简易还是攻身道 陈复义 吕震也攻身道 陈复义 望陛下三思 整个大明京城 谁不知道 杨家庄子是个好地方 诗喝与别处不同 景色也是上家 不出庄子读书三个月 三年也行啊 再说了 那杨颠峰的媳妇 还没生出来娃呢 这就开始提前预备下了 这是罚他们 还是打周王府的脸 或者说 这是打了周王府的脸之后 又给踩到泥里 再碾上几脚 如果说周王府 强忍一下这口气 倒也算了 可是万一周王府 忍不下这口气 光是评判 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朱瞻基的名声 也就臭了 就算朱瞻基和杨绍峰 是因为新安王和汝南王残害百姓 才杀了他们 那这个杀书的名声 也是好说不好听啊 更别说 这杨绍峰之前还得罪了天下士林 这种破事 一旦传扬出去 那些掌握了笔杆子的文人 不落井下石就算好的了 难道还能指望他们 替朱瞻基和杨绍峰说两句好话 夏夏任皇帝背了个杀害堂叔 逼反宗室的名声 这大明的脸面又该往哪儿割呢 这和朱瞻基已经当了皇帝还不一样 所以夏元吉等人的意思很简单 朱瞻基的名声臭不得呀 无论如何 也要先安抚住周王府 让这次的事情慢慢接过去 朱老四却喝得笑了一声道 三思什么 这大明江山是朕的 如何管教孙子 也是朕的事 还轮不到他周王府 来指手画教 自动忽略了 自己从侄子手中 抢来的江山之后 朱老四又接着道 朕从父皇手里 接过这大明江山的千军担子 靠的便是堂堂正正 是 无不可对人言 既然老五教子无方 大哥 二哥 还有三哥 都去得早 朕这个当哥哥的 自然要替他管教管教 省得后面的 都是油样学样 把这大明江山 当成一块自家的肥肉 谁都敢趴在上面 啃两口 回头 把星安王和汝南王的罪证 供之于众 地报和报纸 都明发天下 让天下人都知道 谁敢残害百姓 哪怕是朕的亲侄子 朕 也绝不放过 杀起腾腾的朱老四 话里话外 尽显赤裸裸地回护 对于朱老四来说 如果朱瞻基和杨绍锋 杀掉的是周王朱素 那朱老四肯定是要 重重地惩罚他们两个 绝不会像现在这样 轻飘飘地 读书三月就过去的 但是朱瞻基和杨绍锋 杀掉的是两个 根本就没什么感情的侄儿 那就无所谓的很了 侄儿嘛 死了就死了 反正不差这么两个 想了想 朱老四还是决定 彻底把朝堂上的注意力 从朱瞻基和杨绍锋身上 给移开 嗯 对了 顾剑州都指挥是 李显忠之子 李满柱上奏 管剑州所谓是 蒙哥天木尔 率部前往朝鲜 阿姆河就地 现在问朝廷 打算怎么办 同样的 朝鲜国王李陶 也给朕上了奏章 蒙哥天木尔率部 在朝鲜 多有劫掠等不法事 要求朕为朝鲜做主 众卿 不妨一上一议 哪怕明知道 这是朱老四在转移 大家伙注意力 夏元纪依旧气呼呼地骂了一句 哼 这个养不熟的野狗 大明朱藩 所得最后者 无处猛歌天木而其右 而所行背逆者 已无人能出其右啊 大明赏赐给他的东西 全都喂了狗了 以后绝不能再赏了 兵部尚书 陈恰瞥了夏元纪一眼 向着朱老四败道 陈以为 剑州女真 迁往婆珠江 乃是顾剑州都指挥室 离县忠所定 蒙哥田木尔 却在迁移途中 率部前往朝鲜 此举无异于公然叛逃 该当交由朝鲜处置才是 在文华殿里 一向冒充木头人的张辅 一听到叛逃这两个字 顿时就精神起来了 咳了一声道 齐造陛下 蒙哥天木尔叛逃 又对朝鲜多有息扰 臣以为 当发兵尽叫 夏元纪顿时就怒了 跳着脚道 放屁 孟子曰 来者不拒 亡者不追 他蒙哥天木尔 既然没有侵扰辽东百姓 那愿意去婆珠江 还是去朝鲜 都是他自己的事情 朝鲜要不要尽脚 能不能剿灭蒙哥天木尔 那也是朝鲜的事情 跟我大明有什么关系 打仗 不用花钱啊 张福忍不住 翻了个白眼儿 哼 说来说去 你下不堂 不就是要喊 国库没钱吗 夏元纪眼 桌子转了转 说道 哎呀 这杨巅峰 不是快回来了吗 他肯定是有法子呀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纳明优秀青年 摆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三百零五章 谁 猛哥天木尔 杨绍峰咕噜一下从唐椅上翻起来 瞧着北宫云道 是不是要弄死这个傻袍子 旁边唐椅上的朱瞻金明显对猛哥天木尔没什么兴趣 不过是个蛮子 让朝鲜自行处理也就是了 咱们两个还在禁足 管他干什么 杨绍峰眨眨眼睛 答道 这个蛮子吧 它跟其他蛮子不一样 怎么说呢 就是那种很特别的那种 跟释迦奴完全是两个类型的 如果说释迦奴和阿鲁台等人 一样属于可以规划的蛮人 可以把他们变化大明百姓 那猛哥天木尔就完全属于 养不熟的野狗 坑死人不偿命那种 坑死人不偿命 杜绍基好奇地道 左右不过是个蛮子 再坑能坑到哪儿去 莫非比你还不是东西啊 杨绍峰催了一声 说道 红五五年 猛哥天木尔率不重 逃到阿木河 二十年的时候 接受了朝鲜封探的万户官 这个没错吧 永乐四年 这孙子在阿哈戳的推荐之下 成了建州卫都指挥使 九年的时候侵犯庆元 结果呢 因为怕挨揍 又跑到了凤州 这个也没错吧 永乐十四年的时候 就是我参加会试的第二年 大明设立建州左卫 又委任这孙子 专管建州左卫事宜 现在这孙子又一次率部跑路了 逃回阿木河 这个不是我宅葬险害吧 那他还不是害怕达达 朱瞻基有些不耐烦的道 早先你忽悠着阿鲁台去抓劳工 达达人在草原上抓不到 自然就会抓女真 现在他害怕也是正常 锤子 杨绍峰摇了摇头说道 阿鲁台早先是喜欢抓劳工没错 现在打从前年开始 阿鲁台和马哈木他们 就赖在边市城不走 抓劳工的生意也早就放下了 他怕什么呀 再说了 李满柱为什么就能老老实实地歉移啊 因为阿鲁台不抓劳工了呀 人家自然就不用担心达达这边了 蒙哥天沫儿怕是物者野人 这孙子他爹爱心觉罗恢厚 曾经是蒙原侧封的 汉多里万户府的这个万户 监管英氏 镇压过物者野人 这属于世仇 说完之后杨绍峰忽然反应过来了 又摸着下巴道 不对啊 这样这么说起来 那李满柱 他锁部岂不是替蒙哥天沫儿这孙子背黑锅了 朱瞻基一愣 问道 背黑锅 杨绍峰昂了一声道 咱们从阿哈初那一代开始往下捋 永乐元年 阿哈初被册封为建州卫都指挥使 并辞名为李承善 其麾下设置千户百户 镇抚官等等 都是由朝廷赐予告印 灌服 抄臂 阿哈初呢 也一直在招服女真人 黄爷爷亲征末北的时候 阿哈初还派出了长子施加奴从军效力 因公得封建州卫都指挥千世 然后呢 赐名李显忠 这没错吧 永乐九年 施加奴又举荐了蒙哥布花 蒙哥布花呢 受封毛连卫指挥使之后 多次入朝贡马 从征听调 上次咱们带到窝果的笑意营里 就由蒙哥布花所布 记不记得 然后呢 朱瞻基一道 这些跟蒙哥天木尔有什么关系啊 杨绍峰猛的一拍大腿叫道 这他娘关系大了 蒙哥天木尔 蒙哥布花 如果不是咱们朝堂上那些二把刀 通意 把这两个人当成了兄弟 你觉得 凭他一个小小的汉多礼部首领 能被封为 都督千世 还让他统领 建州左卫 如果不是蒙哥铁木尔 和物者野人那边有世仇 被人整得混不下去了 他能被阿哈处和世家奴 招抚啊 后来这孙子三分两次的在朝鲜 和大明之间摇摆不定 你说朝堂上的大佬们 尤其是军府那些沙才 他们会嫉恨谁 他们又分不清阿哈处所属的 狐狸改部和蒙哥田木尔 所率领的汉多礼部 在他们看来 都是一样的女真人 很难说 他们在宰了蒙哥田木尔的同时 会不会误伤了李满柱 狐狸改部穷是穷点 可是人家忠心耿耿啊 这要是因为蒙哥田木尔 这孙子而被误伤了 你说人家冤不冤 实际上狐狸改部是真他妈冤的 估计要斗鹅附生 才可能比狐狸改部更冤一些 狐狸改部自从阿哈处 归顺大明之后 就一直忠心耿耿地替大明办差啊 朱老四要打蒙员残部 阿哈处派出自己长子 涉加奴从军 四子孟哥布花呢 后来担任了毛连位指挥使 杨绍峰穿越之后 朱老四倒是没有再折腾去砸人场子了 可是狐狸改部依旧老老实实地 在辽东替大明招服女真人 尤其是那些不听大明号令的野人女真 杨绍峰和朱真基等人 时常调用的三千笑礼养礼 里面就有五百骑兵是来自胡理改 女真部的 从阿哈处到施加奴 再到现在的李满柱 整个胡理改部 基本上就是从轩听调 丝毫不带含糊的 相比之下呢 主归跑到阿哈处徽下 求招服的孟哥铁木尔所率领的汉多礼部就极为完蛋了 而且孟哥铁木尔一边受着大明的封赏 一边受着朝廷的官职还不算什么 他儿子董珊也就是老野猪皮的武士祖 其实更不是个东西 宣德八年 蒙哥天木尔在阎木达悟是便当中被杀了 董珊被俘了 或是之后向大明求援 大明立即派毛连位都指挥使 如朗普尔韩被人护送出境 物质侵害 安置到辽东苏克肃虎河一带 同意在那里居住的建州魏黎满柱 合住在同一地域 当时董珊的叔叔樊茶 也已经定居于苏克肃虎河一带 并且已经到了京城朝贡 被朱瞻基这个二傻子册封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 樊茶借口因为旧印失落 请求朝廷重新搬新印 但董珊返回之后 手中仍旧有旧印 一位心旧两印 叔侄纷争不已 大明朝廷为平息叔侄纷争 干脆把建州左卫一拆为二 在其基础之上又设置了建州右卫 然后呢 从此建州女贞分为建州卫 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 合称建州三卫 后来董珊又请求开放边市 往常把边市当成宝贝的大明朝廷 可能是吃错了药了 一抽风就同意开设了府顺关 被建州专设马市 非府顺马市则朝贡 建州不得发达 被朝廷如此后代的董珊 又是如何回报大明的 串联蒙古引其入寇杀略不绝啊 黄道州建议考中 正统时建州卫指挥董珊 山又北鲁入寇杀略不绝 景泰中 寻府王 前使诏遇 稍归所掠 赴宽官 实力爬外 因赴朝鲜 明是朝鲜传当中 这样记载 景泰二年东 以建州头目 潜于朝鲜通 天顺三年 边疆奏有建州三位都督 死于朝鲜节 恐为中国患 自己动手 烧杀抢掠 建议考赃中 这样记载 董珊揪毛连 海西朱夷 道边无西越 凡此种种 理由竟是 以赏赐太监失望 就是嫌明朝 给他们的好处不够多 事情到了这一步 大明这边人 还想着和平解决 从而达到 笼络董珊的目的 清朝全史当中记载 何乔远记世云 董珊等悔罪来朝 朝廷则之 皆顿首信 即赴礼不赐宴 这于指挥其不小之时 出谩骂之语等等 董珊等人来朝 要什么给什么 笼络的结果是 女真倾寇 依然不值 而且董珊放出话来 扬言归且复叛 至于像什么 一边吃着大明的好处 在一边受着朝廷册封 在干着毁坏大明的事 那根本就不算个事 也正是因为如此 震怒的大明朝廷 从皇帝到大臣 都是忍无可忍 于成化三年派出军队 对建州女真进行了 毁其巢穴 绝其种类的血系 崩毁了屯寨 勤占一千七百余人 释放阿哈千余人 事称成化离庭 而杨绍峰之所以说 胡理改部冤枉 就是因为在成化离庭的过程当中 汉多礼部虽然也受到打击了 可是一直忠心耿耿 替大明当差的胡理改部 李满柱父子 也因此倒了大霉了 再加上李满柱所部 曾经被蒙古威胁犯变 所以呢 在成化离庭的时候 李满柱父子彻底唱了凉凉了 更让杨绍峰李满柱父子 和胡理改部感觉冤枉的是 人家董珊根本没死啊 后来还能来大明朝贡马 直到有一次在进贡的路上 被人暗中杀在寓所里面 现在把这些都给吕顺清楚之后 杨绍峰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 从物者野人去见中女真的麻烦 直到大明忍无可忍之下 进行的成化离庭 其实啊根子都在 蒙哥铁木尔祖孙三代人身上 与之相反的是 李满柱四代人 则是倒了血霉了 招负了蒙哥铁木尔 这么个灾星 替人背锅 替人受过 替人去死啊 琢磨半生之后 杨绍峰才回过神来 话说蒙哥铁木尔那孙子 现在就在朝鲜 是不是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306章 见杨绍峰问起蒙哥铁木尔 北宫云便答道 正是 蒙哥铁木尔率部回到阿木河旧居地 可是又不好好约束族人 已经与朝鲜多次冲突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朝鲜国主才上述朝廷 请求大名约束汉夺礼部 杨绍峰摁了一声 对朱瞻基道 假设啊 你家院子里跑去一个人 吃你的喝你的还拿着你家东西 你在说你自己啊 还没等杨绍峰这话说完呢 朱瞻基就打断杨绍峰的话茬了 吃我的喝我的拿我的抢我的 这事不就是你敢干 杨绍峰起道 比喻比方 我就是打个比方 我说 遇到这样的 你会不会找对方家长去告状 你想不想揍他 朱瞻基喝了一声道 我找干娘告状 回头你找母妃告状 不还是一回事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朝鲜这情况跟你打的比方 也不能算是一回事啊 杨绍峰等 就是一回事啊 你想啊 蒙哥铁木尔那孙子是朝鲜的万户 李陶为什么不直接动手收拾他 为什么 朱瞻基也颇为想不通啊 说起来朝鲜的兵力虽然不怎么样 可是收拾一个沃德礼布 应该还是很容易的 因为蒙哥铁木尔那孙子 还是大明的建州左卫都督千世啊 杨绍峰答道 就像是你来我家吃我的喝我的 顺便还抢了我的东西 可是因为咱两个是结拜兄弟 所以呢 我只能去找义父义母告状 而不能随便揍你一样 就是一个道理啊 李陶是朝鲜国主 相当于大明的干儿子 现在蒙哥铁木尔 那个抱养来的干儿子 跑到他家去 吃他家的喝他家的还闹事 李陶也是有苦说不出啊 然后呢 朱瞻基问道 现在英国公想要出兵讨伐 你这么一扯 什么干儿子养子的 那军府还怎么出兵啊 杨绍峰撇撇嘴答道 出个锤子的兵 李陶之所以不收拾蒙哥铁木尔 是因为蒙哥铁木尔那孙子身上 还挂着尖州左卫 都督牵势的直弦 可是如果蒙哥铁木尔和大明没关系呢 那肯定揍他 朱瞻基顿时也反应过来了 李陶再怎么不成器 肯定也不愿意放任蒙哥铁木尔 就这么嚣张下去啊 他所顾忌的是大明 而不是沃德里布啊 说完之后 朱瞻基又皱皱眉头道 可是蒙哥铁木尔确实是 大明的剑州 左卫都督牵势 算起来也是正三品的大员 确实难办了一些 杨绍峰喝了一声道 想要剥夺他官职啊 实在是再简单不过了 朱瞻基顿时是愣起耳朵 问道 即将安戳 剑州都指挥使李满柱上表 弹劾蒙哥铁木尔 擅自率部回前阿木河 有叛逃朝鲜之意 而朝鲜国主李陶 又上表弹劾蒙哥铁木尔 擅自入境 且不能好好约束不重 这不都是现成的理由吗 杨绍峰道 大明是当爹的呀 对待这些杨子义子什么的 都得一碗水端平了 否则容易给人落下话柄 既然蒙哥铁木尔原本是朝鲜万户 又已经率兵返回了阿木河 那就彻底剥夺他大明的官职 其后的事情 就要由朝鲜自行处置也就是了 不对 朱瞻基着眉道 耻夺了蒙哥铁木尔的官职倒是简单 可是狐狸改步又会怎么想 还有蒙哥铁木尔现在有胆子跟朝鲜作对 正是因为他身上的建州左卫嘟嘟牵士贤 若是耻夺了 万一他老老实实地倒向了朝鲜 岂不是凭空替朝鲜做了嫁衣裳 狗是改不了吃史大 杨绍峰道 这孙子两头吃已经吃习惯了 大明一旦表态要剥夺他官职 现在还隐而不发的朝鲜 会立即下手收拾他 同样的 也没敢闹出什么动静的物者野人 也不会放过这次捅大落水狗的好机会 肯定也要收拾他 而狐狸改步的李满柱 就算是想要帮他 也会因为已经迁移到 活猪江而变成墨基 吃了帮手 打不过朝鲜 又有物者野人捣乱 这蒙哥铁木尔这孙子肯定得哭啊 说不定跑过来认错请贡呢 万一呢 朱瞻基道 万一他彻底倒向了朝鲜 物者野人肯定就拿他没办法了 而大明也不好出兵讨伐 朝鲜得了握头礼布 实力肯定会上升一截吧 朝鲜还欠着银行钱呢 杨少峰道 要银行趴在朝鲜身上吸血 李满哪还有心思 接受蒙哥铁木尔所布 朝鲜现在还有那个实力 就算是有啊 估计卖高丽鸡都快卖成职业人贩子的李陶 也是想着怎么才能把这个汉多礼布抓来当劳工 而不是怎么收编他们 说完之后呢 杨少峰又宁笑了一声道 实在不行啊 辽东那么多的猥琐都是吃干饭的 朝鲜的路不能白修啊 被杨少峰这么一说 猪瞻鸡顿时也回过味来了 那妥了 回头请陈兵部和英国公 还有夏不堂来庄子上喝酒 该安排的还是要好好安排一下的 杨少峰黑黑笑道 英国公和陈兵部夏不堂 他们肯定要好好招待招待 可是李满柱和李陶 还有某个铁木尔也不能落下 同样要请过来招待招待 朱瞻鸡一道 请过来招待 杨少峰摁了一声打倒 眼看着要快到中秋节了呀 中秋节后就是义父的千秋节 他们不得进京朝黑一下 不妥啊 朱瞻鸡道 往常的千秋节向来免贺 最多就是咱们兄弟能到宫里去吃顿家宴 剩下的那些宗室 也不过是把礼物送过来就算了 现在忽然让他们来贺父亲的千秋节 只怕他们会多想 反而不太好 杨少峰道 没啥不好的 义父都四十五岁了 我媳妇眼看着要生孩子 你媳妇也快生第二胎了吧 这么多喜事加一块 我回头再暗示一下金城恩 让他李陶来意思意思 这事就差不多了 至于李满柱 就直接让军府下到命令过去 让他借着千秋节的机会 尽精数值 难道他还能犯过这么好的筹工机会 还有猛哥铁木尔那些孙子 直接用跟李满柱一样的名义 让他借千秋节的机会尽精数值 就算他再怎么不情愿 该来他还得来 朱瞻基摁了一声道 嗯 那倒也行 可是就算李陶和李满柱那边不用考虑 蒙哥铁木尔那边呢 如果他来了京城 老老实实的贺寿数值 再哭闹一番 又该如何处置啊 杨少峰嘿嘿笑了一声 答道 嘿嘿 一个正三品的嘟嘟千世 你说他一个月俸禄得多少 有人替他求情 直接让夏不堂去应对就是了 能省下一个多多千世的俸禄 想必夏不堂不会介意当回刀子 如果蒙哥铁木尔那货知情失去 就剥夺官职之后让他滚蛋 要不然的话 要不然怎么样 朱瞻基适时地担起了捧根的角色 难道你还能直接宰了他不成 杨少峰道 那肯定不行啊 直接杀人岂是我这般君子所为 不过 你说这嚣张跋扈惯了的人 平时会收敛性的吗 朱瞻基等 那肯定不能啊 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 可是看你在举州和登峰的表现 就知道肯定是改不了的 杨少峰闻一言 顿时瞪了朱瞻基一眼 哪能一样 见朱瞻基喝了一声之后没话说 杨少峰只能无奈地接着说下去 这孙子一向是豪横惯了 万一在哪个驿站里惹出什么乱子 被心生不服的驿族给宰了也是正常的呀 咱们先不说李陶会不会替他告状喊冤 就算会 咱打明的兵律 也只会保护一族 而不是替他一个蛮子讨回公道 如果实在说不过去 那咱就把那一族抓起来审问嘛 大不了判个秋后问战 待到行刑的时候 让他喊两声冤 这案子就得重新发回重审 反正 生一回就喊一回冤 喊着喊着 该由我这般的青天大老爷来为民做主了 另外呢 这一族因为身体不好 所以不能一直关在牢里啊 干脆许他保外就医 只是不许离开顺天府也就是了 朱湛基忍不住向杨绍峰竖起大母根了 赞道 你这满肚子的坏神 可真是一套又一套的 够坏的 被朱湛基这么一夸 杨绍峰顿时骄傲起来 那必须的呀 你当我这六手状元白来打 说完之后 杨绍峰又接着说道 那就这么定了 回头让老北去请英国公和陈仆塔 下不当他们来装子上饮酒 他们这边妥了之后呢 再让狗子请金城恩过来 估计两个多月时间 差不多够他们跑一趟了 对了 哈密忠义王 勉利提莫尔 不是前使来供两马千匹 骆驼三百三十六头吗 回头呢 弄两头骆驼来尝尝 还是装子上的韭菜好啊 夏元吉美滋滋地喝了一口神仙醉 又从盘子里滑了一大块驼风肉 然后开口道 正三品的俸禄说多不多 说少可也不少啊 红五岩年间 正三品的俸禄不过是三十五蛋粮食 如今统一改为三十五罐宝钞了 这可就不少了 这么着也好 一个月省三十五罐 一年便是四百二十罐 十年便是四千两百罐了 若是像老夫一样省着点用吧 估计啊足够用上四十年了 另外呢 老夫还有一点想法呀 我知道状元宫 有没有兴趣听听老夫 念叨几句呀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三百零七章 张成禄曾经说过 人老奸马老滑 兔子老了 应难拿 像夏元吉这种老奸巨华的不吉大佬 愿意直连几句 别说是杨少锋了 就算是朱瞻基和张福等人 也是一起竖起了耳朵 这兄弟两个呀 在一起打伙过日子 有些磕磕碰碰的 也是在所难免呢 是吧 只了只跟过了蹭饭的吉刚 夏元吉又接着道 正所谓一样米养百样人 樊茶这个人 好歹还有几分人样 魂不似猛哥贴木尔那般 狼心狗肺 老夫听记指挥师说 樊茶私下里 对猛哥贴木尔也是多有威慈 这次反对猛哥贴木尔 牵移阿姆河的人 这就属樊茶的态度 最为坚决了 像这种对大明忠心的 再多的奖赏也不为过呀 而像猛哥贴木尔这样的 哪怕是给他一粒粮食 老夫这心呢 都揪着疼 一听夏元吉提到了樊茶 张福便摁了一声道 招负杨木达乌之时呢 樊茶便多有出力 较之祈求猛哥贴木尔啊 确实这还是强上许多呀 去罪之时啊 这杨木达乌狡诏作乱 四心嫖略 我携千余口至阿姆河 樊茶进地东两北 有屡居招负 据还所掠人口 当时樊茶便要起兵正逃 只不过被猛哥贴木尔所组 故而没有成形啊 两个大佬都表了态 季刚也拿起手巾 擦了擦嘴角的油字 点头道 根据锦衣卫发回来的情报来看 蒙哥贴木尔属于无可救药的那种 宰了喂狗是最好的选择 倒是樊茶这个人还可以试着拯救一下 有他在对于朝鲜和狐狸改部 也是一种牵制 不至于让他们太过于膨胀 杨绍峰顿时就明白了这三个人的意思了 大明身为天朝上国 多收狗是大明的责任 只要不给狗子们反咬一口的机会 就该任由这些藩属成员去狗咬狗 尤其是蒙哥贴木尔和樊茶兄弟两个 明明通过诱使他们自想残杀 就解决问题的 那么就没有必要像杨绍峰这样 把事情搞大了 然而杨绍峰却不可能同意这种玩法 因为大明最后就是被狗咬的 而且还是七大恨这种狗屁倒灶的咬法 四月十三日 八顾山十万兵征明国 左书告天曰 无父无祖于明帝边境 不折其草 不扰其土 而必无故生性于边外 杀无父祖此一恨 等等等等 一共七大恨 便是满文老当太祖卷六所记载的七大恨 然而实际上 这所谓的七大恨根本就没有任何一条能够站得住脚 比如老奴所说的 其父其祖 在大明边境不折其草 不扰其土 他老祖宗可没少干呢 这要算起来的话 杨绍峰倒是也有四大恨 一恨李成良养狗成患 勿杀老奴其父塔克士 与其祖父绝长安之后 未曾斩草除根 反倒赔偿其战马食匹 并让老野猪皮 席任建州左卫都指挥时 二恨大明朝堂上下 从皇帝到大臣 尽是圣母白连 居然收容走投无路的狗奴才 还让他们居住在辽东 以至于老野猪皮 把辽东当成了自己的地盘 不许大明百姓居住 这三恨大明眼瞎呀 原本在辽东 是谁敢跳出来就打谁 可是眼瞎了的大明 偏偏就没打剑奴 帮着这些辽东野生女真 发展就算了 还想着让辽东诸步 都相安无事 以至于截略其他部落成性的 老野猪皮 以所谓的七大恨骑兵 荼毒神州三百年不止 杨绍峰阴沉不断的脸色 还有止不住的杀意 吓了下缘技一跳 就连杀人如麻的张府和纪刚 都暗自心惊 朱瞻基伸手 推了推杨绍峰 说了一声 你又在想些什么 这回国神来之后的杨绍峰呢 瞧了瞧下缘技和张府 愣一笑一声道 翻查倒也罢了 还有三分抢救的价值 可是猛哥铁木耳必须死 谁也保不住他 这一次 我就要斩草出根 张府瞪着杨绍峰道 嗯 有仇啊 现在没仇 杨绍峰倒也是光棍啊 干脆利落的就承认了自己和蒙哥铁木耳 没仇没怨的 可是辽东有金矿 而且那儿的土地肥沃无比 是做天然的粮仓 张府道 那也不该 哼 不该什么呀 下缘技道 反复无常 唯唯而不怀德 该上 张府一脸懵得 瞧着忽然跳反的下缘技 这和说好的不一样啊 来的时候不是商量好了吗 这次放任 窝夺礼布和朝鲜两方狗咬狗 大明只要先护着 樊茶和狐狸改就行了 然而 有了窝国十剑银山的例子在前 下缘技丝毫不觉得自己 忽然跳反 有什么不对的 未争曾言 一敌人面兽心 非我族类 墙壁扣道 若则背负 不顾恩义 其天性也 以内地居之 且今降者几至十万 数年之后 滋稀过备 居我肘叶 福尔王姬 心腹之急 将为后患 如今官知 这卧夺礼布 反复无常 实相实判 我正是应了卫公所言之 若则背负 墙壁扣道之言 不满了 瞧了瞧 杨绍峰一眼 下缘急 又接着道 状元公 也是个不小事的 四猛哥 天木尔这般 反复无常的小人 正当 趁着国库中 有些余钱之计 兴兵讨伐 以免 为后人留下祸断 还用什么 离间 风化之计 既然辽东 土地 肥沃无比 我大明国库之中 又没有什么余粮 便正该移民以食鞭 若能使得国库充实 岂不快在 当福以大白 陈恰傻傻地 看着下缘急 从自己眼前 抢走剩下的 半瓶神仙罪 在那自贞自饮 过了好半赏之后 才吐出来两个字 好不要脸 下缘急 喝得讥笑一声 又将目光 瞧向了杨绍峰 欲待威胁的道 你可别忘了 这皇家学院 刚刚划了地 挣个要兴建起来 需要的银子 可不是一兴半点 没有金矿 这国库 我先进下不躺一杯 杨绍峰端起酒杯 敬了下缘急一杯 之后才到 国库空虚不空虚再说 可是下不躺 能和下官 在辽东的事情上 达成一致 该再饮一杯的 又敬了下缘急一杯 杨绍峰才接着到 金矿这玩意儿 也不是一天两天 能找到的 想要开采淘金 也是很费功夫的 下不躺 还是要早做打算 才是 张辅忽然开口道 这行兵辽东呢 倒也不是不可行 只是 这领兵之人 下缘急道 自然 非你莫属 论道之兵 老夫实在想不出来 还有谁 能强过你英国公的 回头 等陛下问起来 老夫一定 保举你英国公 如何 张辅忽这才点点头 又将目光 投向了陈恰 那 陈不堂 怎么说 陈恰黑着脸道 老夫能怎么说 你们还让老夫 怎么说 不过 这为所的军械 是不是该换了 总不能让将士们 拿着洪武延年间的兵器 上战场吧 哪说 兵杖局里 新造的火器 比之从前所造有墙上许多 可是兵部永乐 二十一年的预算里面 额外拨款 下缘急毫不犹豫地道 兵者 我之重器 该换新的 就得换 正好 户部还有一笔 备用应急的款子 这次 可以献给你兵部 好 趁着这次机会 把将士们用的兵器 都换一换 不过 回收回来的那些 旧兵器啊 都得交回户部 你兵部 不能自己随便处理 陈恰刚想点头 忽然又反应过来了 凭什么 兵器自然 该归兵部 什么时候 轮到你户部了 莫不是你准备 拿去卖 下缘急顿时 有些扭腻 户部出钱 给你换的兵器嘛 这收回来的自然 是要回户部嘛 不过 等回头把这些旧兵器 都卖掉之后 钱呢 和你兵部 三七分成吧 如何呀 陈恰冷笑道 你瞧我像个傻子嘛 我问你 谁三 谁七 下缘急道 自然是国库七 兵部三呢 你还要不要更换新的兵器了 陈恰冷哼一声道 五五开 要不然老夫不会跟你们掺和到一块 眼看着下缘急和陈恰 就要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谈成这一大笔生意的 朱瞻急顿时就急了 下缚趟 咱们是不是跑题了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308章 眼看着户部和兵部 还有军府三方就达成了一致 朱瞻急狠狠地瞪了杨绍峰一眼 感觉脑瓜子在嗡嗡地响 猛格铁木尔现在在阿姆河就地 军府难道还要对朝鲜用兵 朱瞻急的话音一落 张府下缘急 还有陈恰三人顿时傻眼了 阿姆河那块地方 现在在朝鲜那边 直接对猛格铁木尔用兵了 就无异于对朝鲜直接用兵 也就意味着 大名就变成了 善起边信 起压番鼠的反而角色 这下缘急杀气腾腾地道 朝鲜不臣 永乐年间还曾册封猛格铁木尔 不臣之心昭然若即 若不兴兵讨伐 我大明天为何在 兵部扛把子陈恰喝得冷笑了一声 嘲讽道 你便是被这金矿迷了眼 那金矿在哪 在阿姆河还是在朝鲜 或者是在辽东 又或者是努尔干都斯 被陈恰这么一问 下缘急顿时也傻眼了 回过神来之后 对杨绍峰道 那金矿在哪啊 到底是在朝鲜 还是在辽东啊 辽东 杨绍峰无可奈何得到 具体位置我也记不住了 不过肯定有金矿 而且啊 就在辽东那 下缘急气羞羞地 瞪了杨绍峰一眼 不早说清楚 说完之后 下缘急又捋着胡须道 如今不苦空虚 实在无力支撑 对辽东用病啊 此事就此做吧 对于下缘急这种 忽然跳反之后 又跳回来的情况 见怪不怪了 也早就习惯了 国库时而有钱 时而空虚 张府呢 捋着胡须道 既然如此吧 那就按照原本商定 好的来办吧 让该来京城的来京城 该训诫的训诫 该赏的就赏吧 陈恰嗯了一声 说道 说起来 互不闲着也是闲着 没事在辽东 迁移一些百姓过去 万一就有哪个走运的 发现了金矿呢 下缘急大怒 你才闲着 你兵部才闲着呢 这户不如今 事物繁杂 老夫想来装上 蹭顿饭 都要挑时间呢 吉刚弱弱地 接了一句 要不然 吉某派前锦衣卫 去辽东寻找金矿 等确定了金矿的位置 剩下的事情 也就好办了 下缘吉 眨眨眼睛 忽然哼了一声道 不老既指挥使了 这事原本就该由户部挑头 老夫 绝不推辞就是 吉刚讨了一个老大没趣 干脆不再搭理下缘吉 这个老不要脸的 倒是张府 捋着胡须道 这凡茶那边呢 确实还要劳烦 既指挥使啊 毕竟要赤夺了 猛哥天文的官职吧 也不好鸣着 再封赏凡茶呀 吉刚笑着摇了摇头 只不过笑容看上去 却是分外的诡异 论到打仗 十个吉刚啃在一起 也比不过你硬国公 但是 说到玩弄人心 你老张 可就比不过咱了 不带张府发问 吉刚就接着说道 既然要挑动凡茶 和猛哥铁木尔之间的争斗 那就要把凡茶一起叫过来 明着耻夺了 猛哥铁木尔的官职 然后再封赏给凡茶 这样既表明了大明 对于猛哥铁木尔的不满 也表达了大明 对于剑州女真的关爱之一 甚便还能在朝鲜和沃德里布之间 再埋下一根刺 是 他是沃德里布的酋长 咱也承认 可是真要是说起来 咱大明更加承认的是 剑州左卫都指挥天使 而不是什么狗屁酋长 更不是朝鲜的万户疏密使 若是本身就瞧猛哥铁木尔不顺眼的朝鲜 同样耻夺了猛哥铁木尔的官职 那猛哥铁木尔又该如何自处 张府呸了一声道 老夫向来讲究个堂堂正正 何曾像你们锦衣卫一般呢 尽是些个诡诀伎俩 被张府这么对了一句 季刚倒也不恼 只是黑黑地笑着道 光是去年一年的时间 锦衣卫就差不多花掉了一千万两银子 其中有一百万两都扔在了辽东和朝鲜身上 你当这钱是白花的 夏元吉履着胡子的手猛然一沉 险些将一斤花白的胡子给薅下来 嗨 哪来的钱呢 去年老夫只批给锦衣卫三百万 剩下的七百万是哪来的 季刚翻着白眼道 锦衣卫的钱跟你户部有什么关系 你那三百万两是锦衣卫的军饷 剩下需要花钱的地方多了 吉某找你要你能给 是不是那趟的 夏元吉拽了拽凳子 向着季刚的身边靠了靠 低声道 那趟你的钱 我少吧 眼看着话题越扯越偏了 杨绍峰忍不住 拍了拍桌子 交道 说正事 夺了猛哥铁木儿官职 再封给翻查 然后呢 夏元吉道 然后什么然后啊 如今国库空虚 钱粮不足啊 想打仗也打不动啊 也只能是向辽东 欠你百姓了 杨绍峰眼睛转了转 问道 那啥 我家有钱 你夏不堂 想不想要啊 我找你买块地 如何呀 吩咐狗子等人 将酒桌撤下了 杨绍峰指着 张府带过来的地图 随手在努尔赶都斯那儿 披画了一个圆圈道 这里卖给我 我去盖几座院子 等以后夏天太热了 就去捕鱼度假去 嗯 那金矿 是不是就在这儿啊 夏元吉哼了一声道 嗯 你去捕鱼海的对面 盖院子吧 老夫 多给你几母地 这地方 回国库了 瞧着眼前 不知几丈高的城墙 李满柱忍不住 有些羡慕了 天下间居然有 这般雄伟的城池 若此生得为大明百姓 能居住在顺天府皇城 当真是虽死无憾也 蒙哥铁木尔 扭头瞧了李满柱一眼 轻哼了一声 没有说话 跟在蒙哥铁木尔身边的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却开口道 你想住便尽管去修大明皇帝 若是他敢不语 你便起兵打他 打到他同意为止 蒙哥铁木尔脸色大变 猛地一鞭子抽向少年 喝道 找死吗 来的时候 我是怎么交代你了 老子打死你 樊茶皱了皱眉头 没有说话 李满柱却是一把抓住蒙哥铁木尔的鞭子 说道 这里是顺天府皇城 你在这里动鞭子 岂不是给自己找麻烦 蒙哥铁木尔这才哼了一声 顺势将鞭子抽了回去 指着少年骂道 打家急 不许你开口说话 若是惹来麻烦 老子便活活打死你 李满柱瞧了瞧蒙哥铁木尔 又瞧了瞧依旧满脸不服气的少年 忍不住摇了摇头说道 回头再说吧 还是先去兵部 脚令要紧 跟在李满柱等人身边不远处的李陶 摇了摇头 扭头对过来迎接的金城恩道 此为逆子也 我朝万不可学这等悖逆无形之举 金城恩供身道 王上放心 我朝鲜是大明如是父母 天朝皇帝爷爷陛下 一是多有夸赞 便是大朝之时 我朝鲜使臣也位列朱藩之前啊 这等悖逆之人 如何比得我朝鲜 李陶这才点点头 又摁了一声 说起来啊 久不来大明 却不知皇太孙殿下和阳兄弟如何 可都安好啊 金城恩道 回王上 皇太孙殿下与杨汉林都被禁足在杨家庄子了 说是三个月内不许出庄半部 否则便要与臣一起来迎接王上了 被禁足了 李陶好奇地问道 为什么被禁足了 还是禁足在杨家庄子 金城恩道 回王上 前次皇太孙殿下和杨汉林外出赈灾 却查出一桩空凉案 因此斩杀了汝南王和兴安王 陛下因此震怒 将俩人都禁足在杨家庄子三月 这事啊 都上报纸了 不过 虽然罚了俩人禁足 皇帝爷爷陛下 却又赏了杨汉林一家好多的东西 便是连未出生的婴儿都有 再加上杨家庄子原本 就与别处不同啊 想来这所谓的禁足 应该就是做给旁人看的 从金城恩的手里 结果报纸扫了两眼 立陶忍不住 有些羡慕起来 报纸却也是个好东西啊 倘若能将报纸送到朝鲜 那倒是极好的 金城恩道 此事应当是不难 对了 杨汉林让臣转告王上 说王上闲暇之时 不妨往杨家庄子一室 立陶点点头 先去红楼寺 在明日见陛下天子之后 我便直接去杨家庄子 巡洋兄弟 哦对了 那几个老身都仔细行 扫夫人临盆在即 送些老身 也算是朝鲜对兄弟的一番心意 向前微微示意了一下 李陶又接着说道 蒙哥铁木尔他们 就只准备了几头海东青 只怕没有准备杨兄弟的那份 到时候 少不得有乐子可瞧了 金城恩迟疑道 呃未必吧 臣感觉杨汉林 也不是啥贪图礼物的人啊 又怎么会有乐子可瞧呢 李陶笑道 他们准备的礼物少了 其他人都有 偏就杨兄弟那儿没有 你说他们会得罪谁 杨兄弟自然看不上他们的东西 可是皇太孙殿下 能看到过去啊 再想一想 皇太孙殿下和杨兄弟 是斩杀的汝南王和心安王 连个体面一些的权势都不给留 陛下发了禁足 却又赏了许多东西 现在蒙哥铁木尔他们 露了杨兄弟那份 陛下能高兴 金城恩赶忙做出一副恍然的表情 答道 哎呀 王上英明 李陶哼了一声道 既然要做人情 就要把人情给做足了 若是做不足 倒还不如不做 省得不知不觉就得罪了人 王上所言极是 金城恩发觉道 幸好陈下每次都是将礼物多备了几分 从东宫 汉王府 赵王府 到皇太孙府 和杨家庄子都有 否则的话 这倒真是会得罪人哪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309章 所谓一笔亲王 其实就是和同近似的意思差不多 你并不是真正的亲王 但是给你亲王的待遇啊 就像李陶身为朝鲜国主 在大明的身份就是相当于亲王 待遇比其他的藩属国国主们要高一级 所以李陶可以像朱高尺和朱瞻基一样 穿四爪猛袍 至于五爪龙袍和五爪龙纹的器具 那玩意儿是朱老四专用的 剩下的无论谁敢用 唯一的下场就是被埋到土里去 朝鲜国王也不例外 当然了 像《大长津》这种弱智的影视剧里面 出现棒子国王穿五爪龙袍的情况 那就只能说脑子是个好东西 而棒子们没有 幸好啊 李陶是个有脑子的棒子 不知道具体多少年 但是号称百年的老身 鸽子蛋大小的东猪 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好东西 都准备了许多 从朱老四到朱瞻基再到杨绍峰 基本上都送到位了 杨绍峰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这些礼物太贵重了 实在是受之有愧 受之有愧啊 朋友有通才之意 些许不值钱的小玩意儿罢了 李陶话锋一转 又对朱瞻基和杨绍峰道 事不相瞒 小王此次前来 还有一件事情 想要拜托殿下和杨汉林 杨绍峰一道 嗯 什么事啊 若是可以 杨某一定是尽心而为 李陶真拙着说道 啊 便是那猛哥铁木儿的事情 前些日子不知怎么回事啊 这猛哥铁木儿 忽然率领布中 签回到了阿姆河 前世去问吧 他却说 是奉了天朝皇帝陛下的旨意 迁徙至阿姆河 我道他是真有旨意 便也同意了 却不想他根本就不能 好生约束布中 以至于 我夺礼部之人 与我朝鲜百姓冲突日增 连修路的功期都受到影响 小王实在也是不胜其烦呢 便想着能不能让大明将之调离了 杨绍峰和朱瞻基对视了一眼 一道 嗯 这女真迁徙之事确实是有 不过 往婆朱江迁徙 并不是阿姆河呀 朱瞻基也疑神疑鬼地道 黄爷爷确实有个旨意 要求从建州左卫 到朱婆江一带的卫所 不得阻拦女真不迁徙 并没有提起过阿姆河呀 大王确定那蒙哥铁木尔 真是这么说的 可曾亲眼见过诏书 李陶猛的一拍大吠 叫道 哎 我确实被那贼司给骗了呀 说完之后呢 李陶的脸上又接着说道 是设皇帝陛下的旨意 我朝鲜君臣上下又岂敢怀疑真伪呀 谁曾想那贼司竟敢假传圣旨啊 朱瞻基阴沉着脸道 可曾跟皇爷爷说过了 李陶摇了摇头 脸上笑得比哭还难看 还没有 小王心想 这这这这先说通了皇太孙殿下 然后再去求陛下恩典 故而还未曾说过 杨绕风嘖嘖嘖叹了两声道 天作孽有可恕 自作孽不可活呀 历朝历代敢较召召行事等 有哪个能落得好下场 这猛哥铁木耳不仅较召行事 还敢来京城避剑 当真是好胆色 够种啊 朱瞻基确实摇了摇头道 可有时政 若无真凭实据 那猛哥铁木耳定然是咬定了 大王口说无凭 否则的话 又岂敢来京城避剑 李陶一愣 打倒 确实没有时政 便是说前往阿牧河乃至 奉大明天子诏书 也是他在大仗当中 除朝鲜时辰之外 并无他证 朱瞻基摁了一声 点头道 嗯 这就难怪了 此时没有人证 更没有物证 自然怎么说就怎么试 他说未曾缴诏 自然也就是未曾缴诏 李陶站起身来 向着朱瞻基行了一个衣礼 买道 还请殿下为小王做主 朱瞻基起身 扶着李陶坐下 暗中对杨绍风 使了个眼色 皱眉道 正所谓空口无凭 纵然猛格铁木尔 确实矫照行事 可是大王手中并无时政 到时候变到军前 只怕那丝 又要反咬一口了 杨绍风轻轻摇了摇 手中折扇 笑着道 空口无凭嘛 确实是空口无凭 但是要说这事嘛 却也不是没法子 刚刚坐下的李陶 又一次站起身来 向着杨绍风行了一礼 还请杨兄弟教我 杨绍风赶忙起身 扶着李陶坐下了 笑着道 正所谓吃人嘴软 拿人手软嘛 这个我既然收了大王礼物 那自然要替大王 谋划一番了 唰的一声展开折扇摇了摇 杨绍风又接着说道 大王既然已经知道 那蒙哥铁木耳 那是矫照形式 那便直接赶他离开就是了 若他不一 大王便可让他拿出诏书 李陶摇头道 不妥啊 小王刚才也想过这点 只是担心 内四会引兵作乱 到时候 这四一走了之了 受苦的 岂不是朝鲜百姓 杨绍风道 既然不妥 那便换个法子 大王且安心等候几日 待大朝会时 便可以直接弹劾于他 弹劾完了 再向皇爷爷求个恩典 事情也就解决了 李陶一就咒美 这四既敢违背圣意 擅自迁往阿木河 又敢搅招行事 就算他现在答应了 回头若他依赖于阿木河 却又如何是好啊 这回轮到杨绍峰就没了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大王可有什么想法啊 李陶戚戚戚戚戴戴的就试探道 不如由纪州位出售 将之驱逐出枪 我朝鲜愿意承担所有军费 只求能让这贼司赶紧离开 朱战基点点头说道 若实在没法子 也只能如此行事了 杨绍峰却喝得笑了一声 这也算什么法子啊 调动七州位 要经过军府和兵部 万一这司得了消息 再生出什么乱子 到时候受苦的 不还是朝鲜百姓 朱战基怒道 那你倒是想个 靠谱的法子出来啊 杨绍峰却是轻轻地 摇了摇手中折扇 笑得堪比诸葛之亮 法子倒不是没有 只不过这法子太过毒辣了 就看大王能不能 狠得下心来了 李陶咬牙道 还请杨兄弟教我 杨绍峰黑黑笑了一声道 你说一条狗跑来跑去的 连自己主人是谁都搞不清楚 这条狗的下场怎么样 李陶一愣 答道 自然会被打死吃肉啊 杨绍峰道 正是如此啊 既然那蒙哥铁木尔 受了朝鲜疏密室的册封 就不该再担任 大明的建筑所位 都指挥签示 所以殿下可以在大朝会时 弹劾那贼寺 求皇爷爷 夺了他官职 这怎么行啊 李陶豁然起身疾道 如此一来 握夺礼部必然生乱呢 只怕到时候遭殃的 不止朝鲜百姓 大明百姓 岂不也要遭殃啊 杨绍峰却是摆了摆手 是李陶坐下之后才开口道 如果握夺礼部 不会生乱呢 或者说大王难道就不想赚些银子 早点把银行贷款给他还清了 身色迟疑不定的李陶 琢磨了半晌 也没想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忍不住问道 赚银子自然是想 只是某个铁木尔的事情都还没解决 小王已经这心乱如麻呀 还替什么赚不赚银子 杨绍峰笑了一声说道 大王是安务躁 待我说完吗 现在眼看便是中秋了 第二天便是义父的千秋节 万事只等千秋节之后 大王尽管上表 弹劾纳塞斯 求黄爷爷夺了他的官职 这是第一步 我和义兄呢 肯定站在大王这边 那贼司官职多半不保 而大王就可以提前返回朝鲜 早做准备 而猛哥铁木尔 却需要在京城 待上一段时间才会遣返 大王明白了吗 建立桃依旧一脸懵逼的摇头 杨绍峰无奈之下 只得接着说道 我和义兄会劝说 黄爷爷侧封 反查为建都左卫 都只会监视 由反查率领愿意归顺的女真人 离开阿姆赫 至于愿意继续追随那贼司的 自然就和大明没什么关系了 大王再把他们派遣到大明左牢宫 这银子也赚了 事情也解决了 岂不就是两全其美之策 哎 好主意啊 李陶眼睛一亮 急而又斟酌着说道 若是这反查和猛哥铁木尔一般呢 现在小王最担心的 便是那反查会和那贼司同进同退啊 只怕到时候还会生乱 杨绍峰笑着摇头道 再如何兄弟情深 只要我和义兄说通了黄爷爷 无论那贼司如何 这剑州左卫的都指挥千世纸 都会落在反查的身上 就算反查顾及着那贼司的兄弟之情 也难保那贼司的心里不痛快 两人早晚都要互生嫌隙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等到义父前纠结的时候 和义兄借着解除禁足的事件 去劝说黄爷爷 回头呢 等大王回到朝鲜的时候 骑州卫也开始调动 做好两手准备 脸色转冷 杨绍峰又呵呵冷笑了一声 之所以要让反查 带着愿意归顺的女真人离开 便是想着上天有好生之的 好造一些杀孽也好嘛 这若是那贼司和反查 实在是兄弟情深的话 那只好让他们在 记者位的屠刀之下 到黄泉路上再去旧路 话音刚落 稿子便跑进来 先是向着李陶和杨绍峰 躬身行了一礼 然后对朱瞻激道 殿下 建州卫都指挥使和建州 左卫都指挥千世来访 杨绍峰顿时笑道 这人还真是不惊念头 说曹操 曹操便道 李陶先是谢过杨绍峰 然后开口道 一切有劳杨兄弟了 现在那贼司来访 小王便先行回避了 趁着李陶回避和杨绍峰 一起出门迎接 李满柱这几步路 朱瞻激忍不住 笛声道 就这么拿着朝鲜国主 当刀使 会不会太过了些 杨绍峰撇竹瞻激一眼 低声说道 过 现在咱两个 也不是皇爷手里的刀啊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三百一十章 刚刚出了门 杨绍峰就发现不对劲 人呐 狗子赶忙攻身道 少爷 小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大狗子和二狗子 这两个今天特别反常 就是不让建州卫指挥室 他们进庄子 笑话 杨绍峰差点被狗子给气笑了 那俩傻狗成天就知道 带着庄上狗子疯跑 还得娘知道看下了 庄子上来来往往的 从来没见他们拦过谁啊 赶紧给少爷说明白 到底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擅自做主 把人给拦下了 狗子吓了一跳 顿时口着脸嚼道 冤枉啊少爷 您是知道小人的 肯定不可能擅自做主 拦下客人呢 您要是不信 您就往庄子口上去瞧瞧 真是大狗子和二狗子他们干的 整个庄子上的狗子 还有庄户门都去瞧热闹了 杨绍峰和朱瞻几两人 一神一鬼的 跟着狗子来到庄外 却发现真就如同狗子所说 大狗子和二狗子一起握在地上 身边大量的狗子或坐或站 一个个儿大了着脑袋 长长的舌头 传着粗去 然后呢 一群狗子生前 是几个关袍的人 这几个人 只要试探着迈出一步 大量的狗子就会开始狂飞 大有再敢向前一步 就会扑上去撕咬的架势 而狗群的身后呢 则是一大片凑过来看热闹的庄户 满庄子疯跑的狗群 今天居然这么反常地拦住了官爷 这可就有乐子看了 杨绍峰和朱瞻鸡越过狗群 瞧了一眼大狗子和二狗子 又瞧了一眼对面的人群 心中顿时了然 各自给大狗子和二狗子一脚 让狗群散去之后 杨绍峰和朱瞻鸡 才影响了对面的人群 刚刚过去 对面人群之中为首的秋染大汉 便双手抱拳 向着朱瞻鸡败道 陈建州左卫都 指挥使李满柱 拜见黄太孙殿下 李满柱的声音落下了 跟在李满柱身后的人 便开始挨个拜见朱瞻鸡了 陈 毛林卫都指挥使李猛哥 拜见黄太孙殿下 陈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天使 猛哥铁木尔 拜见黄太孙殿下 陈建州左卫指挥千世凡查 拜见黄太孙殿下 朱瞻鸡笑眯眯地让众人免礼 又向众人介绍道 本宫身边这位便是本宫的异地 也是永乐十三年的六手状元 汉林院代照汉林 杨绍峰 杨绍峰向着李满柱拱手道 下官杨绍峰见过古轮都指挥使 杨绍峰的话音一落 李满柱的脸色就黑了下来 本室蒙陛下不弃 赐姓李 天为大明建州卫都指挥使 还望杨汉林不要再称呼什么古轮满柱 李满柱差点被杨绍峰给惹毛 这老子爷爷那边起就是汉人 还是皇帝亲自赐姓的那种 懂吗 喊古轮都指挥使 这是拿老子当蛮夷呢 悄然向着朱瞻机使了个眼色 杨绍峰又拱手对李满柱道 是下官唐头了 还望李指挥使物怪 李满柱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哼了一声 沉声道 不敢 杨绍峰心中也不以为意 只是挨个儿又对着其他几人拱手行李之后才开口道 请 一众人到了朱瞻机的院子正堂 分兵主落座之后李满柱 便对朱瞻机拱手道 悲职等此次进京来的匆忙 辽东又是苦寒之地 也没有什么好东西 便只有两头海东青还算不错 还望殿下不要嫌弃 朱瞻机笑眯眯地点了点头 算是硬下了 杨绍峰却是阴阳怪气得道 两头海东青算是女真部所供 剑州卫所供 还是剑州左卫所供 据我所知 童指挥迁士现在率部迁回了阿木河 那这海东青 李满柱对于杨绍峰愈发不满 脸上闪过了一丝不悦 答道 童指挥简史 虽然率部去了阿木河 可是无论湖里改部 还是汉夺里部 都是大明皇帝治下的百姓 又何须像杨汉林这般分派清楚 杨绍峰呵呵笑了笑 说道 那倒是在下的不是了 还望李指挥使无怪 这俩傻狗今天是怎么回事 莫非真是冲着猛哥铁木耳去的 一顿酒宴完毕 送走了李满柱等人之后 朱瞻基摸了摸旁边 哈哈吐着舌头的大狗子 问道 其他人不清楚大狗子 和二狗的脾性 但是朱瞻基可就太了解了 根本不可能 今天这样莫名其妙地 就组织狗群拦路 杨绍峰喝得笑了一声 随手将两只烤熟的海东青 扔给大狗子和二狗子 这才对朱瞻基道 你还没注意到吗 这俩傻狗的注意力 根本就不在李满柱身上 反而是在 蒙哥铁木耳和他儿子身上 或者换句话说 如果不是蒙哥铁木耳父子 从一开始就怀有敌意 这俩傻狗 根本不会阻拦他们 不过这也该是那狗奴才不死啊 要是蒙哥铁木耳身上 没有穿着官服 现在咱们应该替他操办葬礼了 娘的 挨下一顿饭了 朱瞻基对杨绍峰 时不时就爆粗口骂人的行为 早已是见怪不怪了 当下只是皱着眉头的 你今天称呼李满柱 为古轮满柱 是有意为之啊 嗯 杨绍峰点点头 大道 你没注意到吗 他一开始便自称为李满柱 在我称呼他为古轮都指挥使之后 他变老大不高兴 反倒是蒙哥铁木耳 一开始便自称是蒙哥铁木耳 而在我称呼他为通蒙哥的时候 这狗奴才神色反倒有些不正常 他身后的小崽子 更是对我怒目而视 这几个人里面就像是老技术的那样 李满柱和李梦哥是真正的心向大明 这俩人也是把自己当成大明的人 倒是这蒙哥铁木耳那孙子 这人从来没把自己当成大明人 反倒是一心想着他是握夺礼部的头人 包括他儿子也是一样 朱专机点点头问道 那樊少峰道 这我个人觉得呀 樊少峰应该是和李满柱 差不多的情况 只不过是碍于 沃多里不是蒙哥铁木耳那孙子当家 所以呢 有些束手束脚的 回头啊 等老技那边拿了更多的情报 这要不出大问题的话 便可以照原本的这个计划实行下去 实际上 锦衣卫拿到消息的速度 远比杨少峰想象中的更快 整个红炉寺 李满柱和蒙哥铁木耳等人住的地方 上上下下 几乎遍布着锦衣卫的眼线 基本上这些人的一举一动 都被人记录下来了 就连董珊说过的那句 他不让你住 你就骑兵打他 都因为蒙哥铁木耳 在教训董珊的时候 重复了一遍 而被人记了下来 季刚的脸色阴沉如水 在朱瞻基和杨少峰 都将情报看过一遍之后 便逃出了火折子 将情报翻毁了 朱瞻基摁了一声 对杨少峰道 嗯 果然 你说的没错 这养不熟的狗 始终是养不熟 不过 这次你可把蒙哥铁木耳得罪死了 就连李满柱也恨上你了 杨少峰喝了一声道 哼 蒙哥铁木耳不过是个将死之人罢了 不用在意 倒是那李满柱那个笨蛋 是怕被蒙哥铁木耳卖了 还要替人数钱呢 明天大朝会的时候还需当心 想了想 杨少峰又接着说道 对了 把这个消息告诉李逃 让他在明天的大朝会上捅出来 送蒙哥铁木耳那孙子一程 杨少峰 离着汉林院的队伍远远的 斑眯着眼睛 斜靠在凤天殿靠后面的柱子上 等着看戏呢 大朝会基本上就是扯皮扯皮再扯皮 真正要办的事情 大多都已经在文华殿 或者是武军都督府就决定好了 真正拿到大朝会上来讨论的 基本上就是走个过程 首先发言的永远都是督察院 或者是六科的盐棺喷子 喷大臣 喷太子 喷皇帝是固定流程 大臣自便已是清白 太子和皇帝在各自认错检讨 这大朝会的第一关也就算是过去了 紧接着发言的便是六部郎中和主事 各自把眼下的困难或者是问题 都摆出来说一遍 顺便呢 再指责一番 其他部门和皇帝 然后时间就到了中午 朱老四要安排一顿饭食 让朝堂上的喷子和各部门员工都吃好喝好 以便于这些人在下午的时候继续喷 等到了下午 第一个发言的依旧是督察院的喷子 这些人会再因为中午吃的伙食太差 从而按照流程喷一遍光禄寺 知道督察院的喷子们都爽够了 各部门的大佬们也都没什么事儿了 这个时候才会轮番到蜀国的使节们发言 当然了 这个发言的顺序也是有讲究的 像自诩为孝子的朝鲜 其使臣站位就比一众番蜀国使臣最前面 正常情况之下呢 除非是朝鲜使臣没有事情要上奏 否则番蜀使臣们想要发言的话 也是由朝鲜第一个带头 然后才能轮到其余的番蜀使臣 就像现在似的 当吴兴喊完那句 有本早奏无本退朝之后 李陶就捧着表彰跳出来了 共申道 启奏陛下 臣 李陶有本 这等了大半天 感觉自己中午吃了一顿猪食的杨绍峰 顿时来惊人了 直起身子 将目光投向高坐在龙椅上的朱老四 得到朱老四的许可 李陶便直接展开手中表彰 奏道 启奏陛下 臣要弹劾 剑州左卫都只会牵势 蒙哥铁木尔三大罪 其一 教子无方 不敬圣人 其二 擅自率步难迁 违背圣人旨意 其三 不能约束不重 由握夺李布女真人寻幸滋事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三百一十一章 李涛的嘴巴一开一合 诸如 悖逆不沉 是宠儿交 横行步伐 手术两端之类的词汇 是一个接一个 如果不是有悖逆不沉和手术两端之类的形容词 杨绍峰险些以为 李涛是在弹劾自己 而非蒙哥铁木尔 毕竟呢 李涛扔出来的雷 着实有些大了 大到险些将整个朝堂都给炸得人羊马翻 蒙哥铁木尔身为大明建州 左卫都指挥签士 又挂着朝鲜万户 疏密室的官职 确实有一头吃两家的嫌疑 但是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 却是因为李方远和朱老四暗中较劲才造成的 真要是追究起来 应该是朱老四和李涛他爹各占一半责任才对 按照常理来说 人生经历大致相似的李方远和朱老四的关系不错 而且呢 李方远也没有跟朱老四翻脸的资本 暗中较劲什么的 也应该不存在才对 实际上啊 两个矛盾就在辽东和朝鲜的交界处 当初蒙远唱得凉凉了 当时那块地方还没有完全被大明掌握在手里 李方远就趁着这个空档 干了一件棒子们经常干的事情 拉拢当地的女阵各部 让他们奉朝鲜为宗主国 不听话的就残酷镇压下去 当时还没有干掉自己侄子的朱老四 原本想的是当个混吃等死的藩王 时不时的带兵去塞外扫荡扫荡 蒙员残不当乐子 干不过朱老四 又不想去死的女真部首领阿哈初 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朱老四 所以真的要算起来 李满柱其实和徐景昌等人一样 都要喊朱老四一声辜负 而有了朱老四这个后台之后呢 阿哈初也就不再害怕李方远 开始公然和李方远叫板了 后来朱老四干掉了自己的亲侄子 朱老四就盯上了辽东这块地方 后来呢 更是设置了建州卫 由自己老丈人出任建州卫指挥使 永乐二年更是封阿哈初为参政 此后呢 又陆续在辽东设置了 一百七十个卫 还有二十个所 朱老四连续不断的动作 让李方远开始感到不安 真要是让朱老四这么整下去 最后朝鲜会不会摇身一变 成了大明的朝鲜位呢 也正是因为如此 李方远干脆了解了一些 这个辽金历史的人 带着辽金的地理制前往大明 表明辽金地理制上 并没有孔州 吉州 端州 英州 雄州 贤州等州的记载 所以呢 这些地方不应该归大明所有 而应该是朝鲜的 当时大明的官员对边界并不熟悉 再加上还有一个准备东征的 铁木尔涵牵扯了朱老四和大明朝堂的 大部分经历 因此在看到朝鲜搬出辽金地理之后 干脆把这些地盘给了朝鲜 那些地盘归化朝鲜之后 原本居住在那些地盘上的女镇人 就要求回归明朝 其中就包括某个铁木尔这个二五载 当时的李方远极力阻止 蒙哥铁木尔回归 对蒙哥铁木尔是以利诱 赐给他上将军三品官职室的头衔 其手下也被加封为护军 私职 副私职等职务 蒙哥铁木尔的二五载属性 在这种情况之下显露无遗 得到好处 这二五载又不想回明朝了 永乐三年 一直对自己被迫向大明称臣 而耿耿于怀的铁木尔汗 挂在了东征的路上 而他的继承人沙哈鲁 就干脆利落地向大明称臣纳贡了 没有了铁木尔汗国 朱老四又想起了辽东 干脆又派人去辽东 对蒙哥铁木尔威逼利诱去了 总之啊 就是一副听话就有好处 不听话就弄死你的态度 蒙哥铁木尔 这个二五载就再次导向大明了 所以蒙哥铁木尔 当了二五载的情况 这里面既有朱老四的原因 也有着李方远的原因 而现在李涛开始指责 蒙哥铁木尔一家吃两头 这无异于就是开始 掀起李方远的棺材板了 然而李涛并不是单纯的 掀了李方远的棺材板 而是把重点放在董珊说的那句 他不让你住 你就起兵打他 也给掀出来了 如此一来 朝堂上面的舆论风向就变了 如果李涛单纯的 掀了李方远的棺材板 蒙哥铁木尔果然逃不了好 但是李涛也肯定要背上一个不孝的骂名了 现在有了董珊 这么一句打逆不道的言论 李涛先棺材板的行为 就变成了忠孝两难权的大忠 是要受到所有人夸赞的一举 其形象也由不孝的小人 变成了忠君爱民的良臣 朱老四阴沉着脸 猛哥铁木尔道 童爱琴 朝鲜国王所言 可是属实 还未等猛哥铁木尔说话呢 李涛就直接攻身道 启奏陛下 下沉所言句句属实 端无半句奇瞒 见朱老四目光投向自己 季刚也出班奏陛下 猛哥铁木尔昨日 曾于驿馆之中管教其子 其中便有一条 是因为其子董珊悖逆之言 樊茶千事当时在场 朱老四的脸上不见喜怒 目光又投向了樊茶 众名大君 和季亲所言 可是属实 见朱老四发问 樊茶连额头上的冷汗 都顾不得擦 当即便向着朱老四拜道 启奏陛下 忠宁大君 和季指挥师所言 确实无误 只是董珊年幼 往陛下开恩 猛哥铁木尔 同样是冷汗狂貌啊 等樊茶的话音刚刚落下 便拜父于地便道 启奏陛下 微臣之子董珊年不过十二 以时狂浪无形 皆是微臣属于管教之故 望陛下恕罪 朱老四面无表情地道 年轻年幼 不追究他的过错 然则正所谓 子伯教 父之过 教不言 师之度 你指 董珊不学无形 则负西西 赐死 发董珊闭门读书三月 令则先生教导 同爱卿教子无方 则其 亭掌三十 令 所谓忠臣不识二主 同爱卿 既为朝鲜之疏密使 则不宜 为我大明之指挥 检释 卓礼部收回赐信 君府收回指挥检释印 令则反查掌印 自此后 蒙哥天目尔 不负为我大明之臣 反查掌印之后 率所部握夺里女贞 被牵破珠江 与李爱卿 会合吧 退朝 朱老四刚刚拂袖而去 无心便带着两个小太监 来到蒙哥铁木尔身前 笑着道 同都指挥千世 请吧 说起庭杖 其实有很大讲究的 除了官刑太监的脚 是摆内八字 还是外八字之外 打什么人怎么打 也是有很多种说法的 比如 像朱瞻基和杨绍峰这样的 无论官刑太监的脚怎么摆 那些刑刑太监手里的板子 都高高地举起狠狠落下 临到屁股上面 一层又一层的垫子时 再把久久的力道 都给收回去了 如果像是下元级这种 不堂级的大佬 除非皇帝暗示要呼呼打死 否则 刑刑大太监们 一定会收回大部分力道 让板子发出啪啪的响声 而兽刑的 连疼都感觉不到 还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正常刑刑 兽刑的人的地位 不足以让刑刑太监给面子 刑刑太监们 会注意官刑太监的脚 摆成什么形状 外八字活 内八字死 可能有些扁淡 成精的就问了 不内不外怎么算呢 像这种情况 看蒙哥铁木尔就知道了 没有任何防护 除了卸裤之外 连衣服都扒掉了 然后一板子一板子 落到身上 说是三十件 那就是结结实实的三十件 不会多也不会少了 不会特意用力 也不会收起 哪怕一分的力气 简单点 就是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了 行刑完毕之后呢 两个行刑太监 退到一边 换上另外四个 高大一些的小太监 抓起蒙哥铁木尔的手脚 狠狠地抛到空中 任意由蒙哥铁木尔 结结实实地摔在地上 整个行刑过程 才算是完全结束了 无心瞧着赶忙过去 搀扶蒙哥铁木尔的 凡茶小的 先别扶 让他缓缓 刚刚摔的这一下 是为了让他精血活开 不至于落下残疾 对他有好处 说完之后 吴欣又从怀里 掏出了一个小刺瓶 递给翻茶 皇爷生气 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 不过 这精装药 乃是功力特有的 输精活血的效力极强 比市面上可就强多了 翻茶放开 掺着蒙个铁木耳的手 结果小刺瓶收好之后 又对吴欣供说道 谢过公公 公公大恩大德 翻茶铭记于心 不敢祸望 吴欣摇了摇头 脸上笑意看上去 十分真诚 都是为皇爷翻揣的 当然 当不得同签是些 咱家先回去向皇爷赴命去 同签是一会儿带着令兄 自行回去便是 带到吴欣 带着几个小太监走远了 翻茶赶忙过去扶起蒙个铁木耳 兄长可还好吗 咱们现在先回驿站吧 猛哥铁木耳点点头 勉强开口道 回馆 这小丑上 早晚被他害死了 翻茶也忍不住点点头了 哎 兄长就是太浇灌动身 否则就算朝鲜国主弹劾 也不至于落得这般田地啊 猛哥铁木耳心中意紧 问道 现在 你是建州左卫都指挥前世了 不知道你打算怎么办呢 翻茶皱着眉头道 若是不带着 握夺里不离开阿木河 只怕是真的要惹火烧身了 想了想 翻茶又扭头对猛哥铁木耳道 凶掌的意思是 猛哥铁木耳强忍着身上的痛意 低声道 回去再说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弦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312章 东华先生曾经说过 事情总是要分个先来后道和轻重缓急的 否则 这世界便要乱了套了 比如说停仗 这种事 向来是比较急的 因为皇帝要打人板子的时候 通常都是正在气头上 赶紧打完了 也好赶紧向皇帝汇报 让皇帝他老人家能消消气啊 而杀人这种事情就不太急了 正常来说 大明百姓犯了死罪之后 要先经过官府的审案 审完之后呢 还要上报朝廷 搞不好 还要来个三四会审 那最终还是判个死刑 大多也都是等到秋后才问斩的 极少有像杨绍峰在居州和登峰那样 直接把人给宰了的情况 总之啊 多让人活一天也算是多一天的功德 但是换到蛮子身上 就没有这许多麻烦事了 大明律从来就没有保护过 不是大明百姓的蛮衣 所以当樊茶带着屁股开花的 蒙哥铁木尔回到驿馆的时候 北宫云已经带着两个小太监 还有一个锦衣卫校尉在等着了 就像所有电影电视剧里的 反派太监一样 北宫云一见到樊茶兄弟两个 便一脸音笑地迎上去 对樊茶拱手道 咱家北宫云 见过同谦是 樊茶心里咯噔一声 然后勉强地笑道 不知公公此来所为何事 北宫云笑着道 同指会使电量 黄爷说 择负兮兮 赐死 所以 咱家这不就来了吗 您赶紧把董珊的先生 给喊出来 咱家好带着他的人头 回去交差一家 蒙哥铁木尔见北宫云根本不理会自己 只是一味和樊茶说话 便强忍着怒气道 公公见谅 小儿一直没有先生教导 故儿才养成了悖逆狂放的性子 如今 却上哪儿去找个西西先生出来呀 北宫云却是连瞧都没瞧 蒙哥铁木尔 只是对樊茶道 同天是 樊茶顿时作辣了呀 北宫云不理会蒙哥铁木尔 而蒙哥铁木尔 却又说没有西西先生 自己又该怎么办呢 蒙哥铁木尔强忍着怒气 低声对樊茶道 去把人都喊出来吧 让董珊也出来看着 看看他到底创出多大的货盾 樊茶硬了 只是当樊茶从驿馆里面出来的时候 身后跟着的却不止是董珊和几个随从 还有几个驿馆的小吏也一起跟了出来 等到北宫云随手指了一个看着比较顺眼的蛮子 宰了离去之后 驿馆的小吏也开口了 蒙哥铁木尔已不是大明建州左卫都指挥检使 还请搬离驿站 前往朝鲜使臣处 董珊不禁大怒 指着小吏喝道 你 你暗能如此欺悟 樊茶忍无可忍 终于一巴掌拍向董珊 骂道 皆是因为你 若不是你胡言乱语 这父亲何止于被打成这般模样 若不是因为你 你的随从又何止于死 若不是因为你 又何止于有此一幕 蒙哥铁木尔神色一僵 紧接着又放松了一些 转而对驿馆小吏道 便不能通融一二 驿馆小吏呵呵笑了一声 神色却是忽然转冷了 若你是大明建州左卫的都指挥检使 你要怎么通融 咱们就怎么通融 万事皆好商量 可惜你现在不是大明建州所谓的都指挥检使 反倒是朝鲜的疏密使 那可就没什么好通融的了 赶紧搬走 蒙哥铁木尔神色渐渐转冷 正欲发作呢 樊茶却向着小吏迎了上去 攻守道 家兄刚刚授刑完毕 还望通融一二 好歹让家兄休养几天再寻住处 小吏没有给蒙哥铁木尔什么好脸色 对待樊茶却完全是另外一副脸面 这话是怎么说的 既然铜简使开口 那自然是千可万可 让他多住几日便是 待到小吏也转身离开了 蒙哥铁木尔才勉强地 挤出了一丝笑意 对樊茶道 多亏你了 要不然 为兄便是要露宿街头了 樊茶正想说话 董珊却叫道 抢了父亲的大意 如今又来做什么好人 呸 这次不带樊茶动手 蒙哥铁木尔便直接动手 抽向董珊 说的什么话 若不是你叔叔 我夫子两个便饿死街头了 樊茶文言 暗自叹了一声之后 勉强笑道 兄长息怒 孩子还小 你身上又有伤 还是先进去 休息一番才是 最后 两只海东青 也伤了烧烤架了 朱砖鸡忍不住有些心疼了 哎呀 败家呀 如此神俊的猎鹰 被你烧来吃也就罢了 偏偏你还不是自己吃 是拿来喂狗的 杨少风给海东青翻了个面 撒了一小撮子然 然后慢慢烤着 笑道 这东西是不错啊 可是拿来侦查咱们的动向也是好的 早烤早安心 朱砖鸡黑着脸道 养在你手里的 你还担心会跑回去 给猛哥铁木尔报信不成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杨少风道 这种别人养的东西 我信不过 尤其是猛哥铁木尔那狗卢彩 送来的东西 只配喂狗了 刚刚赶来的鸡刚一脸可惜啊 要是没有最后面这句话 鸡刚其实很想尝尝海东青什么味道的 随手接过杨少风递过来的小羊腿慢慢烤着 鸡刚脸上的神色颇为轻松 这回妥了 猛哥铁木尔肯定会暗恨凡查 就算凡查想要跟猛哥铁木尔一条心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嘿嘿 嘿嘿笑了一声 鸡刚又接着说道 还多亏了董珊那个孩子 补了极为巧妙的一刀 等鸡刚把董珊在驿馆门前的 所作所为都说了一遍之后 杨少风忍不住笑了起来 原以为这董珊只是年少冲动 却不曾想 是个真没有脑子的人 朱瞻基也是一脸的笑意 这不正合了你的意吗 说起来 现在就差离满住了 季刚点点头答道 自得大朝会散了之后 李满住就直接回了驿馆 后来老北杀人 还有小力驱赶孟哥铁木尔的时候 李满住都没有露面 估计也是死心了 杨少风嗡了一声道 还不够 狐狸改步北迁也算是背景离乡了 正是多一个人便是多奔利的事 若是不给他加把火 只怕李满住还会想着猛哥铁木尔 朱瞻基却笑着摇了摇头说道 那倒也未必 今日大朝会上 李满住没有站出来替猛哥铁木尔说话 原本就已经能说明许多的问题了 另外 猛哥铁木尔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 肯定不会同意 让樊查率领沃夺里布 北上婆猪江和李满住所部会合 咬了一口羊腿 朱瞻基丝毫不在乎自己的形象 当然该加的火还是要加的 回头赏赐李满住和樊查的时候 大放一点 让猛哥铁木尔好好看看 一个是和他一样的布足首领 一个是自己的亲弟弟 再想想挨了三十大板的他自己 到时候这把火就算是烧起来了 杨绍峰正低头啃着自己手里的羊腿 顾不上搭理朱瞻基 直到把手里的羊腿啃完之后 才对姬刚道 军府那边消息发出去没有 姬刚硬道 刚刚已经用飞奴传出去了 军府的六百里加急信使也出发了 几周围在接到消息之后 便会第一时间开始调动至阿木河一带 随手将骨头扔给狗子 又用手巾擦干净了手上的油纸 杨绍峰笑眯眯地道 这下子可有好戏看喽 好戏上演的速度远比杨绍峰预计的时间还要早 刚刚回到屋子里面趴好 猛哥铁木耳便阴沉着脸对反查道 你现在怎么打算的 摔不被上 还是继续留在阿木河 反查一时之间摸不清 这猛哥铁木耳的想法 只得试探着道 我听兄长的安排 猛哥铁木耳脸色这才好看了一些 朝鲜王岐人太甚 若不是他在冥帝面前奔弄是非 又何至于有今日之事 反查迟疑道 兄长的意思是 猛哥铁木耳道 摔不北上 火珠江 打打如何先不去说 火珠江那里 如何苦寒也不去说的 便是那里满柱 可会放心我们兄弟啊 说得再直接一些 就算李满柱放心 可是狐狸改部和沃夺礼部 毕竟属于不同的部落 两者混在一起时间长了 不是狐狸改部吞了沃夺礼部 便是沃夺礼部吞了狐狸改部 这是必然的事情 而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 为兄身上的官职全部剥夺了 当时李满柱可没替兄弟求情啊 现在就连住在驿馆的都仗了你的面子 否则便是个落魄街头的下场 反查道 那兄长的意思是继续留在阿姆河 撇了反查一眼 猛哥铁木耳道 我知道你想北上 可是北上婆猪江 不易于羊入虎口 使不得 而且今日之事 皆是由朝鲜王李涛而起 若是不给他点颜色看看 只怕他还当我们兄弟好欺负 反查道 那我便听兄长的安排 兄长毕竟是我夺礼部的头人 你怎么说我便怎么做 总不能让外人瞧了笑话 猛哥铁木耳道 这才是我的好兄弟 为今之计 点灯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贤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三百一十三章 猛哥铁木耳瞧着不断点头的樊茶 心里终于感觉到了一丝的欣慰 或是都指挥牵势又能如何 我多了一步终究是我说了算 而不是所谓的都指挥牵势说了算 回樊茶手里的指挥牵势印和指挥牵势官符 为从二品的都指挥同志 往樊茶和李满珠二人同心协力 一起为国属边 意思大概就这么意思 情况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但是当樊茶从行人手里 接过建州左卫都指挥牵势的大印和官符等物品之后 一切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都指挥牵势是正三品 指挥牵势是正四品 官职品级的差距 和俸禄茶具暂且不说了 两者所掌握的权柄 也根本不是一回事好吗 更不要说 这从二品的都指挥同志 已经相当于封疆大力的权柄了 整个辽东除了那个正二品的朱老师 内侄李满柱之外 就剩下自己权柄最大了 辽东苦寒 寒也是寒普通人 关于自己这个未来正二品的都指挥同之鸟事啊 难道还能把人冻死不成 可惜了啦 自己没生出个女儿来 否则的话 恋恋不舍地将手中 捧着的官服和大印放到桌子上 樊茶一边琢磨着 到底有多少族人 愿意追随自己背上 一边扭头 对猛哥铁木耳道 兄长继续说 切勿被那行人给耽搁了 早将樊茶一举一动 都敲在眼里了 尤其是樊茶 刚刚不断地摸索大印和官服的动作 猛哥铁木耳的心中 不禁闪过了一丝阴雾 想要让狗去追赶兔子 就得让狗子吃饱 否则狗子跑不动 也抓不到兔子 明弟现在册封你为都指挥牵势 并且许诺你都指挥同志的位置 是因为现在要用你 如果哪一天你变得没用了 你猜会怎么样 兄长教训的是 樊茶答道 这些伎俩我也看得出来 无非就是想让我率领 获夺礼部北上 和李满柱在泼珠江会合 樊茶心里还有两句话没说 哎 狡兔死走狗烹 只是狗子猎不到猎物了 什么时候死还不一定 但是狗子不听话 死气却近在眼前呀 猛哥铁木尔点点头 将自己心里的打算说出来之后 又等樊茶给自己上好了精装药 这才开口道 你去歇息会儿吧 让董珊来着伺候就行了 樊茶点点头 先是将董珊换了过来 然后才攻身道 那兄长先行歇息 我去厨房看看 有没有什么吃的 猛哥铁木尔点点头 硬了一声 待樊茶出去之后 才低声对东山道 你不晓了 雷复今天有几句话交代你 一定要牢记在心里 千万不能忘了 董珊不以为意地道 阿玛你还是好好养伤吧 有什么话 等伤好了再说 猛哥铁木尔摇摇头说道 把门关好 等董珊将门关好之后 猛哥铁木尔便低声道 现在不说 以后可能就没机会说了 见董珊一副不解的样子 猛哥铁木尔忍不住叹了一声 低声说道 若是我死了 你便事事顺着你二叔 什么时候有了自保之力 再说其他的 董珊大惊 低声道 阿玛在说什么 什么死不死的 我二叔又怎么了 猛哥铁木尔黑了一声 说道 方才你二叔出去的时候 怀里抱的什么呀 你可曾注意到了 董珊一摇头 未曾注意到 是官府和印剑 这猛哥铁木尔有些恨铁不成钢的训斥道 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都没注意到 说完之后 猛哥铁木尔又叹息了一声 说道 明帝方才派人来传职 匹把你二叔走了剑州 左卫都只会前世 你老死我现在 已经什么都不是了 就在刚才 你二叔说 要去厨房看看 可是却没忘了 大印和官府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的心已经变了 现在 我不是你二叔的兄长 而是拦在他 向明帝投城路上的绊脚石 是阻碍他成为 二品风将打力的仇人 如果他还顾念 几分兄弟之情倒也罢了 万一他下了狠心 我便活不到明天 一级颓人 如果换成是我遇见这般局面 我肯定也会选择 严造出本 所以我才让你 处处顺着你二叔 千万不要让他生疑啊 更不要让他 找到对付你的借口 懂吗 他敢啊 董珊嘀吓了一声 起身道 我先去宰了他 滚快来 猛哥田木儿 压低声音呵斥道 往常我让你 夺夺些汉人的书 夺到狗肚子去了 我未壮 壮则有变 一个天子说出这般话来 上街招来杀神之祸 你莫非比那汉家天子 还要强让三分 你二叔的功夫 你是知道的 你现在斗不过他 所以 你只能忍 处处伏地作效 忍到他不在乎你 轻视你 不把你当足威胁 这样 你才有活下去的机会 毕竟他现在 还要靠你来收拢 我都礼不得人心 记住了吗 董珊死死地咬着嘴唇 用力地点点头 过了半场之后 才低声道 是 记住了 猛哥铁木尔又叹了一声 说道 唉 现在告诉你这些 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可是不告诉你 以着你往常的性子 只怕又惹住火段来了 平白招来杀神之祸 忍忍吧 再忍忍 或许情况 就没有我想到那么坏了 或许你二叔 只是一时简烈心喜 拿着官府和大英 回去看看也说不定 董珊的脸色 一阵青一阵白 过了半场之后才到 要不然 咱们走吧 大马的伤好了一些了 咱们就走 走得远远的 猛哥铁木尔摇了摇头 打道 往哪里走啊 咱们和大明百姓 长得不一样 没有录影 只怕咱们连顺天府 都戳不去 更何况 微腹身上的伤 也不是一天两天 就能好的 记着 以前什么样 以后还什么样 嚣张跋扈一些也好 只是对你二叔的时候 要顺服一些 便可保你无欲 这季刚的脸上 满是掩饰不住的得意 我就说吧 这驿馆里面 没有新鲜事 他们说的每一句话 做的每一件事 其实 都有人听着 盯着 杨绍峰没搭理 自骨自吹牛逼的季刚 拿着手中情袍 看了几眼 随手扔给了朱专机 啊 瞧瞧 这翻查还没怎么样呢 猛哥铁木耳 倒先怀起翻查来了 两桃杀三世 不外如是吗 朱专机拿过情报 瞧了瞧 脸上满是嘲讽和不信 蠢成这般模样的 倒也少见 这种事情 岂是能跟一个 十一二岁的孩子说的 更何况是 董山那个没脑子的 现在好了 董山性情大变 翻查不想起疑 也不可能了 季刚道 殿下说的是 毕竟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 若不是从小培养的 说话办事 难免会露出马脚 这回 那蒙哥铁木耳 确实是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了 杨绍峰道 李满柱呢 他那边现在没什么动静 季刚摇了摇头答道 李满柱那边 倒是沉得住气 先是派人探望了 蒙哥铁木耳 又给凡查送上了一份贺礼 剩下的 便没有什么动静了 杨绍峰 黑黑笑了一声道 那就继续加大力度 回头 咱们都备些礼物 给凡查送过去 尤其是老徐他们这些 挨家挨户的都通知到 让他们轮轮忧 给凡查送上贺礼 杀人嘛 就得朱新才行 不朱新 不是白杀了吗 季刚向着杨绍峰 竖起大幕根 夸赞道 说的是 锦衣卫南北政府司 十四个签护所 都已经吩咐下去了 务必要让凡查 感受到同僚们的热情和关爱 让蒙哥铁木耳 好生体会一番 什么叫做杀人诛心 一直未曾开口的白宫云 也阴测测的道 咱家听说 洞宫 军府 五四 二十四局 也都各自备好礼物 打从明儿起 翻查千事 每天都会收到不同的礼物 楚斩基摁了一声 忽然开口道 嗯 改天把李满柱 请来庄子上吃酒 杨绍峰一道 李满柱 怎么忽然要请他吃酒啊 朱斩基点点头打道 光凭着这些礼物 始终还是差了一些 可是再加一个李满柱 处处静着凡查 无视了蒙哥铁木耳 你说蒙哥铁木耳会怎样 一拍脑袋 朱斩基又接着道 对了 还有李陶 回头让李陶 也去拜访一下凡查 顺便和凡查提一提 迁移之事 给蒙哥铁木耳 再下一剂猛药 杨绍峰瞧了瞧朱斩基 又瞧了瞧北宫云和季刚 正想要开口说话 狗子却匆匆忙忙地 跑了进来 躬身道 少爷 要生了 少爷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三百一十四章 杨绍峰一溜烟地冲进林赏的院子 正要窜进屋里 却被吻婆给拦住了 少爷留步 这屋子您可禁不得 杨绍峰急道 里面是我媳妇 怎么就禁不得了 吻婆道 您是闻取星下凡 自然白无禁忌 可少夫人即将临盆 身子正虚的时候 冲撞不得呀 您没事 可也得替少夫人考虑考虑不是 同样文训赶来的杨母 也笑眯眯得到 这会儿知道心疼媳妇了 不知道你这几天都在忙些什么 见天的也不见个人影 杨绍峰急道 娘这都啥时候来啊 杨母笑眯眯的道 你若是知道心疼了 当真是一点忙都帮不上 然而产妇生孩子这种事 杨绍峰当真是一点忙都帮不上啊 从下午开始说要生 一直折腾到半夜 温婆才抱着一个皮枯不止的婴儿 从屋子里出来了 到了杨绍峰身前攻身道 恭喜少爷 恭喜少爷 母子平安 杨绍峰刚想伸手抱过 却被杨母抢先接过去了 都说这孩子谁先抱了就像谁 若是像你一样 鬼娘都不得气死 等会屋子里收拾好了 你先去瞧瞧你媳妇 鬼娘把孩子给你们抱进去 总算是放下心来了 杨绍峰伸手扒了一身墙包 却见墙包里的婴儿 就如同一只大号的 眉毛猩猩一般丑陋 顿时忍不住撇撇嘴了 似乎是这些婴儿 刚生下来的时候 都是一般的难看的 上辈子生出来的孩子就丑 直到过了好几天 才变得好看 这辈又这样 杨母又好气又好笑地道 怎么 微娘感觉你在嫌弃这孩子 杨绍峰依旧撇嘴 娘 你自信点 把感觉那俩字去掉 儿子就是嫌他丑 杨母抱着孩子轻轻晃了 嘴里哦哦哦地哦了两声 但孩子睡着之后才到 米俊 你刚生下来的时候 还没他好看呢 就跟那个眉毛的老鼠一般 生儿子是杨绍峰和林赏的事情 但是儿子出生之后 显然就不只是小两口多了一个娃 那么简单的事了 最嫌倒霉的是杨家庄子的公鸡啊 这些个公鸡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好好地没招谁惹谁 便被拧断脖子 然后拔毛下锢了 理由是怕公鸡打名的时候 吵到小少爷 接着就是整个杨家 从杨绍峰的父亲杨半成开始 整个杨府上上下下都围着这个 没出生的孩子转悠 这林家就更过分了 除了大堆的礼品 还有礼口 跟不要钱的一般 往林赏院子里搬 往常就喜欢赖的杨家不走的林若冰 更是天天抢孩子玩啊 就连朱老四的关注点 也放在了孩子身上 朱老四想得很清楚 现在朱瞻基 家里有个孙子 杨绍峰这边也有一个 明年估计会更多 当太爷爷斗孩子玩 不比处理朝堂上那些烦心事 有意思了 再说了 朝堂上那些破事 不是还要足够吃这个 免费的苦力撑着吗 同样的 儿子又一次被林若冰抱去 找朱老四献报的杨绍峰 也不再关注猛哥铁木尔了 反正已经安排得明明白白了 就等着他去送死了 还有什么好关心的呀 与其关心猛哥铁木尔 还不如关心一下 自将儿子便便 为什么特别吸引二狗子 更有意思呢 跟满心关注自己儿子便便的 杨绍峰不同 朱瞻基的心情 则是时好时坏 结拜兄弟家生个儿子 自己这个当兄弟的 应该是高兴才是 可是为什么就不能 先生个女儿呢 自己家里有个儿子 魂不管自家儿子才几岁吧 自己也不过刚刚二十多岁的 朱瞻基 开始惦记杨绍峰家里连影子都没有了女儿 却不知杨绍峰同样也惦记着朱瞻基 媳妇肚肚子里没出生的孩子 按理说这个朱瞻基都已经有儿子了 这次生个女儿不过分吧 毕竟自己家里生了个儿子 各怀鬼胎的两人对视一眼 朱瞻基道 你瞅啥 杨绍峰这袖着手说道 瞅你咋的 朱瞻基怒道 我感觉你似乎对我不太尊重啊 仔细点 杨绍峰道 把感觉和似乎那两字都去掉 忽然叹了口气 杨绍峰又接着问道 你手里还有钱吗 朱瞻基忽然警觉起来 也要偷盗 没了 我媳妇说要给我儿子攒钱 以后娶你家女儿的时候当彩礼 杨绍峰脸上愁容更重了 我媳妇也这么说的 现在我身上的钱 都被我媳妇搜过去了 要不然你家赶紧生个女儿吧 以后我儿子娶你家女儿时候 不就给彩礼了 你也不用给嫁妆 这多好受伤 朱瞻基顿时气劫了 过了好半赏才开口道 李陶他们一走 忽然感觉特别无聊 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好了 杨绍峰忽然道 三叔和郑和他们 快回来了吧 遮天蔽日的舰队骑船甲板上 朱高岁不复往常的亲王风度 除了依亲的王袍之外 基本上看不出来这一货是个亲王 站在朱高岁旁边的郑和 依旧身形挺拔 面白无虚的形象 丝毫不见老台 只有眼中时不时闪过 一丝疲惫才能证明 这已经是个老人了 哦 我们三个可能是父皇和母后 在垃圾堆里捡来的 朱高岁瞧着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大海 忽然感慨道 大哥天天替父皇 处理那些永远也处置不完的朝政 二哥被发配到了西北 本王跟着你远赴西洋 你说我们兄弟三个 哪里还有个亲王的样子 一口痰破向大海 朱高岁的脸上 没有半点对龙王爷的尊敬 等这次回去了 本王一定要赖在杨家庄子 打死也不出来了 郑和的脸色没有任何变化 实际上自从打出海的新鲜劲 过去没几天 赵王朱高岁就开始了 无休止的回忆和抱怨 万幸的是 赵王只会在自己面前抱怨几句 在普通士族面前 倒是从来没抱怨过 恰恰相反的是 赵王还会不断地 跟那些士族加油打气 从怀里掏出一壶酒 递给朱高岁 郑和的脸上 透露着一丝凝重 这说起来 那个自称是隔根屋的家伙 所说的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了 朱高岁喝得笑了一声 欲其中满是怀疑 一个蛮子酒后胡言乱语 又有什么好当真的 若是他手里真有海图 和那姓来的手杂 估计早就拿出来了 还用得着这么麻烦 哎 这回是亏大 一个杨颠峰学生的名额 一个大明的户籍 这两样东西 哪怕是放在大明 都是抢手的好东西 郑和黑黑笑来笑说道 咱家是答应替那江新龙引荐的 却没保证一定能让专员工 收他入门呢 至于那个蛮子 便是给他大明户籍又能如何呢 若是老老实实地为大明效力 一个户籍也说不上亏 若是不老实 随手宰了也就是了 朱高岁举起酒壶 向着郑和示意了一下 咕咚咕咚地将酒 饮完之后擦了擦嘴 唉 说的也是 这次出海 方氏确认了西昆仑和昆仑奴祖地 咱们就已经不亏了 也不差乎一个蛮子的事 听朱高岁提到西昆仑 郑和的神色变得更加凝重 殿下可想好了 西昆仑的气候与大明相去甚远呢 而且遍地都是昆仑奴 想要移民过来 只怕不易啊 若是殿下真个说动了陛下和户部 那殿下以后就少不得要出海远航了 刚刚还口口声声 要赖在杨家庄子的朱高岁 此时却像是换了个人一般 大哥是太子 腿脚又不利索 二哥好打仗 现在也不知道在西域那边如何 就剩下我一个混吃等死的 我不出海 难道要让那几个侄儿出海吗 随手拍了拍船帮 朱高岁又接着说道 往年是二哥和大哥争 我也跟着凑热闹 现在他们不争了 我再不给自己找点事情做 就真的只能混吃等死了 郑和沉默了 对于朱家皇室这些破事 郑和心里知道的一清二楚 包括朱老四原本就是想当个混吃等死 偶尔打仗的藩王 像朱高旭 原来瞧着朱高赤不顺眼 朱高岁又给朱高旭当狗头军师之类的 总之老朱家的皇室就是本烂政 算都算不清楚的那种 又关了几口酒下肚 朱高岁摸摸嘴角笑道 不想了 如果江新龙能从那个蛮子嘴里套出话来 那咱们就再出一次海 去找找那片大陆 若是那片大陆的消息 是那个蛮子自己随口乱编的 回头就把那蛮子沉到海底去 省得浪费了粮食 朱高岁的话音刚刚落下 江新龙就从船舱里走了出来 供收道 殿下 郑公公 学圣从那个蛮子嘴里得到了一些消息 朱高岁呕了一声道 那蛮子怎么说 江新龙道 回殿下 据那蛮子所说 那个海盗的名字应该是莱夫艾里克松 江湖人称 好运莱夫 他经常会去那里猎杀一种叫海象的东西 然后拿着海象的牙齿 当成象牙 迈回到欧罗巴 好运莱夫 那海图和守闸呢 郑和 还有朱高岁 对于一个蛮子是不是好运的问题 显然都不太关心的 相比之下 两人更在意那本所谓的来福日记 还有来福海图 尤其是对于经常出海 而且想着在海上兼功立业的郑和来说 一份标记了新大陆的海图 比一个蛮子性命 更要重要上千倍万倍 甚至比他郑和自己的命都重要 相信龙道 学生已经问过了 那个名幻格格乌的蛮子说了 等到了大明 得到了大明百姓身份之后 他就把藏匿这两样东西的地点说出来 否则他宁肯死 也不会吐露半个字 瞧了瞧远处已经出现的地平线 朱高岁阴沉着脸道 去告诉那个蛮子 等到了大明 本王会让人安排他入籍 也希望他遵守诺言 把这两样东西交出来 否则的话 本王就把他一块一块的 淋碎了喂狗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大明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三百一十五章 直到双脚已经结结实实地 踏在了天津港的地面上 朱高岁依旧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 双手紧紧地抓住正合的胳膊 朱高岁的脸色有一些苍白 你扶着本王 本王总觉得 这地在晃 尽管几次出海 面对这种从登岸的情况 要适应得多 然后身子同样有些晃有的正合 也是万般无奈 王爷 这不是地在晃 而是咱们刚从船上下来的事 坏一两天就好了 朱高岁恼羞成怒 喝道 本王知道 可是本王就是觉得这地在晃吗 缓了好半天 终于觉得地面晃得有些轻了 朱高岁才想起来 船上还有两个比较特殊的人物 江新龙和那个蛮子呢 正合伸手直指旁边闷声道 正在那儿丢人现眼呢 朱高岁顺着正合的手指看过去 却见江新龙正站着发呆 而那个自称为格格乌的蛮子 正跪在地上疯狂地磕头 嘴里还乌乌扎扎地叫唤着一大堆听不懂的话 向着江新龙勾了勾手指 朱高岁好奇地问道 那蛮子在那里叫唤什么呢 江新龙向着朱高岁的方向走了两个 啪的一声 摔倒在地 又挣扎着爬起来 又摔倒又爬起来 如是再三之后才到了朱高岁的方向 回殿下 那蛮子说终于来到了传说中遍地黄金的神秘东方 他在感谢他们的神 朱高岁瞧了瞧 依旧跪在地上鬼叫的格格乌 冷哼一声道 去告诉他 让他别在这里丢人现眼 要丢人 也等到回了顺天府之后再丢人 在天津卫丢人算怎么回事 江新龙勉强晃悠着回到了格格乌的身旁 开口道 王子殿下说 这里仅仅是一个港口 让你别在这里跪拜 就算是要跪拜 也要等到了大明的京城 觐见皇帝的时候再跪 另外 你已经学了一路的汉语 抓紧时间多学一些 对你是有好处的 明白吗 格格乌抬起头 打量一眼 远处若隐若现的天津卫城墙 又看了看身后的宝船 傻傻地问道 这里还不是契丹的王都 该死的意大利侏罗 他怎么没写清楚 江新龙的脸色顿时黑了起来 听着 你这个该死的蠢货 这里是大明 这个国家叫做大明 而不是契丹 契丹已经被宋和金联手灭掉 而大宋和金国又被大元灭掉 金帐韩国你应该是知道的 那就是大元的一个附属韩国 而大元又被大明灭掉了 懂吗 当江新龙嘴里说出来 金帐韩国这个词的时候 格格乌的眼中闪过一丝畏惧 当听到金帐韩国从属大元 而大元又被大明灭掉之后 格格乌便疯狂地点头 是的 我明白了 这里是大明 然而 让江新龙万万没想到的是 格格乌竟然又开始了疯狂地亲吻脚下土地 并且疯狂地笑了起来 嘿嘿嘿 天哪 我马上就要成为强大的大明帝国的公民 让那该死的格力高伯爵去下地狱吧 这个疯子居然想要抓捕大明公民 真不知道他有多么地想不开 江新龙脸色忍不住变得更黑了 听着 你要学习大明的官话 你不可能指望着我一直替你翻译 还有 王子殿下说 等到给你办理完入籍手续 你要记得把海图和那个来福手渣的 藏匿地点说出来 否则他会把你一刀一刀地切碎了喂狗 相信我 王子殿下既然这么说了 如果你不说出来的话 那么他肯定会把你切碎了喂狗 这个酷刑在大明有一个充满艺术的名字 叫做灵池 灵池 哥哥屋的舌头有些打直 别别妞妞地模仿着江新龙的发音 灵池 江新龙点点头 说道 是的 就是把鱼网套在你的身上 把凸出来的肉一块块地割掉 然后喂狗 同时要保证在三千刀割完之前你还会活着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在割肉的过程中会有人给你喂药 让你能活着割完最后一刀 哥哥屋顿时打了个寒着 从地上站起来之后疯狂地摇头叫道 不不 我只要成为大明帝国的公民 那份海图和来福航海日记对我来说没有半点用处 等我成为大明帝国的公民 我就说出来那些东西藏在哪儿 说完之后 哥哥屋忍不住问道 远处的那座大城还不是大明帝国的首都吗 那已经是人间奇迹了 江新龙道 清醒一点 那里只是一座很小的城池 等到了皇城你会见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奇迹 江新龙实在想不出来天津卫的城池有什么资格被称之为奇迹 顺天府皇城的规模比之金陵皇城的规模还要大上一些 而在哥哥屋眼中已经雄壮无比的天津卫和顺天皇城比起来 简直就像是小孩跟成年壮汉站在一起 比谁更高一样可笑 而当哥哥屋真正的见识到了顺天府皇城之后 整个人都变得傻愣愣的 哦我的神啊 我看到神迹 这绝对是神的杰作 江新龙用关爱智障的目光看着哥哥屋 然后皱眉道 听着 一会儿我们就要进入皇城 王子殿下要去拜见他的父亲 也就是天底下最有权势的帝王 同时我会带你去办理大明帝国的入籍 让你从此成为大明帝国的百姓 等到明天 王子殿下会带我们去城外 见一位天底下最聪慧的智者 听着 以后不要再说什么好运来福了 相信我 他绝对没有你更好运 实际上 你比他更好运 很多人想要成为大明帝国的百姓 不知道要付出多少代价 而你仅仅凭那个来福的海徒和手扎就可以 你才是真正好运的那个幸运儿 望着朱高岁等人的身影 哥哥屋疯狂地点头道 没错没错 我才是最幸运的 神一样 向往眷顾幸运的哥哥屋 让该死的格力高伯爵去见鬼去吧 朕仪很头疼 正所谓三生不幸啊 知县复郭 三生作恶 复郭省城 恶贯满盈 复郭京城 别看顺天府的知府啊 要被其他知府高上一级 但是顺天府这个职位要承担的风险 也被其他州府高上无数倍 不仅在都朝院和皇帝的眼皮底下 京城里的牛鬼蛇神也多如牛毛 谁也不知道 哪个人就能和乃路权贵盘复上关系 套用杨颠分的话来说 大概就是随手扔块砖头砸死十个人 九个都那样的是权贵的亲戚 剩下一个可能还是权贵本人 更恶心的是 顺天府知府 要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哪怕下面还有一大堆的同志和判官 能帮着分担一点 可是 该顺天府知府本人处理的事情 绝对比其他知府要多无数倍 尤其是赵王殿下吩咐下来的这件事 就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 恶心到家了呀 长得金发碧眼的蛮子 跑来顺天府要求规划入籍啊 当老子这顺天府是什么地方啊 而且这他娘是户籍啊 又不是随便其他的什么东西 安排了户籍就要分配土地 万一这蛮子是个光棍 老子这个顺天府知府 还得替他操心娶个媳妇呢 问题是 谁家好人家愿意把女儿嫁给蛮子 就算是从良的景 也未必愿意啊 闭起娘子 强忍着一把薅头发的冲动 珍姨黑着脸道 乌那门子 杏姓善名水 先向何处 为何而来大明 平和入籍 瞧了一眼跪在地上的格格乌 江心龙拱手道 回府台的话 此人名唤格格乌 来自吉西欧罗巴之地 因致死了他们当地 格力高伯爵的儿子 不得已 背井离乡 凭着一份极为重要的海图和手渣 得到汉王殿下和郑和公共青睐 这才安排此人入籍 其他一句没听懂 就听懂格格乌三个字 跪在地上的格格乌顿时疯狂点头 嘴里又吉利呱啦的鬼叫起来 哦没错 我是立法师 同时还是个医生 我会治病 江心龙道 他说他会治病 是个大夫 真一有些来了兴致 虽然治死了一个伯爵的儿子 但是能被伯爵请去治病的 想来也是有几份医术的 伸出手腕 真一笑着道 来 给本官 把麦 依旧跪在地上的格格乌 一脸懵逼的 瞧着伸出手腕的真一 有些想不通真一的意思 而江心龙赶忙拱手道 回府台 这蛮子的医术 与我们大明不同 乃是看病放血的治法 仔细斟酌了一番 江心龙才道 所谓看病放血 便是手上有病 便在手上划个口子放血 脚上有病 便在脚上划个口子放血 哦 这哪里有病 就在哪里放血啊 真一气道 哎呀 那岂不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好不好得全看运气了 江心龙善笑着道 正是如此 那阁里高伯爵的儿子便是头痛 被他放血给放死了 不过 他手里的海徒和手渣 对于大明来说极为重要 一旦被证实 便无异于开疆阔土 大明可凭空得到一大片的土地 故而还望府台能够高抬贵手 安排着蛮子入籍 如同被蛇咬了一口 正一赶忙缩回手 咳了一声道 本府 这便安排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明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贤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三百一十六章 一个蛮子 还是个只会放血治病的蛮子 真一在格格乌安排户籍的时候 就多留个心眼儿 直接安排到了 努尔干都斯的下面 至于努尔干都斯 怎么会突然多了一个 金发碧眼的蛮子 为什么这份户籍 从顺天府开出来 这事情其实都不重要 后面都可以慢慢安排的 重要的是 不能给这个蛮子 安排顺天府的户籍 要不然自己这个顺天府之府 就得考虑替这个蛮子 找媳妇的事 正所谓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能让自己少些麻烦 那还是少些麻烦的好 江新龙对此同样是心知肚明的 然而 这些并不重要 只要给这个蛮子 安排一个户籍 自己就算是完成了 赵王殿下交代的事情 回头 败入杨绍峰的门下 难道这蛮子还能 找自己麻烦不成 格格乌自然不清楚 顺天府户籍和 诺尔甘都斯户籍的区别 至于莫名其妙地 被真以尽忠王室 进去坎坷的说法 安排了一个王科的名字 格格乌也表示无所谓 在格格乌看来 有了大明帝国的户籍 自己就是理所当然的 大明帝国公民 就算以后回了欧罗马 自己也是大明帝国的公民 格里高伯爵想要找自己的麻烦 那他可得好好掂量掂量 大明的无敌舰队 就是自己最大的保证 雷了顺天府的大唐 格格乌将户籍册子 紧紧地贴身放好 又反复地拍了拍 才终于尝出一口气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大明帝国的公民了吧 江新龙点点头 答道 是的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大明帝国的公民 收好这份户籍册子 银行开户 分地 娶妻成亲 孩子读书上学 都会用得到 这也是你今后最重要的倚账 不过 土地的问题 你就先不要想了 因为分配给你的土地 远在辽东 离顺天府有数千里地 而且你以后 主要还是跟着郑公公出海 辽东的地 想来你也顾不上 格格乌用力点点头 当然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种地 尤其是在船上 看到你们种的那些植物之后 我就彻底放弃了 这种种地的想法 对了 你现在可以带我 去找你们王子殿下了 我会把藏着好运来福海徒 和来福航海日记的地点告诉他的 一听到医生 杨少峰就笑了 和后世讲究科学的西医不同 和古老的中医也不同 就连人们认识中的放写理发师也大大不同 这个时代的理发师们 治病全靠猜 而且一猜就猜到了17世纪 比如私生子就有14个 情人不计其数 有钱就会花光 没钱就能忍着 被英国人称为快火王的英国国王 查理二代 就是死在了英国御医们的手中 1685年 54岁的查理二是不幸中风了 当时有12位御医 受到召唤之后赶来治疗了 但是治疗的方式却有点惨无人道 首先 先给国王放了近700毫升的血 因为当时的欧洲理发师们 认为放血可以治病 之后呢 这群御医们或许是为了让查理二世排毒 又趁着放出来的血还热乎 一边给查理二世催吐 一边让查理二世吃了歇药 就在查理二世上吐下泄的时候 这群御医们又用肉桂回香 甜菜根 盐等食材调制出了药水 开始给查理二世灌肠 并且是每隔两小时灌一次 灌了整整五天 可能也是为了排毒吧 这个时候查理二世整个人都很通透 毕竟毒血放了那么多 又催吐又是灌肠了 然而很可惜的是 在12位御医的治疗之下 国王的病情并没有好转 但是没关系 能耗得住啊 毕竟御医就是御医啊 治病不可能只靠一招 此路不通 只能另寻他法呀 如果上面的操作是为了排毒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操作就有些迷了 医生们为国王剃了头 然后用通红的烙铁 摧残了国王的头皮 一烫头皮就有了血泡 然后医生将血泡挤掉 同时在国王脚底抹上鸽子粪 最后在国王鼻孔里塞入喷嚏粉 全身涂满了热膏药 你以为这就完了 然而并没有 因为当时的欧洲理发师们也讲究个内服外用 烫头皮抹鸽子粪涂高药 只能算是外用 还有内服的呢 这医生们用尸体的头盖骨磨成粉 加上血药 对 就是血药 给国王引用这么多优秀的药方 带一丝丝丝灌有西方魔幻色彩 仔细琢磨之后 这仿佛是又有那么一丝丝的道理了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本来只是轻微中风的查理二世 经过十二位御医的抢救之后 终于在1985年2月6号 是 可以说这位国王在经历御医们的精心治疗之下 还可以活这么长时间 不得不感叹其生命力的顽强啊 而这位国王的最后时刻 他最后的一言表达了对医生的谢意 十分抱歉 我麻烦大家这么久 大家辛苦了 然而这已经是17世纪后期的西方医学了 早在更早的14世纪 医生们致死黑病的这个手段 更加神奇 在黑死病最早出现的时候 这欧洲医学界 对于这种发展极快的心疾病束手无策 著名医生肖利亚克 当时认知这个天主教会 他在1348年写下了病程记录 成为后世研究 欧洲黑死病的经典文本 他在其中提出了 黑死病有两种表现形态 第一种出现在疫情发展的前两个月内 通常患者会在发病三天内死亡的 第二种则会在发病五天内死亡 如果从这两方面来看的话 肖利亚克医生写下的病程记录确实很经典 但是对于治疗方案 他的建议包括 用火清洁空气 用龙蛇蓝药丸清洁自己 无花果和主书的洋葱去皮 加酵母和黄油混合 用以软化皮表的浓肿 用帆泻液和其他好纹的东西舒缓心脏 用亚美尼亚产的红色黏土放松情绪 以及万能保健法放血 是的 依旧是万能的放血疗法 然而和其他医生的治疗方案比起来 这或许已经算是比较靠谱的方案了 毕竟涉及了多种进化和消毒措施 其他医生所开出的针对黑死病的药方 大多是这样的 洋葱 蛇 鸽子 煮熟 堕碎 浮于患处 喝醋 喝血药 喝甜酒 喝大麦汤 炖金箔 至于更荒唐一些的 还有喝铲和水银制成的解毒糖浆 胜水当然不能缺席了 还有应用于石膏或者是翡翠之类的宝石 它们被称之为奇迹之石 出去内服外用 自然也不能缺了手术 在手术方面 除了常见的放血疗法之外 还出现了几出淋巴腺 肿包的浓血 在用烙铁烙伤口直血手术 如此的医术 也难怪14世纪的法国作家 兼法萨吐槽 医生需要三种宝贵的品质 会撒谎 会假装诚恳 还有把病人医死 也毫不自责地强大内心 然而就算是古老的 蜥蜴们会撒谎 会假装诚恳 还会把病人医死也毫不自责 但是这些乱七八糟的法子 显然对付不了黑死病啊 既然医治不了黑死病 那就尝尝这个玄血 比如不洗澡 让灰尘覆盖住整个身体 不让疾病进入身体 自然也就不会得病了 又比如 连治患者祈求上帝开恩的治疗方法 反正治也治不好了 不如求一求上帝嘛 万一管用呢 15世纪的威尼斯 甚至还出版了一张示意图 标明了人体不同部位 对应的星座归属 用于指导治疗 不同于症状的放学手段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从14世纪中期到16世纪 黑死病在欧洲 几乎是每个十年就爆发一次 而在这几百年间 欧洲的老习医们 积极编撰了三百余部 关于黑死病的医学专注 对于黑死病爆发的原因 众说纷纭 始终未有定论 至于如何防治 就更加千奇百怪了 唯一比较有用的发现 大概就是隔离 还有快逃 逃得远远的 晚点回来 当然了 就算总结出这两点 其实也没什么鸟用 1664年 相对于其他欧洲地区而言 城市化程度比较高的英国伦敦 再次载到在黑死病这个坑里 贯彻快逃的历史经验 贵族和富人最先逃离伦敦 然后那些在乡下 有房产的中产阶层也跑了 甚至有的教区神职人员都跑了 这让民众感觉到了背叛 幸好这坎特伯雷大主教 还有伦敦主教和伦敦市长 还坚持留下来了 疫情爆发几个月之后 上医院讨论防疫措施的会议 仅仅通过两项法令 禁止在富人区修建瘟疫医院 以及禁止将贵族隔离起来 以上的种种 杨绍峰忍不住笑起来了 以后啊 不要说自己是医生了啊 听了江新龙的翻译之后 格格乌却分外地不服气 甚至还有点委屈 为什么 我治好了很多病人 十个里面只有三四个是治不好的 主要是统照他们 我也没办法呀 对于这个格格乌的问题 江新龙连翻译都懒得翻译了 而是直接告诉了格格乌答案 治疗十个人 死上三四个 这已经不是庸不庸医的问题 而是病患家属会活活打死你的问题 还有 别说你的医术在你们那里已经很厉害了 你这水平随便在大明找个大夫都比你强 你这根本就不能算是个大夫 明白了吧 那我要学习大明的医术 格格乌立即转变态度 我可不想一辈子光给人剃头 或要做个医生 杨绍峰正想点头呢 朱高岁的脸色黑了下来 做什么大夫 老老实实地把那个新大陆的事情说一说 回头跟着本王 去找新大陆去 一听到新大陆这三个字 杨绍峰顿时竖起了耳朵 新大陆 什么新大陆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明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三百一十七章 一听到新大陆这仨字 杨绍峰顿时来了精神 逃金不逃金的无所谓 能不能让大明多块海外飞地 其实也无所谓 杨绍峰主要就是想接回殷商移民 让这些漂泊在外数千年的游子们 能回来参与大明的建设 尽管朱高岁所说的新大陆 很可能并不是自己所理解的 那个新大陆 可是万一呢 心里正在琢磨着 该怎么解决掉下源级抠门的毛病 却听得格格屋子里 一吐露一串的说了一大堆 然后江新龙开始翻译了 来福的航海日记里面 记载了一片新的大岛 那里遍地都是平板石 所以它将之命名为平石之地 接着它又抵达另一个比较平缓 而且有树林和白沙滩的大岛 它又将之命名为树岛 紧接着它又航行到一个气候温和 冬天只会结霜 而不会结冰的岛屿 就连冬天的草都是绿色的 所以它将之命名为自然的草原 也就是文兰岛 再往南则是一片新的大陆 还有来福的航海日记里面 花了比较多的篇幅 记载了他们在格陵兰岛 宰杀海象 并且拿着海象的牙齿 当做象牙出售 还有拿着独角精的牙齿 当做独角兽的脚 出售的事情 另外格格乌说 该死的法兰西草鸡们 并不愿意相信它 否则伟大的法兰西 也不会被英格兰的野蛮人打败 更不会导致它没办法出海 去寻找新大陆 他说 把法兰西的军队 交给一个从不洗澡的小女孩来指挥 都不会比现在的情况更糟糕了 一听到法兰西草鸡这种明显 有些今日如法的词汇 这杨绍温顿时来了精神 等听到从不洗澡的娘们时 杨绍峰就更精神 那小女孩是不是叫真德呀 格格乌道 是的 真德是一个优秀简单 虔诚的女孩 她遵从主的指示 从不洗澡 她对穷人很大方 甚至把自己的床让给他们睡 而自己则睡在稻草上 有时候 她还会把晚饭给穷人吃 更重要的是 她曾经遇见了 当天使圣米尔 圣马加利大 和圣家达雷纳 告诉她赶走英格兰人 并带领王储至兰斯进行加命典礼 我觉得把法兰西的军队交给她来指挥 比交给那些骚包的草鸡们来指挥 要强上一千倍一万倍 得到格格乌的确认 杨绍峰的性质就更高了 后世超大型实时在线的游戏当中 近乎于裸装的兔子 在完成了激活任务 璀璨的放射之后 又玩命完成了实世界的任务 缤纷其至最终完成了十世纪的收官任务 太阳的距离 然后呢 才成功地合成了传奇道具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这个道具是任何一个玩家 做梦都想拥有的好东西 因为这个道具可以保证 该玩家的任何利益 对看着不顺眼的玩家 可以进行一票否决 疯狂制裁加持 甚至可以进行封号操作 而想要获得该道具除了激活任何璀璨的放射和收官任务太阳的距离之外 其中的任务五就是史诗级难度 铁塔尚在 要求打败由不洗澡的女人瘸子带领的法国军队 并在法国投降前占领巴黎 完成该任务将自动获得奖励 和武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邀请函上部分成一 而其中不洗澡的女人指的就是圣女贞德 当然了 杨少峰现在用不着完成什么史诗不史诗的任务 反正这个时候的这个游戏还没有开放世界大战地图 整个游戏当中拥有全部神装的真土豪玩家只有大明一个 剩下都是些弱鸡了 但是杨少峰对于不洗澡的欧罗巴贵族和正在进行的英法百年战争很感兴趣 前者意味着一个巨大的生活用品市场 尤其是针对香水而言 例如圣亚伯格阁下坚持五十年不洗澡不洗脚不洗脸 最后成功丰盛了 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的母亲坚持一辈子不洗澡 被册封为圣女阿涅斯 无论是因为不洗澡就能避免得病 还是坚持不洗澡就能成功丰盛 这些乱七八糟的原因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不洗澡的欧洲对于香水的需求量 那绝对巨大无比啊 而后者从1337年开始一直持续到 1453年结束的英法百年战争 这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军火贸易市场 尤其是针对大明将要淘汰的那些老旧装备而言 尤其是现在贝德福德公爵派索尔兹伯里 伯爵托马斯蒙塔古打败了围攻克拉旺的法兰西苏格兰联军 随后贝德福德公爵指挥英格兰 波因地联军在维尔纳一会战中击败法兰西苏格兰联军 巴肯伯爵道格拉斯伯爵还有苏格兰贵族军战死沙场 苏格兰援军全军覆没 也就是说整个战场的态势已经由一开始的法军占据优势转变成了英军战优 而法军将面临接下来的奥尔良之治 整个法军都将陷入严重不利的状态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法兰西王太子将会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 属于贞德以战争总指挥的头衔 这个全身甲咒腰悬宪剑 捧着一面大旗的圣女贞德会跨着战马 率领三千到四千人去进攻英国围城的薄罗环节 经过两天的激战之后成功解除奥尔良之威 到了一年之后 法兰西的封建主公们会以四万法郎的价格将贞德卖给英国人 然后眼睁睁地瞧着不满二十岁的贞德 在卢王城下被活活烧死 骨灰被投到塞纳河中 当然了贞德会得到什么样的待遇 杨少峰并不关心 对于那些被人垂涎万分的中世纪贵妇们 同样也不关心 杨少峰更关心的是欧洲巨大的军火市场 因为乱起来的绝对不仅仅是英法 而是整个欧罗巴都乱 今天你打我明儿我打你 没有谁是不需要军火的 琢磨半场之后 杨少峰给出高隧道 三叔你要去找新大陆自然没什么问题 可是找新大陆得花许多钱 是不是 朱高岁道 这不是屁话吗 谁不知道初海得花钱 见朱高岁还没反应过来 朱瞻基便忽然开口道 三叔还不明白吗 这杨巅峰定然是发现了赚钱的地方 再加上刚才这个叫格格乌的 提到了法兰西和英格兰蛮子正在打仗 他肯定是想卖军械了 扯淡 朱高岁挟着眼睛道 一群蛮子互相打仗 难道不该父皇下旨妾责 让他们停下来之后 老老实实地朝贡 还卖军械 杨巅峰反问道 为什么不卖啊 现在不趁着他们互相打仗的时候卖军械 以后过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 朱高岁依旧是摇头 嗯 我就想去找新大陆 至于军械 你找别人去卖 我对蛮子们互相打来打去的 没什么兴趣 眼看着朱高岁对于坑蛮子赚钱没兴趣 反倒是一副想要开启大航海时代的模样 杨巢峰干脆对江心龙道 你问问这个蛮子 看看他愿不愿意去欧罗巴倒卖乡水和军械 朱高岁顿时急道 干什么 这蛮子是要跟着我去找新大陆的 哥哥乌却是大喜过望 当然 我当然愿意去倒卖军械 事实上 法兰西现在正和那些野蛮的英国穷鬼们打仗 正是需要大量军械的时候 尤其是火炮和火枪 需求量就是更巨大无比了 至于香水 我还没见过 不知道和薔薇水比起来怎么样 说完之后 哥哥乌更是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玻璃瓶子 递给江心龙 是以江心龙递给杨绍峰 这就是法兰西现在最好的薔薇水 杨绍峰一见到玻璃瓶 脸色就忍不住黑下来了 这他妈不就是自家香水吗 哥哥污面带得色的道 哦 这一瓶薔薇水可以换到足够三口人吃五六年的面包 或者其他食物 我也是一个偶然机会才得到了这么一瓶的 朱瞻基从杨绍峰的手里接过玻璃瓶 叼转瓶子看看瓶底 你道 永乐十七年 我记得就只有永乐十六年 咱们还在边市城的时候 你让郑公公带了一批出海 永乐十七年产的香水 怎么会跑到海外的 杨绍峰脸色顿时更难看了 三口人吃五六年的食物 和一两银子 一瓶的香水比起来 哪个更值钱 只要胆子够大 把香水弄到海外卖给蛮子 回来的时候还能带着海外的物品贩卖 这里外里能赚到多少银子 深吸一口气 杨绍峰又对江心隆道 告诉他 这东西就是香水 在大明的价格大概相当于五十只计 或者是几十斤猪肉 问他愿不愿意投卖 还有军械 大明军队的这个制式火箭和火炮 卖给法兰西军队的话 法兰西能不能打赢英格兰人 听完江心隆的翻译 格格乌顿时高兴起来 当然愿意 香水在罗巴是无价的 只有一瓶香水在手 那就能拥有无数情人 至于大明军队的制式火枪和火炮 只要和大明无敌舰队所用的差不多 那就足够让法兰西的草籍军队增加一半人斗力 肯定能将野蛮的英格兰人赶回到海里去 杨绍峰这才将目光投降出高岁 三叔你怎么看 出高岁道 不怎么看 我对这些没兴趣 我现在感兴趣的只是出海去找新大陆 毕竟世界这么大 我想去看看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明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贤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三百一十八章 世界那么大 可是国库那么小 你 哪儿都去不了 相比起担心挨揍的杨绍峰 被朱老四拉拢过来一起议事的下园集 丝毫不给朱高旭的面子 如今国库空虚 哪儿还有银子支撑你去找什么 新大陆 不过 汉王殿下说是跟往常一样出海 老夫确实说什么也得支持 哪怕从别的地方用几些银子出来 也不敢耽搁了出海的事 朱高旭阴沉着脸道 怎么 本王要出海 还要听你相老抠都安排不长 试涉国库 尤其是朱高旭的意思是 专门去找新大陆 而不是做远洋生意的时候 顺带着去找 下园集就不乐意了 国库没钱 老夫看你怎么去 眼看下不住下园集 而真个动手揍了下园集吧 自己又承担不起后果 朱高旭值得用起了怀柔政策 新大陆有多少可供耕种的土地啊 能迁移多少百姓过去 老高 你不能只想着国库啊 你得往长远来想 对不对 语气很诚恨 态度很坚定 然而下园集 依旧是油盐不济 辽东和努尔甘都斯那里啊 有大把的土地空闲着 想把这些地方填满 估计 每个百十年的时间 那是不成的 眼看着下园集 软硬不吃油盐不济 朱高旭的脸色忍不住更黑了 夏老寇 本王告诉你 这新大陆本王是找定了 你不同意也得同意 那你汉王府出钱吧 老夫四人 没什么不同意 下园集翻着白眼 哼哼唧唧的道 这如今呢 国库空虚呀 瞧了瞧旁边抱着四脚吞金兽 逗弄的朱老四 再瞧了一眼 态度坚定的下园集和朱高旭 杨绍峰忍不住开口道 那啥 我知道一个新大陆 闭嘴 下园集和朱高旭同时叫了一声 对视一眼之后 又各自冷哼了一声 分别移开了目光 朱高旭道 你是想说欧罗巴还是西昆仑 这两个地方 根本不算什么新大陆 下园集也板着脸道 新大陆又能如何 老夫上哪儿弄那么多的百姓 迁移过去 杨绍峰道 新大陆有矿 有矿这两个字 似乎有着无穷的魔力 下园集的耳朵都竖了起来 什么矿 杨绍峰道 铁矿铜矿 银矿 煤矿 好像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都挺多的 就是得花时间去找 还有 那片大陆 离着大明不算远 只要从旧港宣卫斯 那边往东南航行 就能找到 从新大陆那儿 一路向东 应该还会有许许多多的 大到小到 然后就是另外一个新大陆 也就是格格乌所说的 白富手札里面所记载的 这个新大陆的南端 真的 朱高旭第一个反应 就是不信 你怎么知道 夏元吉也不太相信 虽然 这老话说了 秀才不出门 能知天下事 可是你状元宫知道的 这也未免是没法解释吧 夏元吉的话音一落 整个屋子里的人 都将目光投向了杨绍峰 窝国银矿的事情 可以用 挥个城尔郎那些窝寇做幌子 遮掩过去 可是 离着大明千里万里之遥 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新大陆 杨绍峰 杨绍峰又是怎么知道的 望着众人诡异的目光 杨绍峰顿时有些头大了 迟疑了好半晌之后 杨绍峰才结结巴巴的说道 山海经这个眷十五 大黄南京有宰 大黄之中 有不亭之山 戎水穷烟 有人三身 帝君七鹅黄 生此三身之国 姓瑶 属石 属四鸟 有冤四方 死于解答 北属黑水 南属大荒 北旁名曰 绍河之冤 南旁名曰 从冤 顺之所欲持 翻遍了诸多国籍之后 我发现这里面的重点之处 就在于 有冤四方 死于解答 北属黑水 这十二个字 有冤四方 死于解答 这说明 这是一块海中之地 其中诸多山水 有姓瑶 三身之国 有羽民之国 有暖民之国 有营民之国 又有宰民之国 被溢杀了 这个枣池 杨绍峰就坑坑巴巴的 话音还没落下呢 夏元吉就毫不客气地 打断了杨绍峰的话头 还有个不死之国呢 你怎么不说呀 《山海经》 明明就是一本诗吧 我说你拿它当地图了 杨绍峰顿时气劫了 对照《山海经》里面 所记载的 那些怪兽之类的 玩意儿可以发现 《山海经》 确实称得上是师谱 石之使人不眯 可以欲凶 福之使人不厌 又可以欲凶 等等等等 就像是横宫鱼的 记载一样 生于石湖 此湖横冰 等等等等 这个记录横宫鱼的这位仙贤 似乎是生怕后人不知道 怎么吃横宫鱼似的 还特意指出了横宫鱼的弱点 刺之不入 主之不死 以乌梅二梅 主之则死 当然了 杨绍峰觉得这位仙贤记录的还是不够凝确 起码应该指出 这鱼要在白天和乌梅一起煮着吃才行啊 这要是傍晚开始炖汤的话 入锅的时候还是挑鱼 等出锅的时候 没准就成了水行物鱼里面的人鱼 到时候怎么下口呢 杨绍峰心里正在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 夏元吉却依旧不依不饶地口吐芬芳 依老夫看呐 你杨状元倒是应该去找找 《山海经》中所载的文姚鱼 说是状如鲤鱼 其味酸肝 谏则天下大赏 杨绍峰顿时气劫了 酸肝 那不就是糖醋鲤鱼吗 向来不怎么喜欢读书的朱高旭 根本没有意识到 夏元吉这几句话的深意 反而在听到壮如鲤鲤 和其味酸肝之后 想到了糖醋鲤鱼 这杨绍峰的脸色 确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黑了下来 不是 好好地说这新大陆的事 吓不当你咋还骂上人了呢 朱高旭有些懵了 他骂你了 杨绍峰恨恨地道 文姚鱼其味酸肝 实质以狂 他骂我是疯子 《山海经》《西山经》记载 文姚鱼壮如鲤鱼 鱼身而鸟翼 这文姚鱼壮入鲤鱼不重要 长了翅膀也不重要 自带糖醋口味也重要 见着这鱼 能预示着大丰收 也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 吃了文姚鱼能够治疗 这个疯癫之症啊 瞧瞧 不读书能行吗 这要是不好好读书的 碰上夏老科这种 拿着《山海经》当面骂人 这个疯癫缺德的玩意儿 你他妈还听不懂 人家的骂人 一直看戏的朱老四 终于看不下去了 咳了一声道 这该出的海呀 还是要出的 原本的西洋之行 不能耽搁了 见朱老四赞同自己的想法 夏元吉顿时便攻身道 陛下圣明 新弄出来的定装火药碎发枪 比原本的火绳枪是要好用 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只是国库中颇为空虚啊 纵然想要把所有的 为所火器全都更换 那是无能为力的 如今欧罗巴之地战乱不断 正好将淘汰下来的那些火器 卖给欧罗巴小国 所得钱财 也能用于为所的火器更换 孙子兵发有云 古智将 务实于敌 十敌一中 当无二十中 既干一弹 当无二十弹 这 用欧罗巴小国之钱财 为我大明卫所将士 更换新式武器 大善 一听夏元吉提到钱财了 朱老四的嘴角 就忍不住抽了两下 夏老抠在其他事情上面都好说 就是不能跟他提钱 一提钱就哭穷 一哭穷就国库空虚 一空虚就能叫好老鼠啊 想了想 朱老四又接着说道 嗯 当然 这西洋之事不能停啊 顺带找找新大陆 也是可以的 毕竟是为子孙后代 万事之计啊 既然那混子说了 新大陆离着旧港宣卫斯不远 那就让高徐和郑和他们 去找找 若是找到了 自然就证明 山海经里面所记载的内容嘛 倒是没错 若是找不到呢 左右不过是几天的时间吧 也不算什么大事 杨少峰信誓旦旦的说 肯定能啊 最多十天半个月的航程 就能找到那片大陆 夏元纪喝了一声嘲讽道 如果能找到 那就麻烦汉王殿下 再去找找那个 西山经里记载的文姚鱼 这好好的一个六手状元 总这么疯疯癫癫的 不像话 朱老四瞪了两人一眼 说道 嗯 那个阁 王可是吧 杨少峰攻神道 是 王爷爷英明 那个蛮子 原名各个物 后来 顺天府 真府台 给他起名王科 意思是 盼他能够尽忠王室 余生进去坎坷 朱老四的嘴角 忍不住 翘了翘 对着胡须道 嗯 希望如此吧 还有 既然已经是我 大明百姓 你也不能总是 一口一个 蛮子蛮子的吧 这免得 上了他的一片忠心呢 在杨少峰 攻神应下之后 朱老四又接着说道 让王科出使 法兰西吧 商量军械之事 正合的舰队 同去 嗯 现在呢 朕倒是有更重要的事 跟你们几个商量商量 自打永乐是三年开始 这什么事啊 都是东一榔头 西一棒子的 总这么下去啊 不是个事吧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三百一十九章 大名第一个五年计划 几乎是在一种近乎于玩笑的情况下出台的 发起者朱老四之所以想着搞什么十年计划 根本就是因为自打永乐十三年以后 不顺心的破事太多了 用户部又不给他钱 让他去砸人场子所导致的 简单点说 那就是朱老四觉得自己不输的 那别人也别想输他了 至于抄袭了杨绍峰在编世城玩的五年规划那一套 朱老四表示那些都是细节 不需要在意的 杨绍峰和夏元吉等人自然选择了用脚投票 朱老四会不会挂在永乐二十二年 杨绍峰现在也说不好啊 历史上的朱老四接连五次亲征莫北 早些年南征北战落下的病根是愈发严重 最后才凉在了最后一次返程的路上 可是现在朱老四在两次北征之后 就再没有出征过了 再加上有了两个虫孙之后心情不错 想必应该能够多活几年的 但是吧 什么事就怕个万一啊 万一神通不敌天术 万一朱老四就会再永乐二十二年挂掉呢 朱高赤这个肥仔啊 现在不像历史那么肥 这长长下底干农活的朱高赤 身体是越发抗健了 万一这个肥仔比历史上当皇帝的时间长呢 会不会改变了朱老四现在折腾的改革 会不会把都城再迁回南京 这种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 保关海同志的努力几乎被川俭国同志全盘否定了 但是吧 十年太远 现在大明一天一个样 谁知道十年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倒不如按照五年一个周期来进行规划 再然后五年计划就出台了 修路修学堂嘛 修路带来的好处 如果说其他的地方还不够明显的话 那么就看看边市城到顺天府 还有季末到顺天府 季末到济南府的这三条路 所带来的好处吧 边市城的赛上明珠之称 绝不是浪得虚名 当初照比着洛阳城安规模营建起来的城池 现在已经是塞得满满当当了 每天经过边市城的牛羊 几乎是有上万头之多 更别说边市城附近 那所煤矿所带来的收益了 至于季末 当初穷成死狗一样的小县城 现在几乎就是整个山东最富的地方 大量的海鸭蛋和大鹏青彩通过陆路和海陆运到南北两京售卖 谁的家里要是没有个三五百贯的存款 估计出门都不好意思和邻居打招呼 更让人看不懂的是 季末的百姓现在对于种地已经没有多大热情了 反而将大量的土地都拿来养鸭子盖大棚了 至于所需要的粮食基本上就是靠买 反正山东自古来就是产粮大户 季末县又不是很大 光靠外地运粮也能够供应得起来 而季末附近种粮的百姓同样能够通过卖粮食来赚到钱的 这里面有多少百姓得到了好处 那只不过是明面上的好处而已 真正让朱老四等人看到的却是寻常百姓 根本不会在意的另外一层 季末的咸鸭蛋在季末并不值钱 到了顺天府和硬天府却成了好东西 边市城的煤炭在边市城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是卖到需要大量煤炭的季末 那些介于能炼钢的焦煤和煤泥之间的普通煤炭 就成了好东西了 简单点说 那就是边市城和季末已经在另外一种形式上成为了互补 包括那些牧民和劳工在内的边市城百姓能赚到钱 就不会想着造反作乱了 季末百姓同样也是如此 哪怕是真有人想不开 切断了边市城的煤炭 或者是季末的海鸭蛋对外输出 反正好处就是明摆着的 然后朱老四等一众人就决定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面全力修路修血糖 首先就是在大明的地图上面画出三横三竖 改掉过去哪里有问题就哪里修路的随意作风 变成按照三横三竖的规划来逐步修建 并且依托着三横三竖的主干交通网来修路 等三横三竖工程结束之后 再向其他地方一点点的推进 总之就是要把大明当成一个网 由三横三竖的主干网来带动其他的节点 一步步的向前推进着 至于军方嘛 未来五年内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掉交纸的问题 顺带着还把淘汰下来的那些老旧军械 会卖给欧罗巴那些正在打仗的国家 杨绍峰有些懵了 自己早早地跑到天津位 趁着出海的前一天躲到了船上一直没露面 结果呢 莫名其妙地发现猪瞻鸡这个傻缺居然混到船上了 大眼瞪小眼地跟猪瞻鸡对视了半晌 杨绍峰才深吸一口气 你怎么跑船上来了 黄爷爷知不知道 朱瞻鸡也很懵啊 你先别管我 你呢 你儿子不要了 杨绍峰皮笑肉不笑地答道 我儿子 咱们那位黄爷爷现在天天赖的杨家庄子不走 连朝政都扔给了义父去打理 你觉得我儿子还用着着我看着 他也不让啊 他 一提起自家儿子 杨绍峰就一脸的悲愤之色 虽然说这儿子生出来就是拿来祸害的 可我家儿子明显轮不到我祸害啊 黄爷爷那天天抱着不撒手 我能咋办呢 朱瞻鸡同样的一脸黯然 自打自家有个四脚吞金兽之后 自己和异地在黄爷爷心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 同兵相连的两兄弟 谁也别笑话谁 说起来都是泪啊 沉默半赏之后呢 朱瞻鸡才到 黄爷爷有了虫孙子 咱们两个明显没啥用了 我媳妇天天也是想着孩子 根本就顾不上我 所以我就想着混到船上来 跟着出海去瞧瞧 杨绍峰一脸欺人 彼此彼此 你们两个少在这里给我演戏 郑和没办法说什么 朱高岁呢 却丝毫不给了两人面子 等到了灯来 你们两个就给老子滚下船去 朱高岁有些奇迹败坏的训斥两人 海上风急浪高 一个不慎就是葬身海底的下场 你们两个跟着凑什么热闹 三叔啊 朱瞻鸡嬉皮笑脸的说道 三叔你行行好 就让我们跟着去吧 反正一路上都是沿海航行 不会有什么大风大浪的 朱高岁黑着脸道 有没有大风大浪 那得看龙王爷的心情 上次遇着龙溪水 我就差点没能回来 杨绍峰小声道 三叔吉人天下 这不是好好站在这儿吗 这次咱们小心一些 肯定没问题 再说了 我们两个现在回去 那肯定会挨顿揍啊 三叔你忍心看着我们挨走啊 朱高岁宁笑着道 不忍心看你们挨揍 但是我忍心亲自揍你们一顿 你要不要试试 不是 杨绍峰叫道 新大陆 三叔 你不是要找新大陆吗 带上这儿一起 肯定能更快找到新大陆 朱高岁将目光投向了出战机 那等到了灯来之后 你就滚下船去 老老实实地回京城吧 我给你爹写封信 让他别揍你 如何 朱张基试探着道 三叔啊 你要知道有个词叫做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你什么意思 朱高岁邪眯眯着眼睛道 你还敢坏我的好事 朱张基黑黑善笑一声 说道 夏布堂本来就心疼这银子 我这回去了再跟夏布堂 说点什么不该说的 朱高岁顿时被气笑了 小王八蛋 你威胁我 朱张基连忙白手道 不不不 三叔误会了 侄儿怎么敢威胁三叔呢 侄儿就是想跟着三叔一起出海去见见世面 等回来了之后 侄儿一定老老实实地在京城待着 绝对不会再乱跑了 想了想 朱张基又接着说道 三叔啊 您想想当初在燕王府的时候 您和父亲还有二叔 是不是也特别想自由自在地出门私混 这二现在的心情和您那时候是一样的呀 还有 三叔最疼我了 父亲曾经跟我说过 小时候三叔总喜欢抱着我 有一次我尿在了三叔的身上 三叔都没生气 好三叔啊 您可千万别赶我下船 郑和忍不住转过了身子 实在是太丢人了 堂堂的皇太孙殿下 就像跟个小孩一样买乖 连威胁带谈感情的手段 到底是哪儿学来的 就连杨绍峰都看不下去了 你儿子都几岁了 你好意思这样 朱高岁的嘴角翘了翘 转然又冷横了一声道 行了行了 多大的人了 还跟个孩子死 也不嫌丢人 让你们跟着去也行 不过咱们事先说好 海上风急浪高 事事还要听从安排 还有 从这里到旧港宣威司 起码也要粤鱼的时间 一路上再怎么枯燥无聊 你们两个也别想着 有什么乐子可寻 记住了吗 朱瞻基和杨绍峰的脑袋 顿水点得如同小劲儿 啄米一般 异口同声地打道 记住了 老老实实地回到船舱了 朱瞻基就皱眉道 失算了 该直接去泉州的 三叔他们肯定要在泉州 停活补给一番 到时候再上船 岂不是比现在更好 杨绍峰轻笑了一声 嘲讽道 到时候你还上得来 虽然三叔说一路枯燥无聊 可舰队要经过礁止 海上还有海盗 再怎么枯燥 也照样有的是乐子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320章 海盗呢 这么大一片海 居然连个海盗的影子都看不着 刚刚远顿的那艘船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不停下来接着检查 杨绍峰觉得脸有些疼啊 前脚还信誓旦旦的 跟朱瞻基说海上有大乐子 结果呢 从福建常乐出海之后 已经是八九天的时间了 眼看着都快到战城了 居然连个海盗都没碰着 郑合笑眯眯的道 海盗是不可能出现在这儿的 庄严公 若是找海盗的麻烦呢 须得过了西岚之后才有 至于前面那艘船 不过是战程 收取关税的关船而已 便是借给他们几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在舰队前面挡住的 杨绍峰和朱瞻基都好奇地 妄想自己了 郑合便淡淡地 吐出了两个字 西岚 一听西岚这两个字 杨绍峰和朱瞻基就明白过来了 永乐七年九月 郑合第三次率领舰队 从泰仓刘家港起航 费信马欢等人会同前往 这也是郑合第一次来到西岚 也就是后世的斯里兰卡 其实在前两次下西洋的时候 郑合就和西兰王国打过交道的 郑合第一次下西洋的时候 就发现西兰国称霸海上 不仅经常地袭扰邻国 甚至还屡屡地出兵 劫持邻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相互往来的士臣 属于典型的海上一霸 拥兵五万余众的西兰国主 亚列苦奈尔连当时的大名都不放在眼里 勇了三年 有中国佛教徒一队 来西兰献香火与佛池圣坛 被亚列苦奈尔所虐待 尽管不知道是谁给了亚列苦奈尔勇气 郑合依旧没和亚列苦奈尔一般见识 直到第三次出使西洋 在返程的时候 亚列苦奈尔一改之前的嘴脸 一面假惺惺 向郑合解释一次完全是误会 一面又信誓旦旦地 表示要向大名臣服朝臣 还要非得赠送礼物 以表达诚意 过了几天之后 亚列苦奈尔又再一次正中地邀请郑合到王宫 继续会谈 然而当郑合抵达王宫之后 亚列苦奈尔却逼而不见了 只是派出了他的儿子纳言出面同郑合谈判 纳言表示 要么郑合老老实实地交出船上的金银宝物 要么呢 中国船队就彻底地留在了西兰 永远别想再离开了 与此同时呢 亚列苦奈尔已经派出了整个西兰国的全部兵力 五万士兵前去截夺宝船 而且呢 还在海港与都城之间建立要塞 打算阻断郑合与船队的联系 理论上来说 亚列苦奈尔同学做的是准备很充分呢 两手都在抓 两手都得硬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不止郑合舰队所携带的宝物 将是亚列苦奈尔同学的囊中之物 就连整个西洋舰队 都有可能落在亚列苦奈尔的手里 而斯里兰卡也凭借这些庞大无比的舰队 彻底地成为了海上的一方霸主 但是苗廷先生曾经说过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亚列苦奈尔同学啊 太过于高看了自己 也太过于小瞧了郑合 作为一个酒精沙场的大太监 郑合同学此时充分体现出了 他的大将风度 在经过了一两秒的懵逼之后 郑合就立即做出了应对 兵法有云 唯唯救赵 直到黄龙 亚列苦奈尔原以为 郑合离开王宫 必定置奔港口 以便尽快地回到船队 所以呢 才提前截断了道路 然而郑合在打探到西兰国的士兵几乎都跑去截掠船上的财物 而都城正是空虚的时候 郑合干脆没有再返回舰队 而是派了二十名擅走山路的精锐士族返回舰队 船令要求舰队干掉所有的来返之地 顺便的 郑合带着随行的两千名护卫 开始进攻西兰国的都城 打算把亚列苦奈尔同学给一国端掉 亚列苦奈尔这时在反应过来 整个西兰一共就五万多的病例 还都派去了夺宝节船去了 整个王宫就跟一个扒光了衣服的小娘子似的 暴露在了郑合的两千户卫的眼前 然后呢 亚列苦奈尔全家便被郑合一国端了 后来更是被送到了大明的京城去展览 至于当时的海上强国 东南亚地区的一带霸主西兰国 依旧还是那个强国 依旧还是那个霸主 只不过国王从亚列苦奈尔换成了 亚列苦奈尔的儿子耶巴乃 而耶巴乃是把大明当成爷爷看的 西洋舰队是爸爸 再然后整个航路上面 就再没有谁会不开眼地去找郑合的麻烦 随便西洋舰队途经哪个国家 那些国家都会老老实实地提供补给 态度比大明那些官员们好了几万倍啊 就像是现在这艘远远避开舰队的战程官船一样 根本没人找郑合什么提关税不关税的事情 至于这场大战嘛 大明官方用了大概几行文字来记载 亚列苦奈尔贪报 被郑合一锅端完全是咎由自取 而西兰方面的记录则是因为郑合贪婪 欲将西兰山国佛寺内的佛牙据为己有 从而发动了这场战争 前面就是战争咯 郑合的神色阴雾地 挑着已经出现在视线之内的海岸线 英策策地道 永乐十三年 陛下派兵讨伐陈济库 战争曾经暗中滋贼 咱家可一直都记得呢 日南郡 像林一样 杨绍峰嘿嘿笑着道 什么叫做汉唐故土啊 那就是汉唐故土啊 远离中原王朝千百年 游子在外何其难也 朱瞻基撇了杨绍峰一眼 说道 先别打战争的主意 这次咱们出海是找新大陆来了 现在战争补给 回头去旧港宣伟司 再补给之后去找大荒之地 郑合同样地点了点头 殿下说的是 壮元公若是想找乐子 旧港那儿现在就有个大乐子可瞧 没必要现在就盯着战争 先给他记着就是了 杨绍峰迟疑道 嗯 什么大老子 郑合道 诗锦卿已经死了 现在主事的是十二姐 而诗锦卿之子 诗祭孙 前些日子又上表请求册封 这次咱们到了旧港 便要先解决了旧港之事 再出发去找新大陆 朱战基道 这有什么好解决的 自古来富士紫城 册封施孙 为旧港宣伟使也就罢了 又何必大费周章 郑合皱着眉头道 难就难在这儿咯 若是正常来说的话 诗锦卿死后的旧港宣伟使之职 自然归尸体孙所提成 可是偏偏诗锦卿临死之前 留下遗嘱 说什么本人死 未不传子 不耐地叹了一声 郑合又接着说道 哎呀 你说他死就死吧 结果偏偏留下这么一道遗嘱 还有诗祭孙也是啊 老老实实地当个闲散贵人多好啊 偏偏偏还要和他妹妹争这个 旧港宣伟使的职位 以至于现在闹成这个样呢 朱瞻基疑神疑鬼地道 不过是个宣伟使啊 不只是宣伟使 朱高瑟把话头接了过去 大明册封的旧港宣伟使 对外可自称三佛旗国王 这里面的说道可就大了 就算这个三佛旗国王再不值钱 那也是一国之主 关起门来就是个土皇帝 你说闲散的贵人和土皇帝比起来 这里面的说道就更多了 朱瞻基这才了然 点了点头之后问道 那十二姐那里怎么办 朱高瑟忽然黑黑笑了起来 我倒有个好法子 而且你皇爷爷也同意了 随手指了指杨绍峰 朱高瑟又接着说道 我想起这家伙坑人的例子 便找你皇爷爷 要了一道册封的诏书 人民那里被空了下来 回头等到了旧港 先看看十二姐和十济孙 两个到底怎么样 谁是真心向着大名的 拿着诏书上就填谁的名字 向着朱高瑟竖起大拇指 正合赞道 殿下高明 不管十二姐和十济孙如何 正位最后得礼的依然是大名 杨绍峰喝了一声 却没理会互相吹捧的朱高瑟和正合两人 没一个好东西 洪武三十年的时候 爪哇满者 伯夷国灭三佛齐旧王朝 三佛齐王子 逃往了马来半岛建立满了家国 而当时旅居巨港的一千多中原百姓 就拥戴广东南海人梁道明为王 创建了三佛齐王朝 永乐三年 梁道明和臣子郑伯 可一起回到了大名进贡 然后 然后他受了赵安 跑回老家南海去了 把整个三佛齐都扔给了副手石进清 再然后 正合当时从西昆蓝之地归航 途经旧港的时候 派人招负陈祖义 陈祖义认定正合浩浩荡荡的船队 有宝物在船上 于是派人向正合表示 他想偷城 其实是想诈响 然后一举抢夺正合的船队 更重要的是 陈祖义根本瞧不起正合 太监算什么东西 而且这个太监还是靠陆战出名的 然后施进清就把陈祖义给卖了 并且凭此得到了大名的封策 这个摇身一变 从三佛齐的华人首领变成了旧港宣伟使 被外则号称三佛齐国王 再然后原本的三佛齐就变成了旧港宣伟使司 并且成了大名的一块海外飞地 如果按照自古以来的说法 那么毫无疑问 后世所谓的印尼就是中国自古 正合下西游以来的固有领土 现在正合跟朱高岁这两个 头顶流浓脚底生疮的坏种 也没打什么好主意 宣伟使司毕竟不是知数 行使的是机密之策 而找一个彻底形象大名的宣伟使 则有可能将旧港宣伟使司变成旧港府 杨绍峰心中刚刚暗自呸了一声 却听旁边正合一了一声 叫道 咦 船令 炮机警告战程的官船 让他们放那艘小船过来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三百二十一章 哥 再快一点 他们就要追上来了 小船上只有两个半大孩子 较大一些不过十五六岁 此刻正在拼命划着小船 话说的正是较小一些的孩子 瞧着不过七八岁的模样 双手举着一块染了血的白布 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了一个名字 大一些的哥哥没有回答 只是咬紧了牙关 逼头用力地划船 却是连两正胳膊的酸疼 也都不管不顾了 随着哄的一声炮响 小一些的孩子 顿时就兴奋地叫道 哥 是天兵 是天兵 那些战虫狗退了 他们害怕了 大一些的孩子顿时松了一口气 两只手莫名地一松 船桨就掉进了水里 小船向前走了一段之后 就停了下来 小一些的孩子顿时憋起了嘴 哥 大一些的孩子咬了咬牙 干脆俯身爬在了船上 竟是直接把胳膊当成了船桨 开始用手划水了 郑和放下手中的望远镜 扭头吩咐道 北战 派人过去把这两个孩子带过来 舰队士族划船的速度 远比一个半大孩子划船的速度 要快上许多倍 这一会儿的功夫 两个孩子便被舰队的士族给带到了郑和所在的旗舰面上 黑黑瘦瘦的两个孩子赤膊赤脚 傻傻地站在甲板上面 有些不知所措的同时 眼眶却是莫名地红了起来 郑和摸了摸大一些的孩子脑袋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呢 为什么要直奔着舰队而来 你们战程的官船又为什么要追你们呢 大一些的孩子忽然从小一些的孩子手中 接过那写着名字的白布 递给了郑和之后 又拉着一些小一点的孩子一起跪在甲板上 不住地向郑和磕起头来了 直到额头都红了起来 大一些的少年才抬起头来 望着郑和叫道 我们汉人不是战程狗 郑和笑眯眯地点了点头 伸手将两个孩子扶起 又和颜悦色地道 好 你们是汉人 既然是汉人 那你跟咱家说说吧 到底是遇到什么事了 咱家还有这支大明的舰队 还有咱大明的赵王殿下 和皇太孙殿下会为你们做主的 大一些的少年又跪了下来 恭恭敬敬地向郑和磕了个头 刚刚支起身子 却又莫名地开始流泪了 草民名叫王陶 这是草民的弟弟王妖 我们兄弟两个虽然生在战程 可是我们的父母都是实打实的大明百姓 是洪武爷年间来的战程 所以我们也是实打实的汉人 前几次舰队路过战程的时候 草民的爹娘曾经特意带着我们兄弟过来看过 所以我们才会知道舰队是大明天兵 郑和嗡了一声点头道 看你们说话有条有理了 确实读过书的 王陶从怀中掏出了一本小册子 递给了郑和之后达到 是 草民曾经开过猛 大抵能识些字 这旗上的名字便是草民所写 郑和接过小册子瞧了几眼 见是大明的户籍册子 便又嗡了一声 再一次地将王陶扶起之后 道 那你说说吧 今儿这是怎么回事啊 战程的官船 为什么追着你们不放呢 王陶摸了一把眼泪 却根本止不住 回公公的话 草民的父母 自打来了战程之后 也算是攒下了一些家业 虽然算不上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 可是也不用为吃喝犯愁 可是没想到 这战程的野人生性懒散 也就罢了 偏有见不得他人好 他们为了谋夺草民父母的家业 不惜编排罪名 害死了草民的父母 草民和幼帝东躲西藏 就是想等着天兵来的时候 求天兵为草民主持一个公道 郑和点点头 又将目光投向了朱高岁和朱瞻基 殿下 朱瞻基瞧了瞧了一眼 朦胧的王陶和王妖 让人把兄弟两个先带下去 休息之后又将目光投向了杨绍峰 你有没有什么好主意 杨绍峰呵呵冷笑一声道 正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嘛 小人报仇从早到晚 在下不才 江湖人送外号 小斗鸡肠 乃是十足的小人一个 这旧港我不去了 大黄之地回不着了 待会儿郑公公给我安排几艘宝船 再拨付五千世俗 我去找战成要个公道去 朱瞻基瞪了杨绍峰一眼 你这是去讨个公道 你这是善气边信 杨绍峰喝得笑了一声 嘲讽道 我善气他个锤子 战成王要受皇爷爷测封 他自然就是大名臣子 现在出了乱子了 哼 我找他要个说法 过分啊 如果他老老实实给个交代 那这万事好商量 如果他不给个交代 那我就给他一个交代 收回向林义 朱高岁自然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嘛 对 打他 收回向林义 郑和眼看着朱高岁和杨绍峰都表态了 当即复合道 殿下 永乐十三年 讨伐陈济阔之时 战成王战霸 那 可是 暗中资过贼的呀 朱战基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道 你想要什么交代 杨绍峰道 别人都是杀鸡敬侯 咱干脆反其道而行之 咱们杀侯敬机 让战成王交出凶手 乃气救足 一起宰了之后 驻京冠于新州港 朱战基忍不住 揉着额头道 行了 不问你了 你这根本就不是要个交代 你这就是摆明了 逼反战成王 想了想 朱战基干脆吩咐道 派人去通知战巴迪赖 让他把残害我大明百姓的凶手 统统交出来 在新州港名正典型之后 选手势众 战巴迪赖 深刻地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 人在家中做 锅从天上来呀 好好的没招谁惹谁呢 一家老小正在吃着烤肉听着歌 西洋舰队的使者 就找上门来了 要求战巴迪赖 交出残害大明百姓的凶手 又惊又怒的战巴迪赖 甚至怀疑自己耳朵 是不是坏掉了 谁的娘抽疯了 才会对大明百姓下手啊 不知该死的西洋舰队 从来都不讲道理的吗 当初那么强横的西兰国 一夜之间被打断了骨头 抽断了筋 这个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还有 大明再怎么强横 让战成交出残害大明百姓的凶手 也就算了 居然还要求在新州港行刑 当战成是什么呀 被杨绍峰和助战机派过来 出使战成的江心龙 瞧着战巴迪赖的脸色 阴晴不定 便高声道 请王速觉知 切莫自悟 王孙摩科贵来 就连语气当中都带上了三份哀告 小王同意交出凶手 并对被害的大明百姓做出赔偿 只是在新州港江之名正典型是不是有些过了呀 没办法 说的别的都是扯淡的 实力不如人 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受着 有错没错都得认 挨打挨走都得力争 只不过战巴迪赖依旧要争取一下 最起码也要替战成保留三份颜面吧 江心龙却是摇了摇头 丝毫没有给战成留下哪怕一丝面子的意思 江某来前 家师的意思是要将那些贼人 连同其三族都尽数斩绝 然后将其尸首铸成金冠 是皇太孙殿下仁德 只让战成交出凶手 并明正典型也就是了 战巴迪赖顿时迟疑着道 领尸是 江心龙道 家师乃是永乐十三年的六手状元 大名皇太孙殿下的结拜兄弟 若是战成王没听过家师的名号 那么想来应该听过 一霄这个名字 镇展窝国国王的一霄 便是江某的师兄 家师的开山大弟子 战成王明白了吗 江心龙的话里话外 丝毫没有对战成王的尊敬 但是战巴迪赖不光没有生气 反而还暗自庆幸了起来 江心龙的师父是个什么样的人 估计整个战成上下都没几个人知道 但说到尹销这个名字 几乎整个大明所有的藩树国都知道的 一清二楚的 甚至都害怕得很 出使窝国 然后在窝国国王出营的时候 直接把人给宰了 遇到这种狠人的师父 能说出来要求战成交出凶手九族的屁话 完全可以理解的 问题在于战成就这么屁大点地方 真要是往凶手的九族上牵连 万一牵连到自己呢 那自己岂不要成为助经官的材料了 心中安自庆幸一份 战巴迪赖才开口道 请贵使回转舰队 替小王成礼物 并带小王多谢这个皇太孙殿下 至于皇太孙要的凶手 小王自然不敢耽搁 明天日落之前 小王便会将其送到船上 任由皇太孙殿下处置 战巴迪赖与诺交出凶手了 江心龙这才向着战巴迪赖拱了拱手 既然如此 那就有劳战成王 朱瞻基伸手摸摸王桃的脑袋笑着道 你们的仇本宫替你们报 等今天行完了行 你们就踏踏实实地留在战成 看还有没有人敢欺负你们 王桃却是摇了摇头 殿下草民想要亲手手刃仇人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三百二十二章 王桃想要手刃仇人的想法 注定要落空 朱沟岁坐在形台的王位椅子上 左边是郑和 王桃没有座位 只能站在郑和的身后 江心龙坐在郑和的左手边 而堂堂的战城国主 战巴迪赖却只能坐在 朱高岁的右手客位上面 至于战城大大小小的官员 则是连个凳子都没有 只能老老实实地站在形台的两侧 拿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战巴迪赖善笑着对朱高岁道 呃 殿下 朱高岁抬头瞧了瞧天色 便拧头对郑和道 宣判吧 郑和点了点头 拿起一页文书 朗声道 永乐二十二年春 二月初十 自有战城新州县之官员 残害大明百姓一案 一 大明律户律 大明律刑律 大明律涉外特别法案之规定 先判决如下 新州知县古某 斩 足诸 新州县城陈某 斩 涉案之崖以陈某 等计一十三人 斩 奉大明皇太孙殿下令 凡涉案者 共一十五人 选守新州港 以为后来者借 令小玉天下诸藩 凡残害大明百姓者 即穷尽八荒六合 亦必诸之 充当通义的江新龙翻译如下 这些人都要砍了脑袋挂在旗杆上 另外告诉你们 无论是谁 只要敢伤害大明百姓 无论你们跑到哪里去 都会把你们抓回来挂旗杆子上 等到江新龙翻译完了 郑和伸手从临时准备的签筒里抽出了一只令签 投掷余地 喝道 行行 暗自混在人群中的杨绍峰 瞧着人头滚滚的形态有些不忍 于是睁大了眼睛瞧着满地滚的人头 朱瞻鸡低声道 编程和吴明这些人的手法有点生疏啊 一刀砍不死还来第二刀 还有刚才江新龙在说什么 一句都听不懂啊 杨绍峰道 这些杀财们 载人是吧好手啊 砍人的业务就不这么熟练了 不能强求太多 还有这大明律有规定不能砍第二刀吗 朱瞻鸡仔细想了想 过了好半场之后 才摇头道 确实没这条规定 但是我总觉得 不是他们砍人不熟练 而是有些人 故意让他们不熟练 你怎能凭空无人清白呢 杨绍峰顿时急了 读书人的事 怎么能说是故意的 一搜搜的小山板 如同过江之里一般 密密麻麻地挤在海面上 竟是直接把 拥有六十艘宝船的西洋舰队给他围了 朱高岁和朱瞻鸡 还有杨绍峰和郑和 等人瞧着眼前这一幕 心中满是苦笑不得的感觉 刘发子心中则是有些坠坠不安了 刘发子身后跟着的青壮手里 端着一个大大的托盘 上面用竹筐装了一些馒头和肉食 旁边还摆着几个杯子和一个酒壶 淡石湖江 以赢王师 老一辈的就是这么传下来的 可是这淡石湖江到底是怎么个搞法呢 却谁也说不清楚 没法子 也只能凑合凑合了 眼看着刘发子在那儿 吭吃瘪毒地吭吃了半天 也没想好该说些什么 朱瞻鸡干脆向着杨绍峰使了个颜色 然后笑眯眯地对刘发子道 老丈 这是 建筑斩机身手 指着那些围在宝船周围的小山板 刘发子顿时回过神来 闪笑着道 灰殿下 曹明等这是给咱大明的舰队送些吃食 对 就是那个 淡石湖江 以赢王师 杨绍峰哭笑不得地走到刘发子身后的青壮山前 拿起酒壶倒了几杯酒 依次递给了朱高岁和朱瞻鸡之后 又给郑和以及刘发子一杯 然后才端起了自己的那杯酒 笑眯眯地道 老丈有心了 请 刘发子有些手忙脚乱地将酒一饮而尽了 然后对朱瞻鸡道 天下呀 让他们把东西送到船上来吗 朱瞻鸡刚刚点头应下了 杨绍峰却是忽然开口道 舰队在新州港听播三日 开放一艘宝船供百姓参观 反我大明百姓 可持大明户籍策的上船 刘发子刚刚大喜 转而又有些傻言了 可是这战城还有许多前宋移民呢 他们 朱瞻鸡抢先说道 只要你们能证明他们的身份 那他们也能上船 等此次回航之后 大明将会在战城设立临时馆 前宋移民只要能证明自己是中原之民 便可到临时馆处 获得大明百姓的户籍凭证 自此后 与我大明百姓一般无二 另外 临时馆负责全权处理 大明百姓在战城的事情 以后但凡有什么事情了 只管去寻临时馆 驻战城行人大使 会替你们做主 设立临时馆 并不是朱瞻鸡拍脑袋的结果 而是和朱高岁和郑和杨绍峰等人 商量的结果 反正前面 已经有了一个驻倭国领事馆 现在也不在乎 再多一个驻战城的领事馆 当然 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驻倭国领事馆 其实也并不是真正义的领事馆 反倒一项是后世英将的日韩的联合指挥部 属于倭国的太上皇 而驻战城的领事馆 则是在正常的领事馆职能之上 又添加了军事基地的职能 后继呢 将会在战城领事馆周围 驻扎一个政编位 既能用于给西洋舰队提供补给 也能保证大明在南洋的所有利益 更多的还是为了利益而顺手为之的事情 听在刘法子等人耳朵里面 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尤其是对于那些前宋移民来说 大宋没有灭亡的时候 战城人还会对当时的大宋百姓高看一眼 可是当大宋亡了之后 这些大宋移民的身份就一落千丈了 战城人穷啊 大宋移民不穷 战城人又懒又笨 可是战城人会抢啊 又面对这种情况 就算脚趾头去想也能想得到 这个战城的官员 肯定不会想着所谓的大宋移民的 直到大明建立之后 战城人把大宋移民当成肥羊的毛病 才算是收敛了几分 待到了洪武年间 有大明百姓飘洋过海来到战城之后 战城人也不过是明强改成了暗毒 没有办法啊 谁让中原王朝自古来都不太重视海外百姓呢 然而这一切都将改变 砍了两个主谋 摆戴十一个从犯的脑袋 看着影响不大 其实背地里的影响却是重于泰山 尤其是大明的皇太孙殿下和赵王殿下都在这里 这已经无异于代表着大明的皇帝在向天下人表态 大明会给自家在海外的百姓撑腰 刘发子不傻呀 海外这些中原百姓也不傻 有了西洋舰队和大明在后面给自己这些海外人撑腰 自己这些人就能把腰杆子挺起来 战成猴子也会老实个几百年 然而出乎于刘发子等人意料的是 朱瞻基所抛出来的大炸弹显然不止一个 待灵石馆设立之后 社学也会同时设立 所教授的内容也与大明本土所授一般无二 以后你们的孩子该读书的读书 该科举的科举 总是漂泊在外也不是个办法 刘发子等人呼呼啦啦地跪了一大片 如果能够活得下去 谁愿意出海呀 没几个读书识字的先生 只能一代一代地口口相传 许多学问也就慢慢地丢了 就像是丹氏湖江 以赢王师 刘发子等人知道这个典故 然而却是一知半解 拿竹筐成食物 拿酒壶装酒 这已经是这些人能想象出来的极限了 谁知道真正的丹氏湖江又该是个什么样呢 谁不想自家的娃子能读书 谁不想自家娃子能做官 可是往常也只能想想 大明允许海外之人科举 可是往常只有战成王室及战成的贵族子弟们 有条件读书参加科举 自己这些漂泊在海外的大明百姓 反而没有这个指望 如今得了皇太孙殿下的允诺 自己这些人的子孙后代也有希望去参加科举 那这份恩情可就真的是天高地厚了 送走了千万些的刘法子党人 郑和瞧着满船的物资就开始头疼了 这些东西别说是吃到旧港了 就算是再从旧港吃回来也差不多够了 杨绍峰斜着眼睛道 这还不好啊 敞开来吃嘛 都是百姓的一片心意 吃了喝了不心疼 浪费了可就醉过了啊 朱展继哼了一声道 哼 那个开放宝船让百姓参观的说法是怎么回事 这又得再战成多停一天的时间啊 杨绍峰无奈的弹开手达道 孟子远无伤乃人数也 兵法也有云啊 上兵伐谋 其次伐教 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 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今天法场上人头滚滚 我这心里就感觉挺不是个味儿了 为了少造些杀孽 所以我想着把宝船开到新州港上停一停 让百姓看看 尤其是要让那些战城猴子们也看看 好让他们心里啊 有点数 编译天年总是在天晴了雨停了 他又觉得他行了 你看 有了舰队 咱要说宰了那些残害大名百姓的贼子 他战巴迪赖就得宰掉 咱说要在战城设立灵石馆 他战巴迪赖就得同意设立 如果咱没有舰队 不让他们知道厉害 只怕这种婆事以后还会出现 到时候得再杀得人头滚滚啊 朱瞻基是皮笑肉不笑的道 你就是在打战城的主意 你当我看不出来啊 不过你打战城的主意也就打了 现在当务之急 还是去救港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323章 长44章 宽18章的宝船 是实打实的海洋巨首 新州港原本停靠的那些小船 跟巨大无比的宝船比起来 简直就像是一艘艘的小山板一样渺小 作为此时 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海洋战争利器 尤其是当宝船侧弦的炮窗全部打开的时候 哪怕现在这艘宝船只是静静地停靠在新州港 也依旧能够给人直面心灵的冲击 刘发子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心中的感觉 似乎是想要高声狂叫 又似乎是飘在云端 当刘发子眼角的余光 瞧见岸上那些眼中带着艳羡和畏惧的战程人士 当时刘发子瞧着宝船上 如同镖枪一般挺立的大名士族时 一鼓鼓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就开始在胸口当中来回激荡 就连腰背都不自觉的又挺直了一分 这海上的风很急很大 眼眶又一次一次的湿润 怎么也是止都止不住啊 也不想止 摸一摸船前 摸一摸船首门 那门巨大的火炮 刘发子忽然就跪在火炮的旁边 磨起了眼泪了 站在火炮旁边的士族没有任何动作 早早的就得到了吩咐 只要这些被允许上船的百姓 不试图截船 不去摆弄火炮 不拿着支笔临摹宝船的构造 不去某些敏感的地方 那些士族们就不能够干涉百姓 怎么参观了 所以火炮旁边的士族 也就没有任何动作 只是静静地站立在那里 双眼目视着前方 没有将手中的随法枪握得更紧一些了 哭了半赏之后 刘发子忽然站起身来 对身后的钉过来的一群孩子道 这是咱大明的战船 大明天兵的战船 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敢欺负咱们了 再也不会了 面对着忽然抽风的刘发子 一群大小年龄不一的孩子 有些手足无措了 大一些的孩子还好 尽管对于大明和天兵 这两个概念还处于半懂不懂的状态 可是对于再也没有人能够欺负自己 这句话还是能够理解的 至于那些小一些的孩子嘛 则是根本就不知道 刘发子这个首领为什么忽然发疯 瞧见没有 远处打量着这一幕的杨少峰 几枚弄眼儿的对朱展击道 大明的实力和态度 直接决定了这些漂泊在外的百姓们的地位 朱展击点点头 忍不住叹了口气说道 你说咱们回头在新州港驻扎两艘宝船怎么样 杨少峰摸着下巴道 这两艘宝船 这可不是一个整编位那么简单呢 如果加上那些配套的舰支 两艘宝船可就相当于两支小型舰队 比整个战城的水师还要强上几分呢 不过我这话又说回来啊 朱扎在琉球的东海舰队 由窝国和琉球共同承担军费 现在再多一个驻战城的南海舰队 似乎没什么毛病啊 朱展击先是点点头 紧接着又摇了摇头说道 多一个驻战城的舰队当然没问题 军府和兵部都不会有意见 只要战城同意负担军费 那户部肯定也不会有意见 只不过 这里你能算是南海舰队 真要是找到大荒了 那里才应该是南海舰队吧 杨少峰一脸懵逼地瞧着脑回路 轻起的朱展机 哪的智障啊 现在是讨论舰队叫啥名字的时候 想了想杨少峰还是开口道 还有两天 再停上两天时间 咱们就得启程了 直接去旧港宣卫寺 宝船在新州港停靠三日 任由大明百姓和前送移民参观所带来的影响 几乎是立竿见影的 大明百姓也好 前送移民也罢了 等这些人在下船的时候 无疑不是挺着了腰板的 而战城人的腰却不自觉地弯下去三分 舰队强硬的作风 让这些漂泊在外的百姓不再担心未来的命运 却让战城人 见识到了什么叫做天朝上国的霸道 瞧着远处慢慢出现的地平线 和一股股声腾而起的黑烟 还有不断传来的喊沙声 杨少峰放下手中的望远镜 时宜地问道 这什么情况 莫不是满者伯仪又派兵来供了 朱湛基一道 满者伯仪 不是有西兰的前车之舰吗 满者伯仪居然还敢跳出来照着舰队 郑和摇头道 满者伯仪并不是照着舰队 而是冲着十二起来的 现在石进青刚刚去世不久 满者伯仪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吧 炮鸡警告他们 朱湛基恨恨地道 这边正要出海去找大荒呢 哪有工夫管他们那些破事 让满者伯仪这人干净滚呢 要不然就把他们都留在旧港 随着朱湛基命令的下达 舰队很快就摆出了战斗姿态 一发又一发的炮弹 如同流水一般 砸向了港口外的海面上 激起了一道又一道的水珠 可是当一轮炮击结束 舰队带着港口 也是越来越近了 正和忍不住 对朱湛基攻神道 殿下 看样子不像是 瞒着伯仪的军队呀 朱湛基瞧了瞧港口 迟疑道 不是瞒着薄仪的军队 那这些人是哪冒出来的 居然把整个港口都搞得乌烟瘴气的 正和也有些吃不准 迟疑道 或许是港口上出现什么变故 杨绕峰举着望远镜 瞧着远处一艘慢慢滑过来的小船头 管他是不是瞒着薄仪呢 等对面有一艘小船过来了 咱们随便找个人 问清楚不就行了 正和端着望远镜 打量了远处的小船起眼 忽然道 狮子大旗 不知道是十二戒 还是十戒孙呢 又或者是这两人 已经闹到重兵相攻的地步了 正说话间呢 远处的小船已经离着舰队越来越近了 一个身着戎装的女子站在船头 身上还带着一丝丝的血迹 旁边一个青年也是满身血雾 整个人看上去颇显狼狈 十二戒 十几孙 正和一道 他们这两个怎么在一起了呀 看样子被人给围攻了 那这是旧港生了乱子 朱战基的神色有些迟疑 忍不住 盯着杨绍峰道 我记得黄爷爷曾经说过 掏老人家究竟是倒了多大的煤 才会摊上你这么个六手状元 瞧着朱高岁和正和两人 同样满眼好奇的模样 杨绍峰忍不住有些恼羞成怒的感觉 叫道 你怎能凭空无人清白呢 朱战基笑呵呵的嘲讽道 你从金陵回顺天府 辽州水灾 你到了吉末 正好赶上举州大义 你从举州返回吉末 正好又赶上吉末蝗灾 你到了战城 结果战城又是人头滚滚 现在你来了旧港 结果又遇上这么一档子事 杨绍峰开着脸道 关我屁事啊 说得好像我不回水天府 辽州就不会有水灾 我不去季末 吕州就不会有大义啊 季末也不会黄灾一般 战城猴子自己犯事了 就算这次我没跟着来 王陶王妖他们 肯定也找机会告状 现在旧港里边也是一样 你还能硬往我上来啊 直到小船上的女子和青年 一起被接应到宝船之上 杨绍峰才发现 自己真是躺着也中枪啊 船上女子确实是十二节 满身雪乌 多处受伤的青年 也确实是世纪孙 一直在追杀这两个人的 则是旧港当地的一些权贵 所率领的叛军 说起来也倒霉 旧港当地的一些权贵们 暗粗粗地准备搞事情 以达到旧港归旧港之人之类的目的 结果呢 正好赶在舰队达到之前 就闹了起来 这些人没想到舰队会回来这么快 按照往常经验 郑和的舰队离开之后 怎么着也得有个一年左右 甚至两三年的时间才会再一次来到旧港 从来就没有过仅仅几个月的时间 再一次遮回来的情况 而这么长的时间 已经足够所有的事情都尘埃落定了 先干掉十二节和十几孙 然后再毁掉码头 或者事先做好埋伏 等正和舰队回来的时候 再扶起了舰队 而十二节也实在是不争气 当初一开始发现旧港有乱起来的苗头之后 十二节并没有立即下落手处置 反而方人那些暗中串联 打算等这些人都闹腾起来之后 再一网打尽 可是十二节太过于小瞧这些人了 也太过于高看了自己 这些人串联起来的能量 远比十二节手中掌握的力量 要更为强的 府一发动 直接攻陷了宣卫十四 这十二节的亲信和那些新向大明的官吏 大多都是栗战而死的 就连十二节和十继孙 也不得不边斩边退 一直退到了海边 万幸的是 这些人的运气实在是不够好 舰队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赶在这个节骨眼上回来了 安排人带着十继孙下去爆炸之后 正和就眯着眼睛道 二姐打算如何呀 十二姐忽然向朱高岁和正和行了一礼 拜道 请殿下和公公 为奴家做主 斩杀这些作乱的贼子 正和将目光投向朱瞻基和朱高岁 竟两人都点头 正和便对十二姐道 前面没有二姐的部下了吗 十二姐摇了摇头打道 没有 事发突然 奴家的部下 多数都被困在城中 少数跟着奴家一起冲出来 也都战死了 正和点了点头笑着道 哼哼 既如此 那就好办得多了 说完之后 正和便扭头吩咐道 传六 炮击港口 绞杀 拦在舰队前面的贼子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弦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324章 对于永乐年间的西洋舰队来说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敌人 是一轮炮击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再来一轮 杨绍峰望着倾泻而出的炮火 有些傻眼 忍不住 自言自语道 你们这个样子和咸鱼一样的鹰将 有啥区别呢 如果不是怕整个旧港的码头 被毁了之后无法登陆 其实郑和更愿意用一轮又一轮炮击来解决那些乱军 大概将整支舰队所携带的三分之一弹药都倾泻到港口之后 整个旧港的码头已经是遍地残肢血水了 已经再也看不到什么完整的存在了 包括刚才还挥刀狂叫的叛军 还有那些码头上的建筑物 直到此时 一船负担着运兵重任的宝船 才缓缓地驶向了码头 宝船上的士族们 在大好跳板之后开始登陆 紧接着便形成了三排横列的阵型 每向前一步 第一排的士族便会高声喊出一句口号 投降不杀 手里没有刀的平民百姓此时早已慌了神 面对着从天而降的舰队士族 只有跪地求饶的份了 而那些手里握着刀子的乱军士族 要么就是扔下刀子跪地起降 要么就是拼死冲锋的路上被打成筛子 直到足足一个整编位的士族完成登陆之后 郑和才笑着拍了拍手 这不就解决了 十二姐也忍不住有些傻眼了 这一就解决了 按照现在的局面来看 一轮轮的炮火洗礼和畏锁部族登陆后收尸 差点要了十二姐兄弟性命的乱军 已经被解决掉了 剩下的无非就是抓些火口 审问幕后厨师 然后再把整个旧港给重新建起来 根本就没什么麻烦的地方 没有浴血苦战 没有僵持 没有劝降 没有谈判 一切的一切都消灭在炮火之中了 这和十二姐刚刚猜想中的情况不一样 郑和瞧了瞧有些傻眼的十二姐笑道 二姐还是早早的登案 先召集了旧部再说其他的吧 省得被误伤了 十二姐这才傻傻地点点头 把这刚刚爆炸完毕的师继孙 一起跑回了宣卫史丝衙门 去找及城中的旧部了 带到十二姐和师继孙匆匆离去之后 郑和的脸色才耍得一下拉了下来 转身对朱瞻基和朱高岁道 殿下 这旧岗确实该好好清理一番了 倘若这些人 敢在我等从大荒回来的时候 再爆发出这种乱子 后果将不堪设想啊 朱瞻基和朱高岁的脸色都很难看 因为事实确实如同郑和所说的那样 现在没有人知道新大陆那边什么个情况 有没有人会不会发生战争 这些都是不可预料的情况 万一新大陆上有的 而那些人要跟大明敌对 发生战争几乎就是必然的事情 而一旦发生了战争 舰队上的弹药就会产生消耗 如果对方的实力强大 舰队的弹药消耗过大了 恰好又在回城的时候 遇到这种破事 到时候原本就因为寻找新大陆 而精疲力尽的舰队 很可能会面临着 没有补给而缺少弹药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 参与到平叛的乱局当中去 还能不能像现在一样 玩炮火洗地 可就难说得很了 想通了这里的关节 朱高随咬咬咬道 让本王的亲位 去跟着十二姐一起抓人 把那些混账的东西 都给抓出来 挨个放弃 老爷老爷 祸事来了 清衣小茂的小丝跑得气喘吁吁的 刚进了院子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 老爷 祸事来了 赵光庆阴沉着脸 一脚踹向了小丝 你才祸事了 你全家都祸事了 管家呢 小丝弯着腰喘息半上之后 才慢慢平复下来 老爷 关家现在已经被炸成了一堆碎肉了 小人瞧着 连拼起来的指望都没了 赵光庆的脸色更难看了 说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小丝叫道 管家 管家是被炮火给炸碎的 当时小人离着管家不算太远 他老人家正在指挥那些丘巴和泥腿子们冲杀 眼看着就能杀尽施家兄妹了 可是 舰队来了 似乎是回想起冲天的炮火 小丝忍不住打了个寒颤之后 心有余悸地叫道 没完没了的炮火一直在炸 很多人都被炸碎了 碎成了一块一块的 血都 血都把码头给 给染红了 他娘的 忍不住猛地一脚将那小丝踹倒在地 赵光庆叫道 来人 来人 等着赵府二管家匆匆忙忙地跑来之后 赵光庆便是直接吩咐道 快 让人去收拾戏软 带上夫人 带上夫人少爷他们赶紧走 话音刚刚落下 大门便怦然一声倒下 赵光庆和二管家 赵光庆和二管家一脸恶然地 瞧向倒在烟尘里的大门 却见门外一个明君小齐正一脸凝笑 赵光庆 你的案子发了 通通拿下 说完之后呢 小齐带着一群手下 事事然地往院子里面走了 却见赵光庆咬牙切齿地叫道 就你们这几个人 还敢到我府上撒野 嗯 小齐满脸懵逼地 瞧了瞧自己身后跟着的十个手下 又瞧了瞧自己身上的衣服 老子带着十个锦衣卫上门 居然还有人不怕呀 赵光庆没有理会小齐 然后反而直接对着二管家喝道 杀光他们 要不然咱们都得死 杀 赵光庆分不清 位所士族和锦衣卫的区别 但赵光庆的心里很清楚 不杀掉眼前这十一个明君士族 自己这些人绝对没有活路 再加上眼前只有十一个人 而自家却有二十余个护院 几乎是一倍的人数差距 让赵光庆的心中 有了放手一搏的想法 尽管锦衣卫小齐 依旧处于懵逼的状态 但是常年接受的训练 已经让小齐的身体产生了自主反应 抽刀架住迎面砍来的长刀 然后用力将长刀弹开的同时 又反手将手中的修春刀抹向了对面的护院的脖子 直到对面的护院捂着脖子倒下了 小齐才彻底地回过神来 顿时气急败坏地叫道 格杀勿论 赵光庆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也没想明白啊 十一个明君士族到底怎么能够围杀二十多个护院的 锦衣卫小齐将沾了血的修春刀 在赵光庆的衣服上蹭了蹭 阴沉着脸打凉一眼赵府的院子 转而咬牙切齿地喝道 鸡犬不留 十个锦衣卫校尉齐声应了 转而开始执行小齐的命令 锦衣卫想来讲信用 说杀人全家就绝对不会留下一个喘气的 血流成河的绝不止赵府一个 大明的官员勋贵乃至于普通百姓都能够分得清 锦衣卫和普通士族他们的区别 可是对于旧港的那些权贵们来说 锦衣卫和明君士族根本就是傻傻分不清楚的 许多旧港的权贵们根本不认识锦衣卫 而锦衣卫面对着胆敢反抗的旧港权贵也是一脸懵啊 对于锦衣卫来说 大明本土的官员都没有人胆敢反抗锦衣卫之法 这些旧港权贵们居然敢反抗 谁给他们的勇气啊 然后呢 这些自觉受到挑衅的锦衣卫就在旧港权贵们 呆滞的目光当中选择了鸡犬不留 当然呢 也不是所有的旧港权贵都分不清楚锦衣卫和普通卫所的区别 比如这次叛乱的发起者 叛乱成功之后将会得到最大利益的陈熙陈老爷 他就能够分得清锦衣卫和普通卫所 所以呢 陈熙陈老爷在第一时间就投降了 不仅自己投降 还让家中所有人都跟着一起投降了 生怕会触怒了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杀才 然后陈熙陈老爷很快便被锦衣卫给抓到了船上 杨绍峰和朱展金党人无论如何也没办法将眼前这个浓眉大眼看上去一身正气的陈熙和挑起叛乱的主谋联系在一起 没想到啊没想到 杨绍峰围着陈熙转两个圈子 嘴里嘖嘖有声地赞道 没想到你个浓眉大眼的陈熙居然是叛乱的主谋 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陈熙不光挑起了叛乱 还暗中勾结了瞒者伯仪 目的就是打算干掉十二姐之后 再把整个旧港宣伪史丝都清洗一遍 好借此机会将整个旧港都控制在自己手里 如果真被他达成了叛乱的目的了 旧港会变成什么样 那就不太好说了 但是郑和那舰队 却很可能会失去旧港这么一个关键的基地 朱高岁阴沉着脸道 还跟他说些废话干什么 整个旧港的权贵都被宰得差不多了 剩下的那些要么是新向大明的 要么就是骑墙观望的 已经不足为虑了 朱然激道 那些跟着作乱的百姓 还有剩下的那些权贵该怎么办 陈熙那是死定了呀 然而如何处着那些被他煽动起来作乱的百姓 却成了当下最令人头疼的问题 这处置得轻了吧 以后难免不会有人再闹腾的 这处置得重了 许多旧港的百姓 还心向着这些旧港的地图蛇 吐死湖碑之下 那些没有作乱的百姓 也难保不会和大明离心离德 杨绍峰阴沉着脸琢磨半赏 说道 也别再想那些有的没的了 直接简单痛快一点 该杀的杀了 该流放的流放 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算了 朱瞻基却是忽然摇头道 不成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纳明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天皇贵咒 领衔演播 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325章 朱瞻基道 被牵连到叛乱中的百姓 实在是太多了 真要是尽数杀了 那整个旧红 不说是千里无人烟 也差不多该十世九空了 杨绍峰却是冷笑了一声 反问道 陈希是什么人 他们作乱的目的 又是为了什么 大明什么时候缺过人呢 一连三个问题 直接让朱瞻基给问住了 陈希不姓陈 这个土生土长的旧港权贵 跟大明没有一丁点的关系 作乱的目的是为了干掉 倾向于大明的施家兄妹 然后再伏击掉正和的西洋舰队 从而称霸整个西洋 换句话说 整个旧港之乱 完全就是因为 这些旧港土猪权贵们 对大明心生不满而引起的 留下那些偏向于 这些土猪权贵的百姓 对于整个舰队或者是 对于整个大明来说 也不是什么好事 而杨绍峰 没有告诉朱瞻基的是 旧港这个破地方 这土猪从生下来那天开始就带着原罪的 从贱奴钱拉武钱的洪西产案 到1945年11月的四水产案 1946年3月的万龙产案 1946年6月的文灯产案 8月山口羊产案 9月的八眼亚迪产案 和1947年1月巨港产案 1965年的930事件 1998年的黑色五月暴动 当然了 这些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了解一下 除了那些能够自证身份的 大明百姓 或者是 雇送移民的子孙后代之外 剩下的一个不留 无论有没有参与到此次叛乱 全部拉出去羞弱 杨少峰宁笑着道 宁愿旧港不长草 要彻底解决旧港岛 十二姐似乎被杨少峰杀气腾腾的话 给吓住了 捏如了道 这 这 朱瞻基揉着脑袋说道 二姐先不要说话 这个魂子的颠柄犯了 这时候还是不要招惹他为妙 十二姐有心拿不准 杨少峰的身份 迟疑道 这位是 郑和一拍脑袋笑道 哎呦喂 忘了第二姐引荐咯 这位乃是皇太孙殿下的 结义兄弟 用了十三年的六手状元 江湖人送外号惹不得呀 刑事向来是张狂 他说要旧港不长草 多半不是随便说说的 朱瞻基也适时地补充了一句 嗯 他犯了颠病的时候 连黄爷爷都不愿意管他 偏偏他又手握上方舰和亡命棋牌 整支舰队里面 其实就他说的最管用 得了朱瞻基的提示 杨少峰忽然眼睛一亮 对吴明吩咐道 请亡命棋牌 请出了亡命棋牌 杨少峰刚才的满脸愁容 顿时一扫而空了 带朱瞻基和朱高岁和郑和 十二姐等人 都向着亡命棋牌行礼之后 杨少峰才宁晓着道 哼 传令 即日起旧港进入军事管制状态 任何飞西洋舰队船只 不得出港 任何人不得离开 任何人和船只 都不得进入旧港 飞者直接击毙击沉 从即日起 飞出旧港宣位使司 改设旧港府 在任十二姐为旧港府支付 十几孙为旧港府同志 在回航之后 本官会秉明圣上 与户部再相安排 从即日起 由锦衣卫无名 率领锦衣卫和舰队将士 对旧港所有人展开登记排查 凡是参与叛乱者 无论出身 杀 未参与叛乱者 除拥有大明户籍的百姓 和故送移民的后裔之外 与者集中看管 在回航之时另行安排 在丁口全部排查登记完成之后 由旧港府支付衙门 以大明律 对居住在旧港的大明百姓 分配田地 房屋 耕牛和种子 在回航之后 由户部统一拨付 望着有些傻眼的十二姐 杨少风呵呵冷笑着等 虽然旧港 费司改辅 可是陛下不会亏了二姐 回头杨某 也会替二姐向黄爷爷 禀明情况 再有风赏下来 只怕不是一个世袭的宣伟 史可比啊 见十二姐又将目光投向了自己 朱瞻基干脆挠头道 二姐勿慌 本宫也会带二姐 向黄爷爷陈情 至于现在 这个魂子的颠柄犯了 他又是凭着亡命棋牌 法好施令 现在本宫已经指挥不动舰队了 十二姐彻底傻眼了 好好的怎么就变成这个样了 好好的世袭宣伟史 就变成了一个知府了 好好的旧港宣伟史司 变成了旧港府啊 那我这个三佛齐女王 又该咋算呢 可是十二姐 又不敢反驳杨少峰的命令 先不说十二姐 很清楚杨少峰手中的 上方剑和亡命棋牌 到底代表什么了 就算是杨少峰手里 没有上方宝剑 还有亡命棋牌 一轮又一轮的炮火 将整个旧港叛军 送进地狱的惨烈场面 和锦衣卫办案的时候 说是要杀人全家 就绝不会放过一条狗的 冷酷决绝 也让十二姐心生俱意 瞧着十二姐退下的身影 朱瞻基 眨着眼睛道 旧港宣伟司 变成了旧港府 好好的三佛齐女王 也变成了旧港之府啊 杨少峰道 你喝假酒了 这里是旧港府 哪有什么三佛齐 要不是舰队正好赶上了 估计十二姐都已经凉透了 还三佛齐呢 不过 也是他十二姐命好 正好碰到舰队回来 再加上我这个人心又软 他不仅捡回一条命 还能再做一任旧港府的支付 都是命啊 朱瞻基忽然几没弄眼的道 哦 话说这十二姐的模样也不算差 你干脆把她收进房里 回头再给你生个一男半女的 杨少峰斜着眼睛道 说什么屁话呢 看人漂亮就收进房里 你怎么不说啊 还有啊 今天你说我犯癫痫 足足可是说了两次 朱瞻基黑黑笑着道 嘿嘿 别在意那些细节 今天我配合得怎么样 还有 要是没有我的提醒 你是不是就把王命棋牌 这回事给忘了 呸 杨少峰道 怎么可能 不过是一时疏忽罢了 就算你不提醒 我也照样能想起来 现在这事岂觉得多好啊 整个旧港彻底归大名了 回头再设了一个旧港位 每隔几年就派一个倒霉袋过来 当指挥室 简直完美啊 想了想 杨少峰又接着说道 哎对了 瞒着薄仪 还没等朱瞻基回答 朱高岁就先炸毛了 小王八蛋 你没完了是吧 战成 你耽搁了好几天 也就算了 旧港这里 看样子也得耽误挺长一段时间 老子这新纳路还没个影子 还有 现在被你们这么一搞 整个旧港基本上就剩下不了什么人了 老子找新纳路的事情怎么办 杨少峰斟酌着道 不是还有那些大名百姓和前送移民吗 有他们在 想必不会耽误了寻找新大陆的事情 倒是瞒着薄仪 既然陈希交代说 他跟瞒着薄仪那边有联系 倒不如 你想都别想啊 朱高岁黑着脸道 在找到新大陆之前 你再敢给老子搞什么破事 老子就揍你 回去之后 再让你爹揍你 杨少峰神色一致 嘴里小声嘟囔着 还得找家长的啊 干了瞒着薄仪 不就是开疆脱脱了 别费劲把劳的去找新大陆 他花散多了 朱高岁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声 哎 你可老实点吧 人家十二姐是旧港宣卫史没错 可是人家也是三佛七女王 被你这么一折腾 好好的女王变成了旧港府知府 你说人家这心里能没点想法 再说了 那瞒着薄仪和三佛七怎么打生打死 是他们的事 你这么一扇喝 杨少峰摊开手 一脸无奈之色 三叔这一话可就不对了 侄儿一直说的是旧港宣卫司 变成旧港府的事 可没说他三佛七的事啊 如果他十二姐心里不爽 大可挂印而去嘛 不做这个旧港府知府就是了 他自己随便找个地方 重新立国 难道小侄儿还会拦着他不长 朱高岁愣愣地瞧着杨少峰 过了好半赏才吐出一口浊气 赞道 真不要脸 杨少峰得意洋洋地 谢过了朱高岁的夸赞 然后又扭头对郑和道 这段时间还麻烦郑公公 万一那十二姐有什么不该有的心思 还要起早处置为上 还有瞒着薄仪那边 同样也得使人注意一下 郑和摁了一声道 众员工放心 如果瞒着薄仪敢送兵来工的话 咱家就直接把他们送去见龙王爷 现在的问题反倒是那些百姓 除了参与反叛之外 还有许多拥有大名户籍的百姓和前送移民 他们 杨少峰呵呵冷笑了一声 没有直接回答郑和的问题 反而将目光投向了朱瞻基 五年规划里面的这个三横三纵道路贯通 整个大名 可是有许多地方修起来会很危险 朱瞻基眼睛一亮 便顺着杨少峰的话茬说了下去 让大名的百姓服劳役去修那些路 就有可能让百姓面对那些危险 可是把这些参与闹事的都发配去修路 却没有这个顾忌 杨少峰点点头说道 想少造些杀孽啊 这个我不反对 但是吧 这些人都不什么小孩了 应该学会为自己的事情付出代价 总之就一句话 该住经贯的就住经贯 该拉去修路的就拉去修路得了 该弄到大荒的弄大荒去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大名优秀青年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天皇贵咒 领贤演播汉乐 欢迎订阅专辑 第326章 听得一声 原本就不怎么结实的院子门 被人一脚踹开了 如狼似火的舰队士族冲进院子 抓起院子里的青壮就恶狠狠地问道 说 什么人 青壮有些懵了 可是瞧着已经在屠刀下瑟瑟发抖的七儿 还是壮着胆子打倒 回军夜 小人出身泉州府 随家父在洪武三十年来的旧岗 剑队士族的脸色缓了下来 贺文道 户籍册子有没有 有 有有 青壮的脑袋如同小尖啄米一般 疯狂地点着 就在屋子里收着 那是安全家的命根子 军爷要看 小人拿出来就是 刀架在青壮的脖子上 直到青壮在屋中柜子里 最下面翻出了户籍册子 闪着寒光的长刀 才从青壮的脖子上移开了 剑队士族的脸色 也彻底地变了模样 收好你的户籍册子 这就是你们的命 随手拍拍青壮的肩膀 剑队士族又接着说道 但回头就刚消停下来了 会有官府过来 给你们分配土地 发放种子和羹牛 以后好好混 活出个人样来 青壮望着扬长而去的 剑队士族 和已经彻底坏掉的院门 整个人就那么欲哭无泪地 站在那发呆了 直到乔建这会儿 不太讲理的军爷 进了旁边的院子 青壮才彻底地回过神来 旁边的院子 因为旁边院子里住着的 既不是大明百姓 也不是前送移民 反而是跟叛军 有着说不清道不明关系的旧港人 所以这家人就倒了大霉了 人全部捆起来压走 家里养的狗刚刚叫了一声 就招来了杀身之火 满院子乱跑的鸡鸭 被剑队士族抓了起来 然后死狗和活着的鸡鸭 被军爷顺着院墙扔了过来 刚才还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 那个军爷便是笑眯眯地 说了一声 归你了 宰了给娃子不过身体 长长盖的时候 吃得差了可不行啊 想了想 剑队士族又接着说道 对了 多攒点银子啊 回头这旧港啊 还要立社学了 娃子能进学读书是好事 省得跟你一样睁眼下 青壮很想说自己不是睁眼下 虽然认字不多 可是好歹也会写自己的名字 冰大 在南洋这块地头上 三佛奇女王的名头 远不如旧港宣伟时的名头好用 比如 三佛奇被蛮者搏一灭国了 和旧港宣伟舍思被蛮者搏一消灭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前者是番薯和番薯之间的争斗 只要不是闹得特别过分 大明多半都会睁只眼闭只眼的 回头把三佛奇该交的保护费 转移到蛮者搏一身上就算起活了 后者属于赤裸裸的挑衅 类似于勾着手指对大明说你过来呀 这种行为基本等于提前预定了 地狱一日游的门票 收票方大明帝国将根据皇帝的心情 来决定什么时候发货 并且预知兑现 十二姐显然也能看透这一点 毕竟能被施进清指定为 旧港宣伟史寺的继承人 这点眼光还是有的 至于这杨绍峰和朱瞻基 还有朱高岁等人 一直以为的 十二姐会因为从三佛奇女王 旧港宣伟史 变成了旧港之府而不爽 其实完全就是凭空想象 凭空捏造屋中生有 因为所处的位置不一样 大明的百姓 从来就不会感觉大明的户籍有多珍贵 因为从生下来那天就有了 大明的官员也从来不觉得 大明的官职有多香 因为钱少 事多 风险大呀 反倒有无数羡慕十二姐原本的 三佛奇女王身份 殊不知 三佛奇国王梁道明 宁肯把三佛奇扔给副手施进清 自己跑去海南种椰子 都不愿意当这个国王 而接手三佛奇 卖了陈祖裔的施进清 更是假借三佛奇一灭 而混了个宣伟史的官职 对外自称大明旧港宣伟史司 宣伟史 而不称三佛奇国王 现在的旧港宣伟史司成了旧港府 这就意味着原本只是一块海外 鸡迷珠的地方变成了大明朝廷直属的地盘 而自己这个藩邦蛮夷首领 也摇身一变成了大明正司品的知府 十二姐简直做梦都能笑醒了 但十二姐觉得自己还是得装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 一方面是为了让那些大明心怀不轨的二五崽们自己跳出来 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现在表现出一丝丝的不高兴 然后在不高兴的情况之下还尽力配合 那大明朝廷和皇帝不得多给自己点好处 对大明朝廷和皇帝来说一点点 对自己来说那可不是一点点那么简单了 然而十二姐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第一个跳出来的二五崽居然会是邱家 邱家和施家是同时来到旧港的 两家在旧港都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大家族 所以施晋青才会将十二姐许配给邱家之子邱燕成 当然了 与其说是十二姐嫁给了邱燕成 还不如说是邱燕成嫁给了十二姐 尤其是十二姐成为旧港宣伟史 三佛旗女王之后 两人基本上也就维持了一个表面夫妻的状态 十二姐住在宣伟石府 邱燕成呢 这是住在邱家了 可是现在邱燕成居然带人找上门来了 而且一上来就扔出了一个大闸口 把十二姐炸的是晕头转向 十二姐坐在金交椅上 半眯着眼睛打量邱燕成一眼 又从邱家祖老身上扫过了 然后对着其中一个老人说道 照着二叔的意思 知习就该带人去瞒者伯仪 要不然呢 老者反问一句 又接着说道 说旧港还是旧港宣伟史思 也就罢了 可是现在成了旧港府了 你继续留在旧港 只不过是个正四品的知府 可若是你带人去了满洲伯仪 哪怕是向满洲伯仪称臣 你也依旧是三佛旗的女王啊 这里面的区别 你不知道啊 十二姐点点头 又将目光投降了邱燕成 你怎么说 十二姐毫不客气地打断了邱燕成的话 所以你就让自己的妻子 去给人称臣纳贡 所以你就忍心 看着自己儿女和他们娘亲 分个两地 从金娇一上站起身来 十二姐深吸一口气 又接着说道 所以 当初就是我爹爹瞎了眼 把我许配给你这个废物 你怎么跟严成说话呢 老者愤然起身 指着十二姐训斥道 自古在家从父 出家从父 你可是燕成 霸台大轿 抬进我邱家门儿的媳妇 燕成 可是你相公 十二姐呵呵冷笑了一声 反问道 哦 那你们可以把我当成邱家的媳妇 没有 我在你们眼里 就是三佛齐女王 是旧港的宣伪师 是能让你们邱家 发展壮大的靠山 现在我成旧港知福了 不能让你们邱家 继续在旧港作威作福了 所以你想起我 是邱家的媳妇了 所以你想起来 让我去满者伯仪 给人称臣纳贡 好让你邱家 继续作威作福 一派胡言 老者气羞羞的一揣袖子 坐下之后对邱燕成道 燕成 你说说你媳妇 邱燕成 善善善地道 娘子 别喊我娘子 十二姐怒道 你不配 老者猛地一排桌子叫道 烦了 烦了 你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告诉你 若是没有邱家支持 你这旧港知福 也当不成 瞧了一眼 依旧显得 唯唯诺诺的邱燕成 十二姐 也不在掩饰眼中的 失望之色 冷笑一声道 哼 二叔你老糊涂了 破家的县令 灭门的令营 二叔 你没听说过 转身坐回椅子上 十二姐冷哼一声道 你邱家 往年做过的那些烂事 本官也不与你们追究 不过 若是你邱家 再敢仗着本官的名头 去做见犯科 也羞怪本官 不讲往日情面 邱燕成 蒙得抬起头来 怒视着十二姐 就连说话的声音 都有些沙哑了 莫不是 你看上了民国 那个小白脸状元 十二姐顿时像了 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瘫在椅子上 我与你成婚这么多年 你一直恪守复道 为你生儿育女 毕竟公婆 任凭你如何 在外面寻话问了 我都未曾过问半分 如今 你说出这样的话来 不觉得丧良心吗 想了想 十二姐终于还是咬咬牙 对邱燕成的 你我合理吧 一双儿女 由我来抚养 自此后 与你邱家 再无半分干谢 你这是要反修了我呀 邱燕成怒急返校 指着十二姐道 却不知那小白脸状元 会不会看上你 碰得一下 十二姐猛然一排桌子 对身边亲兵吩咐道 将邱家人 给我赶出去 再敢风言风语 坏我名声 乱棍打死 邱燕成愤然起身 老者却怂了 侄媳妇啊 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呢 小两口吵吵闹闹 实属正常啊 何至于此呢 十二姐和和笑了一声 说道 哼 若无你们挑唆 我们如何会闹到这般天地 赶出去 带亲兵将邱燕成书职 都赶走之后 十二姐 才一脸颓然地坐了下来 对匆忙起来的 师纪孙道 待会儿我写一封合理文书 一带兵送到邱家 待他签字画押后 害人把邱家 勾结瞒者伯仪的事情 告诉锦衣卫 送他家一程 师纪孙有些傻眼了 这是怎么回事 十二姐将方才的事情 说了一遍 冷笑道 他不忍 便不能怪物不易 从此后 旧港就是大明的旧港府 我师家 是大明的臣子 不与这乱臣贼子为物 师纪孙 疑神疑鬼地道 莫不是你真看上 那小白脸状元了 十二姐怒道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让你去便去 这邱家 有眼无珠 还看不清现在的局势 一心只想着 自己家的那一亩三分地 却不知 这大明 终究是要落在 皇太孙的手中 而那杨状元 与皇太孙相较莫逆 他盯上了旧港 这旧港 便是大明的口中石 盘中肉啊 长叹了一声 十二姐又接着说道 按照现在这个局面来看 整个旧港 早晚都会被锦衣卫 清洗一遍 在这个节骨眼上 是不是大明百姓 能不能被他们当成自己人 那就是生和死的区别了 这邱家算是完了 我也没想到 他家居然会为了自家的富贵 就胆子大到 暗中去勾结瞒者薄疑 像这种看不清局势 心又不向着大明的 哪怕他家现在不出事 以后早晚也会出事 不趁着现在 与他们家撇清关系 到时候 世家早晚要被他们家给拖死 若单只是我一个人倒也罢了 可是我还有那一双儿女 还有你这个兄长 一旦被邱家牵连到谋反之中 石济孙不禁打了个寒着 低声道 我这就去 等石济孙带着大队的亲兵出去之后 十二姐这才软软地摊在椅子上 不知道心中在想些什么 听众朋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您转发订阅评论专辑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